雪秋 能把我之前借给你妈治病的五万块钱还掉吗 公园里 魏景尽量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没有那么落魄 魏景 可真有你的呀 站在魏景对面的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孩 一身都是名牌 但脸上都是不屑之色 现在都已经沦落到问我拿钱的地步了 没钱 当时我借你的 我爸现在已经快不行了 医生说要做手术 之前他对你也不错 你就当我借你的 以后我会还的 魏景看着这个前女友 心里有些苦涩 一个月前 他做生意的父亲被人联手坑骗 不但公司没有了 甚至还欠了不少债 最重要的是 父亲也因为急怒攻心 住进了医院 他们家为了还债 早就已经家图四壁了 多余的一分钱都没有了 哪还有钱治病啊 为此 只能拉下脸皮 东借西凑的 即使如此 也还是远远不够 无奈之下 这才想着来问自己的前女友借钱 叶雪秋原本是自己的女朋友 在魏景家到还好的时候 想要什么都给他买 关系很好 但是听说魏景家生意破产后 立刻就发了的短信 跟魏景断绝关系 是的 连个电话都没有打 这算是他们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 你还得起吗 叶雪秋冷笑了一声 满脸不屑的说 现在你们魏家 已经到成那个样子了 魏景啊 不是我看不起你 你压根 就不可能在东山再起了 你父亲也别救了 早死早解脱了 你 魏景有些愤怒 这五万块钱 是他一年前给叶雪秋母亲治病的 现在自己都不是跟他回来 只是问他借 他竟然都不肯 而且还如此诅咒父亲 我说错了吗 叶雪秋脸上出现了厌恶之色 赶紧离开这里 要不然我可就报警 你骚扰我了 魏景一脸悲愤 真的是人没有钱 连狗都不弱 他一咬牙 只能扭头离开 可是却没有想到 叶雪秋却又开口说话了 对了 给你一条路吧 知道城西郊外那里的小坟吧 以前我们去看过的 那里听说前些天下雨被冲了 我听说 那是清末的古墓 你要是胆大的话 去那里看看 有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呗 说不定还能动些古董出来卖钱呢 魏景眼睛一亮 却不说话 离开而去 叶雪秋撇了撇嘴 魏景啊 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起来了 他立刻就拿起了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娇滴滴的说 亲爱的 今天可是你过生日啊 我给你一个惊喜啊 夜晚 城西郊外 魏景拿着一把铁锹 在月光的指引下来到了一个地方 前辈对不住了 他一咬牙 对着那里行了一个礼 我家里实在是急需要钱 您见谅一下 要是我以后翻身了 绝对给您再立一个墓 没错 这个墓穴确实是已经塌了 魏景上前一看 发现不但是塌了 而且也已经让人倾过了 外面很干净啊 他愣了一下 正在这个时候 一辆车子就已经到了这里 吱的一声停了下来 从上面下来好几个人 大灯就那么照着他 让他有些看不得清楚人 白痴 还真的来了啊 瞬间 那里就爆发出了一声大笑 笑死我了 还真跑到这里来找古董啊 哎呦 我们的魏大公子 已经混成这个样子了啊 化身摸金笑味了 来来来 赶紧来拍个照啊 留个纪念啊 当代摸金笑味啊 难得 叶雪秋来到了最前面 脸上都是捉弄的笑意 魏景啊 你还真信啊 真是蠢得可以啊 笑死我了 魏景这才知道自己这是被人骗了 捉弄了 你这个贱人 竟然敢骗我 他红着眼 你说什么 一个正在拍照的年轻人 立刻就来到了叶雪秋身边 看着魏景说 有本事你再说一次 狗男女 魏景知道这个男人 就是叶雪秋现在的男朋友 刘新明 这才跟自己分手几天啊 又搭上一个有前夫二代了 我操你妈的 刘新明大怒 兄弟们 给我上 竟然敢他们骂我 看老子不打死你 他们总共是三个男人两个女人 刘新明这么一说 另外两个男人很快就已经上前了 总共三个男人对着魏景拳打脚踢的 一顿好打 魏景哪是他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啊 很快就已经鼻青脸肿的被打倒在地上 妈的 刘新明催了一口 小子 还他妈敢跟我叫板 你他妈还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 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德性 其他人轰然笑了起来 亲爱的 今天的生日惊喜怎么样 叶雪秋一脸都是笑意 好像很欣赏魏景现在的惨状 一到了刘新明的身边 娇嗲嗲嗲的问 很满意 刘新明哈哈大笑 去你妈的狗男女 魏景忍痛骂了一声 妈的 还不服气对吧 兄弟们 来来来 把他弄到坟里面去 妈的 今天就让你做个死人尝尝味道 接着 他们很快就将魏景推到了坟里去 走 今天可爽了 我请大家唱歌去 今天我生日 老子他妈高兴 刘新明他们很快就已经离开了 魏景躺在坟里 全身都痛 他不是想反抗 但是他却没有什么力气了 叶雪秋 刘新明 你们两个贱人 竟然敢这么害我 他脸上全都是怒意 可是 现在他得离开这里才行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发现不大对劲 这坟里面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 接着 他就发现自己的左右 两根食指 同时剧痛了起来 他压了一声 忍不住就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两根手指在黑暗中竟然发着光 好像是金色 他心中一惊 正想要说什么 可是眼前两道光 已经飞到了他的面前 瞬间就钻到了他的眼睛里 他闭上了双眼 无数的信息已经朝着他的脑海里涌了过去 但是其中却有几句话最是清楚了 我乃一代性灵圣手 古董大师 今日与你有缘 传你无上太平道经 可治百病 可通武技 再送你风月宝剑 剑赏天下通宝 但太平道经只有残缺一部分 能救世人 却不能救己 我便是因此而死 要是你不想跟我一样 只能尽力找到太平道经残缺的部分 忘你记住 这句话只是一闪而过 却最为清楚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慢慢地沉寂了下来 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动静 魏景慢慢地爬出了坟地 站了起来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上竟然充满了力量 最让他感觉到惊骇的是 自己站在这里 黑暗的天空下 他竟然感觉如白天一样 他能透视了 魏景匆匆就回到了善美医院里 刚刚进到了医院的病房里 就听到了里面的主治医生钱钟勇 在那里大声训斥父母 没钱没钱 魏景啊 要是再没钱 你们就给我出去 我们这是私立医院 我们是要赚钱的 我们可不是给穷鬼做善事的 没错 魏景就是这家私立医院的实习医生 原本这家私立医院有一个政策 只要是他们这里的员工 直系亲属做手术 就可以打六折 但这需要申请名额 魏景之所以选择这家 就是想申请这个折扣 但是却一直被主任唐强卡着 他知道 自己之前入这家医院的时候 没有给唐强见面费 所以就被人记上了 只是魏景家之前有钱 唐强心里不爽 但也不敢怎么样 现在不一样了 魏家早就已经落魄了 所以就卡着自己了 砰的一声 魏景踢开了门 魏景 你还知道回来 我告诉你啊 现在你们的钱都已经用完了 连住院的钱都没有了 你要是还想让你父亲住院的话 就赶紧把钱交上 要不然就给我出去了 不用你们知了 在这里的几天时间 魏景真的是 尝尽了人间冷暖啊 因为没钱 哪怕自己是这家医院的人 但是却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脸色 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都好 冷眼对待自己 不用我们知 钱钟勇已经笑了起来 我说魏景 你还以为自己是魏大少吗 随便去外面 都有人给你父亲看病 现在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吗 过街老鼠 没钱你连个屁都不是 我自己知 魏景冷笑一声 真是笑死了 你自己知 你会吗 你连个行医资格证都没有的人 还跟我说自己治 你要是能治 早就动手了 现在还在这里跟我们医院玩呢 对 让小景给我治 魏文华也心疼儿子 在这里吃了多少苦头 瘦了多少白眼 他们两口子 可都是看着的呀 爸 就在这里 几分钟就行了 魏景对着魏文华开口说 几分钟 你真的是笑死我了 魏景却没有开玩笑 他闭上了眼睛 脑海里的东西呼啸着而来 说到底 也就是父亲胃部有一个瘤子而已 确实是比较危险了 因为比较大了 必须得做手术切除才行 但是对魏景来说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太平道经里面 有着最直接的方法 太平真气 太平真气从他的手掌里缓缓出来 他开始在魏文华的身上按了过去 看起来就好像是按摩一样 只不过他按的其实是魏 那些真气的落点全都在魏部 最为恐怖的是 魏景现在透视眼一开 就能看到里面的变化 魏景只用左手食指在按着 准确的来说 试点 左手食指 此时好像是有一丝金光出现 要是他们有魏景一样的透视眼 就能看到这里面进去的光点 那些就是太平真气了 钱周勇都看乐了 这个家伙是白痴吧 还在自己面前显摆呢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景突然间收手 魏文华就那么坐了起来 一脸惊讶的说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 说着 他还真的就下床了 走了几步 没错 确实是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实这个流子已经非常大了 都影响到了魏文华的正常行动了 但是现在看他走路完全没有问题了 钱周勇的脸色都变了 他是医生 自然能看出真假来 行了 走吧 魏景知道 父亲已经好了 松了一口气 我们回家 好 魏文华高兴的快要跳起来了 你们 钱周勇一脸不可思议 真的太神奇了 魏景怎么就好了呢 魏景他们出去的时候 钱周勇都没有反应过来 只是感觉到事情不大对劲 这个家伙真就这么把人治好了 但是一看对方人都已经走了 便嘟囔了一声 刚刚在这个时候 就看到那边好几个人走了过来 人呢 带着的是一个美女 看着大概也就是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双条大长腿就好像是明晃晃聪一样晃在眼前 哪怕是不想看都不行 张 张院长 钱周勇确实是不敢多看 这可是他们的新任院长张初然啊 老院长接班后 就轮到他们的新院长张初然上任了 院长说谁呢 钱周勇上前问 我听说在我们这里住着一个本院职工的家人 正需要做手术 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动手术 张初然皱起了眉头 钱周勇一正 这是怎么连张院长都知道了 对对对 这件事情肯定瞒不过去的 于是他便点了点头 这不 已经治好了 走了 张初然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他刚刚上任 所以很多事情都想过一眼 也就看到了魏文华的病例 同时也知道这是本院职工的父亲 而且最让他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 竟然还没有动手术 看他的病情不动手术都不行了呀 所以 他才亲自过来过问一下 可没想到人竟然都已经不在了 治好了 这下轮到张初然感觉到惊讶了 对对对 我治好了他 钱周勇也不敢说没有给人家治病啊 要不然张初然肯定会责怪自己的 再有可能就会连累到唐主任 也就是自己的衣服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只能这么说了 怎么治的 我没有看到手术记录啊 张初然皱起眉头 不用手术 我用了一种方法 钱周勇只能往下边 用的是一种药物加真实之法 就治好了 嗯 张初然双眼放光 你确定 确定 钱周勇敢笑了一声说 所以他人都已经走了 就是因为治好了 药物加真实之法 张初然身后的 就是他们院里最顶尖的中医刘雍了 听到之后就有些狐疑的问 就是中医疗法了 你用的是什么手法 钱周勇此时已经只能硬着头皮了 我用的就是医书里写的八卦真法 你会八卦真法 刘雍双眼都放着光 好像是看到了宝贝那样 这可是一种失传的真法 只是在古书里听到过 真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出现 张院长 我没想到 在我们院里 竟然会有这样的人才 得好好重用 张初然点了点头 也没想到 自己这里竟然会有这样的人才 点头说 没错 是得好好重用 钱周勇都已经笑开花了 魏景啊 你可能都想不到 现在还给我送了一个大礼 魏景确实是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他正带着父母回到了租房子的那里 自从父母开的那家厂子 被人夺走之后 他们家连房子都赔了 只能租住房子了 与之前一相比 条件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 儿子 真的是委屈你了 魏文华一脸愧疚啊 爸 妈 没事 魏景深吸了一口气 安慰起父母来了 您放心吧 他们把我们家的厂子夺了 我会报仇的 魏文华愣了一下 感觉到儿子已经有些不大样了 就在这个时候 魏景已经接到了主任唐强的电话 魏景 你今天不来上班是吧 那我现在通知你 你已经被我们医院开除了 唐强 也就是钱钟勇的姨父了 处处针对魏景 对此 魏景一点都不奇怪 点了点头说 开除就开始吧 反正我也不想呆了 但是我的工资 你得发给我 我做的 那就是我的钱 那你下午来拿 唐强冷笑一声 拿了丢滚蛋 吃过午饭 魏景休息了一下 就回到医院去了 钱钟勇跟唐强正在那里聊着天 姨父 我应该也很快就能做主任医生了吧 钱钟勇满脸都是激动啊 唐强笑了笑说 你放心吧 这次你真的是聪明 把这么好的事情揽到自己头上来了 我顺势就把魏景开了 以后也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对对对 钱钟勇认真地说 姨父 这件事情 我只告诉您了呀 你放心吧 有我照着你呢 唐强淡淡地说 出不了什么差错的 钱钟勇呵呵一笑 正在这个时候 就看到刘雍从那边过来了 对着钱钟勇说 钱医生 出来一下 刘主任 钱钟勇赶紧就上前 刘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现在你表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 赶紧的 有个病人也是肿瘤 而且已经不能做手术了 是我们张院长亲自去把人接过来的 用你的八卦针去治吧 要是治好了 对于我们院里 可就是一件大好事啊 钱钟勇一正 脸色有些尴尬 怎么了 刘雍问 走走走 一起去看看 唐强知道要露线啊 赶紧就开口说 能不能治 得看看情况才知道 对对对 先看看病情 钱钟勇反应过来 病房外 张初然也在那里 同时 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就在那里 看样子 好像是有些来历的人 这位就是我们的钱医生啊 看到钱钟勇过来后 张初然赶紧就介绍说 周先生 他可是我们院里对于肿瘤最有研究的人啊 经头我们早就已经失传的八卦针法 就在上午 他已经把我们这里的一个肿瘤病人治好了 完全都不用开刀 神啊 那我妈终于有救了 眼镜男人周先生有些激动 上前握了一下钱钟勇的手说 钱医生 这全都拜托你了呀 钱钟勇没想到 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这才刚刚把事情揽过来呢 自己这就得再上来啊 可我压根都不会啊 先看谈拍片吧 唐强轻轻踹了钱钟勇一脚 这才开口说 这是片子 张初然拿过了拍片 给钱钟勇看 肿瘤已经很大了 确实是不能动手术 只要是一动手术 绝对就得死 难怪说非得到自己这里来了 原来是不能动手术啊 钱医生 怎么样 周先生一脸期待 怎么办怎么办 钱钟勇心里叫苦 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已经来到了这里 唐强 魏警叫了一声 唐强愣了一下 扭头看到魏警之后就有些怒了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给我滚蛋 啪 没想到魏警上前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 这一巴掌 非常干净利落 唐强被打猛了 没想到魏警竟然会对着自己动手啊 这是我现在跟你收的一些利息 魏警森然地看着他说 这件事情 我们还没完 下次我再找你 站住 张初然已经认出来了 这就是那个叫魏警的员工吧 魏警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唐主任特批了款项 给你父亲治病 而且前一生还帮你父亲治好了病 你既然回来就打人 不把我们医院放在眼里是吧 魏警看了一眼就有些惊讶了 好漂亮的女人啊 看这样子 难道会是新的院长 换院长的事情他知道 但是并不知道新院长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一看就知道应该是新院长了 忍不住就低头看了一眼 打开了透视眼 我去我去 刚好就看到大腿内侧处 竟然看到了一个三角形的胎记 不过他马上便抬头 看着漂亮的张初然 他批了款项 给我爸治病 钱忠勇把我父亲的病治好了 魏警失笑了起来 他一直都卡着我父亲的名额 不给我批 还有 这病是我自己治的 跟他钱忠勇有个屁的关系 唐强暗叫不妙 他之所以这么快就让魏警过来拿工资 就是想着他赶紧滚蛋 以后不会再来 就能把这件事情完全的瞒下去了 但没想到 魏警竟然因为想出气 特意到这里打自己一巴掌 现在瞒不住了呀 你胡说八道 钱忠勇一听就急了 魏警啊 我早就知道 你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我刚刚救了你父亲的命 竟然还这么对我 你还要不要脸啊 马上给我滚蛋 我们医院都不想再看到你 你说是你治的 魏警的眼睛一看 便看到了钱忠勇手中那张图 心中一惊 然后就冷笑一声说 那你说 你手中那张片子的主人 你能治吗 这种刘跟我父亲的差不多一个意思 大家看向了钱忠勇 刘勇一直都没有说话 心里开始嘀咕了 钱忠勇在他们这里上了好几年的班了 之前也没有听说过 他会什么八卦针法呀 难道这是另有隐情 我治不了 没想到钱忠勇却很坦然的说 这个病例比你父亲的严重多了 我八卦针法无法替他施针 一则他年纪大了 二则 他的病情也确实是很严重了 对对对 唐强赶紧就在那里掩饰 周先生有些失望 没想到竟然还是不行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淡淡的开口了 你不行 那是因为你确实不行 但是我可以 这句话一出来 大家全都看向了魏警 你说什么 张初然皱起了眉头 肿瘤 已经到不能开刀的地步了 非常难搞 但如果开不了刀 又只有等死的地步了 现在这里 早就已经没有任何人能救了 但今天你们的运气不错 遇到了我 魏警冷笑一声 我去 我能治 不不不 他只是一个实习医生 钱忠勇心中一慌 发现自己真的是漏算了一件事情了 自己可以找借口说不能治 掩饰自己不会的事实 但魏警在这里会出手啊 你真能治 周先生心里生起了一丝希望 正如魏警说的那样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只能赌一把了 那行 我给你一次机会 好 魏警点头 根本就不说话 人就已经进去了 周先生 他可是连职业资质都还没有拿到 只是我们这边的实习医生啊 唐强赶紧就说 那又怎么样 周先生很强硬的说 我妈的肿瘤 去过很多医院 甚至我都已经联系到了国外的医院 但人家 只是看了片子 就说不能开刀 我有什么办法 与其这样等死 还不如赌一把 钱忠勇的脸色最难看了 魏警已经要动手了 现在我就只能祈祷你 治不好人了 张初然皱起了眉头 这个叫魏警的人 感觉确实是有些奇怪啊 魏警进去看了一眼 就看到床上躺着一个 大概得有七十左右的女人 确实是已经很老了 难怪不能动手术了 要不是碰到魏警 绝对就得死 魏警深吸了一口气 太平真气再次从她的手中灌注出去 像是按摩那样 按摩着她的肚腹处 大概十几分钟之后 魏警的脸上已经有了汗滴 最后她收手 老太太坐了起来 惊讶地看着魏警 没事了 魏警看了一眼老太太 老太太慈眉善目的 很合她的眼 所以就笑了笑 哎哟 小伙子 是你救了我啊 老太太赶紧就下床 发现自己行动竟然很便捷 魏警只感觉到全身都乏力 忍不住就是腿一软 差点就要跪下去了 妈的 连续两次使用太平真气 真的是太好经历了啊 老太太赶紧就将她扶住 她自己都梦了 我竟然还能扶着这么一个 健壮小伙子 外面 那些人都已经有些等得及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门打了开来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老太太扶着魏警出来了 妈 周先生骇然 母亲是什么样的病情 她可太清楚了 早就已经不能走路了 没想到 现在竟然能下床 还能扶着魏警 儿子 这位神医救了我啊 老太太很开心 看看把人家孩子给累的 我的天 刘庸看着老太太 感觉到不敢相信 神医 周先生大喜 对着魏警 就挑起了大拇指 不可能 钱中勇跟唐强都愣了 同时叫了出来 大家看着他们两个人 绝对不可能的 钱中勇故作镇定的说 这是什么事情 我们都很清楚的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这可是肿瘤啊 现在就能治好了 不对 绝对不对 这样吧 我建议再次做个检查 看看肿瘤到底还在不在了 对对对 唐强赶紧就附和说 现在有一种激素 能让人精神起来 但只是激发潜力而已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用 我们哪知道她 是不是用了这样的方式呢 所以我也建议再检查一次 张初然确实是震惊了 她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医科大学学生 肿瘤这样能治好 肿瘤是得动手术切 才算是治好了呀 她也不相信 那行 马上拍片吧 张初然开口说 还有你 不准走 魏锦哪里会走啊 刚才她之所以会出事 一方面因为她是个医生 另外一方面 就是知道钱中勇 把自己治好病的事情 揽到她的身上去了 你这就是恶心我啊 我怎么可能让你入院 所以她才选择出手的 有院长在这里 所有的检查都是很快速的 几乎没有多久 就已经把所有应该要做的检查都做了 而且结果也是最为快速的 看到之后 大家都已经镇住了 肿瘤竟然消失了 哈哈 周先生放声大笑 上前握着魏锦的手 一脸认真的说 魏医生 厉害啊 厉害啊 他真的是有些说不出其他的话来了 为了母亲的病 四处奔走 只要是听到哪里治这个好的 都会去试试 但这么久以来 哪一次都是失望归 这一次 竟然真的治好了 太神奇了 张初然也有些愣在那里 看着魏锦发现事情有些不大对劲 钱忠勇 魏锦冷笑一声 你说是你治好了我父亲的病 那么我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治好的 我 我八卦真乏 钱忠勇满头大汗 其实大家也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钱忠勇就是冒名顶替的 钱医生 你现在已经被开除了 张初然一脸厌恶 自己还真以为是他治的呢 没想到竟然只是一个冒牌货 要不是魏锦出现在这里 他们还得被骗到不知道多惨呢 想到这里 他更气愤了 从此之后 你再也跟我们医院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就已经判了他的刑了 钱忠勇差点就要摔下去了 看向了唐强 但是唐强却不敢出声 现在被人这么当面接出来了 我就算是替你说话 也没有什么用的 钱忠勇没有办法 就只能低着头离开了这里 没想到魏医生只是一个实习医生 但是却如此厉害 那是我们医院的福气 张初然已经有些激动了 他之所以回来接手这家医院 就是想着把这家医院做大做强的 魏锦既然有这样的本事 自己肯定就得好好留住他了 没想到魏锦却呵呵一笑 唐主任刚才已经将我开了 准确的来说 其实我并不是你们医院的人 这件事情 张初然也并不知道 顿时就看着唐强 唐强刚才一直都装死呢 没想到自己竟然也会引火上身 赶紧就解释说 我这是有些误会 现在我撤回这个决定 但是魏锦却冷笑了一声 头也不回地走了 唐主任 张初然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这个魏锦的脾气好大 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 这件事情是由你弄出来的 你给我解决 张初然冷冷地说 要不然 我看你也别干了 我 唐强咬着牙 是是是 我一定把卫医生请回来 现在的魏锦可 看不上这份工作 自己精通太平道经 还有风月宝剑 还在这里受你们的气 刚刚出了医院 却看到两个男人 从那里走了出来 魏锦 两人看到魏锦后 马上便宁笑了一声 魏锦一愣 脸色就沉了下来 妈的 我还没有去找你们算账呢 没想到 竟然又碰到了 摸金笑位 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 来人正是刘新明 跟他的一个小弟狗腿 看到魏锦后 就黑黑一笑 来到了他的面前 哟 中奖了 魏锦看了他一眼 突然间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刘新明竟然是有没毒啊 染上没毒了呀 让你乱搞 现在遭报应了吧 刘新明原本是对于他 有着非常大的心理优势的 但是听到这话 就变了脸色 妈的 你他妈找死对吧 刘新明暴怒 没错 他确实是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现在就是到这里来看病的 只不过到底是什么 他自己也不清楚 但怎么可能会是没毒呢 顿时就大怒 嫌昨天晚上不够事吧 老子他们弄死你 刘新明嚎叫着就要上前 可是刘新明刚刚到了魏锦面前 就已经倒下去了 魏锦一脚踹出 刘新明就倒地了 哇的一声 刘新明吐出了一口鲜血 你 剩下的小弟愣了一下 竟然不敢上前了 这 还是魏锦吗 跪下来求我 我帮你治啊 魏锦冷冷地看着他说 要不然 我猜你没毒都好不了了 魏锦 老子他妈弄死你 你他妈才没毒呢 刘新明无比愤怒 在他看来 魏锦现在跟街边的乞丐 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自己竟然被他打了 啪 魏锦不客气 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 刘新明倒在地上 翻滚了好几次 这才定住 魏锦冷笑一声 这才离开了这里 大哥 小弟这才赶上前 将刘新明扶起来 刘新明已经气得全身发抖了 我要他死 我他妈要弄死他 魏锦离开医院后 打了一个低势 便去到了长丰之衣厂 这原来就是属于他们家的厂子 但是随后父亲的合作伙伴 杨志明用了卑鄙的手段 让父亲签订了合同 把这个厂子所有的股份 都转给他了 父亲魏文华 总体来说是一个老实人 这个气 只能自己吞了 魏锦之前倒是想过找他们 但毕竟 自己只是一个落魄的大哨 找也没有用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来到了厂子门口 门卫就把魏锦挡住了 这不是魏大哨吗 怎么了 又跑到我们厂子里来了 对了对了 现在你已经不是魏大哨了 这里你也不能进了 保安队长 施德因侧侧的走了过来 说句实在话 看到他的脸 魏锦就有些恶心 谁能想到一个月之前 这个人面对着自己说话的时候 还攻着腰呢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因为自己完全都成了穷光蛋了 我找杨志明 魏锦缓缓的说 你现在算老几了 施德立刻就冷下了脸 给我放尊重一些 杨总的名字 也是你能随便叫的吗 其他两个保安跟着就笑了起来 可是下一秒 他们就不笑不出来了 因为魏锦仰起了他的手 对着他的脸上 狠狠地扇了下去 啪的一声 把施德扇的后退了好几步 你施德都梦了 魏锦之前来到他们这里找过杨志明 那个时候对自己可客气了呢 没想到 现在魏锦竟然敢对着自己动手啊 而且手劲真大 魏锦来到了他的面前 一把将他的衣领拽住 冷冷地说 施德 我现在告诉你 这家厂子就是我家的 我现在到这里来 就是让杨志明把厂子还给我的 还有 你在我面前 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 都只是一个保安而已 什么时候轮到你骑在我的脸上了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 施德突然间就感觉到了一股冷意 竟然不敢反驳了 现在魏锦的身上 竟然出现了一种 令他感觉到恐惧的气质 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滚 魏锦这才将他松开 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施德他们三个人看着魏锦进去 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出声 好可怕啊 魏锦刚才那个样子 真的太恐怖了 惹不起啊 杨志明今年五十多岁 创业过很多次 但是都失败了 最后跟着魏文华一起创办这个场子 这才算是成功了 但他只是一个小股东 在公司里没有什么话语权 多年屈居于魏文华之下 而今 他终于算是这个场子里唯一能说话的人了 碰 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 门就已经让人踢了开来 魏锦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杨志明愣了一下 不过马上便笑了起来 说句实话 他很喜欢欣赏 现在魏家他们的表情了 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这让他感觉到很舒服 市值啊 这是做什么啊 杨志明一脸假惺惺的说 你看看你啊 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说啊 我毕竟还是你的叔叔啊对吧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有什么过不了的坎 我还是会帮你的呀 魏锦原本是想揍他一顿的 但是看到他的身体之后 突然间就笑了起来 真没想到啊 杨志明竟然身患绝症啊 杨志明 魏锦淡淡的说 这样吧 我们做一个交易 你把公司给我 再去当面对着我父亲道歉 然后我就帮你治病 救你一命 哈哈 杨志明一脸不屑的看着魏锦说 魏锦啊 你这是失心疯了是吧 我听说你父亲都得做手术了呢 现在竟然还跑到这里来骗我说我有病 你真以为我是猪脑子啊 杨志明 魏锦淡淡的说 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提醒啊 别天天就想着怎么坑人 要不然你赶紧就去检查一下身体吧 要不然 可能你很快就会死了 相信我吧 我是一个医生 魏锦说完就已经站了起来了 杨志明一脸阴沉的看着魏锦 这个家伙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自己真的有病 对了对 自己这几年确实是很少去检查身份 被魏锦这么一说 确实是应该好好去看看了 对 明天就去检查身体 魏锦原本是想给他好好一个教训的 但是看到对方的身体之后 他就断了这种心思了 不用自己出手了 杨志明很快就会遭到报应的 对了 到时候 这里绝对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救得了他 除了自己 得等着他来求自己救他 那样才好玩 回到家里之时 已经是夜晚了 他们家就三个人 这些天以来可以说是尝尽了人生冷暖 现在能坐在这里安静的吃饭 可以说是他们之前不敢想的事情了 母亲曹芝做了一桌子的好菜 应有尽有 爸 妈 魏锦站了起来 倒满了一杯茶 认真的说 之前都是儿子不懂事 很多事情都帮不上 你们什么忙 儿子在这里给你们道个歉 从今天开始 有什么事情 我顶着 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有 长风之一场 我也会拿回来的 儿子 看着儿子这么懂事了 魏文华特别开心 劝说 看到你现在这样 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杨志明拿了我们的厂子 那就让他拿去 爸现在想开了 那不行 魏锦一脸认真的说 是我的 那就是我的 他杨志明拿了我们的厂子 就得还回来 父母看着魏锦 发现儿子是真的有些不大一样了 吃完饭后 魏锦洗好了澡 就上床玩手机去了 百无聊赖 就打开了交友软件 上面有很多妹子发图 有露脸的 有露胸的 只要是能露的 都露 往下一翻 魏锦就愣了一下 上面是一张露出了大腿内侧的照片 内侧上面 有一个三角形的胎记 这 魏锦突然间就灵光一闪 这个胎记 就是张初然身上的吧 难道是他 他也玩这种交友软件 他忍不住就看了一下这个人的动态 发现上面竟然写着一条 生气了 竟然有不离本小姐的小医生 太过分了 发狂发狂 就是他 魏锦想起张初然的容貌 比叶雪秋 不知道漂亮到哪里去了 美女 怎么 魏锦于是便找了他聊天 没想到张初然回复得很快 什么怎么了 一点都不生分啊 小医生啊 没事 也就是一个我们医院里的小医生 拽得要死 把我气着了 削他啊 魏锦呵呵一笑 看美女腿形就知道 长得绝对漂亮了 这种人竟然不知道对美女客气一些 给我削死他 哼 要是他有你这样的想法就好了 张初然竟然还有些自得 不过我会拿下他的 敢拒绝我的邀请 没门 魏锦嘖嘖的撑起啊 就在这个时候 唐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魏锦的脸色沉了下来 魏锦 那边唐强的声音明显就有些不大对劲 想发火 但又不敢发火 只能压抑着 那个你明天到我们这里来报道一下 报什么道 魏锦反问说 我凭什么去报道 我都已经不是医院的人了 不来 你嚣张什么啊 唐强怒声说 要不是张院长让我来找你 你以为我会让你回来 你最好给我明天回来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魏锦是个聪明人 一听就明白了 笑了起来说 原来是这样 既然是你把我开了 张院长自然就得找你让我回来了 你现在让我回来 还这么不客气 真以为我傻呢 唐强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 啪 想都没想 魏锦就把电话挂了 非常干脆 你 唐强快要气炸了 妈的 竟然还敢挂我电话 但是一想张初然跟自己说的 他又不敢多说什么了 只能咬牙再次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魏锦 没错 确实是我把你开了的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 你只要答应回来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对你怎么样了 啪 魏锦又把电话挂了 妈的 唐强气得直接就想把电话砸了 可就在他想砸的时候 张初然的电话进来了 唐主任 张初然的声音带着一丝冷意 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他有没有答应要回来 唐强甘笑了一声 没有说话 但这其实已经能说明情况了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要是他明天不回来上班 那你就等着吧 明天你也别来上班了 张初然立声说 院长 我保证把他弄回来 唐强知道张初然不是吓自己 甚至有可能 他都已经知道自己卡着魏锦的事情了 要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 你自己看着办吧 张初然又把电话挂了 唐强已经快要抓狂了 妈的 这件事情 真的逼得自己 都没有办法怎么做啊 没有办法 他只能再次给魏锦打电话过去了 而且这一次他 可是放松了许多 先调整了一下心情 这才打了出去 魏医生 称呼都已经变了 张院长点名非要你回去 之前确实是我的错 我道歉 对不起 想着自己这段时间以来受的气 魏锦就感觉到特别愤怒 一句对不起就行了 那你要我怎么样吗 唐强已经快 没有办法了 魏锦啊 之前确实是我故意卡你的 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那你直接说 魏锦原本是不想原谅他的 但是转念一想就开口问 长风制衣场的杨志明 原本是我父亲的合作者 就是他把我家给弄垮了 他现在身患绝症 如果他没有去检查身体 你想的办法 让他知道自己有病 如果他知道自己有病 肯定会四处求医的 你就想办法 把他引到我们医院来 就说 我们这里有个神医能治 明白吗 那位神医就是您 唐强愣了一下 没错 办好这件事情 我就考虑一下 回到医院里 要不然我就不回去了 到时候 你轻责丢工作 仲责 张院长要是在调查 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有可能会扯出 其他的事情来 我看你怎么办 魏锦冷笑一声 好 唐强一咬牙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会去办这件事情的 但是你不能食言啊 一言为定 杨志明确实是第二天 就去检查了 去了他们这里 最大的医院去检查 但是当他拿到 报告单的那一刻 人就快要晕过去了 竟然是癌症 肺癌 他感觉到不相信 马上便冲到了 他们的医院里面去问 没错 晚期了 医生只看了一眼 就用同情的眼神 看着他说 对了 有什么想吃了想玩的 都可以好好去体验一下了 也不用住院了 没用的 还不如这些天 好好地吃喝玩乐一下 别在医院里浪费钱了 用医 杨志明怒声 指着医生说 你懂个屁 你们这里绝对有问题 我还要检查 要是发现 你们这里的检查有错 我告诉你们 说完就砰的医生 把门踹开 这才出去 医生都吓了一跳 遇上这种脑子 有病的病人 真怕他冷不丁 给自己来上一刀 没素质 就是啊 这什么人啊 在众人的不屑眼光中 杨志明匆匆就离开了医院 来到了另外一家医院 开始检查 但是拿到报告单的时候 他全身都已经颤抖了起来 没错 竟然跟前面那一家是一样的 他去到了医生那里 发现连医生说的话 都差不了多少 于是他再次掀桌子了 不可能 我到这个年纪 才算是有了一丝出头的可能 竟然跟我说我有了肺癌 不可能 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 他已经惊慌了 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打过来了电话 杨志明 怎么样 检查了吧 魏警冷冷地问 魏警 你他妈做了什么 都是你诅咒的 杨志明已经快要失心疯了 对着魏警就怒吼了起来 但魏警却摇了摇头 淡淡地说 给你一个机会 把厂子还给我吧 我就帮你治好 我呸 杨志明骂了一声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谁呢 滚 老子就是死也不会让你治的 说完杨志明 就已经挂了电话了 但杨志明确实是害怕 他就好像是一只丧家知犬那样 回到了厂子里 刚刚回到厂子里 唐强就已经进来了 他花了一些自己的人脉 知道杨志明去过了 其他的医院检查 而且确实是得了肺癌 杨老板 唐强进去就开门见山 笑着说 我是善美医院的唐强 我从同行那里得知 民生患癌症 其他医院应该都没有什么办法吧 我们医院有 你要是想治的话 可以到我们医院来 杨志明脸上的血色全无 心里其实都已经绝望了 他知道医生说的没错 自己确实是没有几天可活了 现在听到唐强既然说可治 顿时就燃起了一丝希望 唐医生 你们医院可以治 当然可以 唐强心里其实也没底 这可是癌症啊 但是 魏警都已经这么说了 自己只能这么照着说 你要是相信我们的话 现在就可以跟我去我们医院 我们那里有一个神医 好好 我马上就去 走 马上 对于身处绝症的病人来说 哪怕是对说的很玄乎 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丝侥幸心理的 可能这就是心理安慰吧 再说了 人家可是正经医院的人呢 所以自然就跟着过去了 魏警也在这个时候 到了他们的善美医院 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患上了笑脸 但魏警只是淡然地走过去 甚至都没有跟他们打招呼 这些天 自己在这里是什么待遇 他比谁都清楚 除了那么几个人 对自己还有笑脸之外 基本都是不搭理的 现在知道自己医术厉害了 一个个都好像跟自己很要好似的 他刚刚进到医院 就被张初然叫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 张初然身着黑色的制服 将他完美的身材遮掩了 却依旧遮不住 浑身散发出来的魅气 魏医生 我是很诚心请你回来的 张初然看着眼前的男人 一脸认真的说 我知道之前确实是我们医院做得不大好 但是我现在已经补偿你了 你有什么要求 可以帮我提一下 魏警笑了笑说 张院长 关于入院的事情 我看还是算了吧 张初然有些生气了 你这是耍我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魏警收到了一条短信 于是他站了起来说 以后再说吧 我现在还有些事情 就先出去了 说着魏警就出去了 张初然有些生气了 站了起来说 魏警 你给我站住 但是魏警压根都没有再看他一眼 很快就已经出去了 此时 杨志明正跟着唐强进来了 刚瞧 他们就撞上了 哟 杨志明 这是来治肺癌啊 魏警明知故问 魏警 杨志明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他 他也不知道 魏警具体是哪里的医生 不过看到之后 就冷笑了一声说 魏警 我应该感谢你啊 要不是你提醒我 可能再过两个月 我就得死了 也就是多亏你提醒 我才会想着去检查身体的 他们善美医院 有个能治的神医 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还让我求你治 你他妈配吗 显然 唐强跟他说过 可以治之后 他的心情就好多了 认为自己的病 已经不成问题了 对此 魏警只是一笑 对着唐强说 唐主任 你这是想把他引荐给哪个医生啊 我们医院里的医生 我大都是认识的 好像也没有哪个医生 可以说自己能治肺癌的呀 你算个屁啊 杨志明这才知道 他也是这里的医生 但是却不屑地说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医生 知道个屁 没想到唐强却对着杨志明 一脸认真的说 杨总 原来你们认识啊 其实我要给你引荐的医生 就是魏医生啊 他是我们这里 唯一能治肺癌的医生啊 什么 这一下杨志明彻底镇住了 不敢相信地看着魏警 魏警一脸淡然地看着他说 是不是感觉到很不可思议 甚至还有一丝不敢相信呢 你 不可能 杨志明怒声说 他压根都不相信 这只是 一个小小的实习医生 怎么可能会致肺癌呢 这可是国际性的难题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周先生 就已经带着锦旗来了 看到魏警后 赶紧就上前 魏医生 我送锦旗来了 周先生 杨志明的眼睛 瞬间就已经缩了一下 这个人他当然认识啊 在本地的电视台上 经常可以看到他 他 家母已经没事了 周先生上前握着魏警的手 认真地说 今天早上起来 喝了两大碗粥 我想都没有想到的 太感谢了啊 要不是您 家母可能就挺不过这次了 客气客气 周先生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张初然过来 笑着说 周先生 您母亲是什么病 杨志明赶紧就上前相问 周先生感慨说 肿瘤 大肿瘤 但是又做不得手术 可是魏先生 只用了按摩的手法 就将肿瘤彻底消失了 这 怎么可能 杨志明满脸不相信 确实是不可能 周先生皱起了眉头说 要不是我亲眼看到 我也觉得不可能 说完后 周先生 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对着魏警说 魏医生 我就先走了呀 下次等我有空 再请您吃饭 客气了 魏警笑了起来 周先生来去匆匆 马上便离开了这里 这是真的 杨志明一下子便反应过来了 惊骇地看着魏警 错不了的 唐强再次开口浇了把火 前些天卫医生的父亲 也是急怒攻心到这里来检查 最后发现 也是长了一个肿瘤 也是他自己治好的 现在都已经出院了 论医术 魏医生就是我们院里的第一 他说能治肺癌 那就能治 杨志明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要说他们医院会联合魏警来欺负自己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周先生不可能啊 他们没有这个资格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确实是真的 想到这里 他就突然间后悔了起来 勉强挤出了一丝表情 贤侄啊 之前都是误会 你帮叔叔我治一下吧 魏警的脸刷得一下就沉了下来 要治也行啊 把厂子还给我 还得给我爸道歉 要不然我不可能帮你治的 你 杨志明指着魏警 不给 魏警纷然的说 那就行啊 你就等着看自己死去吧 反正也用了不多长的时间 我看你还能活两个月 就算是不错了 反正好好折腾嘛 两个月 没错 这就是那些医院给自己的时间 只有两个月啊 他再也承受不住了 他才五十多岁啊 还有二三十年好活呢 哪会想死啊 我愿意我愿意 他再也坚持不住了 砰的一声就跪了下去 魏警 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愿意把厂子还给你 签订合同 魏警冷声说 从今天开始 厂子一切都属于我父亲 跟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好好好 毕竟是怕死 最后他还是签订了合同 看着上面的签字 魏警松了一口气 这个愁 他一直都以为自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报 但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报了 看来自己有了医术之后 做什么事情都方便多了 所以看了一眼之后 他就冷笑了起来 把合同收了起来 这才缓缓地说 杨志明 这就是报应知道吗 今天我替你治好 但是你以后要是再做这样的事情 绝对还会再遭报应的 魏警脸上早就没有了血色 心里后悔万分啊 现在倒好啊 自己可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哪怕是自己的股份都已经没有了 后悔啊 还是依法实为 没多久 并就已经治好了 杨志明不放心 马上便再次做了一个检查 惊骇的发现 果然就好了 杨志明原本还想着 后面要不要再对着魏警使什么阴招 把场子夺回来 但是看到自己好了 他立刻就打消了这种想法 这么好的医术 自己绝对不可能再逗得过魏警的 还是不要再惹他为妙啊 而善美医院也已经沸腾了起来 肺癌啊 竟然就这么治好了 张初然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这一下 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不论如何 都要把魏警留在医院里 要不然 自己可真的就损失太大了呀 魏医生 你想要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医院都会答应你的 张初然一脸认真的问 但魏警却只是呵呵一笑 站了起来说 什么条件都会答应我吗 比如说 陪我一个晚上 说完人就已经走了 你 张初然气得差点就要 掀桌子了 最后却只能看向了唐强 唐强哭丧着脸说 院长 我已经只能做到这步了 您都没有办法让他回来呢 张初然气得脸色铁青 魏警回到了家里 把合同放到了桌子上去 笑着说 爸 您看看 魏文华打开一看 然后就猛了 这 厂子竟然又还回来了 他杨志明怎么肯 人都已经激动万分了 不管他怎么肯 魏警开口说 但是现在他愿意了 这厂子就是我们的了 走 吃个午饭后 我们就去厂子一看看 好 魏文华大喜 毕竟是自己创立的厂子 之前让魏警不要再去找杨志明 只是怕他吃亏而已 但是能拿回来 那自然是好的 吃过了午饭后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厂子里了 施德在那里 看到他们人之后就愣了一下 昨天魏警过来 把他给震着了 今天还不知道让不让他进呢 不过他一咬牙 还是不愿意得罪魏警 所以就上前打开门了 但是 谁知道刚刚过去 就听到了声后一声爆喝 别让他们进来 施德一看 发现就是他们厂子的厂长李盛 厂子原本的厂长并不是他 而是另外一个人 但是在杨志明设计 把魏文华踢走之后 那个人就被杨志明踢走了 转而提拔了这个 叫李盛的人做厂长 李厂长 施德赶紧就打招呼 谁让你放他们进来的 还以为他们自己是这里的老板 就是丧家犬而已 既然还赶到这里来 给我滚 李盛大声嚷嚷着 脸上全都是得意之色 魏文华气得不轻 我之前在这里管理的事情 对你们这些工人算不错的吧 现在倒好 一个个都落井下石啊 你 从今天开始 就不是厂长了 魏警淡然地说 还真以为你自己是 之前的魏大少 李盛狂笑了起来 真的是要笑死人了 你以为还能叫我怎么样呢 从今天开始 我们又是老板了 魏警把合同亮了出来 看到没有 杨志明把我们的股份 如数奉还了 对了 还有他的股份也给了我们 现在这家厂子 我们还是老板 李盛正在那里 不可能 他怒吼一声 马上便大骂了一声 同时给杨志明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杨总 您赶紧过厂子里 来看看吧 魏文华父子跟风了似的 竟然假冒合同 什么假冒 那就是他们的厂子了 那是我亲自签的名 杨志明怒声回击 同时啪的一声 把电话挂了 李盛愣在那里 脸上不知是该哭 还是该笑 恭喜魏总重新回来 不过要说 他变脸也快 一听说 之后马上便这么对着 魏文华喊了起来 但是魏警却呵呵一笑 滚 你现在跟我们厂子 没有什么关系了 马上给我滚 魏大少 李盛一听就慌神了 我这刚刚买房呢 还背着几十万的债呢 您要是把我滚 魏警一脸恶心的说 你买房管我屁事 马上给我滚蛋 是的也没想到 现在厂子竟然又回到了魏文华的手中 想起之前自己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他也慌了 马上便上前一脚踹在了李盛的身上 妈的 魏少让你滚蛋 听到没有 给我滚 李盛嗷的一声 就被他踹了也来 痛哭流涕的说 魏总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求求你了 别开了我 我尚有劳小有下 可是魏警他们 怎么会听你的话呢 魏文华进去之后 看着自己的厂子 有些感慨啊 原本以为自己这辈子 可能就得输了 没想到 最后竟然又将厂子拿回来了 儿子啊 之前我就想着你接我的位置 现在就接吧 我不想做了 你去做吧 魏文华说 但是魏警却笑着摇了摇头说 爸 这就算了吧 这是您的事业啊 还是您做吧 您放心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 我自己有事情要做 魏文华一想也是啊 于是便不再多说什么了 一家人到底还是开心的 在这里安排了一下之后 就回到了家里 为了庆祝 母亲又做了很多好菜 一家人吃得也开心 吃过晚饭之后 魏警又躺在床上玩手机了 心里有些好奇 所以又翻到了张初然那里去 刚刚进去 没想到张初然 竟然给她发了一个信息过来 怎么样让一个男人听你的话 魏警一愣 马上便明白了 这是跟自己讨教来了 你是个美女啊 应该有一百种方法 让男人听你的话 张初然发了很多笑的表情过来 好像有些得意 然后才再次开口说 这个家伙 眼前好像是没有什么女人一样 我都怀疑她 是不是不行 我去 你才不行呢 想了想 魏警才开口说 她行不行 你得试试才知道 跟我开车啊 张初然马上便回了一句 不是 我的意思 是你可以请她吃个饭 或者是什么的 男人都喜欢美女请吃饭 到时候你穿得漂亮一些 嗯 最好是诱惑一些 再说几句好听的话 或许她就已经同意了 你说对不对 张初然显然是在考虑 过了一会才开口说 行 那我明天试试 看看这个家伙 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要是有反应 那你怎么谢我 魏警心里也有些想逗 这个年轻且又漂亮的院长 我发张不穿衣服的照片给你看 好不好 行 一言为定 中断了对话之后 魏警都有些想不到 这个张初然在现实里看起来有些冷艳 可是在虚拟网络里竟然这么开放 还给我看没穿衣服的照片 想想还真有些期待呢 次日起床 魏警就来到了古玩街 对于风月宝剑 他还有些不大确信 关于医术一事 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没有错的 所以他并不担心 剑宝 他就有些不大确定了 所以就想前来看看 古玩街最多的就是这种摊子了 只要进去就能看到这样的摊子 进到了里面之后 他发现自己右眼一开 便能分辨出这些东西的真假 他心中震惊不已 这次是真的发达了呀 前面一个较进古斋的铺子 好像没有什么人 魏警立刻就走了进去 今天出事伸手 他还想好好的是一把简陋的感觉呢 进去看了一会 很快就发现了 那边竟然有一个小东西 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本书 看起来好像是很厚的一本书 而且有些年头了 厚 不单是说这本书够厚 还是里面的页码够厚 一页 足有别的书几十倍厚 过去翻了一下 才发现 这竟然是一本色卡 不过 看出版的日期 确实是够久了 看上了 老板对着魏警一笑说 这东西可是老东西啊 距今最起码得有四五十年了 是以前他们工厂里的色卡 保证是真的 色卡 有些工厂确实是需要这样的色卡 因为里面有着色卡片 所以往往会显得特别厚 多少钱啊 魏警尽力不让自己表现出什么来 很平静的问 真要啊 老板呵呵一笑 这东西放在这里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要 没想到一个年轻人竟然看上了 他一脸痛心的样子说 这东西我收的时候 可是花了三百块钱呢 毕竟有些年头了 这样吧 一千块钱给你吧 三百块钱 这东西就是他看到收垃圾那里的 就花了三十块钱买回来的 哪来的三百块钱啊 出手一千啊 血赚七百 魏警点了点头 拿出了一千块钱 哎哟 爽快 老板还想着魏警会含一下架的 但没想到人家既然什么都不说 直接就给了自己钱了 年轻人 你可是撞上大运了 这种东西啊 再留个几十年 绝对价值上万的 你等着吧 魏警呵呵一笑 再过几十年 我人都不知道死没死 谁能等到那个时候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门外走进来了几个人 看到魏警后哈哈大笑 看看 我们的摸金校尉也在这里啊 对啊对啊 他怎么在这里啊 这穷逼现在 还有钱来买古董吗 一时间 许多人都开口嘲讽着魏警 魏警扭头一看 发现竟然就是刘新明的那些狐朋狗友 显然 他们都是看到了刘新明 他们那天发的朋友圈 自己拿着铁锹 在那里挖坟的情景 而刘新明 绝对没少在他们的面前 说自己的坏话 对此 魏警很清楚 怎么了 带头的是一个叫戴威的家伙 看着魏警说 摸金校尉这是卖货吧 难道那天挖出了好东西了 卖什么货啊 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你看看这就是一本 不知道几十年前的色卡啊 马上便有人笑了起来 哈哈 白痴 没钱 还跑到这里来买什么色卡 脑子有病对吧 其他人都冷冷地看着魏警 魏警想了想把色卡拿了起来 这是我跟老板花了一千块钱买的 这样吧 我出两千钱 卖给你 要吗 两千块 你他妈当我傻子呢 戴威立刻就催了一声 这破东西 两块钱都没有人要 就是 一个妖艳的女人 来到了戴威的面前说 威威 不跟这个穷逼一般见识 我们也要买个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刘新明跟叶雪秋 竟然也来了 看到魏警后 那些人纷纷就笑了起来 看看 这个家伙跑来买什么色卡 还两千块钱卖给我呢 真的是笑话 刘新明看到魏警后 就露出了森然的脸色 这个家伙之前可把自己打了呢 真不怕丢人 叶雪秋走了过来 冷冷地说 这种废物 前不久还问我借钱 竟然还赶到这里来买东西呢 哈哈 不要脸啊 其他人放声大笑 魏警 这是新明哥刚才给我买的 小玉佛 你猜多少钱 三万八 你买得起吗 叶雪秋将脖子里的东西拿了出来 竟然真的是一个小玉佛 哇 三万八呀 这个是真的好看啊 挺贵 但值 大家都对魏警头来了不屑的目光 魏警却在这个时候 把色卡打开 接着 把其中最后的一叶撕了下来 没脸了吧 戴薇放声大笑了起来 真的是笑死我了 现在感觉到不好意思了吧 竟然还撕起书来了 有本事把自己的脸撕了吧 叶雪秋一脸不屑地说 反正你这种人也没有什么脸了 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却缓缓地把那张很厚的书页撕开了 就在他们的面前把一张画缓缓地从里面抽了出来 没错 就是一张画 色卡很大 最起码得是A3大小的 而这张画又是被折叠起来放在厚厚的里面 所以能一直都存放在里面 老板活像是见了鬼那样 他已经感觉到不大妙了 这 这里面竟然藏了东西 他赶紧就过去 能把画给我看看吗 魏警淡然一笑 放到了他的手中 老板赶紧就摊开 脸色猛然间就已经红了 呼吸都开始急促了起来 这是 球鹰的画 这里还有他的款制 清廉隐稀图 我的天啊 这 这是真迹啊 老板喃喃地看着 其他人都镇住了 球鹰 这可是名次家之一啊 这竟然会是球鹰的画 老板拍着大腿 这应该是我的 这应该是我的 他不停地拍着腿 显然是后悔到了极点 这是假的吧 刘新明都猛了 赶紧就开口说 怎么可能随便就有一张球鹰的画呢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走进来了一个漂亮的女人 淡淡地开口说 给我看看可以吗 众人眼睛一亮 好漂亮的女人啊 没错 眼前的女人看着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一身水绿色的衣服 看起来非常清新亮丽 魏锦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把画递给了他 女子看了一眼 先是移了一声 然后就嘖嘖称奇 最后才开口说 厉害 果然就是球鹰的画 错不了 不可能 球鹰的画 怎么可能藏在那里呢 刘新明接受不了啊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魏锦淡淡地说 色卡应该是之前那个厂子里的东西 距今最起码四十多年了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非常时期啊 不少文物都在那个时候被毁了 这肯定就是有人设不得球鹰的画被毁 想到了一个方法 弄到了这里来 但是后面不知道怎么没有拿出来 也就无人知道 这里面还有画了 所以就流落到了这里 刚巧被我买到 发现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女人点了点头说 没错 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你今天可是捡了一个大漏啊 这东西最起码值两千万 两千万 这可是一笔大数啊 哪怕是刘新明都脸色一变 而叶雪秋则已经愣在那里了 两千万 这自己分手分早了呀 要不然现在这钱就是自己的了呀 刘新明说是富二代 但其实也就是家里有个公司而已 有些小钱 但是离真正的有钱人 其实还是差不少的 两千万 他们刘新明家里都不知道有没有 而现在的魏景竟然就有那么多钱了 他的心里开始不安分了起来 怎么可能 不可能 刘新明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也就是说 魏景就是比自己更有钱的了 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叫苏寻书 是齐去阁的顾问 你不相信我的判断 女人好像有些不大高兴了 开口反问 齐去阁啊 他们当然知道了 可以说是这里差不多最大的一个古董型了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会是那里的顾问 还这么年轻啊 这位先生 有没有意愿出手 苏寻书看他们不说话了 就对着魏景开口说 之前求因大师的血液泛舟图 2011年的时候 拍出了1700多万的价格 你这一幅要差上一些 但是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 所以我出价2500万 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手续过清 对了 这是我替我们齐去阁买的 我们就喜欢这种比较少见的东西 2500万 魏景自己都挣着了 什么魏大少 其实他家庭跟刘新明 也差不到哪里去 也算是有些小钱 但是那些钱都是从一个厂子里赚来的 你说真正能有多有钱啊 2500万 这是自己都不敢想的价钱 于是他 只是沉吟了一声 行 我卖 苏寻书笑了起来 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也不算是欺负了魏景 相反 对于他们 双方来说都还算是挺公平的 当然了 要是他们拍卖行再运作一番 这个价钱绝对会再次上涨的 具体上涨到什么程度 就得看他们的运作了 干净利落 齐去阁那边 很快就给魏景 打了2000多万过来 而魏景也把话交还给了苏寻书 这1000块钱买的东西 转手就2000多万 可惜啊 魏景自己 都有些感觉像是在做梦 主要也是以前他不了解这一行 真钥匙捡到漏了 真的就是能发大财啊 戴威啊 刚才我说2000块钱卖给你 但是你 既然不要 你可就损失这么大一笔了 是不是感觉到很难受啊 戴威的脸色都变了 没错 刚才自己钥匙 不对不对 这个家伙就是故意耍自己的 这么一想 他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刚才我好像听到谁说我穷逼的了 魏景看着戴威的女朋友 来来来 我这个穷逼都有2000多万 你这个富逼看看 有多少钱 戴威的女朋友 脸上都是难看之色 他有个屁的钱啊 也就是一个蛀虫 蛀带威而已 戴威家也只是小有资产 离着这2000多万 不知道差多远呢 没有啊 魏景呵呵一笑 苏巡叔微微一笑 对着魏景问 我相信 这不是你无意买下的吧 你应该是 发现了什么对吧 算是吧 魏景点了点头 麻烦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苏巡叔虽然不知道 魏景是怎么发现的 但是对方 既然有这首本事的话 还是留个联系方式 比较好一些 所以就开口说话了 好 魏景留下了一个联系方式 苏巡叔也给他留了一个 然后才满意的离开了 魏景扭头看了他们一眼 不懈的哼了一声 这才跟着离开了 妈的 他嚣张个屁啊 刘新明心里无比的憋屈 原本魏景家道中落 自己可以一辈子 都将他踩在脚底下的 但是现在看来 好像不行啊 而叶雪秋心里 却已经在打其他的主意了 魏景又有钱了 不行不行 出了这里之后 魏景又逛了一圈 发现简陋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自己一圈逛下来 竟然没有再发现任何一个值得简的事情了 所以魏景很快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回到了家里吃过饭 美美的睡上了一个午觉 下午起床后 张初然就来电话了 魏医生 张初然的声音听着有些冷 跟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 完全都不一样 晚上我请你吃饭 魏景笑了起来 院长请吃饭 这可是难得啊 去哪吃啊 海天大酒店 张初然回答 行啊 这么有诚意 我必须得去啊 就去这里了 黄昏时候 张初然就已经开着他的宝马 来接魏景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张院长这么客气呢 魏景笑呵呵的说 张初然看了他一眼 这个家伙就是故意的吧 没办法 人家技术就是好 自己只能听他的了 很快就已经到了海天大酒店 把车停好 两人就上到了上面去 张初然连桌子都已经订好了 两人上桌一会就 开始上菜了 魏医生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才可以回来上班 张初然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其实他可以放过魏景 但要是魏景之后 被其他的医院抢去了发 对于自己来说 可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所以 他必须要把魏景找回去 魏景想了想 一脸真诚的说 你问我啊 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张初然还想发怒 但是魏景却一看他的装扮 嘖嘖地说 今天晚上张院长可真的漂亮啊 没错 张初然今天可是穿着一件低胸的衣服 能隐约看到一丝风光 而且这其中勾壳之高耸 让魏景叹为观止啊 忍不住就用透视看了一眼 顿时全身都激动了起来 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漂亮吗 张初然慢慢地放缓了语气 当然了 魏景点了点头说 漂亮 要是领子再开得低一些就好了 张初然气得脸色发白 这个家伙是故意的吧 魏景黑黑一笑 说到这里 可不能再调戏了呀 要不然 张初然得跟自己拼命 你要是回到我们医院上班去 可以天天看到这样的场面 不好吗 张初然再开口说 魏景一愣 这是美人计吗 你去别的医院 要么就是老头子 要么就是秃头中年大叔做院长 像我们善美医院 这样的漂亮女院长 你绝对找不出第二家来 还想着走 张初然看魏景这个样子 心里就有些得意了 再次开口 魏景看了他一眼 然后才说 你说的倒有几分道理 但是 我再考虑一下好吧 张初然松了一口气 只要魏景没有直接拒绝就好了 那就说明 今天晚上还是有些效果的呀 不错不错 看来网络上那个家伙 也没有说假话 男人就是喜欢这么一套 果然还是男人了解男人 吃过了饭后 两人就下去 上到了车上 刚刚到车上 张初然就想着开车 但是却突然间感觉到 下面一阵剧痛 糟了 今天来亲戚了 怎么了 魏景一眼就发现不对劲了 赶紧就将他扶住 张初然痛惊 每次都能痛得死去活来的 非常难受 今天自己给忘了 痛惊啊 魏景看了一眼就发现了 来来来 到后面去 说着魏景 就将他抱到了后面去 张初然倒是不想让他抱啊 但是却已经没有力气去阻止了 魏景将后面的座位打平 将张初然平放在那里 开始给他灌注太平真气 没多久 张初然就感觉到 身上一股暖流在游走 非常舒服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自己完全都没有像之前那样 感觉到痛苦 也就在这个时候 魏景收手 开口说 行了 不痛了吧 张初然感觉到有些惊讶 这 真的不痛了 他赶紧就坐了起来 低头一看自己 顿时就尖叫了一声 原来刚才躺在那里 自己的低领衣服 竟然偏向了一边 春光大露 魏景也看到了 鼻血都快要流出来了 刚才自己太专注于止痛 忘了欣赏啊 这 你 你不要再看了 张初然红着脸 给我转过头去 魏景有些遗憾啊 刚才还是自己太过于专注了 要不然就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张院长的 雄伟了 过了一会 张初然才开口说 可以了 此时魏景却已经坐回到了前面的副驾驶座位上去了 张初然也坐了回去 脸色还有些飞红 你 你刚才看到什么了 没有 魏景摇了摇头说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 张初然很满意他的回答 但是又惊讶于他刚才给自己按摩的手法 你 你这是什么按摩手法 怎么会让我不痛了 我这是独门手法 要是不穿衣服按的话 效果会更好 魏景一脸认真的神色 你 张初然咬牙瞪着他 便宜都让你占了 还说这种话 张初然大概是真的生气了 也不再多说什么 直接就把魏景送到了家里 下车后 张初然冷着声音说 你明天最好来上班 魏景只是笑笑 头也没回地就回去了 张初然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最后郁闷地开着车离开了 家到家里 魏景就是一愣 因为家里竟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叶雪秋 亲爱的 你回来了 叶雪秋看到魏景后 赶紧就小跑几步上前去了 魏文华夫妻俩一脸不知道什么表情 实在是没有看懂 这是什么操作 叶雪秋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他不是跟儿子分手了吗 但是魏景知道是怎么回事 显然是知道自己卖球鹰的话 卖了两千多万 这又贴上自己来了 魏景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竟然会交这么恶心的女朋友 他原本想将她呵斥走的 但是转念一想 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方法 所以就呵呵一笑说 叶小姐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有空到我们家里来啊 就是 给我滚 曹芝最生气了 当时儿子被叶雪秋一个短信分手 他也看到了短信 气得不行 现在这个女人跑过来干什么 恶心人啊 阿姨 叶雪秋是真的不要脸 哪怕是被曹芝这么说 竟然一点脸色都不变 一脸认真的说 我这段时间想好了 我觉得我还是很爱魏景的 所以我准备回来跟魏景一起承担这件事情 没想到 叔叔竟然已经好了 那真的是太好了 看来是我的真情感动了上天 魏景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 妈的 你说话要不要这么不要脸啊 我都听不下去了 魏景 我真的好爱你 之前都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 受到了打击 失了心神 我求你不要怪我 我们复合吧 真的 我少了你不行啊 叶雪秋对着魏景说 之前魏景真的很爱他 基本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叶雪秋很有自信 这样吧 你明天早上去善美医院找我吧 魏景想了想 开口说 真的 叶雪秋双眼放光 哈哈 我就说 魏景你就没有办法甩掉我吧 我过来求一下你 你就答应了 你这种人啊 活该被我玩啊 好啊好啊 我明天早上就回来找你的 行了 你可以走了 魏景开口 叶雪秋笑咪咪 很满意地离开了这里 到了下面 呵呵一笑 两千多万啊 魏景 现在我可得想办法 把你两千多万弄到手里来了呀 我看你怎么办 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还让他去你工作的地方找你 曹芷有些生气 妈 魏景认真的说 这件事情 您就不用管了 您给我爸看着场子就行了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有分寸的 放心吧 不放心也没有办法呀 儿子这么懂事了 第二天 魏景难得一大早就去医院了 当然了 他并不是去上班 而是去那里办一件事情的 到了那里之后 首先就找到了唐强 现在的唐强对他是真的客气 赶紧就上前问 魏医生 您来上班了 那真的太好了 我跟张院长说一声吧 魏景看了他一眼 这才呵呵的一笑说 给我调份资料出来 一个叫刘新明的人 就是那天 你把我开除那天来我们这里做的检查 赶紧的 把资料调出来 我有用 唐强没有办法 只能照办了 魏景很快就来到了大厅处 刚刚在这个时候 叶雪秋就已经来到了这里来了 看到魏景后 赶紧就小跑上前 亲爱的 我来了 说着就要挽着魏景的手 可是没想到 魏景却往后退了两步 我们保持一下距离 叶雪秋有些不满 亲爱的 你这是做什么啊 不是你让我到这里来的吗 那边张初然也已经上班了 看到魏景后 就露出了一丝笑意 果然男人 都是得给些甜头才会听话的 竟然真的就来上班了 不过 看到叶雪秋就皱了一下眉头 这是他的女朋友 不是 我就怕你会给我传染病 魏景一脸诚恳地对着叶雪秋说 叶雪秋愣了一下 魏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魏景笑眯眯地说 对了 我这里有份报告单 你要不要看看 来来来 是刘新明的 前些天到我们这里来做的检查 我相信 你肯定有些兴趣的 来来来 说着 他把报告单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啊 刘新明的报告单关我什么事情 我跟他早就已经分手了啊 叶雪秋真的是凶大无脑 完全看不懂报告单上面的意思 张院长 麻烦给人解释一下呗 魏景笑着 给张初然打招呼 张初然没有办法 就只能上前看了一眼 然后就一愣 这是 霉毒啊 叶雪秋原本是一脸不解 听到这话后 就猛然间一震 你说什么 刘新明 他有霉毒 张初然点了点头说 没错 是霉毒 嗯 而且很严重嘛 叶雪秋的脸色已经铁青了 全身都在颤抖 哎呦呦 魏景看着他的样子 赶紧就开口说 忘了忘了 你是刘新明的女朋友啊 对了 他得了霉毒 你也得去查一下 多半也已经染上了 赶紧的吧 确实是应该查一下 说到疾病 张初然就变得非常专业了 如果你是他的女朋友 极有可能已经传染了 我建议你查一下 检查的结果 很快就已经出来了 拿着结果的魏景 只是冷笑一声 果然 正如自己所料的那样 他也已经患上了霉毒了 真是报应啊 我建议你最好住院 张初然开口说 你已经确诊了 而且 霉毒这个东西 虽然说有一定几率治好 但也有不少是治不好的 所以 你最好现在就住院 我 叶雪秋已经吓得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突然间 他看向了魏景 你早就知道对不对 你今天约我到这里来 就是故意 让我难堪的对不对 是又怎么样 魏景冷冷一笑 叶雪秋 你可真的恶心啊 看我赚了两千多万 现在就想找我跟你复合了 你也不看看 你自己那什么样子 还染了霉毒 撒泡尿罩罩 你自己吧 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跟我复合 而且魏景说着 既然揽上了张初然的腰 现在你够资格吗 看到没有 我心女朋友比你漂亮多了 叶 叶雪秋尖叫一声 因为他发现 不少人都已经围过来了 年纪轻轻的就染了霉毒 绝对不是什么好人啊 就是 你看看他穿成这个样子 只怕是鸡吧 有可能啊 霉毒最容易那种 事情传播了 一般正经人 谁会有霉毒了 叶雪秋不要脸 但也是要面子的 听到这些人的话 仓皇而逃 张初然现在还愣在那里呢 这个魏景竟然敢 敢揽着自己的腰 说自己是他的女朋友 真的是反了 他啪的一声 把魏景的手打掉 没好气的说 随我来办公室 到了他的办公室 张初然才开口说 你觉得 那样对一个女孩子 合适吗 魏景沉吟了一声 这才缓缓的 把自己这些天的事情 说了出来 张初然愣了一下 看着魏景过了一会 才苦笑一声说 难怪你会这么做了 他也算是活该吧 说完这句后 这才再次开口说 刚才你拦我要 说我是你女朋友 这件事情怎么算 魏景干笑了一声 张院长 这都是出于剧情需要 我气气他而已 占了我的便宜 吃了我的豆腐 就想不认账了 张初然怒声说 你到底来不来上班 魏景想了想 这才开口说 我整天坐在这里上班 是不可能的 要不然这样吧 你们要是遇到的 只是一些小病小痛的 不用来找我 反正医院里的医生就够了 但如果有什么难以解决的病 可以来找我 我就在医院里挂个名 不常住 可以吧 张初然一想 好像也行啊 主要是魏景这样子 确实是没有心情 在自己这里长淡下去 所以就点了点头说 行 工资那方面 工资你看着给吧 魏景倒是没太大在意工资 反正自己 要真的是赚钱 不知道能赚多少呢 张初然愣了一下 这家伙竟然不在意工资 对了 再求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魏景再次开口说 你有人脉 放一个风出去 就说 你认识一个魏医生 治眉毒是最有效果的 你想让他们回来求你治 张初然是个聪明人啊 一听就明白了 魏景哈哈一笑 没错没错 我知道这个病难治 但是在我手中不难 我想让他们求求我 明白了 我帮你办 张初然点了点头 那边叶雪秋匆匆 就找到了刘新明 雪秋 你这是做什么呢 刘新明看着叶雪秋的表情 有些不大对 就开口问 你是不是染了梅毒 叶雪秋愤怒地问 刘新明大害 没想到这件事情 竟然让他知道了 好啊 果然是你 叶雪秋大怒 我也有了 都是你 就是你传的 谁 谁告诉你的 刘新明更加慌了 是扇美医院未警 是不是你 去过那里做检查 这个家伙还嘲讽了我一下 都是因为你 叶雪秋的眼睛里 在冒着火 王八蛋 是他 是他 刘新明快要崩溃了 雪秋 没事的 这个病是能治的 我有钱啊 我们去治 治好了我们收拾魏景 对了 他还有两千多万呢 治好了之后 我们就去找他 对 找他 把他那两千多万拿过来 我看他怎么办 对 就是这样 叶雪秋也慢慢地冷静下来了 想到刚才魏景看自己的眼光 就让他受不了 魏景 你给我等着 那两千多万是我的 你敢侮辱我 我要加你千刀万剐 魏景没多久 就已经离开了医院 刚刚回到家里 交友软件上 张初然竟然给自己发了消息过来 你的方法还很管用 小医生已经答应了我的一部分要求 谢谢 魏景一笑 那你说给我看一张不穿衣服的照片 应该要兑现了吧 马上 每两分钟 就看到那里 竟然真的就发了一张图片过来 一看图片 魏景都已经激动到 全身都站立了 没错 就是张初然 而且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拍的 张初然下半身以下 几乎都没有什么衣服 但是最关键的部位 被他用姿势给遮掩了 这 魏景看得都快要喷火了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张初然 这么开放 想起冷艳的张院长 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魏景越发有些激动了 怎么样 满意吧 那边 张初然马上再给他发了一句话 我现在可在上班呢 为了给你拍照 特别把门关了 把窗也关了 想想还有些刺激呢 我去我去 要是不亲眼看到 魏景都不敢相信 这就是刚刚跟自己一脸认真 谈工作的张初然啊 可惜啊 就是有些地方没有看到 魏景发了一个遗憾的表情过去 果然男人都没有一个好东西 小医生想占我便宜 你也不是什么好货 那边 张初然说完之后 就不再说话了 魏景黑黑一笑 把手机放回到了口袋里 张初然啊 现在你是逃不过我的手掌心了 魏景突然间有种想法了 得把他拿下呀 这么漂亮的女人 而且还这么懂风情 要是真到了自己手中 那不得开发很多姿势出来 对 必须得拿下他 刚刚回到了家里 就看到有个收破烂的 在那里吆喝着 而房东的女儿陈琳 正在那里卖垃圾呢 你们家房租还没有交呢 看到魏景后 陈琳立刻就不客气地开口问 房租 魏景皱起了眉头 自己刚刚住进来才没多久呢 怎么现在又要收房租了 我妈说了 你们这家子 随时都有可能会崩掉的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跑啊 再给我们两个月的房租 要不然就不给你们租了 陈琳冷笑一声 原来是这样 魏景有些不大喜欢 这显然就是不知道 父亲已经好了 生怕自己跑了 才有这么一出 但你这分明就是看不起人啊 但是房东一家子什么德行 虽然他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却知道得很清楚 你这些垃圾卖不卖啊 收垃圾的都有些烦了 一百块 你拿走 陈琳得空看了一眼 收垃圾的 收垃圾的 立刻就将东西放下 一百块 你怎么不去抢啊 这些东西值吗 就在东西放下的那一瞬间 魏景眼中有什么闪过 这里面竟然有好东西啊 里面藏着一本书 书里面竟然藏着一枚邮票 而且还是大龙邮票 只不过这张邮票看起来 已经被撕碎了 碎成了好几节 虽然如此 却还是很值钱的 要是能修好 就更值钱了 一百块钱 我买了 魏景开口说 你买 陈琳一脸戒备的看着他说 你买垃圾做什么 对了 你有钱买垃圾 还不给我交房租 不交了 魏景开口说 我们不在这里住了 你不住了 陈琳真的愣住了 然后就冷笑了一声说 你不在这里住住哪里啊 谁不知道 你们家早就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啊 房子都卖了还债吧 真的是好笑 我就问你 卖不卖吧 当然卖啊 一百块 钱货两清 收垃圾的一看没自己什么事情了 也就准备想走 只是心里有些嘀咕了 这个小年轻是怎么回事啊 还抢起我们这种老人的生意来了 再说了 这个姑娘可一点都不讲理呢 这么点东西竟然要一百块 你竟然还买 他刚刚转身要走 却看到魏景将一本书抽了出来 指着地上的垃圾说 大叔 这些都是你的了 真的 收垃圾的一听 赶紧就跑了过去 显然是没有想到啊 而且他怕魏景后悔 又赶紧把东西搬到了自己老旧的三轮车上 一边搬还一边说 真是好心人啊 谢谢了啊 难怪你们家会败落了 陈琳也一愣 不过马上便轻蔑的一笑 败家子啊 买了垃圾送给别人 你家不败 谁家败啊 可是魏景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那样 只是微微一笑 打开了那本书 从里面拿出了那张大龙邮票 没错 已经成几节了 只不过看着就有些年头了 知道这玩意吗 魏景淡淡的说 切 几张破纸而已 陈琳不屑的撇了撇嘴 这张叫大龙邮票 魏景这才开口道破天机 算起来 这是我们国家发行的第一套邮票 发行于1878年 距今已经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对了 大龙邮票一套有三枚 但可惜 这里只有一枚 08年曾经拍卖过一套上品的三枚齐全的大龙邮票 你知道多少钱吗 说来也奇怪 魏景接受的这个风月宝剑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的知识 竟然连这么近 发生的事情都能知道 多少钱 陈琳已经发现 有些不大对劲了 陈生问 五千三百多万 魏景淡淡地说 五千三百多万 陈琳瞪大着眼睛 拿出了手机 你 你不要骗我呀 他已经开始在那里查资料了 收破烂的大叔也都愣在那里 突然间一拍大腿 我的天呐 我这 我这是造什么腻啊 我为什么不买下来啊 对此 魏景只是摇了摇头 这种东西 只有到了懂的人手中 才算是有价值 要是在这个收破烂的大叔手中 肯定就是废纸了 有可能就放到灶里 一把火烧没有了 大龙邮票 陈琳拿着手机 就到了魏景面前 仔细看了看 脸色就变了 没错 虽然已经分成了几份 但确实就是大龙邮票 也就是说 自己亲手 将这东西卖了 这 这是我家的 你还给我 陈琳立刻就对着魏景开口说 魏景笑了起来 把东西收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准确地说 现在这东西 已经属于我了 因为刚才 你已经把他们 用一百块钱卖给我了 所以 这是我的东西 这是需要分清楚的 我卖的是垃圾 不是这张大龙邮票 这么多钱 陈琳怎么就会把东西放手呢 立刻就指着魏景说 错 魏景冷冷地一笑说 是你把这张邮票 当成了垃圾卖给我了 这是你自己做的事情 与我无关 说完魏景转身就走了 你 你给我站住 陈琳气地指着他 那是我的邮票 你给我回来 你要是不还回来 我 我就不会放过你的 白痴 魏景摇了摇头 从古董买卖来说 自己这叫简陋 我还你个屁啊 再说了 刚才嘲讽我那么起劲 现在还想从我手中拿回去 你够资格吗 回到了家里 魏景再次拿出了大龙邮票 真的是有些可惜啊 不过对于这张邮票 到底能值多少钱 他还是有些存疑的 想起了苏寻书 于是便拍下了照片 给苏寻书发了过去 苏小姐 我这里有一张碎的大龙邮票 您给我长长眼 看看能值多少钱 我就是这么一个俗气的人啊 只看价值 那边苏寻书此时正在崎岖阁里 跟着阁里的不少鉴定师 或者说是顾问欣赏球鹰的画作呢 小苏不错啊 其中一个比较年长的鉴定大师笑了一下说 球鹰的真迹啊 这可是很少发现了 而且这算是之前不险山露水的 算是一大发现 其他人纷纷硬喝 苏寻书也是一脸微笑 就在这个时候 他收到了魏警的消息 打开一看就愣住了 赶紧拿出来给他们看 这是大龙邮票啊 其他人一看 顿时就惊讶了起来 没错 确实是大龙邮票 可惜啊 其中一个人摇了摇头 有些遗憾的说 这个东西是不错 但就是碎的啊 其他人纷纷点头 也为这枚大龙邮票 感觉到了可惜 不过也确实是真的无疑了 苏寻书开口说 其他人纷纷点头 虽然这东西 只是隔着屏幕看 但也能分出真假来 是真品无疑 苏寻书便给魏警回信息 但是有些可惜啊 这东西是个残破品 而且只有一枚 值不了几个钱 虽然说值不了几个钱 但最起码十几万 那边魏警收到了信息之后 马上便笑了起来 把右手食指拿起来看了一下 轻轻地将几片残片拼到了一起 右手食指在这个时候 散发着金光 就看到那几张残破的纸中间 那些缝隙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 一秒钟不到 那些缝隙完全都消失了 大龙邮票 再次合为一张 这是魏警第一次用这种力量 看到之后就愣在那里 然后哈哈大笑 这种能力 兴许比能分辨真假 更为有用 刚刚弄完了这些 就听到了外面有声音传了过来 魏警出去一看 便发现房东一家三口 还带着两三个男人来到了这里 爸 邮票就在他的身上 陈灵看着魏警 咬着牙说 魏警明白了 这是还想再问自己要回邮票呢 但东西已经是我的了 我凭什么还给你呢 魏警把邮票还过来 陈灵的父亲陈大海 是个胖男人 那双狭长的眼睛里流露出了一丝阴了 魏警看了一眼他们 显然 他们是志在必得 不好意思 魏警淡淡地说 这个邮票已经被我买了 现在是我的了 跟你们没有关系 我把一百块还给你 陈大海淡淡地说 这张邮票是我的 魏警失笑 摇了摇头说 这话就过了 不论是你怎么说都好 跟谁说都好 这张大龙邮票 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陈大海森然地看着魏警说 你不要自寻死路啊 我告诉你 我只要把你们一家赶出去 你就没有地方睡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家早就已经没有钱了 我相信 给我们家的房租 已经把你们家里都榨干净了吧 魏警呵呵一笑 对于他的威胁 完全都不在意 你他妈给不给 陈大海身后一个大汉 对着魏警木声说 同时还挥动了手中的木棒 你他妈今天要是不给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呀 我这一滚下去 你肯定得跪下 另外一个家伙 冷笑一声 听到没有 把东西还给我们 要不然 就把你打倒在地上 陈林得意地说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三辆车子 刷的一下就停了下来 谁敢打我儿子 曹芝带着好几个 他们厂子里的保安过来了 怒吼一声 陈大海扭头一看 顿时就愣了一下 这宝马 不对啊 他们一家人 不是连厂子 都已经没有了吗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 跟着他们啊 你他妈怎么 跟我为大少说话的 师德也在呢 之前对魏警不客气 现在正是挣回好印象的时候 立刻便上前 对着那两个家伙 一铁棒下去了 砰的一声 其中一个家伙 瞬间就倒地 妈的 给我收拾他们 师德大吼一声 那些保安瞬间便上前了 对着他们两个就打了过去 这两个人 怎么会是这几个保安的对手啊 没两手便已经倒在地上 哎呦惨叫不绝 曹芝的脸色很难看 盯着陈大海问 怎么着 还想再对我儿子出手吗 陈大海铁青着脸 脸上已经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搬东西 曹芝冷笑一声 那些保安这才立刻便上前去搬东西了 陈大海他们一家人 就只能看着了 妈的 看这样子 好像他们又把厂子拿回来了 那 就欺负不得了啊 他们的脸色很难看 却没有办法 没多久 这一行人就把东西搬了出来 把钥匙一交 就算是彻底退房了 妈的 陈大海这才敢催了一口 这些家伙也太嚣张了 爸 那没有票怎么办 陈林有些不甘心地说 最起码十几万呢 我再想想办法 陈大海也舍不得呀 这就是自己家里的东西啊 突然间就到了别人的手中 他自然舍不得 什么东西 在车上 曹芝含着脸说 是个人都能欺负我们 家人了是吧 魏锦轻轻拉着母亲的手说 妈 您别跟他们置气 今天就算您不来 我也能把他们收拾了 曹芝看了儿子一眼 儿子 这是妈心疼你 这些天我跟你爸都看在眼里 魏锦笑了笑 又回到了之前住的家里 把东西一放 就已经差不多是 晚上吃饭的时间了 看着自己的旧家 魏锦终于松了一口气 自己总算是挨过了 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啊 当然了 自己的精彩生活 绝对是刚刚开始的 吃过了晚饭之后 魏锦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把完整的大龙邮票 给苏勋叔发了过去 苏小姐 这一枚邮票值多少钱啊 苏勋叔这个时候 也刚刚吃完饭 正与自己的叔父在聊天 看到了邮票之后 就愣了一下 还是之前的没吗 你又找到了一枚邮票 苏勋叔赶紧就发问 不是 我已经否认 就是之前我给你发的那一张 只不过 现在这张已经被我修好了 现在值钱了吧 你修好了 苏勋叔的声音 听着都有些不大对劲了 这怎么可能啊 这张邮票看起来 就跟没有列过一样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 就是我之前那张 魏锦开口说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过来看看 好 那你等我 我明天就过来找你 挂了电话后 苏勋叔还有些不相信 赶紧就跟自己的叔父 苏勋泽说了一下 不可能 苏勋泽立刻就摇了摇头 很断然的说 修复古董 可是一门非常深奥的技术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的 他这是在骗你 苏勋泽是大学教授 研究的也是古董 对于这个叔父 苏勋叔还是比较认可的 不过到底是不是 还得自己明天去看看才能确定 第二天吃完早餐之后 魏锦还没有等到苏勋叔 但是却等到了没想到的人 陈大海带着一个中年眼镜男人 就到了他家门前 陈大海看着有些得意 好像这一次 就要将魏锦彻底才倒在地上似的 魏锦感觉到有些不大一般 但是他却没有说话 只是淡然的看着那个中年男人 介绍一下 中年男人看着还是挺斯文的 只不过他身上有种让人受不了的优越感 一说话 可就更明显了 我叫许巢 是古董鉴定师 做的就是古董这一行的 我听说你们的事情了 你应该把东西还给陈先生 来世兄兄 也很直接 听到没有 陈大海有了这个助理 说话也嚣张了不少 指着魏锦说 你别以为你家现在又有钱了 就可以欺负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啊 我告诉你 没门 魏锦笑了起来 这是看来应完不过自己 就来这么一招了 许巢定师对吧 魏锦笑了笑 这才开口说 我倒不是针对你有意见啊 但事情我还得说清楚 大龙油票呢 是我从垃圾堆里逃出来的 而那些垃圾 也已经给我买下来了 所以大龙油票就是我的 我女儿卖的是垃圾 可没有卖大龙油票 大龙油票就是我的 陈大海咬着牙说 你跟我都是外行人 让人家许先生来说说 这到底有个什么样的说法 看来 你们确实是对于这一行一无所知啊 许巢扶了扶眼镜 但是眼睛里却全都是冷意 真是好笑啊 这个家伙也不知道 从哪里走来的狗屎运 竟然真给逃到了一枚大龙油票 但你可是一个行外人啊 这东西 你拿着烫手啊 这枚油票并不属于你 许巢淡淡地说 相反 这枚油票 你应该还给陈先生 因为他说的没错 他卖的是垃圾 而不是这枚油票 许先生这是骗我呢 魏景呵呵一笑 我可知道这叫捡漏呢 你跟我说 这不属于我 那么意思 你们玩古董的 捡到漏之后 都得乖乖还给对方是吧 既然这样 那你们捡个屁的漏啊 你懂什么 许巢有些怒了 我才是古董行的人 我们这边是怎么样的行规 我说了算 你懂个屁 就是就是 赶紧把大龙油票还回来 要不然我就告你啊 陈大海马上便接上话 最好还回来 许巢再次恐吓说 我在古董行这边 认识很多人 我要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你的这枚大龙油票 绝对出不了手的 而且我 还能让我们古董圈子里的人 都认识你 当然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啊 最重要的是 打官司 你绝对输 魏景正要说话 却看到那边苏巡叔 从车上下来 看着许巢说 许先生真的是好厉害 许巢吃了一惊 看向了这边 然后就皱起了眉头 这么年轻的女人 自己好像不认识啊 对不起 听了一段 所以知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 苏巡叔的眼睛里 也带着一丝冷意 甚至还有一丝愤怒 古董这一行 也有着许多的规矩 这个姓许的 完全就是在 欺负魏景 不懂事 你刚才说 那枚大龙油票 不属于他 这不是 在我们古董圈子里的规矩 我们不认这个规矩 你谁啊 陈大海立刻就有些怒了 再一看他这么年轻 也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们古董圈子 许巢冷笑一声 不客气的说 跟我在这里装什么呢 什么叫你们古董圈子呢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代表得了谁 那么 你又能代表得了谁呢 苏巡叔再次反问 笑话 我能代表得了谁 我就是鉴定师 你说 我能代表得了谁 许巢真的有些恼怒了 怎么着 大龙游票可是已经被我视为囊中之物了 你还想夺取不成 正式介绍一下 苏巡叔来到了他的面前 递出了一张名片 我叫苏巡叔 是齐去阁的顾问 齐去阁 许巢的脸色瞬间就已经变了 他接过了名片 看着上面的介绍就变得尴尬了起来 他也算是在圈子里有些名声 但是离着齐去阁不知道差多远呢 苏巡叔这么年轻 就是他们齐去阁的高级顾问 这个 苏小姐 我这东西是属于谁的 魏警笑了起来 是他陈大海的 要你废什么话 许巢确实是有些尴尬 但是因为他苏巡叔 而不是魏警 你算老几啊 他是我们齐去阁的贵客 苏巡叔淡淡的说 许先生 怎么着 想抢他的东西 误会 许巢一听就愣住了 更尴尬了 赶紧就摆着手解释说 我没有这么一个意思 我就是 转头看着陈大海突然间就大骂说 都是你说话不说全 要不然我乃知道 原来是魏先生捡了一个大漏 真的是 魏先生 真的对不住啊 我之前也是被他骗了 再见 说完许巢尴尬的笑了笑 再也不敢在这里逗留了 赶紧就跑了 陈大海又不蠢 一看这事 就知道自己这东西 是没有办法要回了 就只能咬牙离开了这里 多谢了 魏警开口道谢 这些人 苏巡叔摇了摇头 这才看着魏警说 我这次就是来看看你的大龙邮票的 来 魏警很大方地说 进里面来 我给你看看 进到了里面 苏巡叔坐了下来 魏警这才从房间里 拿出了那枚大龙邮票 放到了桌子上 开口说 就是这枚了 苏巡叔立刻就拿到手上去 眼睛里的光越来越盛 这 真的就是昨天的枚 真的是你修好的 他有些不大相信 昨天的枚邮票四分五裂 他可是见过的呀 这枚却往好如初 再怎么想都不可思议啊 你手上没有另外一枚了 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就是这一枚 魏警认真的说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对比我之前给你看到的那一枚 你仔细看 认真看看细节 看是不是同样一枚 其实都不用他说什么 苏巡叔已经这么做了 他拿出了手机 打开了之前魏警给自己发的那张照片 开始认真的比对 哪怕是一些小细节都好 他都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份 看到之后他人都已经梦了 然后再次开始看起了这张邮票的缝隙 他想找出这张邮票的任何一点缝隙 但凡是能找到一些 他心里也能接受一些 但是令他感觉到有些遗憾的是 自己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丝缝隙 最后他就那么呆呆地看着魏警 你这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不可能啊 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 哪怕是到了现在 他已经确定这张邮票 就是那张撕裂了的邮票 但是他却依旧不敢相信 太不可思议了 魏警笑了起来说 怎么样 还行吧 苏寻书看着他 半赏之后才苦笑一声说 你这何止是还行啊 你这简直就是巧夺天工啊 来的时候我不敢相信 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不相信了 确实是厉害啊 在事实面前 他没有办法不相信啊 值多少钱呢 魏警问出了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 苏寻书一笑 白了他一眼 这才开口说 品项不错 卖个几十万应该不成问题的 但是我感觉到你这门手艺比这张邮票值钱多了 魏警只是笑笑却没有回答 走 苏寻书认真的说 去我叔父家里 刚巧了 有件东西给让你看看 去你叔父家里 魏警有些惊讶的问 看什么东西 到了就知道了 赶紧走吧 苏寻书开口说 两人一道来到了苏承泽的家里 进去一看 发现这里面竟然有好几个人坐着聊天呢 寻书那边一个年轻人看到之后马上便打起了招呼 苏寻书却只是很冷淡的点了点头 年轻人看到了跟着苏寻书一起进来的魏警 马上便冷下脸来 魏警现在对于这种氛围感觉的很敏感 忍不住就看了一眼年轻男人 这个家伙多半是把自己当成情敌了吧 不过他也并不在意 这跟自己有个屁的关系 跟苏寻书也才见两次面而已 自己跟他的交情还不能算得上太好 这个家伙也太有些不之所以了吧 竟然就把自己当成了情敌 叔父 苏寻书上前对着苏承泽兴奋的说 没错没错 我已经确定过了 那张大龙邮票确实是没有错 就是之前撕裂的那张 已经神奇的被修复好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漏洞 苏承泽愣了一下 扭头看了魏警一眼 你就是修复邮票的人 魏警点了点头 笑话 苏承泽还没有说什么呢 但是刚才的年轻人却已经开口了 很不客气的说 修复古董能做到完全没有任何漏洞 这句话 就是我们湖山派都不敢说出来 你竟然敢这么说 魏警有些不大喜欢 开口对说 不是我说的 苏小姐说的 年轻人一夜 冷笑一声说 我不管你谁说的 但是你骗骗不懂修复古董的人也就算了 竟然敢在我们湖山派的人面前大放厥词 那就是搬门弄斧了 魏警听出未来了 这个家伙是什么湖山派的 可能是专门做古董修复这一类的 什么手艺门徒吧 对此他一点都不知道 孙赵 苏寻书皱起了眉头说 刚才的话是我说的 你别把事情推到他身上去 孙赵笑了起来说 寻书啊 你对于古董是很懂的 但是你对于我们古董修复这一行 可就有所不知了 我们这一行啊 真的很难做到天衣无缝 真要能做到这一步的 绝对就不会去做古董修复了 而是会去做造假 这技术造起架来 那真的就是没有任何办法能看出来的 所以这种技术根本就不可能的 你应该知道 很多造假 有经验的古董鉴定师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所以这种技术不存在的 你没看过 并不代表就不存在 可能就是 你自己孤陋寡闻了而已 未经就有些火了 怎么个意思 还把我跟造假文物的货 联系到一起了对吧 就你呢 我孤陋寡闻 孙赵冷笑一声 在我面前 你算个屁啊 我要是孤陋寡闻 苏先生也不会请我到这里来修复古董 对吧 苏承泽点了点头 也在想着 这个年轻人 有些未免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吧 竟然敢对于他们湖山派的孙赵 这么不客气 所以就开口说 孙先生以及湖山派 当然不是无名小卒 更不可能会是孤陋寡闻 孙赵得到了苏承泽的肯定 冷冷地对着魏警说 听到没有 这就是苏大师给我们湖山派的承认 你算老几 也敢在我们面前大放厥词呢 魏警也不多话 把大龙邮票拿了出来 放到了桌子上 淡淡地说 这样吧 我们光嘴皮子说 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还是直接看效果吧 看看这没邮票到底有什么破绽 你要是能找到我修复的破绽出来 我二话不说 立刻就走 而且我出了大门以后 天天跟别人说你们湖山派厉害 你孙赵厉害 可以吧 孙赵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这要真的是你修复的古董 我们起码能找出一百个破绽出来 既然你这么不识趣 那么也罢 我今天就给你露一手 他存了在苏勋叔面前炫耀一番的心思 所以就拿起了邮票 淡淡地说 行啊 在没有看之前 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 我能找出你这张邮票修复的最起码五处破绽 找不出来 叫我爹 魏警接过话 孙赵有些火了 行啊 但如果我找出来呢 你叫我爹 可以 魏警淡然一笑 信心十足 孙赵哼了一声 苏先生可是看着的 到时候你可别不承认啊 我也希望你别不承认 魏警还是很平静 孙赵冷笑一声 马上便拿起了邮票 开始观察了 只不过拿起来的时候第一眼 他就愣了一下 因为他发现自己 竟然没有看出这张邮票是被修复的 这个发现让他有些吃惊 他是做古董修复的 古董修复很多手段他都知道 当然了 有些门派会有一些独门绝技 他不知道 但是大概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 可是这张邮票他拿到手 发现竟然没有任何被修复的痕迹 他愣了一眼 赶紧就拿出了放大镜 开始专注的找着细节 既然是被修复的 那就不可能什么破绽都没有 在别人那里或许说得通 但是在我这里 我绝对能给你找出破绽来 可是这么看着下去 他惊讶的发现自己 竟然找不出任何的破绽 这 他都已经梦了 于是不甘心 就再次看了一遍 其实这邮票很小的呀 哪怕是他再小心的看 其实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这么一遍下来 发现自己竟然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不可能 他立刻把放大镜放下 怒声说 好啊 你竟然用一张 完全都没有修复过的邮票 来戏弄我 苏泽成愣了一下 没有修复过的邮票 他是看过手机照片的 知道确实是一张大龙邮票 被撕裂开来的 现在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孙先生 苏勋书开口了 这张邮票是分成几分的 我看过 但是被魏先生修复好了 不可能 孙赵面对着苏勋书 不敢那么强硬了 但还是很直接的否认了 邮票如果真的撕裂了再沾回去 就算是外面做得再惊细都好 但是里面的一些纸张纹路 也都难免会有一些改变的 邮票并不厚 在高光之下 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刚才看过了 里面的纹路 都是没有任何错位的 也就是说 这张邮票 其实完全都没有被撕裂过 更没有修复过 要不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在骗你 要说孙赵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不敢诉说你在骗我 直接就说 魏锦在骗苏勋书 孙先生 魏锦这个时候终于开口了 摇了摇头说 你是不是怕叫我爹 所以就一口咬定我这邮票 没有被修复过 做人不能这么无耻 这张邮票就是被我修复过的 你找不出破绽很正常 你以为我的手法很高明 但你不能这么说 我没有修复过 你这样可就不厚道了 笑话 孙赵当然不会相信 魏锦这些话了 冷笑一声说 你这方话 也就只能偏偏不懂古董修复的了 但是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就是 天衣无缝的修复 怎么可能呢 就算是我们故宫里面的 那几位最顶级的修复专家 都不敢这么说 这就是骗人的 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都敢骗到我们的身上来了 真的是不怕死 这些人对着魏锦 就冷嘲热讽的 其实魏锦 对于刚才的赌局 也就是开一玩笑 不可能真让孙赵 真叫自己爹的 而且相信 孙赵也不会的 但是现在听着他们这么说 他就有些火大了 怎么个意思 刚刚嘲讽我完了 现在又开始说我人品有问题 开始在这里 说我的人品了是吧 行啊 既然你们非得这么做 那我可就不会给你们客气了 不相信是吧 他冷笑一声说 那也行啊 这里有没有什么坏掉的古董 我来修复一下 现在 我就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 进行了 修复好了之后 你们再找 要是能找出一个破绽来 我就叫你孙赵爹 但如果一处都找不出来 那你就得叫我爹 而且还得为刚才说的话而道歉 行吗 没问题 孙赵当然不会相信他真有这本事 马上便开口回答说 那就这么办 苏先生 您让我们前来看的那个西角雕 要是可以的话 可以让他来试试 苏承泽心里也有些好奇啊 所以毫不犹豫的 便把一只西角雕拿了出来 我告诉你啊 孙赵不客气的说 这种西角雕 可是很罕有的 出自于清明家之手 只不过苏先生收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破了 这才想着 找我们过来看能不能修复回去 修复古董一件事情 有一条准则 不能修复很正常 但是绝对不能把原有的东西弄得更破 要不然 可就得按市场来赔钱 显然 他完全都不认为 魏景有这个实力能修好 都已经警告他 不要乱来了 魏景是第一次见 这种西角雕 看到之后 就有些喜欢 只见这小支支的西角雕上 刻的竟然是赤壁腹 虽然东西小 但是里面的人物却栩栩如生 这就需要非常高的记忆了 厉害啊 苏先生 这种东西是只有一个对吧 魏景拿着断成了五块的西角雕 问苏承泽 苏承泽点了点头说 没错 这是我从一个旧货市场上逃的 虽然知道是真的 但因为是碎裂的 所以低价买回来的 全天下 就此一样 那就行了 魏景点了点头说 有工具房吗 我去里面修复 最多半个小时 就能修好 麻烦你们等等 就在那里 苏寻书开口说 我带你去吧 喂 孙赵看着他这个样子 冷笑一声说 我可警告你啊 别把人家五块弄成十块啊 其他人笑了起来 对了 先练习一下吧 魏景看着他说 练习一下叫爹吧 要不然 等一下我怕你不习惯啊 你 孙赵大怒 但是魏景却没有再理会他 很快就进到了工具房 坐了下来 他就笑了起来 他之所以 要到工具房来 就是因为 他不想让自己的手法看起来太悬 反正不让他们看到 他们就不会提出质疑了 要是让他们 看到自己那么容易 就把东西修复好了 自己也都没有办法解释 行走江湖 我只要不让你看见我出手 我就能以独门秘籍为由 不跟你说 你还没有办法 五块西角雕就躺在桌子上 魏景微微一笑 将之放到了一起 拼接成了一块完整的西角雕 只不过这个时候 上面全都是裂缝了 也就是今天你遇上我了 要不然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就碎成这个样子了 确实是太可惜了 但是你今天运气好 马上就能让你和五为一了 食指开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好像是注入到了这个西角雕上面去 那些裂缝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慢慢消失 不到两分钟 西角雕神奇地合到了一起 魏景拿起来看了一眼 然后就笑了起来 工具房外 孙照那些人 心里冷笑连连 对于魏景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期待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魏景就从里面出来了 东西呢 孙照最激动了 他已经铁了心了 就要在苏寻树的面前 好好地打击一下魏景 以自己的专业 修复古董的知识 让他为自己清新 哇 魏景轻轻地将西角雕 放到了桌子上 看着啊 我现在已经修好了 你可别把东西 给弄碎了呀 要不然我可不认啊 放完之后 他就坐回到了椅子上 这就是他们古董藏的规矩 我把东西放在某一个地方 对方再去拿 不能手递手 要不然 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上碎了 都不知道该算谁的责任 还真的接到了一起啊 众人看了一眼 也都是这种想法 当然了 他们也就是 这么一种想法而已 接在一起 其实并不能算难 也都没有往多的地方去想 也就只是认为 单纯地接到了一起 孙兆拿上手一看 还是那种感觉 就是上手第一眼 他就感觉到 眼前这个东西是好的 他有些发愣 其实第一眼是很重要的 很多鉴定古董的人 上手的第一眼就有种感觉 你说 这是一种惊艳也好 或者说是直觉也好 但往往都很准的 接下来 才是细致分辨 他的脸色有些变了 接下来就开始在那里 慢慢地转着这个西角雕来看 越看他就越惊心啊 好像完全都没有裂缝啊 他感觉到有些不大可能 于是就把自己的几个同伴叫了过来 那些人也赶紧就过去 看了一圈之后 他们全部人都梦了 苏先生 过了一会 孙兆这才对着苏诚泽说 这西角雕 你有两个吗 魏锦一听就笑了起来说 我说孙先生 刚才我修复之前就已经问过了 苏先生也已经回答了 苏诚则也点了点头说 没错 这个东西就只有一个 不可能 孙兆立刻就说 这只西角雕是 完全都没有被损坏的 更不可能修复 苏诚则一愣 立刻就上前拿过了西角雕 左看右看 上看一下看 这么大约持续了十分钟左右后 突然间就放声大笑了起来 神迹啊 这竟然没有任何一丝的痕迹 太神了 太神了 孙兆他们的脸色非常难看 也就是说 苏诚泽已经确定了 这就是损坏的那只啊 但是怎么可能啊 不可能的 孙兆怒声说 他绝对就是做了手脚 不可能这样的 不可能 魏锦就有些不喜欢了 你说大龙游票 你没有见过撕裂的样子 你不相信 我就算了 但是这只西角雕呢 刚才可是五块的呀 现在你还跟我说做了手脚 我当然做了手脚了 我要是不做手脚 我怎么修复啊 你 孙兆被他这句话憋得特别难受 但是具体怎么样 他又说不上来 只能这么瞪着魏锦 叫爹吧 魏锦冷冷地说 还有 道歉 你 孙兆咬着牙看着魏锦 你别欺人太甚啊 什么叫欺人太甚呢 魏锦反问说 刚才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啊 现在我让你完成诺言 你既然说我欺人太甚 那么我今天就欺人太甚一回了 怎么的吧 孙兆他们哑口无言 行 我道歉 过了一会 孙兆这才对着魏锦说 对不起 爹 乖 魏锦笑眯眯地说 而贼 走 孙兆再也没脸在这里待下去了 铁青这脸带着人就走了 魏锦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那感觉真的像是一个老父亲 苏巡叔捅了他一下 你疯了 真让他叫你爹啊 自己答应的事情 我能怎么办 魏锦淡淡地说 总不可能让他嘲讽完了 我还放过他吧 苏巡叔竟然没话接上去了 厉害啊 苏承泽却不管这些 而是对着魏锦开口说 这门手艺 你失成何处 苏承泽 可是这一行的教授啊 对于古董 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但是很遗憾 他从来都没有 见有过这样的神迹 看到之后 自然就叹为观止了 我这只是自己瞎玩而已 瞎玩 两人都知道 他说的不是真话 但这是人家的隐私 也不能说什么 就只能苦笑一声了 这要只是瞎玩 那你的段位 实在是太高了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一门手艺 不知道多吃香呢 苏巡叔感慨地说 不用多说了 我会建议我们齐去阁 请你做古董修复顾问的 对对对 以后要还有什么珍贵文物 成了废品 我也会找你的 苏承泽也连连点头 魏锦只是笑笑 不过马上便沉吟了一声 开口问说 苏教授 您见多识广 我想问问您 知道太平道经吗 这是魏锦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给自己传承的人说 太平道经残缺了一部分 能救人 但不能救急 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 到底有什么问题 但传承给自己的人 就是这么死的 所以他还想找到 太平道经残缺的部分 才有可能补权 不会出问题 太平道经 苏承泽愣了一下 这个名字有些耳生啊 没有听说过 魏锦有些失望 这是什么东西 苏寻书问 哦 就是一本古书 魏锦回答说 要是知道的话 麻烦告诉我一声 我有用 行 今天人家 帮了自己这么大一个忙 苏承泽还是比较高兴的 马上便答应下来 我会帮你找一下这个东西的 要是有消息的话 我会通知你的 那我就多谢了 很快 苏寻书就亲自送魏锦出去 一边出去 还一边感叹说 你可真的是 让我大开眼界啊 魏锦只是微微一笑 以后苏姑娘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一定 从苏家出来 魏锦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刚刚回到 张初然就来电话了 淡淡的说 你让我散播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来找你的 到时候 你怎么对付他们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魏锦想了想说 我自己的仇 我绝对是会报的 那行 张初然的声音听着有些冷意 那我算是帮你完成了这件事情 至于具体你能做到什么样 可就不关我的事情了呀 那是自然 多谢张院长了 知道就好 张初然声音里有一股子兴奋之意 那你可就是欠我一次人情了 对了 明天有时间过来一趟 我有话要跟你说 魏锦答应下来 晚上刚刚吃完饭 魏锦的新号码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张新号码 就是为了坑刘欣明才开通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电话打进来 难道刘欣明那个家伙 魏锦冷笑一声 马上便接通了 魏神医吗 那边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就是刘欣明 你好 我姓魏 你哪位 魏锦变了声音说 我叫刘欣明 我听说魏神医某些方面的病有些神奇 所以我才来问您的 魏锦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只不过语气却很平静地问 哪方面呢 就是 没毒 刘欣明还有些不大好意思了 开口说 对 没错 我确实是对这种病 有着比较深的研究的 那能不能跟魏神医约个时间过来 刘欣明一听 就好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那样 我现在很急 当然可以 魏锦和和一笑说 这样吧 这种病还是比较隐私的 要不然 我还是去你那里吧 不用你跑过来了 你给我一个地址最好了 那真的太好了 刘欣明一听 就更加开心了 患上这种病 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要是去到医院 总归是容易被人发现 他之所以当初去善美医院做检查 就是想着这种私立医院保密性更好 所以才去的 我把地址发给您 明天早上吧 您直接过来就可以了 对了 要不然我来接您吧 看来刘欣明确实是比较急了呀 还想接魏锦 接就不用了 魏锦摇了摇头说 发地址过来吧 我自己会过来的 在那里等着我就行了 好 没多久 刘欣明就把地址发过来了 看到后 魏锦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冷意 刘欣明啊 我这次可真的不会放过你的 你可能到死都不会想到 既然是我在这里等着你吧 第二天一大早 魏锦早早就起床了 直接便往刘欣明的家里而去 刘欣明家里有栋小房子 算是别墅 算不错的了 魏锦直接便来到了他们家的小别墅外面 干什么干什么 刚刚进去 就看到一个大约三十左右的年轻女人走了过来 一脸不屑地说 干什么的 还跑到我们家里来了 你是不是想偷东西啊 魏锦愣了一下 指了一指里面说 我找刘欣明 刘欣明 女人皱起了眉头 你谁啊 给我滚出去 说话间就看到刘欣明跟叶雪秋从里面出来了 看到魏锦后 两人都咬起牙来了 妈的 你他妈还敢到我家里来 刘欣明指着魏锦说 你他妈的胆子变大了呀 找死对吧 魏锦笑了笑 看着刘欣明说 我说刘欣明 你可是自己找我的啊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我找你 刘欣明愣了一下 你他妈什么意思 我是卫神医啊 魏锦淡淡的说 你没听出来 你 刘欣明呆住了 过了一会 立刻就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零零 魏锦的电话 很快就已经响了 而且非常响 妈的 竟然真的是他 怎么样 给我跪下道歉 我就替你治病 对了 诊经不多 一千万 魏锦晃着手机开口问 你 刘欣明已经快要晕过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一辆奔驰车上停下 下来一个男人 皱起眉头看了一眼这里 就有些不爽的对着魏锦说 跑我家来做什么 小偷是吧 爸 他就是魏锦 刘欣明咬着牙说 他骗我 原来是刘欣明的父亲刘真啊 刘真看着魏锦 森然的说 你骗我儿子 对 爸 就是他 他是神医 能治病 但是他竟然要一千万的诊经 刘真上下打量了一下魏锦 淡淡的说 小子 你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儿子的病 你能治 那就给我治 治于诊经 你是想疯了吗 还敢跟我们要诊经 听到没有 给我马上治 要不然 我爸不会饶了你的 刘欣明得意了起来 魏锦这个家伙 确实是有些玄乎啊 上次自己在医院里碰到他了 他一眼就看出来 自己得了梅毒 这种眼力 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说明他真有本事 要是自己 还真的不好对付魏锦呢 但幸好父亲回来了 父亲可是一位狠人啊 由他对付魏锦 最好不过了 求人治病 还是这种态度 魏锦终于知道 这个家伙身上 那骨子嚣张的气焰 是从哪里来的了 原本这个家伙的父亲 也都是这种货色啊 难怪了 我这是在求你吗 刘真森然的说 你得搞清楚一件事情 我这是在命令你 你今天要是不办 明天我就能让你看不到太阳 魏锦 赶紧的 叶雪秋咬着牙说 他身上还有两千多万块钱呢 刘叔叔 让他把钱也给我拿出来 要不然不能放他走 刘真双眼都在放光 嘖嘖的看着魏锦 你身上竟然还有这妖多的钱啊 倒是没有想到啊 这样吧 你给我把钱拿出来 再把我儿子治好 我就放你走 要不然今天你可就别想着出去了呀 魏锦摇了摇头 刘真冷笑一声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很快就看到好几个年轻大汉围了过来 一下子就将魏锦围在了中间 现在 你该知道怎么寻了吧 刘真冷冷地看着魏锦 魏锦正想要说什么 突然间他就愣了一下 然后放声大笑了起来 笑什么 刘真脸色一灵 森然地问 哎呦 真的是笑死我了 我要是没有亲眼看到 都不知道 原来你们家的关系这么乱呢 我说刘叔啊 你头上戴着绿帽子吧 魏锦笑得不行了 头上戴着绿帽子 刘真砰的一声 就拍了一下桌子 怒声说 妈的 你他妈找死对吧 但是魏锦却一点都不着急 指了一下刘真的老婆 也就是刚才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说 诺诺 他也患了梅毒啊 你也有梅毒啊 你儿子也有啊 你儿子该不会跟你这老婆有一腿吧 对了 这肯定就是 你的小老婆对吧 厉害啊 你们一家子都玩到一起了呀 厉害啊 魏锦拍起了手 确实是叹为观止啊 不是 刘新明的脸色却变了 刘真猛然间就看向了女人 女人可能是胆子小 腿一软 都是他比我的呀 妈的 刘真一听这话 就知道要糟啊 瞪着他说 你他妈说的是真的 爸 刘新明满头大汉 都是我一时糊涂啊 我 妈的 刘真心里别着火呢 但这是自己的儿子啊 又不能对他怎么样 所以对着魏锦就怒吼一声 给我打断他的腿 那几个大汉 瞬间便已经冲到前面去了 对着魏锦便要出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突然间就已经动了 面对着这些人 魏锦完全都没有任何的犹豫 太平到今既是救人数 也是杀人数 他就好像是一阵清风那样 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那些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瞬间就已经倒下了 而魏锦 则站在那里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什么 刘氏父子都愣住了 眼前一花 就看到魏锦来到了刘新鸣 跟叶雪秋的面前 突然间往他们的眉间一点 好像有一道金光 就到了他们的身上 你 你做了什么 刘新鸣吓得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哑着声音问 还不止 魏锦又来到了刘真跟女人的面前 也是如法示威 魏锦的速度 真的是太快了 那些人完全都没有办法能躲得过去 做完这些后 魏锦扶着双手 冷冷地看着他们说 肮脏的一家人啊 现在我恭喜你们 都已经患上霉毒了 而且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那就是 刚才我给你们身体里面用的可是催化剂 接下来 霉毒的症状将会加快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接下来求我的话 我就会替你们治好 当然了 前提是 你们得给我两千万 这算是给你们打了一个折的呀 你想得美 刘真哪里相信啊 立刻就怒吼一声说 你给我等着 行 魏锦笑了起来说 我也不逼你们 那就这样吧 要是你们后面再找我 可能就得加价了呀 记住了呀 说完魏锦就已经哈哈大笑出去了 爸 不要放过他 刘新明对于魏锦 真的是恨极了 马上便到了刘真面前说 啪 刘真马上就给了他一巴掌 冷笑一声说 你做的好事 刘新明屁都不敢放一个 离开这里 就来到了他们善美医院 找到了张初然 找我有什么事情 魏锦开口便问 张初然今天竟然没有穿制服 而是身着一身的休闲服装 看起来与平日里的他大相径庭 但同样都是很好看的了 随我去见个客户 张初然沉吟了一声说 见客户 魏锦苦笑一声说 我去见客户 这就算了吧 我比较信任你 张初然开口说 魏锦愣了一下 马上便想通了 这并不是信任自己 只是想拉拢自己而已 那行吧 张初然开着车子 带着魏锦向着目的地而去 这次我要见的 是他们金顶药业的医药代表 现在金顶药业出了一款药 非常有效果 但是一开始 他们的制药并不多 所以各大医院都在抢 我们善美医院也没有什么优势 甚至不能算是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 约人家出来吃个饭 看能不能拿到 医药公司跟医院 其实双方的地位 应该反过来才对 医药公司很多代表销售药 在医院里都是很客气的 因为这种药在市面上 可能有很多种选择 医院有的选 所以他们自然就得低人一头了 但如果像没得选的 这要公司就会很强势了 显然 现在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魏锦只是点了点头 也没有说什么 到了酒店 两人下车 上到了上面去 进到了一个包间 就看到里面 已经坐着一个中年胖子了 进去的一刹那 中年胖子的眼神 就已经盯着张初然了 就好像是猎狗看到了猎物一样 满是贪婪 魏锦皱起了眉头 张初然确实是很漂亮 但你这么看着人家 也确实是不大妥当 杜先生 您好 张初然也有些不舒服 但到底还是没有说什么 只是这么开口说话了 我就是张初然 扇梅院的院长 杜先生呵呵一笑 原来是张院长 没想到你们扇梅院的院长 竟然这么年轻漂亮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客气了 张初然笑笑 坐了下来 对了 这次我们过来 是想跟您谈一下 关于我们双方合作的事情 你们的药现在在市场上很火爆 我知道很多医院都想跟您合作 我们也想 杜先生笑了笑 打断了的话 对着魏锦说 出去帮我买两包烟 魏锦愣了一下 帮你买烟 张初然也愣了一下 魏锦可是自己的贵客呢 显然 杜先生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下属了 魏锦沉吟了一下 最后还是站了起来 走到了外面去 张初然松了一口气 跟魏锦认识这么点时间 他就已经知道 其实魏锦这个人脾气有些不大好 要真的是不去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 真把自己当成大人物了呀 魏锦摇了摇头 他不是看在杜先生的面子上 是看在药的面子上 试了医生 自然都会求好药 这样病人就多一次机会 所以自己受些委屈 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买了两包烟 直接便往那个包间回去了 刚刚到了门口 就听到了里面的声音 张院长 你要我们的药 也简单 要是你能让我满意了 我就把药卖给你 但如果不让我满意 那不好意思啊 你们医院绝对不可能 拿到我们公司的药的 杜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张初然显然有些不明白 才有此疑问 我已经在这里开了监房了 我的意思也很简单 张院长应该知道吧 杜先生黑黑一笑 满脸得意 杜先生 请您慎言 张初然已经有些吃惊了 这也太嚣张了吧 你就说答应不答应吧 杜先生黑黑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 张初然突然间 声音都已经变了 这个字里 竟然藏着无限风情 杜先生放声大笑了起来 张院长 我们这药公司 可是生产着很多药呢 你可能都不知道 这种药 叫和欢散 没错没错 这是我随便取的 但却是最能体现 这种药的威力的 你放心吧 我们上到楼上去快活一番 就能解决你现在的困难了 杜先生阴冷的靠前 张初然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却没有办法 身体就好像是极度空虚 不能这样 看到杜先生过来 他突然间就感觉到了恶性 滚 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已经踹门进来了 砰的一声 一脚就将杜先生踹倒了 哎呦 杜先生立刻倒地惨叫一声 脸色都苍白了 指着魏警大骂说 你他妈找死是吧 魏警一把将张初然搂住 发现他站都站不住了 其实张初然身上 天然就有让人 把持不住的魅力 在被药物一击 看到魏警都有些激动了 好霸道的药啊 坐着 魏警将张初然放到了椅子上 这才森然地看着杜先生 妈的 魏警大怒 这种手段也太瞎做了吧 竟然敢对女人下药 你别过来啊 看着魏警的脸色沉了下来 杜先生又有些害怕了 指着魏警就大骂说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做什么 我们就要把你们医院封杀的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 你现在最好给我道歉啊 要不然我就让你 说到这里 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因为魏警已经上前 对着他再次一脚就过去了 哎呦一声 这个家伙再次四氧八叉倒地 再也站不起来了 魏警提着椅子 狠狠地朝着他的脑袋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 这个家伙惨叫一声 已经在地上翻滚了起来 我呸 魏警催了他一口 这才开口说 你他妈给我记住了 这次的事情没完 说完他就已经抱起了张初然 急急地向着停车场而去 你他妈的善美医院 给老子记住了 身后是杜先生杀猪式的叫声 匆匆下到了停车场 魏警就把张初然放到了车上 可是刚刚想要将他松开 却看到张初然一把将魏警的脖子 搂住 双眼不住地注视着魏警 这种攻击 是个正常男人都受不了啊 而且张初然今天穿得特别漂亮 身上还有股淡淡的幽香 魏警感觉到自己已经快要炸了 但李智告诉他 不能就这么占人家的便宜 他立刻就将张初然按住 认真的说 你别想那么多 我替你驱毒啊 太平真气从他的手里 开始不住地往张初然的身上而去 没多久 张初然就感觉到 自己身体慢慢地凉了下去 再也没有刚才那种要炸了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 自己的意识也开始慢慢地清醒了 其实之前也不能说是不清醒 但就是被本能给支配了 现在倒好 已经清醒过来了 啊 看到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张初然吓得尖叫了一声 原来他刚才真的是有些太激动了 再加上乱动 难免就泄露了一丝风光 而且魏锦就刚好在他的身前 从他那个角度 可以看到自己上半身最美好的地方 哇 魏锦都看猛了 刚才自己只是帮他驱毒 倒没有心思去看他身上的风光 现在才有时间看 这一看 就把自己都看猛了 你 张初然脸色微变 赶紧就整理了一下衣裳 还看 魏锦干笑了一声 赶紧就往后面站去 可刚刚到了后面 就看到两个家伙竟然走了过来 一脸猥琐的看着他说 兄弟 疑问 魏锦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疑问 刚才的事情我们都已经拍下来了 其中一个家伙拿着手机 嘿嘿一笑说 怎么样 这小妞够进步 要是我发出来 再把车牌也发出来 那你们可就说不清楚了对吧 所以给钱吧 给了钱 我们就把视频删除了 魏锦这才明白 何着是想敲诈的呀 我可什么都没有做啊 显然 刚才给张初然驱毒 再加上张初然在动 导致车子也在动 这两个家伙 以为自己在车阵呢 没做 那个家伙 脸色马上便阴沉了下来 没好脸色的说 你做没做 关老子屁事啊 给钱 要不然就给你报了 你这是看不起人是吧 魏锦看着他 刚才才几分钟 老子他妈要是真做 最起码两个小时好吗 你他妈看不起人是吧 老子有这么不顶用吗 这 不要说是那两个敲诈的人了 张初然的脸色都有些不大好了 你这家伙 这是趁机占我便宜吗 再说了 你可别吹牛啊 两个小时 你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下意识的就往魏锦的身上瞧过去 妈的 横什么 那两个家伙也火了 马上便上前 可是刚刚到了魏锦的面前 魏锦就已经一手将他们提了过来 砰砰两声 两个家伙同时倒地 同时 他们的手机啪的一声 就让魏锦踩烂了 还偷拍 你他妈找死对吧 魏锦又将一个家伙 像小机子一样提了起来 两个人心中大害 这才知道 这次是惹伤很绝色了 赶紧就解释说 兄弟 对不住 只是一个误会 我们不敢了不敢了 把我们放了吧 啪 魏锦甩了他一个耳光 现在还是误会吗 是是是 那人哭丧着脸说 我们再也不敢了 没多久 两人就已经仓皇逃走了 魏锦坐回到了车里 张初然漂亮的双眼 正瞪着他 怎么了 魏锦有些没明白 他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毒没有去干净吗 张初然冷哼了一声 你刚才说 两个小时是什么意思 嗯 魏锦甘笑了一声 没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实话实说 对了 回去吧 张初然不由一阵无语 这个家伙 不过一想到 刚才要不是他 自己可就惨了 对了 那个要的事情 你怎么办 魏锦又开口说 看样子 这肯定是没有办法合作了 那就不合作了 张初然冷冷的说 没想到 他们竟然是 如此无耻的人 跟他们还合作什么呀 对 看来是真的生气了 那就行吧 魏锦点了点头说 走 回去吧 刚刚回到了医院 就看到 唐强已经急急的 来到了魏锦的面前 有人在这里等你回来 说要让你治病吗 哦 魏锦一愣 刚刚来到了那里 就看到刘新明一家人 站在那里 一个个都颤抖着 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是有些难以站住了 魏锦一眼就看出来了 没错 现在他们的梅毒 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了 自己昨天加速了他们的发展 所以现在 都有些受不了了 神医 刘真对着魏锦就开口说 我求求你了 救救我们一家人吧 昨天我说过是两千万对吧 魏锦淡淡的说 现在加一千万 三千万 我就给你们一家四口制 好 刘真现在哪里还敢说其他的 我现在就给钱 不对 他不是我们家的人 不用支他的 能不能便宜一些 他一指叶雪秋 叶雪秋的脸色 刷的一下就变了 当然 便宜五百万 魏锦呵呵一笑说 两千五百万 给你们一家三口制 给钱就制 我给我给 刘真慌忙就开始 在那里打电话借钱了 刘家身家其实也不能算手 但离这两千五百万 还是差着不少的 这还得是现金才行啊 行啊 你们就在这里打电话呗 魏锦开口说 我现在就去煎药 要是你们凑到钱了 那我就把药给你们 要是没有 那你们就等死吧 好 刘真心里生起了一丝希望 如此行医 真不怕天打五雷轰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那边过来一个年轻人 对着魏锦严厉质问 魏锦看到他后 却赶紧就后退了几步 而且对着他一伸手说 行了 你别过来了 但凡是不知道缘由 就劝人大度的人 离我远点 我怕你被雷劈的时候 会牵连到我 张初然扑斥一声 不过却介绍说 这位是安南 是我的一位朋友 也是一位医生 初然 安南来到了张初然的面前 一副很熟络的样子 关我什么事 魏锦完全都没有什么兴趣 一看这个家伙 刚才说话就不喜欢了 他也不想认识这样的人 你说能帮他们把梅毒治好 安南对魏锦的印象 也不大好 要不然呢 魏锦看了他一眼 淡淡的说 有问题 笑话 安南冷笑一声说 你刚才说煎药 你的意思就是 用中药就能治好了 有问题 魏锦再次反问 当然了 安南冷冷的说 据我所知 现在对于梅毒最有奇效 也就是吸药了 你既然用中药 真的是笑死人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识 魏锦摇了摇头 已经上前拿起了白纸根笔 开始在上面写药方 太平道经上面 有着药方无数 而且都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 他很快就在上面写下了一个药方 给了其中一个护士 煎两个小时 就可以了 护士看了张初然一眼 在等他的同意 张初然点了点头 小护士才敢离开这里 初然 这也是医院里的医生 安南见魏锦 竟然完全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顿时就有些生气了 没错 这是我们的魏医生 张初然只能这么回答说 魏医生 安南冷笑一声 我看你不但是医术不行 医德也不行啊 这这么一个病 开价就是两千多万 这是给我们医院抹黑吧 哎 魏锦开口说 你别乱扣帽子啊 准确的说来 我现在不是你们医院的医生 所以跟你们医院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只是我个人行为啊 还有 我开多少诊经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用你这么一个闲人多说 再说了 人家自己都同意 要你废什么话呢 你 安南气得不轻 猛然间扭头指着刘真问 你们真的同意 我同意 刘真心里已经在骂这个医生了 我去你妈的 老子治病 关你屁事啊 这 安南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妈的 这他妈是脑子有病吧 你们同意了 那又怎么样 他根本就不可能治好你们的病的 安南马上便转变了思路了 他说给你们煎药就能治好 你们真以为能做到吗 刘新明也想骂娘了 妈的 人家一眼就看出来 我有梅毒 你能做到吗 你不相信 魏锦开口问 当然不相信 这些话 也你就只能骗骗那些无知的人了 安南挺起了胸膛 我可是留学国外医科大学的 我只相信科学 我也相信科学啊 魏锦摇了摇头说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再等两个小时 要是治不好 我把两千五百万给你 要是我治好了 你就叫我一声店 如何 你 安南有些火大 但是一想到两千五百万 这可是一笔巨款啊 于是他冷冷一笑说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行 我就答应下来 但如果你要是做不到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对了 初然可都听着呢 成 魏锦开口笑嘻嘻地对着张初然说 你听到了呀 张初然对着安南说 安南 别赌了 那不行 安南认为自己稳赢 开口说 他刚才那么侮辱我 我就要跟他赌 张初然叹了一口气 你跟他赌 必输啊 没多久 刘真已经凑够了钱 赶紧就把钱给了魏锦 看着里面的余额 魏锦笑了起来 两个多小时后 药也已经煎好了 来来来 魏锦把药递到了他们的面前 你们把药喝完 就行了 叶雪秋刚刚想拿药 却被刘新明一把推开 滚 你个贱女人 叶雪秋啊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魏锦好像是没有看到那样 从叶雪秋跟自己分手开始后 他们两个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情谊 可言了 可以说 叶雪秋到今天的地步 都是他咎由自取的 三人很快就把药喝完了 一股暖流就把三个人都包围了 然后他们就慢慢的感觉到 身体开始有了一丝异样 好像没有那么 痒了 看 没有了 刘新明感觉到了之后 马上便看了一下 自己原本长起了疹子的地方 发现竟然已经退散了 我也不会了 刘真也颤抖着说 张初然的眼睛里全都是兴奋之色 神奇 太神奇了 不可能 但是安南怎么相信啊 这他妈不是这个家伙 专门请来骗自己的吧 这怎么可能呢 检查 要检查才行 张初然点了点头说 没错 确实是要严谨一些 这样吧 去检查一下吧 要是检查出来 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好了 要是检查出来有问题 那就没有好 听到没有 安南以为张初然站在自己这边呢 马上便得意的说 就是得好好检查一下 要是有些人只是退散了疹子 那可就是作弊了 行啊 我已经可是一点都不慌张啊 我慌个毛啊 具体什么情况我最清楚了 你们这些人还想跟我玩呢 检查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没有过多久 就已经出结果了 拿到结果的一刹那 张初然就已经笑了 没错 已经彻底好了 我看看 安南最急了 马上便拿过了结果一看 顿时就傻眼了 这 竟然好了 没事了 张初然对着刘真他们一家三口说 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 已经彻底好了 对了 你们以后得注意一下 谢谢 刘真哪里还有脸在这里啊 马上就带着他们离开了 救救我 魏景 救救我啊 我是你的女朋友啊 我们 那边叶雪秋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魏景冷冷地看着他说 别这么说 我可不会承认 你是我的女朋友 张初然叹息了一声 这个女人确实是咎由自取啊 要是他之前不那么离开魏景 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了 二十万 魏景淡淡地说 看在你我认识的一场上 二十万 我替你治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叶雪秋有些急眼了 你没有 魏景虽然地说 之前我给了你不少钱吧 你现在说没有 那就行了 等死吧 我有我有 叶雪秋看 魏景就要不答应了 赶紧就开口 答应了下来说 我有 我马上就给 没多久 魏景就已经多了二十万块钱了 给他吧 魏景淡淡地说 刚才还留了一份药对吧 给他喝 小护士马上便去拿药了 拿到药后 叶雪秋咕噜咕噜几声 赶紧就喝完 然后非也四地离开了这里 他再也没脸了 同时无比后悔啊 要是自己再跟魏景坚持一下 那自己现在 可就是一辈子都不用愁吃穿了呀 后悔啊 但魏景的眼睛 却一直都阴冷地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 你们以为治好了吗 没错 暂时是治好了 但是嘛 一个月后 很快就会复发的 这辈子 你们都好不了了 当时我魏景教训你们一次吧 安医生是吧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魏景这才看向了安南 笑眯眯地说 现在魏景治好了他们 你是不是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安南的脸色很难看 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啊 这只是你运气好撞到了而已 你的意思 就是不愿意兑现了 魏景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没好气地问 那是自然 安南冷冷一笑 我们君子之争 啪 没想到魏景一巴掌就甩了过去 干净利落 快如闪电 甚至连张初然都没有想到 魏景竟然会动手 你 安南的脸色非常难看 指着魏景说 竟然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魏景冷冷地说 你自己屁本事没有 还说话不算话 我还不能打了 打得好 没想到围观的群众 开始有人叫好了 就是看不惯这种人 自己屁本事没有 就只会在这里乱说话 看看人家神医 竟然能这么快 就把梅毒治好 就是啊 人家神医就是厉害啊 我告诉你们 这个家伙刚才是想着 两千多万呢 现在输了就想耍赖 不能就让他这么赖过去啊 要是他赢了 这两千五百万 他绝对就得拿到手了 一时间 围观的人都那么叫嚷了起来 很不好意思啊 魏景呵呵一笑 摇了摇头说 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 大家都看不过眼了 我看你 还是叫我一声爹吧 要不然 今天可就没有办法离开了呀 你 安南的脸色非常难看 看向了张初然 初然 张初然叹息了一声 我刚才说 不要跟他赌的 为什么你非得跟他赌呢 我可是到这里来上班的呀 安南开口说 再怎么样 我也是你的朋友吧 张初然看向了魏景 他是你的朋友 又不是我的朋友 魏景一脸不解地问 我为什么要放过他 张初然苦笑一声 你 安南真的是没话可说了 最后一咬牙 对着魏景说 爹 哎 儿贼乖呀 魏景患上了一副老父亲的样子 笑眯眯地说 好 给我等着 安南转身 立刻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魏景嘿嘿一笑 神医厉害 围观的群众 马上便叫嚷了起来 魏景对着他们拱手说 多谢大家刚才的捧场了 对了 刚才收费那么贵 只是因为 他们是我的仇人 大家到这里来看病 其实是正常价位 别想那么多 那找你呢 其中一个人开口问 一样的呀 魏景认真的说 找我也是一样的 但如果别人能解决的事情 就不用来找我了 找我的 都是无法解决的病痛了 明白吧 众人一阵欢呼 张初然脸上都是笑意 魏景的医术 真的没有 让自己失望过呀 魏景扭头对着他说 我刚才开的那个药方 你好好留着吧 对于美毒 有着很大的作用 以后再遇上这种事情 就不用 我出手了呀 张初然点点头 然后就说 还有什么药方没有 再给我留几个 魏景有些无奈 还有什么药方啊 行了 我就先回去了 有事再找我吧 很快 魏景就离开了医院 回到了家里 魏景刚刚坐下来 突然间就感觉到 全身一阵痉振 这种禁轮是他之前 从来都没有过的 痛到了极点 令他在地上不住的翻滚 额头上的汗 就好像是黄豆大小那样渗出来 点滴在地上 啊 魏景咬着牙 尽量不让自己叫出声来 但还是忍不住了 足足痛了有半个多小时 才渐渐的恢复到了平静 魏景全身上下都是汗 瘫坐在椅子上 反噬 他马上便明白过来了 这就是之前那个声音 跟自己说的 太平道经有着缺陷 自己得找到残缺的部分 要不然再这么下去 自己可能就得死在 太平道经这里了 太平道经里面 有太平修炼术 可以先行修炼 同时 你也可以先行去找寻 百年人餐饮集合守屋 可以替你减缓疼痛 最重要的 就是你现在的实力不够强 频繁使用太平蒸气 会导致反噬的力道 还有速度加快 就在此时 脑海里好像是残存了一句话 出现在了魏景的身上 太平修炼术 魏景有些惊讶 但马上便能在脑海里看到书页 上面就有五个大字 太平修炼术 之前自己使用的太平蒸气 其实都只是传承的 魏景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没错 从现在开始 自己是得好好修炼 这个太平修炼术了 同时还得再去找到 太平道经的残缺部分 要不然 可能真的会死在这里的 他强直站了起来 然后就给父亲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爸 我跟您说件事情啊 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接下来我自己有些事情 就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 我现在出去找房子 搬出去住 啊 魏文华吃了一惊 你搬出去做什么呀 没事 我就是要发展一下 自己的事业而已 魏景开口笑着说 再说了 我都这么大了 我们要是一直都住在一起 我交个女朋友都不方便 对吧 魏文华还要再多说什么 但是曹芝却抢过了电话 开口说 儿子 妈支持你 不过你 还在我们城里吧 到时候 你得常回家 妈 我知道了 魏景点了点头 您放心吧 我有时间就会回家看你们的 挂了电话后 他松了一口气 之前他并没有搬出去的打算 但现在 却有了 因为刚才他那种样子 要是让父母看到之后 绝对会吓晕的 确实是不大适合 再在这里继续住着了 所以他得赶紧搬出去 搬出去之后 自己不认识修炼 还是做什么都好 也比较方便 不再多想什么 马上便准备了一下衣服 拉着皮箱 就离开了家 灵州城很大 魏景直接就从这个角落 搬到另外一个角落去 接下来 他就得找房子了 来到了一个别墅区 魏景直接便去找房子了 这种地方房价很高 但是魏景有着五千万 买一套房子 并不是什么难事 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赚钱 真的是很容易的事情 只要他想去赚 最起码在古董那一行 他都能赚很多钱 先生 需要买房子吗 刚刚进到了别墅区 这里的售楼部就有一个销售走了过来 一脸客气的问 魏景穿着不错 看着就像是家境不错的人 所以他也显得很客气 对 魏景点了点头 现在还有什么别墅可选的 给我看看 好 销售很快就拿了三套不同样式的别墅 过来给魏景看 这是我们的主打 两层半的别墅 大概是四千万 还有这个是我们的小别墅 就这套了 魏景直接便指着那套四千万的别墅说 带我去看看吧 好 这么爽快啊 销售的眼睛都在放光啊 来到了别墅区下面 魏景看了看 很满意 真的可以拎包入住的那种 完全都不用再自己添置多余的东西 行 那就可以签订合同了 魏景开口说 销售已经激动起来了 他做过很多单 也卖出去过不少房子 但是从来都没有像魏景这么爽快的一个人 他立刻就拿来了合同 开始签订合同 没多久 合同已经签订了 魏景直接便给了全款 有钱啊 销售已经有些惊了 这是哪来的富二代吧 既然这么多钱啊 全款给了 当然了 他也特别高兴 你们这里可以帮着办其他的手续对吧 魏景开口问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们帮个忙吧 抱抱的所有手续给办了 要什么资料的话 我给你们就行了 可以的 销售马上便点头 把资料一给 魏景就离开了寿楼部 来到了自己的新家 回到了上面之后 就开始修炼起太平修炼术来了 太平真气 就是从太平修炼术里修炼出来的 其实魏景 现在伸手确实是可以 但多半都是继承字之前的人 对于自己的修炼 可一点都不通 他之前并不在意 可是之后痛成那个样子 他就知道自己 不能再忽视了 要不然 可能真的会死的 他还这么年轻 不想死在这里啊 所以特意找了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想着 自己能安静地修炼 毕竟是有底子的人 其实修炼也不算是很困难 没多久 就已经有种进入状态的感觉了 一直到了晚上 魏景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先去洗了个澡 然后就去外面吃饭 虽然对于这个地方不大熟悉 但是魏景却能通过 Epic看看 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地方 这外面的地方 还是挺不错的 很多饭馆 他选定了其中一家进去 刚刚坐下来就发现 那边好像有个熟悉人 顿时就有些好奇了 只看到张初然 跟一个陌生的男人 坐在那里吃饭 他也在这里 魏景确实是有些惊讶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他 见他跟一个男人吃饭 又感觉到不大适合去打招呼 所以也就没有上前打招呼 但是细致一听 却又能听到他们那边的 说话声传过来 初然啊 你看 我们双方的家人 也早就是熟悉的人了 我们要是在一起 那大家也都开心对吧 你何苦拒我余千里之外呢 男人的声音 听起来有些优越 江东 我就一直把你当成朋友 这件事情 我请你不要再提了好吧 张初然听着 好像有些生气 我今天答应你约到这里来 不是想听你说这些话的 我是把你当成朋友 这才答应出来的 我不希望再听到这样的话了 江东正想要说什么 但是张初然 有意躲闪他的目光 却看到了不远处的魏景 他也愣了一下 赶紧就站了起来 来到了魏景的身边 你怎么在这里啊 魏景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躲了 单笑了一声说 我住这里啊 就是出来吃个饭而已 啊 张初然愣了一下 这才看着他开口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说着张初然竟然坐了下来 完全都把江东晾在了那里 江东的脸色 刷得一下就沉了下来 阴沉无比 这个家伙是什么人啊 看张初然的样子 好像对他非常熟悉啊 要不然 也不会这么顺势 坐到了他的面前去了 江东冷笑一声 立刻就走了过来 嘴里却好像是没有什么不爽 开口就问 初然 这是你的朋友吗 张初然对着魏景 投了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 这才开口说 这是我们医院的医生 神医魏景 原来只是一个小医生啊 江东马上便有一丝不屑 看魏景衣服不错 他还以为是哪家大少呢 原来只是一个医生啊 那就好办了呀 原来 是你的同事啊 江东淡淡地看着魏景 开口说 医生啊 又累又穷的 对吧 还得担心被病人给捅了 这样吧 看在你是初然的同事份上 要不然我给你提供一份工作吧 我们家是卖器材的 你来我家里 我给你开一万的月薪 张初然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这个江东真的是挑错人了 一万块 你这是侮辱人呢 没错 江东就是侮辱人 他对于医院的工资 也有一些了解 像魏景这么年轻 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工资待遇 自己开的工资 确实是有着诱惑力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只要魏景答应 那么自己 可就占了上风了呀 他就是想踩一下魏景 让他知道一下 像张初然这样的人 不是他能接近的 不好意思 没兴趣 魏景又不蠢 自然知道他的意思了 淡淡地拒绝了 是嫌工资低吗 江东也坐了下来 一脸高高在上的样子说 年轻人刚刚出来 好高无远不大好 但是我也理解你 这样吧 我再给你加两千 只要你愿意过来 如何 说完 江东脸上掠过了一丝笑意 我看你怎么办 你要是答应 那自然就落入了下风 但如果不答应 我就会对你评论一番 到时候让你下不了台 你请不起我 魏景却抬头指示他 这区区一万二的月星 你真的请不起我 别在这里丢人了 我没有请你坐下来好吧 张初然一笑 还是魏景那熟悉的样子 完全都不给人面子 也不对 其实刚才魏景没有理他 已经给了他面子了 小子 你说什么 江东的脸刷的一下就沉了下来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那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魏景淡然的访问说 现在请你离开 我的座位好吧 我只想跟张院长吃顿饭 一个小小医生 谁给你的勇气 在这里对着我不客气的 江东森然的说 你知道自己的行为 多么愚蠢可笑吗 说完之后 江东就对着张初然说 初然 我爸说了 只要我表现好 还有我们公司业务好的话 那就会在旁边的翠雅居 给我买一套别墅 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 那我们就可以搬到那里面去住了 比你现在住的地方可好多了 买个翠雅居的房子 还要你公司的业务好 而且还得你爸给你买 你这坐吃山空的二代啊 魏景不客气的反击 真是笑话 江东立刻就不屑地说 无知啊 你知道翠雅居的房子 多少钱一套吗 最低的都得三千万 你以为只是在这里 随便几百万买套楼房呢 真的是笑话 无知无畏 我当然知道啊 魏景呵呵一笑 突然间把钥匙拿出来了 巧了 我刚刚就在那里买了一套房子 四千万 江大哨居然还没有买 那我的钥匙可以借给你观摩一下 对了 你要是想去体验一把四千万的房子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也可以请你进去的 毕竟我也喜欢给人掌掌见识 张出然一正 没想到魏景竟然真的在这里买了房子 江东看着魏景拿出来的钥匙 还有门禁卡 立刻就变了脸色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妈的 这个家伙竟然在翠雅居有房子 这 怎么样 魏景笑眯眯的说 要不要去我那里坐坐啊 我请你进去 放心 不用花钱的 你给我等着 江东哪里还有脸啊 原本想装个逼的 竟然让人打脸了 再也坐不住了 立刻就拍桌子而起 离开了 魏景哈哈一笑 把钥匙收了起来 这才开口说 哎 终于可以安心的吃个饭了 最讨厌这种苍蝇 一直叫个不停 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张出然看着他 突然间开口说 魏景 我知道你从刘真父子他们那里 赚了两千多万 但是 这可是四千万的房子 其他的钱 你是从哪赚来的 美女院长哦 魏景笑着说 我就不能用其他的本事赚点钱吗 你还有其他的本事呢 张出然突然间就发现 眼前的男人令他看不透了 充满着神秘 魏景笑了笑 不再说其他的 于是接下来 张出然就跟魏景 一起在这里吃了个饭 吃完后 两人才出去 只不过刚刚出去 就看到外面停着一辆宝马 而江东就已在那里 阴冷地看着魏景 江东 你先走吧 张出然开口说 我去魏景家里看看 你先回去 江东的脸色都变了 正想要说什么 但是张出然却跟着魏景 已经走了 真是没想到 这里竟然杀出了一个年轻人 自己好不容易 把张出然约出来了 倒是跟着别人走了 想到这里 他就那个恨了 离开了江东的视线之后 魏景才开口问说 怎么了 你好像不大喜欢他 当然不喜欢了 张出然翻了个白眼 摇了摇头说 这个家伙跟我家人比较熟悉 我们两家都算是有些交情的 但是他为人轻浮 我不喜欢 所以他多年以来在追求我 但是我却从来都没有答应过 甚至我还躲着他 今天要不是没有办法 我也不会找你做挡箭牌 魏景想起这个就有些无奈 开口说 我说张院长 我都已经替你挡过好几次了 全身上下可都是伤了 你总得安慰一下我吧 张出然哥哥一笑 真跟平时在医院里的冷艳风格 完全不像 特别是他一笑 两座山峰就那么摇荡了起来 摇得魏景全身上下都有些激动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把衣服给崩掉了 看什么 感觉到了魏景的视线 张出然瞪了他一眼 没看过 看过 魏景想起上次他被人下药的样子 赶紧就说 张出然脸色微红 显然也想到了上次 再次瞪了他一眼 别胡说八道 魏景一笑 进到了别墅里面 张出然嘖嘖的说 厉害啊魏景 没想到你都已经买得起这里的房子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买房啊 我记得你就是本地人啊 跟父母住在一起不大方便 魏景只能这么解释了 我现在毕竟已经大了嘛 约个女朋友都不敢回家 只能去酒店 多浪费钱对吧 你现在不是没有女朋友了 张出然看着他问 是没有 但是以后肯定会有啊 魏景开口说 得为以后做准备 你说对吧 张出然呵呵一笑 看了看 又坐了一会 聊了一会之后 这才开口说 行了 天色也已经有些晚了 我还是回去吧 你住在哪里啊 魏景有些遗憾啊 这么一个大美女 要是跟自己住在这里就好了 我租的 张出然淡淡的开口说 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 没有房子 就在前面不远的小区 租了一个两居室 对了 江东那个家伙 也在那里租了一个 天天约我 烦都烦死了 这么好的机会啊 魏景突然间就开口说 要不然你到我这里来住吧 不收你房租 而且最重要的是 没有江东烦着你 张出然震了一下 显然是没想到 魏景竟然会提出 这样的要求来 仔细一想 这确实是自己 把江东摆脱的好时机 这 好像有些不大好吧 不过一想 自己跟魏景 孤男寡女的坐在一起 好像也不大妥当 他还是摇了摇头 魏景却笑着说 你怕什么啊 我这两层半的呢 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先挑一层住 我就在另外一层住了 对了 你该不会是怀疑 我想对你不轨吧 等我考虑一下 张出然想了想 这才开口说 下次我再给你答复 那行吧 魏景点点头 这样吧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行 把张出然送回到了 他的那个小区 魏景才往回走到了家里 再洗了一个澡之后 就准备睡觉了 可是还没有睡着呢 交友软件就收到了 张出然的信息 小医生请我去他家里合住呢 你说 我应该不应该去 魏景立刻就激动了起来 看来张出然还真把自己 当成了他的建议师了 小医生长得怎么样 他有些期待 张出然对自己的评价呢 还行吧 还行 我这只是还行吗 人品如何呀 人品不错 那就可以住进去啊 魏景微微一笑 马上便建议说 现在合租不是很常见的事情吗 会不会太随便了 张出然好像有些犹豫 随便什么呀 多少大学生出来之后都合租呢 男女合租 这没有什么关系啊 行了 我想想 张出然说完就没声了 魏景微微一笑 很快就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 刚刚起来呢 苏巡叔就给魏景打电话过来了 你今天有空没有 你手上那张大龙邮票 想不想出手 大龙邮票啊 这可是很值钱的东西啊 他们齐区阁 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放手的 我想聚齐三枚再出手 魏景倒也没有瞒着苏巡叔 毕竟对方对自己还是不错的 所以也就没有打算隐瞒他 这样啊 苏巡叔倒也没有失望 只不过笑着说 那我可以告诉你一声啊 这种邮票能拿到一枚 就已经算不错了 你要想凑齐三枚 是很难的事情 我知道 但是先凑着吧 魏景开口说 对了 有没有帮我打听太平道经的事情 有 苏巡叔开口说 这个道经 好像听过的人很少啊 我也查不出什么来 对了 我问我叔父 他可能知道的多一些 那就麻烦你了 魏景开口说 麻烦什么啊 苏巡叔笑着说 对了 我现在要去收个货 你有没有兴趣 跟着我一起来啊 帮我鉴定一下 好 你等着我 我马上就过来 魏景一听 立刻就过去了 好 我等你 苏巡叔就在苏家等着魏景过去的 没多久 魏景就到了 直接便坐上了苏巡叔的车 一起去看东西了 你怎么不买辆车呢 苏巡叔看他打得过来的 开口问 是想买辆的 等给你办完这件事情先吧 魏景点了点头说 煤车确实是不方便 自己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可没有开车啊 毕竟那是父母要用的 自己现在能赚钱了 就不想光花父母的钱了 苏巡叔点了点头 对于魏景的私事 也不想过问那么多 所以就开口说起了这次的事情 这位先生不能算是 我们古董行李的 但确实是有个好东西 这件东西 之前我们圈子里的人还见过 但是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出手 听说现在是有些没办法了 只能将东西拿出来了 我们公司就想拿到手 所以就派我过来了 魏景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的话 那真品无疑啊 苏巡叔一笑 真品是真品跑不了 但场子还得过的 魏景一想也是啊 虽然说人尽皆知是真品 但既然是做生意 自然就得小心为上了 没多久 他们就已经到了一栋小别墅 门外也已经站着人 在那里等着他们了 苏小姐 来人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 看着精神头不错 对着苏巡叔这走了过来说 果然还是我们有缘啊 之前可是你叔叔替我们鉴定过啊 没想到 现在竟然是你来再次鉴定了 吴老先生 客气了 苏巡叔笑了起来 一指魏景说 这位是我的朋友魏景 跟我一起来见识一下 您不介意吧 不介意不介意 老头哈哈大笑 走吧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吴老先生领着他们进到了里面去 进到里面一看 发现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人 子冬啊 把画拿出来吧 吴老先生对着年轻男人说 年轻男人点了点头 很快就进到里面去把一张画拿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推开 就看到一张古朴典雅的画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张名沈舟的双血图 历史上几乎无可查证 之前给你叔叔鉴定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都认为这张书画应该是假的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古董收藏人士 但没有听过这张图 没有来源 也就可能是假的了 可是你叔叔厉害啊 很快就鉴定出来是真迹 当时令我们家里高兴了好几天呢 要不是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周转资金 我也不会把这幅画卖掉的 毕竟这幅画还得传下去才对啊 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 这就是传家宝啊 吴老先生在那里开口戏说 苏巡叔眼睛一亮 沈舟号称名四家之一 画术高超 像这张画就是如此 而且他的画现在已经不常见了 今天自己能见到几乎没有任何名气的双血图 总的来说运气还不错 我来看看 其实第一感觉苏巡叔就感觉到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细致处还得再看看 所以立刻便攻下身子 专心看画 这样的姿势令魏锦眼睛一亮 其实苏巡叔的身材很好 只不过他人看起来有几分书香气味 所以一眼看到他 只会感觉他长得漂亮 倒不会往别的方向去想 现在这么一看 才发现身材也是很好的 你不看看 可能是感觉到了魏锦的目光 苏巡叔扭头看了他一眼 魏锦干笑一声 有种被人揭穿的感觉 不过马上便上前 其实他第一眼看上去 也感觉到这东西是真的 没错 从行笔处就能看出画这幅画的人的水平 这种功力是绝对不可能作为的 为什么书画难以作为 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带着一种很有特色的个人风格在那里 不论是齐笔还是弱笔都极难模仿 就算能模仿 也不知道得下多大的功夫呢 而等你有了这样的功夫 都已经不屑于去模仿别人了 往往能自成一派 好画呀 苏巡叔笑了起来 站直了身体 笑着说 吴老爷子 好东西 吴老爷子明显就松了一口气 笑着说 画是好画 这个我也很有自信的 成 苏巡叔开口说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来交接一下了 嫁钱我们齐去阁 这方面 也已经给您报过了 所以 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突然间皱起了眉头 不对劲不对劲 慢着 魏锦突然间好像是想通了什么 淡淡一笑 摇了摇头说 这张画 我看还是不要了吧 苏巡叔一愣 吴老爷子脸色一沉 看着魏锦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我这话是假的不成 苏巡叔也有些不明白 对于自己的眼光 他有着强大的信心 像这种书画 他应该不至于看走眼 可是魏锦的眼光 他也知道是很利的 吴老爷子别误会 魏锦开口说 倒不是说您的话是假话 只不过 如果这张算是真话的话 我相信 这世界上 应该还能多出两张同样的 双血图 真话 您说对吧 这句话可就说得很直白了 行列人的苏巡叔 一下就听出不对劲来了 马上便开口说 你是说这张画被接过了 魏锦点了点头说 接了两层 除此之外 应该还有两张 一派胡言 吴子东突然间就怒吓一声 你什么都不懂 就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别败坏我们家的名声啊 我败坏你们的名声 魏锦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要是跟我来硬的 那不好意思 我可能比你更硬啊 所以他淡淡的说 这个人的手法还是挺高明的 我相信苏小姐也没有看出来 因为接画之后 确实是会薄了很多 要是不加点东西在上面 其实很容易能看出来的 特别是被接之后 连笔墨都会淡 但是这个人的手法 还是比较高明的 他接了两层之后 又在下面垫了一张 极具水平的仿画 这么一来 神意还在 同时 你还看不出来 这画薄了 你 胡说八道 吴子东立刻就怒声说 可是魏锦却已经上前 将画拿了起来 魏锦 就算是接画 这也是真品 你可不能乱来啊 苏巡叔对着魏锦急急地说 却见魏锦一手按住画 一手却在边缘处摸索 然后轻轻一撕 就看到一张薄薄的画 瞬间就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完全都是 从那张整画里抽出来的 而在这张接画下面 却还有一张画 看着却心了不少 这 果然下面还有一张 苏巡叔倒吸了一口冷气 下面那张画 正如魏锦所说的那样 极具有水平 但假画到底还是假画 特别是这种访画 没有原作的灵气 对于苏巡叔这样的老手来说 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所以 他立刻就明白过来了 吴老爷子 这是怎么回事 苏巡叔有些愤怒 他是一个做古董生意的人 但是做这一行的人 首先得爱护古董 他就很喜欢 而吴老爷子 明显就是想着 这幅画再多赚些钱 所以使用了接画的手法 把一张接成三张 这么一来 就把画给毁坏了呀 他当然生气了 甚至比他们欺骗自己更生气 你 吴老爷子显然没想到 自己这张画弄得如此之好 竟然在这个年轻人的眼中 瞬间就原形毕露了 指着魏锦 再也无法保持镇定了 竟然就那么晕了过去 爷爷 吴子东立刻就指着苏巡叔说 你们要负责 苏巡叔吃了一惊 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魏锦也皱起了眉头 我是个医生 我来看看 他开口就要上前 但是吴子东一把 就将魏锦推了开来 怒声说 别动我爷爷 子萱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苏巡叔脸色苍白 已经有些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他之前完全都没有遇上这样的事情 马上给我出去 吴子东立声说 今天的事情 我们还没有完 给我记住了 我爷爷之所以会晕倒 都是因为你们的错 你们最好给我准备好啊 吴姨 这是要赖上他们了 吴先生 苏巡叔很快就镇定下来 这件事情不怪我们 我们只是指出了这张画的作假之处 老爷子晕过去了 这件事情跟我们无关 你说无关就无关 吴子东的脸色都有些扭曲了 这是由你说了算吗 你给我等着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 你们的 苏巡叔感觉有些憋屈 你这作假还不能让人说出来了 没有办法 只能一拉未尽的手说 我们走 匆匆出去 苏巡叔脸色不大好的说 这次事情有些棘手 不过还得多谢你 要不然我今天就得栽了 苏巡叔的年纪并不大 甚至在古董圈子里的年纪 还显得很小 但是 他可从来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纰漏 今天要不是带上了魏锦 可能就真的输了 想想都有些后怕 这是 魏锦一指后面 你放心吧 我们齐区阁会处理的 再说了 这件事情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是他自己接受不了我们揭穿他 这才晕过去的 这件事情我们会负责的 苏巡叔以为他害怕了 就安慰他说 魏锦摇了摇头 低声开口说 我怀疑他是装的 苏巡叔愣了一下 沉溺了之后才开口说 反正你不管他是不是装的 这件事情 我们齐区阁会处理的 现在发生这件事情了 我还得回去跟他们汇报一下 这样吧 我们就此别过 行 苏巡叔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车开到了一半 魏锦就让苏巡叔 把自己放下来 看他的样子 应该也是有些急的 所以魏锦没好意思 再让他送了 当然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准备买辆车子 没有车子 确实是有些太不方便了 前面不远处 就有一个保时捷的车行 魏锦直接便进到了里面去 对于买什么车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一丝想法了 只不过之前也不好意思买 还有他 虽然家庭条件还可以 但是让父母 给自己掏这么多钱 买这样的车 他还是舍不得的 刚刚进去 就有销售上前开口问 先生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卡燕 魏锦开口问 请随我来 销售有些激动啊 首先魏锦穿着不错 还有一进来就直接说车行的 多半是早就有所决定的 刚刚进到了里面去 竟然就碰到了一个老熟人 大学同学王海津 正搂着一个姑娘坐在那里 看样子也是来买车的 看到魏锦后 王海津也愣了一下 不过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熟悉 虽然说是同学 相交不多 当然了 魏锦家里的事情 王海津隐约听同学说起过 魏锦 买车呢 既然见面了 自然就得打招呼了 魏锦点了点头 对于王海津倒也没有什么意见 自己借钱的时候 是没有问他借的 因为他跟自己不熟 你也买车 魏锦反问 对 王海津越发有些好奇了 这个家伙前些天节里 出了那样的事情 甚至是在同学口里 听说过景深夜去挖坟的事情 怎么现在就有钱 来这里买车了 好 闲了了 魏锦匆匆说完就 跟着销售进去了 谁啊 王海津的女朋友开口问 王海津神秘一笑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挖坟同学吗 诺 就是他了 原来是他 王海津的女朋友 哥哥直笑 他这不是来买车吧 都已经混到去挖坟盗墓的地步了 哪来的钱买车啊 王海津也感觉到不解 按道理来说是啊 怎么着 突然间就变有钱了起来 也不对啊 他应该没有什么钱的啊 其实不少同学都知道 魏锦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些人是出过钱的 但更多人都是当成不知道 当然了 魏锦也没有去为难他们 因为他知道自己 就算是去借 也借不到什么钱的 多半是其他的事情 王海津的女朋友撇了撇嘴 亲爱的 还有多久啊 我们的 McKong才能提到 急什么呀 人家都已经在这里办理了 王海津说 我就是想坐一下这种车嘛 我可没有坐过保时捷啊 对了 你看看这中间的那辆卡耶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买上这种车啊 我也好想去试做做啊 女朋友双眼都在冒火 王海津看了一眼最中间被障碍物隔开的那辆卡耶 也是双眼放光 不过这种车 现在离自己还是有些距离的 小样 有McKong就不错了 至于卡耶 先等着 不过一想 竟然跟一个盗墓挖坟的人一起在一个店里 我感觉到有些不大舒服 王海津的女朋友开口说 有些掉价啊 行了啊 王海津认真的说 我虽然跟魏锦不熟 但他家里确实是出了大事 能顶住已经不容易了 你别在这里嘲笑别人了 女朋友呵呵一笑 但是眼睛里却全都是不屑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销售走了过来 一脸抱歉的说 真的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们的不小心 那辆车子发生了一些刮蹭 我们还得重新再喷漆 得退市几天交车了 什么 王海津的女朋友怒声说 你们是怎么搞的呀 我们的新车竟然让你们刮蹭了 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我要投诉你们 对不起对不起 销售赶紧就道歉 是我们的错 我们会喷回去的 跟之前完全都没有什么两样 真的是对不起了 行了 王海津也有些不大舒服 但已经出了这样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 不过你们光奔回去就行了 我们可以送五次保养 销售就知道 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容易解决 赶紧就开口说 王海津笑了起来 那就行 五次保养 那我下次再来提车了 销售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魏晶已经从里面出来了 身后的销售 满脸都是笑意 我觉得都是因为他 王海津的女朋友 一脸嫌弃的说 在这里碰到一个盗墓挖坟的 你说晦气不晦气 王海津横了他一眼 来到了魏晶的身前说 怎么样了 巧了 这里竟然有限车 魏晶笑了起来说 真是笑话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普通车 这都是上百万的豪车 需要订的 买来的限车 为了装逼 也真的是不要脸了 王海津的女朋友 心里有气 原本就是想体验一下 这保时捷是什么样的车子 没想到竟然没有提到 都怪到了魏晶的身上去 所以出口自然就没有什么好话了 不是 销售一听就替魏晶解释说 这款车子 是我们之前的客户订的 但是后来它毁了 魏先生看上了 刚好就可以提车了 那是什么车 王海津的女朋友 一脸不屑的问 显然压根都不相信 卡焰 王海津的女朋友 放声大笑了起来 卡焰 真的是笑死我了 你们编也不会编一个差一点的车 你竟然跟我说卡焰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晶按了一下车钥匙 就看到大厅里面 那辆周围都摆着障碍屋的卡焰 瞬间就已经亮了起来 王海津的女朋友一愣 这不就是自己刚才一直盯着的那辆卡焰吗 竟然魏晶给买了 顿时他就说不出话来了 店里的人动作也很快 马上便上前去把障碍屋都撤走 你的车呢 魏晶压根都不理那个女人 而是问王海津 我的天 王海津还有些发愣呢 这怎么是怎么回事啊 魏晶竟然买了卡焰啊 这 自己都只能买 麦康 我的车让他们刮了 得过几天来提车呢 王海津苦笑一声说 这样啊 我送你吧 魏晶知道他绝对是打得过来的 这样才能开着保时捷回去啊 好啊 王海津心里还真有些蠢蠢欲动了 这种豪车 他也想体会一下 要知道 为了买这辆 麦康可是费了他很大的劲 最后才让父亲同意出资 魏晶带着王海津来到了上面 王海津的女朋友 马上就跟上 拉开车门就上去 对不起 我没有请你 可是魏晶却在这个时候扭头 对着他淡淡的说 从我的车上下去 王海津的女朋友 脸色一变 非常难看 亲爱的 他咬牙看向了王海津 妈的 一个盗谷挖坟的破人 有什么了不起的 谁知道你这钱来历正不正呢 滚 王海津冷冷的说 现在开始 我们分手了 你 女人瞪大着眼睛 不可思议 但是王海津去上了车 把车门啪的一声就关上了 亲爱的 女人明显就有些慌了 可是魏晶完全都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瞬间就已经开着车子出去了 海津 我错了 女人颓然的站在那里 不住的大叫着 后悔到了极点 王海津已经提醒过他 不要再去说魏晶了 但是自己竟然没有忍住 蠢货 王海津在车上 忍不住就骂了一声 魏晶笑了笑 其实从一开始进来 他就知道 王海津只是玩玩这个女人的 因为在大学时 王海津就是喜欢跟女孩子打成一片 身边女人无数 但是顶多两三个月就会换一个 对于王海津来说 这个女人就是一个玩物 王海津是一个聪明人 虽然跟魏晶关系平平 但是却知道谨言慎行 并不会嘲讽落魄的魏晶 从这个方面来说 就能知道 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这样的人 怎么会容忍女朋友 那么脑残的行为呢 果然 王海津就把他甩了 你家在哪里了 魏晶开口问 不回家 王海津笑了起来 你不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魏晶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说 不知道 同学聚会啊 王海津笑着说 原本是想着开亮宝石节 去炫耀一把的 但是没想到没提到 不过你既然有 不如跟着我一起 去了 魏晶苦笑一声 同学聚会啊 本地同学大概二十几个人 同学聚会 自己竟然不知道 其实魏晶不用想 都知道为什么 自己家成了那个样子 早就已经传遍同学了 现在同学聚会 肯定不会请自己啊 要不要去 王海津自然知道他想什么了 开口发问说 你要是想去的话 就一起去吧 就说是我请你去的 大家都是同学 你去了也不可能赶你对吧 魏晶苦笑着摇了摇头 就在这个时候 却突然间接到了一个电话 魏晶 在哪呢 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魏晶感觉到有些恍惚 竟然接到了来自他的电话 同学聚会呢 你今天也去吧 那边笑着问 魏晶原本是不想去的 毕竟他很抵触 但是既然他开口说话了 魏晶当然得去了 去啊 魏晶笑着说 我现在都往海津一块呢 很快就过去了 你快到了没有 我快到了 那边也笑了起来 有些日子没见了 你可不能不来啊 赶紧的 好 魏晶很快就把电话挂了 但是却引来了 王海津羡慕的神色 芸汐吗 魏晶点了点头 芸汐是他们的同学 也是魏晶在大学 最好的一个同学 前阵子家里发生那样的事情 其实魏晶就很想跟他借钱 但是芸汐那阵子前后 却一直都处于消失的境地 哪怕是魏晶都打不通他的电话 实在是没有办法 魏晶才走到了绝路 还是我们的校花面子大 王海津自嘲的笑了起来 人家一句话就能让你去了 我说了这么多句 还是没有什么用 魏晶跟芸汐关系好 这是同学们都知道的事情 要不是因为魏晶家境还可以 可能早就被人打过无数次了 芸汐 那可是学校里的校花存在级别啊 多少人都对着他有着心思呢 但是他却谁都看不上 只跟魏晶玩得好 要说王海津对芸汐没有什么念想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也知道 芸汐的眼中绝对没有什么人 更为重要的是 很多人都感觉到 芸汐这个人很特别 有一种让人不敢轻易的 上前接触的感觉 当然了 可能魏晶没有觉得 走吧 魏晶开口说 芸汐毕业之后 就去到了别的地方 没有留在我们这里 今天难得到这里来 我去见见他就好了 王海津倒没有说什么 约定的地方 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 很快就已经到了 停好车 两人就到了约定的包厢 推开门进去 就发现 里面已经坐着不少人了 原本热闹的人群 在这个时候 却突然间冷静了下来 大家都看向了魏晶 魏晶可是他们这些人 嘴里的谈资啊 特别是随着挖坟的事情出来 大家已经荡成了笑谈 这个时候看到魏晶过来 大家就一脸莫名笑意 但是那边却有几个人 皱起了眉头 谁叫他过来的 班长赵元对着两个同学问 两个人都摇了摇头 现在谁还会请他啊 一个叫人眉的女同学 冷笑一声说 要说之前的魏晶家里 还有些小钱 现在的他只怕是一个富翁了 谁还会请他这么一个脱油瓶啊 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他之前都已经去挖坟盗墓了 可见日子是走到头了 说句不好听的 要是他问我们借钱呢 对吧 就他家那个情况 这钱借出去了 可就是打了水漂了 他这辈子都还不起的了 再说句更难听的 要是我们都拒绝了 我们不借钱了 但是他惦记上 我们怎么办啊 他都敢去挖坟盗墓了 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 这些话 可说到了这些同学的心里去了 纷纷点头 人们一脸不屑的说 就他们这种人 很容易就走到死胡同的 我们可是青春年华 前途无量 特别是班长 现在明摆着进了一个好公司 凭班长的能力 再奋斗个两年 不说房子 最起码 车子是不成问题的了 余过几年 甚至房子都不成问题的 我们犯得着 跟他在交集什么吗 其他人纷纷点头 赵元一脸自得 虽然这些人家里不算是有钱人 但是班长的工作 确实还算不错 那怎么办 另外一个男同学开口问说 人都已经进来了 我们怎么办 去找一下王海精 好像他们是一起来的 赵元沉吟了一声 开口说 那边王海精拉着卫景 坐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 苦笑一声说 现在你已经成了 我们同学中的风云人物 你应该知道的 不用在意那么多 卫景点了点头 其实从他们的眼神里 就已经看出味道来了 但他今天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来跟芸汐见个面点 至于这些同学 他确实也是没有多大的心情 跟他们说什么 海精 那边 一个男同学对着王海精 就招了招手 开口说 你过来一下 王海精马上便过去了 你叫过来的 男同学看着王海精问 对啊 刚巧碰上了 我就叫他一起了 王海精说 让他走 赵元过来了 开口便不客气 王海精愣了一下 班长 这样好像不好吧 王海精沉默了一下 这才开口说 到底还是我们的同学 人都已经来了 要是再赶人 可就一点脸面都没有了啊 再说了 我记得 你之前跟他的关系不错啊 王海精这句话 可就很杀人诛心了 赵元的成绩不错 但是家庭条件一般 上大学那会 魏景为人大方 跟赵元关系也不错 经常请他们吃饭唱歌什么的 可是现在魏景落魄成了这个样子 赵元却想要将他赶走 王海精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 不想沾染那么多的屁事 只想纵横花丛 但是看到赵元这样做 还是让他感觉到有些迟了 赵元的脸色也有些不大好看 你们这些家里有些小钱的人 就在这里显摆吧 有什么好显摆的 给我等着 等我赵元以后发达了 我一个个把你们踩在脚底下 你们都不做这个 个人对吧 我去做 任眉站了起来 突然间就对着魏景走过去了 王海精刚刚想要招呼住他 但是一想就冷笑了一声 这些人的嘴脸确实是有些可恨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让你们做个笑话吧 反正现在这里这些人 也就只有王海精知道 现在的魏景有钱 虽然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但是随便能买辆一辆卡验 以魏景的性格 绝对就是把所有事情搞定了 要不然不可能会买这种车的 魏景 那边人没到了魏景的面前 冷笑一声说 这里不适合你出现 给我出去 其他人一听 全都幸灾乐祸的看着魏景 魏景眯起了眼睛 虽然知道 这里很多人都怕沾染上自己 但是大家也就是 心里想着而已 毕竟人还是要面子的 可是这个人们是真的愚蠢啊 竟然真就出头来赶我了 看来我上学时 对你的印象就没有错啊 确实是够蠢 魏景 就在这个时候 门支的一声打了开来 一个漂亮的女人出现在了门口 看着魏景就笑了起来 你还比我先了啊 芸汐 所有人全都愣了一下 芸汐来到了魏景的面前 淡淡的问 人没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都是同学聚会吗 魏景不能出现在这里 人没还想要说什么 但是看到了其他人都低下了头 就知道自己又被人当枪使了 只能哼了一声说 我们又没有请她 我请她了 芸汐反问 不够吗 在芸汐这样的美女面前 人没感觉到自己已经低人一头了 再加上没有人替她说话撑腰 自然就无法再次说什么了 只能哼了一声就回去了 芸汐根本就无惧于他们的眼光 坐到了魏景的身边 趁着这里的灯并不亮 将一张卡侧到了魏景的手里 一脸歉意的说 魏景 真的对不住啊 前些天我刚好有些事情 所有的通信都已经关了 所以我不知道 你给我打了那么多的电话 跟发了那么多的短信 对不起 这里面是一百万 你先拿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要是不够的话 你再跟我说 魏景手里捏着卡 有些感动 当时打不通芸汐的电话 她也有那么一瞬间认为 会不会芸汐也是 怕自己借钱 但是她知道自己想多了 已经解决了 魏景淡淡的开口说 真的 芸汐有些惊讶 她自从知道了这件事情后 就一路赶到了这里 想给魏景一些帮助 没想到 魏景竟然自己解决了 魏景点了点头说 没错 确实是解决了 要不然 我也不可能来参加同学会对吧 芸汐松了一口气 叔叔没事了吧 没事 都好了 魏景笑着说 那就好 芸汐嫣然一笑 好看到了几点 他们这么亲近 就让赵元看得极度的不行了 她就一直都喜欢芸汐 但是一方面她家庭条件不行 这就导致她比较自卑 再加上芸汐这个人很奇怪 跟同学们关系都平平 只跟魏景关系走得近 就算是她想跟魏景说话 都没有机会 原本魏景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她认为自己的机会到了 但没想到 芸汐竟然还跟魏景走这么亲近 她立刻就快要受不了了 芸汐 你可知道她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赵元还是忍不住了 上前开口说 她可是半夜去挖坟盗墓了 这可是犯法的事情 下作 其他人纷纷点头 芸汐却淡淡地看着她说 班长 人生机遇难说 她魏景哪怕是挖坟盗墓 也都没有去害人 这就已经比不知道多少人好了 其他人一正 没想到芸汐竟然会这么说 行行行 赵元憋得不轻 我们不是要出去玩吗 眼看着这里的气氛有些尴尬 所以有个同学就开口说 对啊 马上便有其他人附和 走啊 既然要出去玩的话 那我们就赶紧的 我已经也站了起来 同学们纷纷就下去了 芸汐 我刚刚买了新车 赵元在停车场里找人 看到了芸汐后 还特意按了一下车钥匙 就看到旁边一辆别克响了起来 不少人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这可是 赵元凭自己的能耐买的车啊 这才毕业多久啊 确实是不容易 可乃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卡焰就从那边过来了 我的天哪 卡焰啊 谁的呀 人没双眼都在放光 车子吱的一声停了下来 魏锦打下车窗 上车 芸汐微微一笑 赶紧就上去了 我的天 竟然是魏锦的 众人目瞪口呆 完全都不敢相信 赵元的脸色也很难看 怎么会这样啊 不可能啊 魏锦怎么会有保时捷 他家早就垮了呀 不是他的 有一个同学开口说 我听说王海津最近准备入手保时捷 你看 王海津坐在里面呢 看样子 应该是他的车 只不过王海津这是抽什么疯呢 之前也没有觉得 他跟魏锦的关系好啊 怎么现在连车子都给他开了 妈的 赵元催了一口说 我还真以为这个家伙又有钱了呢 原来是王海津的车子 在这里炫耀个什么劲 其他人纷纷松了一口气 要是魏锦又翻身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是一个比较难下来的局面 现在倒好 只是王海津的车子 那就比较好办了 同学们聚会 其实也无非就是吃吃喝喝而已 不过除了吃喝之外 他们还得去玩一下比较好玩的 赵元建议 他们去附近的古玩街看看 其他人当然没有什么意见的了 去古玩街最好玩了 而且简陋的事情 大家也都听说过 说起来 大家还是有着几分期待的 到了古玩街后 魏锦下车看了一眼 笑着说 没想到 竟然又到了这里来啊 确实是 魏锦第一次试身手 就是在这里 买到了一本色卡 里面藏着球鹰的一幅画呢 你来过 芸汐笑着问 来过 魏锦点了点头 走吧 芸汐点了点头 跟魏锦并肩走着 前面赵元他们叽叽喳喳的 看他们的样子 显然是兴奋 走到了一家店前 赵元突然间就扭头 看向了芸汐说 芸汐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你在这里挑选一个生日礼物 当是我送你的 大家一正 今天竟然是芸汐的生日 这件事情 其实并没有多少个人知道 因为芸汐一向都是很低调的 大学时候 也基本上不跟他们过生日 但是魏锦知道 因为她陪着芸汐过了两次生日 这么重要的事情 自己竟然忘了 也难怪啊 现在魏锦的身上 真的很多事情 所以她忘了也很正常 芸汐显然也没有想到 赵元既然知道自己的生日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摇了摇头说 算了吧 今天是同学聚会 我这生日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日子 大家还是自己玩玩吧 要是自己看中什么 就买也行 但是我先在这里说一声啊 这里的东西 很多都是水货 贵的东西就不用买了 买些小东西玩玩看看就好了 别客气啊 赵元笑了起来说 跟我这么客气做什么呢 你要是看中什么 随便买都行了 切 王海晶在旁边不屑的说 赵元现在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就开始活跃了起来啊 之前也没有发现 她有贼心对着芸汐了出手啊 现在是怎么回事 这是想着 自己能离天鹅进一步了吗 魏锦一笑 还真别说 这个比喻还是很贴切的 不用了 芸汐再次拒绝说 班长 你刚刚工作不久 有钱的话 还是留着备用吧 不用给我买什么生日礼物了 魏锦 人家班长都给芸汐买生日礼物 你不是跟芸汐关系好吗 你都不买一个表示一下 是买不起 还是怎么样 人眉冷笑一声 就忍不住想打击一下魏锦 蠢货呀 王海晶摇了摇头 魏锦笑了笑 看向了人眉说 你要不要我帮你买一个 那边有个东西 我猜顶多一百块就能拿下 要不然我买给你 你也不嫌丢人 就一百块的东西也好意思送给别人 人们笑了起来 你们看看 魏锦现在确实是混到没法混了 竟然还好意思开口 增加人一百块钱的东西 这东西你送得出手吗 其他人都露出了嘲讽的神色 果然啊 看看 就说你没钱吧 真以为开了王海晶的车 就不怀疑你了 你不要是吧 魏锦笑了起来 别后悔啊 说完魏锦就来到了那个摊子面前 看了看开口说 老板 您说这里的一百块钱一个 随便选对吧 老板就坐在那里扇着扇子 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呵呵一笑说 没错 你随便选 这可是我从昌化镜的货啊 机械石原料啊 一百块一个 你们买了 就有可能会开出一个机械石啊 这话说的 其他人都笑了起来 我说老板 你能再假一些吗 看你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漫不经心 魏锦上前 好像是很随意的 把其中一个纸笔拳头大小的石头拿了起来 给了老板一百块钱 笑着对人没说 我说人没 你要不要啊 要不然 这个我就送你了 白痴 人梅立刻就对着魏锦很不客气的说 还堵石呢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呢 一百块钱的石头 只不定就是从哪个昌化的小路上捡的呢 其他人也笑了起来 没错 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昌化机械石当然有名啊 但是那得从矿山上弄下来的 才有可能开出来啊 再看看这些鸡血石原石 卖这么便宜 真就怀疑 是不是随便从哪里找的石头来糊弄的 老板 我能开石头吗 魏锦立刻就开口问 切割机在这里 自己开啊 我没空 老板还是在那里看书 似乎都懒得抬一下 眼看魏锦 魏锦也不介意 马上便去开石头了 堵石 他是头一回 但是他的透视眼 却准确无比的看出了 里面确实是藏着一块鸡血石 而且品质之高 让魏锦都有些惊讶 只不过因为原石不大 所以开出来 也就没有多大就是了 魏锦马上便开始准备切石 还摆得像模像样的 但是那有什么用啊 知道他们魏锦怎么败的了吧 就是他败的呀 这么一个败家子 能不败才奇怪呢 任眉不屑地说 赵元他们都点了点头 说句实在话 现在的魏锦越认真 他们就越感觉到想笑 切割机很快就已经响了起来 魏锦快速地在分割着 第一块几乎就切了一半下来 因为机子太响了 所以老板没有办法再专心看书了 就只能看了一眼 这一看就好像是看到了一抹红色 他愣了一下 摘下眼镜擦了一下 才再次戴上眼镜 此时魏锦又已经切了好几块东西下来 他赶紧就上前一看 发现这些石头里面的切面处 竟然有丝丝红色 这老板也是堵过石的 再说了 就算没有赌过也见过啊 这是要出狱的前奏啊 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赶紧连续几次 就已经把石头完全分解出来了 因为他对于狱所在的位置 掌握得很精确 所以切割起来非常快 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只不过全城魏锦都故意把这些挡住 没有让人看到 他手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直到这个时候 还是死死地抓在拳头里 他将拳头伸到了芸汐的面前 笑着说 谢谢 芸汐笑了起来 笑容灿烂 哈哈 真的是笑死我了 人们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 反正这个恶人自己之前也做了 那就做到底吧 一百块钱的石头 你好意思送 芸汐你好意思收 真的是太好笑了 赵远冷笑一声 魏锦 我看你现在怎么丢人 等一下我再买一个一万多的东西 送给芸汐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却看到魏锦张开了手 但见在她的手心处 一个烟红四血的小石头 就出现在了那里 虽然这里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什么叫鸡血石 但是这个浑身是血的石头 看着就很不烦 哪怕是个瞎子都能知道 这个东西绝对不简单 鸡血石 老板最激动了 立刻就尖叫了起来 没错 就是鸡血石 我的天啊 就这种石头 还能开出鸡血石来 老子都是放在这里忽悠人的 一百块钱一个 也就是那种第一次到这里来的小白 才会花钱买个好玩了 正常人谁会来开这种石头 虽然是昌化来的石头 但是百分百是不可能 开出鸡血石的 这 他已经蒙了 魏锦的同学也都猛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真的是鸡血石 成色好 虽然不大 但是品质上成 这块石头 最起码值得一百万 老板毕竟还是有眼力的 立刻就已经开口了 同时一拍大腿 我这真的是 减什么便宜啊 自己开了不好吗 围观的人已经很多 都围了过来 我的天啊 这个年轻人厉害啊 竟然从这样的石头里 开出了鸡血石 是啊 你看看这种鸡血石 橙色好 百万啊 哎哟 谁能想到 这种石头里 还能开出这样的鸡血石啊 我也要去买 一时间 竟然很多人就上前 把其他的原石买了 至于这边 同学们都感觉到有些晕啊 完全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魏锦随便开了一个石头 真就开出了鸡血石 芸汐一直都是比较平静的 但是当魏锦拿出了石头 递给自己的时候 看着那一抹红 她也有些愣住了 因为 她完全都没有想到 魏锦竟然真的开出了一个鸡血石 拿着 魏锦将鸡血石放到了她的手心里 笑着说 不好意思啊 这些天把我的头忙昏了 都忘了你的生日 临时给你弄了一个鸡血石 还只是一个未经雕筑的原石 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啊 芸汐看着手心里的红色鸡血石 突然间就笑了起来说 很好呢 我很喜欢 喜欢就好 魏锦笑了起来 人们已经完全都待在那里了 我的天啊 刚才魏锦说要送给自己的 但是自己竟然说不要 再想起刚才嘲讽魏锦的话 突然间就感觉到 脸上火辣辣的疼啊 这特么的是怎么回事啊 好像自己全都是往自己脸上打去啊 赵元也是一脸尴尬啊 自己这算是什么啊 刚才还想着 给人买一万块钱的东西呢 但是现在跟魏锦的东西一比 好像自己的东西拿不出手啊 妈的 这个家伙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竟然真就开出了一块鸡血石 妈的 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感觉到心里非常不舒服 但是却什么办法都没有 因为他完全都没有这个实力 东魏锦拼啊 不过 你也就是运气好 你给我等着 我说兄弟 能不能给我买一块啊 王海经看得目瞪口呆 他之前也没想到 魏锦竟然一开就能开出鸡血石 现在看得他都谎言了 这他妈就是一辆自己的 马康啊 有这么容易赚的吗 没好东西了 魏锦笑着说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下次可以试试 好 王海经全身都激动了起来 妈的 还有比这个更赚的吗 看魏锦这么沉稳淡定的样子 好像他分明就是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那些同学真的是羡慕嫉妒恨 但是他们也还是不认为魏锦有什么钱 只不过大家心里都有些酸啊 你说魏锦这是什么运气啊 一开就是上百万的东西 蠢货 没想到认没再次开口了 冷笑一声说 你看看他蠢不蠢 都已经落魄成那个样子了 却还是把东西送给了芸汐 真是一个舔狗啊 还真以为有什么好处啊 其他人纷纷点头 此时 一个人轻轻地开口说 王海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把保时捷给了他开 要不然 我们就让个人过来 把王海津的车子开走 这么一来 他魏锦就没有办法装逼了啊 赵元一听 右眼一亮 只不过我们这些同学也开不走啊 赵元马上便开口说 谁能开 我知道王海津有个朋友 其中一个同学冷笑一声说 好像是他们的关系还不错 这样吧 我打电话让他过来把车开走 我看他魏锦还怎么开车 到时候 你就能让芸汐坐你的车了 赵元一笑 拍了拍他的手说 我说之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聪明呢 这样吧 我回公司 之后就跟我们公司的H2说说 看看能不能让你 到我们公司去上班啊 谢谢班长 那个人大喜 赶紧就打电话去了 其实魏锦他们 又在逛了一会这里的股安市场 然后就准备离开了 出到了外面的停车场 突然间就看到那边 杀出来了一个黑衣年轻人 一拍王海津的肩膀 干嘛呢 王海津吓了一跳 扭头看到人之后就笑了起来 你怎么在这里啊 吓我一跳 你小子不是去提车了吗 你连我都瞒着啊 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的保时机啊 妈的 我只是在朋友那里开过呀 你得让我过过瘾 我得好好开开啊 来来来 把车钥匙给我啊 说着这个人 就开始在他的身上翻找了起来 车钥匙在他的身上 赵元适时地出来 对着黑衣年轻人说 黑衣年轻人 顺着他的手指方向 看向了魏锦 咦 你这个人不地道啊 我都没有开过 就给别人开了 黑衣年轻人嘟囔了一声 来到了魏锦的面前 把车钥匙给我 什么车钥匙 魏锦反问 保时节的呀 黑衣年轻人有些不喜欢了 装什么傻呀 这车是你能玩的吗 给我拿出来 我的车钥匙 为什么要给你 魏锦再次反问 哎 你他妈怎么说话的 黑衣年轻人大怒 压根都没有 把魏锦放在眼里 哎 别闹 王海津一看 马上便开口说 我的车子还没有提回来 这车子就是人家的 人家的屁 黑衣人哪里相信啊 妈的 还跟我争 你他妈配吗 黑衣年轻人便想上前抢钥匙 可是刚刚到了魏锦的面前 魏锦一巴掌就过去了 啪的一声 干净利落 黑衣年轻人被打猛了 真的是不要脸啊 又不是你的车 在这里站着别人的车钥匙 是怎么回事 赵元开口问 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一辆车子停下 接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这是魏先生对吧 中年男人上前 赶紧就对着魏锦伸出了手 我是保时捷的经理啊 王先生也在这里啊 真没想到这么快又碰面了 王先生对不起啊 您那辆车子 确实是我们店里的问题 我再次给您道歉 两天之后 您可以到我们店里来提车 真是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 王海津摇了摇头说 魏先生 以后要是想买车 或者是朋友想买车 可以介绍到我们店里来 我们打折 经理笑着对着魏锦说 一定一定 魏锦微微一笑 经理也就是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离开了 但是那些人 却已经全都惊呆了 经理话里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了 王海津确实是买了保时捷 但是还没有提到 而眼前这部卡宴 确实是魏锦的 这 大家都变了脸色 魏锦 竟然真的 就是这部车子的主人 众人脸上感觉到了 火辣辣的疼 特别是赵元 那感觉就好像是吃了苍蝇一样 在他们的心中 其实魏锦已经不算是 他们的这一行人之中的人了 但是直到现在才发现 自己这些人竟然这么可笑啊 人家魏锦可是好好的呢 他们就算是奋斗几十年 都未必能赶得上 你他妈打我 但是黑衣年轻人 却不管那么多了 自己被打了 王海津一把将他拦住 张义 算了算了 你抢人家的钥匙 人家不能打你吗 我都说了 那是人家的车 你还往前去 妈的 你给我等着 张义明显就有些不大福气 但是一看现在这驾驶 自己也不能怎么样 就只能冷笑了一声 指着魏锦 然后离开了 走了 魏锦完全都没有在意 刚才打你那是轻的 你要是再敢乱来 我可就更不客气了呀 现在 魏锦修炼太平修炼术 拳脚功夫完全都不是什么问题 对于这种人打了就打了 你还能怎么的 走吧 芸汐拿着机械石 特别开心 跟着魏锦就上了车 至于王海津 这次倒没有上车了 只是站在那里 冷冷地看了一眼那些同学 真是笑话 你们这些人无可救药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有什么好嚣张的 就算是魏锦又有钱了 那又怎么样 人梅其实心里无比后悔 在他看来 那块鸡血石原本是自己的呀 就是 班长 不用理会他们 其他人也开口说 赵元心里苦笑一声 不用理会他们 那当然不用理会了 但是自己也感觉到憋屈呀 车上 芸汐一脸笑意地说 虽然我不知道 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高兴 芸汐想起自己看到朋友圈里的场景时 魏锦失魂落魄 站在一块坟地之中 手里还拿着铁锹 好像是在那里挖坟 那个样子令芸汐感觉到了心疼 所以她才推掉了很多事情 非得回到这里来看一趟 现在看到魏锦的样子 她终于是可以放心了 多谢你还想着我 魏锦叹了一口气 不好意思 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在你身边 芸汐还是有些歉意 没事 魏锦笑了起来说 这算是什么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 芸汐笑笑 但是眼睛里却有一股冷意 对了 去我家里做做梦 魏锦开口问 我刚刚在这边买了一套房子 刚刚说完这句话 魏锦突然间就感觉到不大对劲 她立刻就扭头看了一眼后视镜 发现后面竟然一直都跟着一辆黑色的家常灵肯 她皱起了眉头 因为从那辆家常灵肯上 她能感觉到一股气势 要是之前身为普通人的她 自然感觉不到 但是现在却能感觉到 有人盯着自己 不用管他们 芸汐也有些惊讶 因为她发现 魏锦竟然感觉到了跟踪的人 于是便开口说 是跟着我一起回来的 算是保护我的 魏锦愣了一下 保护你的 显然 她没有想到 她认识的芸汐 可从来都没有什么人保护 大学四年 他们做了两年的同学 之后 芸汐就离开了这里 这两年 他们的关系不错 芸汐好像不是本地人 也看不出多么有钱 除了漂亮 好像魏锦对于她一无所知 但 真不会想到她 竟然还会有人跟着保护 我在这里的时间不多 芸汐笑着说 走吧 去你的新房子 我给你做个饭吃 好 魏锦会去脑海里的那些想法 来到了翠亚居 芸汐跟着魏锦去买菜 之后又回到了别墅里 开始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 而魏锦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甚至感觉到有些恍惚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桌子菜就已经摆上桌了 虽然还没有坐过去 但是闻到了一股菜香味 来吃吧 芸汐招呼着魏锦坐到了前面去 魏锦坐过去 看着一桌子的美食说 没想到你手艺这么好啊 芸汐微微一笑说 还过得去 来吧 赶紧吃 魏锦尝了一口 称赞说 这差不多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了 芸汐笑得更好看了 一顿饭很快就已经吃完了 原本芸汐要去洗碗的 但是魏锦却不好意思了 你坐着吧 我自己洗就行了 芸汐没有坚持 只不过却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坐着了 魏锦 坐我就不必了 今天见到你这个样子 我本来就已经很开心了 你既然没有什么事情了 那么我也就放心了 我家里比较多事情 这样吧 我就先走了 对了 以后你要是到了京城 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了 不坐一下吗 魏锦问 我赶时间 芸汐笑着说 那行 你要去哪里 我送你吧 不用了 芸汐再次摇头说 外面有车在等我 我自己去就行了 对了 再见 魏锦只能点头 芸汐很快就已经出去了 外面 家长林肯缓缓地开到了她的脚下 里面露出了一个年轻人的脸庞 警告一下 刚才被魏锦打的那个年轻人 芸汐坐到后面 淡淡地说 让她以后不要去找魏锦的麻烦 年轻人点点头 开口说 我以为你退掉京城的那么多事情到这里来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显然 年轻人有些想不通 芸汐的脸上带着一股冷意 完全都不是跟魏锦在一起时候的温柔样子 我做事 不用跟你说什么 年轻人顿时就没有脾气了 要是京城的人 看到这个年轻人 被芸汐这么对 只怕要匪夷所思了 那这个家伙有什么好的 年轻人再次开口 这次有些不服气了 您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她 芸汐冷冷地说 不是你该管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瞎打听 这是我的私事 年轻人心中意冷 马上便不再多说什么了 另外一边 被魏锦打了的年轻人 此刻正在纠集着自己的人 被人这么打了 自己要是不找回这个场子 还怎么混啊 王海精早就想到会有此一幕 所以在跟魏锦分别之后就找到了他 你干什么去 王海精看着他带着十几个大汉就知道不妙 赶紧就将朋友拦住了 今天这件事情说起来怪我 行了吧 怪我 看在我的面子上 别跟魏锦纠缠 滚一边去 年轻人却大怒 指着王海精说 我告诉你 老子就特么被他这么打了一个巴掌 今天要是不把面子找回来 我他妈就跟你绝交 王海精也火了 你跟我绝交就绝交 那就是人家的车钥匙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你非得上前抢人家的钥匙 不要说是打 人家不报警 都已经对得起你了 你在这里跟我横什么呢 妈的 王海精 这朋友不想做了事吧 年轻人大怒 指着王海精说 好啊 不想做就不做了呀 我他妈今天非得弄他 要不然 我就不叫刘伯远 可就在他刚刚 要带着人再次前行的时候 就看到前面出现了三个人 其中一个年轻人 站在最前面 看了一眼他们 淡淡的说 你想去找魏姐 刘伯远看着对方 好像是要挡住自己的样子 但是他也并不害怕啊 我们这么多人呢 你他妈干什么听啊 给我让开点 要不然 老子连你一起打了 刘伯远现在就在火头上 看到他们挡住自己 就很不爽 立刻尖叫着 不客气的说 年轻人挥了一下手 把他的手给我废了 身后地两个大汉 立刻便上前一步 压向了那十几个大汉 虽然他们只有两个人 但是却好像完全都 无惧于对方这么多人 妈的 给我耍横呢 刘伯远一听着有些好笑了 这真他妈的找死啊 兄弟们 不用跟他们客气的 大家一起上 老子今天还真就憋了一口气呢 妈的 这个时候 还敢到这里来惹我 那就先拿他们开刀了 他的那些小弟 都是一些平时混惯了的人 欺男霸女那是常事啊 也都不把这几个人看在眼里 放心吧 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其中一个人宁笑一声 但是对方两个人 却好像完全都没有听到他们的话 他们只是继续往前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终于动了 他们就好像是猛虎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 杀入到了人群中 那些人一开始 还是有些不大在意的 你们两个人 还想跟我们十几个人交手 他妈找死吗 可是在看人时 却发现他们已经到了自己的面前 而且前面的一个家伙最惨 大汉一拳就砸在了他的脸上 顿时 这个家伙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 竟然就晕过去了 好大的力气啊 众人都愣了一下 有些没有反应过来呢 这他妈的怎么回事 这个家伙 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 众人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能这么看着 一起上啊 刘伯元也吓了一跳 他可没想到 这些家伙竟然这么生猛啊 显然 大家一起上 才是硬道理啊 所以他大喊了一声 其他人也反应过来了 纷纷就想要上前 但是两个大汉 比他们的速度更快 完全都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杀了过去了 在他们的面前 那些人真的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只看到他们所到之处 那些人纷纷倒地 一分钟不到 十几个人 竟然已经全都倒在地上了 这一下 刘伯元愣在那里 这么厉害的吗 他自己都不敢动了 右手 年轻人指着刘伯元 开口淡淡地说 这是要废了自己的右手啊 刘伯元的脸色变了 马上便开口立声说 你们是魏警 请来的对吧 我是刘伯元 我爸可是刘氏集团的总裁 你们要是敢动我 我可就不客气了呀 我爸不会放过你们的 刘氏集团 年轻人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集团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声 就算是我知道了 你也逃不了这一下的 两个大汉上前 其中一个一把将刘伯元抓了起来 用力一折他的右手臂 咔的一声 同时 刘伯元惨叫了起来 大汉视他为垃圾 随手就扔在地上 刘伯元在地上不住的翻滚着 而两个大汉 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样 很自然的 就回到了年轻人的身边 以后不要再去招热味警 要是再有下次 就不是废了 你的右手那么简单了 而是让你从此消失 我们说到做到 说完之后 三个人就再也没有停留片刻 很快就已经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伯元 王海津看得全身都好像是在冰窖里 实在是太难以相信了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真的是我已经请不来的 你这同学 他到底是什么人 刘伯元现在早就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嚣张 刚才他能感觉到 要是自己再不答应的话 可能就会死在他们的手中 他这么久以来 还真没有被人这么对待过呢 想到他们身上的杀气 现在的他还不住地缩脖子 太可怕了呀 王海津也有些发愣 不对啊 魏锦这个人也就是有些小钱啊 但是他那些小钱 可能也就是比自己还差上一些呢 他请人来把刘伯远废了 看这些人的身手 魏锦未必请得起啊 如果不是 那会是谁呢 我也不清楚 王海津将他扶了起来 一脸认真的说 现在的魏锦 让我有些看不懂了 不过你最好不要再去找他的麻烦了 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要是再去的话 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不去了不去了 刘伯远哪里还敢去呀 赶紧就摇头说 我再也不去了 对了 你抽个时间约一下你的同学 我要请他吃饭道歉 王海津想了想 开口说 我先问问我这同学吧 要不然到时候 他要是不高兴了 这件事情就不好办了 对了 我先送你去医院吧 看你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齐聚阁内 苏寻书正找到了他们的经理 只不过刚刚见到了经理 就看到了 里面还有一个年轻男人在 年轻男人看到了苏寻书后 脸上就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苏寻书愣了一下 不过却没有说什么 只是对着经理开口说 吴老爷子那里出了些问题 经理愣了一下 赶紧就问 什么问题 于是苏寻书就把事情说了出来 什么 经理有些惊讶 吴老爷子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幸好我们看出来了 要不然损失就大了 只不过现在他晕过去了 这怎么处理 吴家应该不会善罢甘休的 苏寻书开口说 这件事情应该由我们公司 出面去解决了 经理正想要说什么 却见年轻男人开口笑着说 凭什么是我们公司出面去解决 反正吴家手里头的东西 已经被接了 我们又不用买了 买了也吃亏 所以这种事情 我们还是不用再插手了 那不行 吴老爷子晕过去了 他们绝对会找我们的 苏寻书开口 关我们什么事 那是那个叫卫锦的人气晕的 跟我们可没有什么关系 年轻男人淡淡的说 苏寻书跟经理脸色都一僵 周绍 苏寻书沉吟了一声 这才开口说 卫锦可是帮我们看出那张话的问题来了 吴老爷子才晕过去了 要是我们就这么甩手不管了 那你觉得我们好意思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周绍很自然的说 反正他卫锦惹的事情 就是应该由他自己去解决 凭什么让我们替他解决 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 对于我们齐取格来说 就是一件很不好的影响 还不如就让他们双方去解决 反正卫锦也不是我们的员工 经理开口说 周绍 这位卫先生慧眼如炬 而且手上还有修复古董的神迹 我们公司正想跟他合作 再说了 现在这件事情 确实是帮我们公司而引起的 要是我们就这么让他承担 好像确实是有些不妥当 我周强说的话 就不放话吗 周绍有些火了 毕竟自己出生了 两个人竟然没有一个听自己的 立刻就沉下脸来 给我听清楚了 这件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去找魏锦 跟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们要是不服气的话 可以去找我爸也行 周强这么一说 两人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齐取格有两个股东 周强算是小股东的儿子 这件事情 我们不用再去管了 我相信 吴家也没有那么蠢 会找我们的麻烦 只要我们不去找他们 他们应该会去找 那个叫魏锦的 至于他们之间到底会怎么样 那不关我们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 明白吗 经理虽然万分不情愿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苏勋叔的脸色却不大好了 一言不发就离开了 周强有些恼火 对于他们店里的这个高级顾问 他早就心存济予了 但是苏勋叔却从来都不搭理他 妈的 苏勋叔 你给我等着 别给老子摆出这样一副神情来 你以为自己算什么呢 苏勋叔回到了苏家 跟苏承泽说了一下情况 他们不对 苏承泽是个很通事理的人 一听到之后 马上便开口安慰侄女说 这件事情 我站你这一边 人家替你们指出了这张话不好的地方 你们不能这么放弃别人 苏勋叔苦笑一声 说 我自然知道 但我没有办法跟魏锦说 离开的时候 我还让他不要担心那么多 我们公司会处理呢 但是现在我们公司却已经准备 让他背锅了 明说 苏承泽也沉默了一声 这才开口说 实话跟他说吧 大不了 你跟他一起背 人家帮了我们 可不能就这么气他于不过 苏勋叔一想也是啊 所以立刻就给魏锦打了电话 此刻的魏锦正在洗好碗 芸汐刚刚离开不久呢 魏锦 不好意思 苏勋叔开口就这么说 魏锦心中一愣 但马上便接上话说 看来你们公司是准备让我背锅了呀 苏勋叔一惊 这个魏锦确实是的聪明人 自己只是这么说一句 他就已经对上来了 顿时 他苦笑一声说 我跟经理都是想着我们公司出面 来解决这件事情的 但是刚巧了 我们小股东的儿子 今天到了这里 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要在这里 处理我们这边 齐去阁的事情一阵子 我们没有权利说了算 明白 魏锦一点都不奇怪 那我跟你们齐去阁的香火情 可就断了呀 魏锦就是这么一个爽快的人 你们都已经准备推我出去 做挡箭牌了 那么我自然不会 再跟你们有任何的关系来呀 苏勋叔无奈的苦笑一声说 实话跟你说吧 上次你卖了一张 球鹰的画给我们 这次拿下 沈舟这一张 原本我们是想凑齐一套 名四家的话 到时候绝对能卖一个好价钱 但是现在 行了 我明白了 魏锦认真地说 吴家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的 说完 魏锦就已经将电话挂了 苏勋叔愣了一下 齐去阁真的是好厉害 出了事情 就把自己往外推下去 这特么的算什么呀 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就接到了电话 一个陌生的电话 魏锦是吧 那边 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开口问 听说你手中有没大龙游票是吧 这样吧 十万 我们买了 魏锦都快要笑起来了 你们刚刚把我推出来挡箭 现在就想买我的大龙游票 要知道大龙游票很贵的 十万你这是买之前不完整的呢 没兴趣 魏锦淡淡地说 周强开口说 没兴趣 我们齐去阁可很有兴趣啊 你最好现在就卖给我们 十万已经不少了 要是你今天不答应 可能下次连十万都没有了 对了 你知道 你今天惹什么祸事吗 你把吴老爷子气晕过去了 人家都已经给我们送过来的消息 说要我们负责呢 但是这件事情是你做的 与我们齐去阁无关啊 你要是把大龙游票卖给我 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你会后悔的 魏锦说完 冷冷地就把电话挂了 周强在那边都愣住了 妈的 竟然敢挂我电话 陡然间他就已经陌生开口了 向来都只有他挂别人电话的事情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挂过电话 更何况魏锦在他眼中 连个屁都不算 魏锦心里也有些火大 我魏锦是看在苏勋叔的面子上 才跟着去帮你们看看的 我都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现在倒好啊 人出了事就想推到我的头上来 你们这么做事 也太过于无耻了呀 现在竟然还想低价 买到我大龙游票 想得太美了呀 第二天 魏锦就接到了电话 魏锦是吧 我爷爷现在就在医院里 还没有醒过来呢 这件事情你得负责啊 那边是吴子东的声音 魏锦冷笑一声 好啊 果然是找上我这里来了呀 你爷爷只是自己气晕的 关我屁事 怎么着 现在想推卸责任了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你给我等着 我们现在就在善美医院 要是我爷爷爷没有醒过来 你给我等着 吴子东一听就急了 开口叫道 在善美医院 魏锦沉默了一声 然后就准备去医院看看 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 自己还得去看看才行的 于是立刻便准备去医院 刚刚出了别墅大门 就看到前面一个人打着电话 走到了这边来 一边走环 一边开口说 徒老板 您放心吧 这幅沈舟的话 绝对是真的 您等着呀 我马上给您送过来 现在沈舟的话 可就是越来越值钱了呀 您等着 说完那个人 就匆匆往里面去了 魏锦心中一愣 看他背着一个包 于是立刻便透视眼看了一下 这一下他就愣住了 竟然也是一幅双血图 而且 跟他之前在吴老爷子家里 看的是一样的 难道说 魏锦立刻就跟过去了 看着他进到了一个别墅那里去 这才离开了这里 很快就已经到了善美医院 查到了吴老爷子所在的位置 进去一看 就看到吴家 已经不少人都在了 看到魏锦进来 吴子东领头 很多人就把魏锦围住了 你还真有胆子打了啊 吴子东立声问 现在我爷爷就在那里 你他妈给我等着啊 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都应该由你负责 魏锦只是淡然一笑 摇了摇头说 你这么急着给你爷爷说什么有问题 是巴不得他死吗 你 吴子东大怒 我是工商局的工作人员 你要是不负责 这件事情我们没完 身后另外一个年轻人开口说 你要真的这样牛逼 找他们齐去隔去啊 魏锦毫不客气的回怼了回去 别在这里跟我放狠话 我魏锦好欺负 那个人脸憋得通红 其实他们也就是 想把事情赖在魏锦身上而已 毕竟齐去隔可来不起啊 要说无耻的人 想法都一样啊 魏锦走了过去 看到老爷子躺在那里 闭着眼睛 突然间就开口说 行了 别在那里装了 起来吧 众人都脸色一变 不起来 魏锦冷笑一声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是这家医院的医生 什么装晕 在我眼中一眼就看得过去 你不想醒来 也没有关系 我能让你起来的 说完魏锦上前 手中已经多了一枚中医用的针 看着就要朝着老头的头上扎下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老头突然间就睁开了眼睛 正一脸愤怒地看着魏锦 魏锦冷笑一声 果然不是什么好鸟啊 还在这里装晕额我呢 你真当我魏锦这么好额的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苏勋书也已经进来了 看到魏锦在这里 更看到吴老爷子 醒了之后就愣住了 没事了就好 他最终还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吴家人的脸色 却很难看 现在可以跟我说说 那幅画是怎么回事了 魏锦淡淡地说 凭你们吴家的这些草包 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神迹的 吴家的人被他这么嘲讽了 一个个脸色都很愤慨 但是却没有办法 不说 见他们都不准备开口 魏锦冷冷地开口说话了 那么我想请你们去联系一下 给你们接话的那个人 我猜他应该多半已经联系不到了 人家给你们接话 你以为是给你们增加两张画呢 关你屁事 我们已经给他钱了 吴子冬强硬地说 魏锦一笑 我猜你们现在手中就只有那一张吗 另外两幅画 应该还在他的手中对吧 你说要是你们的话 是给他的钱多 还是用这两张画卖的钱多呢 吴老爷子脸色一变 马上便对着吴子冬说 快 快打电话问他 吴子冬也感觉到有些不妙 于是赶紧就打电话 可是连打了几个电话 那边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一下 吴家的人全都傻眼了 没见过这么蠢的一家人 魏锦实在是忍不住想吐槽了 吴家人的脸色特别难看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被人骗了 吴老爷子的脸色瞬间苍白了 竟然就那么支的一声 再次晕过去了 这一次 可就不是骗人的了 魏锦呵呵一笑 摇摇摇头说 事先说明啊 现在他晕了 可不关我的事情啊 应该找那个骗子啊 吴家人慌神了 赶紧就上前去叫医生之类的 魏锦也没有兴趣 上前去将他弄醒 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人 苏勋叔彻底松了一口气 看着魏锦说 行了 现在不关我们的事情了 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现在正是离开的好时机啊 反正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魏锦却摇了摇头说 不用离开 话还没有拿到呢 苏勋叔愣了一下 你 你要买话 魏锦点了点头说 没错 既然他们要卖话 那我们就买话吧 等着 苏勋叔摇了摇头说 一张被揭成三张 没有多大的价值了 价值还是有的 但是却不如原来了 古董行很多人 为了抵制这种破坏古董的行为 一般都会自动不去买这种话 苏勋叔感觉到可惜 你忘了 我会修复啊 魏锦轻轻地在他的耳边说 苏勋叔双眼一亮 很快 吴老爷子就已经醒了 醒来的时候 眼睛都是通红的 显然是给气的 把他给我找到 吴老爷子怒声说 快点 不能让他带着我们的两张画 就这么跑了 要不然 我们吴家损失多大 错了 魏锦冷冷地说 给你最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到时候 他自己卖出去一幅 会被鉴定为真品 那么你们手中没有出手的那幅 自然就成了假货 到时候 可就一文都不值了 苏勋叔点了点头说 这种事情确实是出现过 要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们手中那幅绝对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 吴家人一个个脸色苍白 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 原本还想多赚几份钱的 却没想到竟然被人利用了呀 我们来做个交易 我帮你找回那两幅画 魏锦这才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同时 你把这接出来的三张画都卖给我 一千万 你想得美 吴子冬最先跳出来了 对着魏锦说 这张画估值最起码两千万 你竟然一千万就想买 那我改主意了 见他这么不知道死活 魏锦再次开价 八百万 吴家人都气急了 实话跟你们说吧 魏锦冷笑说 首先 要是你们找不回两幅画 你们这幅画一点钱都不值的 因为这很快就会被人认定为假画 而且齐去阁也知道 你们用了假画去蒙他们 你说齐去阁会不会放过你们 要是他们在圈子里说一声 你认为你们这幅画有什么价值吗 绝对没有 还有 这种藏画原本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了 你们真以为接了三层画就能卖个六千万了 错了 对于画来说 其实已经缩水了 我给八百万 是看在吴老爷子装晕不容易 这才给你们的价钱 你们爱要不要 反正不要的话 苏小姐很快就会放出画来 说你们这幅画是假画 到时候 我看你们怎么卖出去 对 苏寻叔也没有任何的客气 反正这家人还想坑自己呢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现在接话了 也算是假话 我就算是说出去 你们的是假话 也不是在骗人 吴家人真的是傻眼了 站在那里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 无子东气的说不出话来了 指着魏锦说 你欺负人 魏锦被他气笑了 摇了摇头说 你说 我再欺负人 刚才你不也是欺负人 还装云骗我呢 怎么着 完不过了事吧 你们要是不答应我的这个条件 别说八百万了 就是一毛钱都得不到 大家看向吴老爷子 吴老爷子心如刀脚啊 都怪自己贪心啊 要是真就老实 把这张画卖了 那自己可就赚了两千万 想到这里 他一咬牙说 好 我答应你 那就行 魏锦点了点头 指着吴子东说 走 你跟我一起去找画 毕竟你们是当事人 你们在那里 才能拿回那幅画 我去 吴子东在魏锦的面前 嚣张不起来了 马上就答应了下来 很快 他们就已经出门了 带上苏寻书 重新回到了小区里面去 就在这里 魏锦淡淡的说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只怕还在那里欣赏画呢 顺着之前找的路过去 很快就已经到了 一家别墅那里 接着 魏锦直接就进去了 果然 大厅里 好几个人正在那里欣赏画呢 魏锦他们的出现 直接就将他们吓了一跳 主人图先生 立刻就有些不大喜欢了 开口问 什么人敢跑到我这里来 给我出去 对不起了 图先生 魏锦笑着说 我今天到这里来 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这张双血图 是被人揭画的 没错 一揭为三 而且卖你画的 也不是主人 苏寻书开口说 笑话 图先生立刻就想反击 这明明就是一幅好画 就是 你们这么侮辱我的画好吗 卖画的人 是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 看到吴子东的瞬间 就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但是魏锦很快就上前 突然间就拿起桌子上的那幅画 轻轻一撕 就看到最上面那一张画 就被他撕下来了 几个人同时站了起来 妈的 其中一个鉴定师恍然大悟 果然是接话了 妈的 差点上当了 图先生 买不得 卖画的人 脸色也变了 自己做假做得这么真 没想到 竟然让人一下子就撕开了 而且对方这一下 就能平整的撕下来 这份手艺 多谢了 鉴定师对着魏锦开口认真的说 要不是您 今天我可就翻船了 说着他对着图先生说 图先生 已经不用 我再看了 这种接话是最丧尽天良的 把好好的一幅画 弄成了这个样子 也没有买的必要了 走吧 说完鉴定师就已经走了 图先生指着卖画人说 妈的 你他妈竟然敢骗我 卖画人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终究是没有说什么 立刻就已经掉头出去了 慢着 把另外一张画还给我们 吴子东立刻就追了上去 要把人拦住 刚巧他们这个时候 就已经出了别墅 那个人猛然间就停了下来 差点就要与吴子东脸对脸了 小子 给我滚远一些 卖画人森然说 什么叫你的画 你他妈以为自己算哪根葱呢 这就是我家的话 吴子东吓了一跳 这个家伙就是替自己接画的人 之前都是和和气气的 一脸笑容 但没想到现在竟然这么可怕 啪 卖画人毫不犹豫的给了他一巴掌 吴子东后退了几步 抚着脸 脸上有一股畏惧之色 这他妈是我的画 你算什么东西 卖画人被揭穿 也就不藏着了 冷笑一声说 最好他妈给我离远一些 要不然老子可就不客气了 要是下次再见到你 可就不是挨打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说完后 又看向了魏景 森然说 小子手法挺高明啊 一眼就能将话接下来 但是你给我记住 老子记住你了 以后最好不要撞到我手上来 要不然狠话刚刚放到这里 魏景就已经上前去了 啪 魏景一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他的脸上 这个家伙可能想都不会想到 魏景会动手打自己 愣了一下之后 赶紧就倒退了好几步 俯着脸颊 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魏景 可是还没等他说什么话呢 魏景就已经再次上前了 这次还是那么不客气 上前就对着他的脸 狠狠地再次甩了下去 而且这一次可没有停了 他正正反反 连续甩了十几巴掌 就听到了啪啪啪 麦化人被魏景安在地上 连续扇了十几巴掌 竟然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吴子东都看傻眼了 可能压根都没有想到 魏景竟然这么凶悍 麦化人倒不是不想反抗 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魏景把他死死地按在那里 哪怕他就是想动都好 完全都没有这个能力 就只能被他这么打了 被打了十几巴掌之后 这个家伙终于感觉到有些迷糊了 同时也确定了一件事情 眼前这个年轻人 他惹不起啊 这次是告诉你 做贼的人 就得有做贼的觉悟 魏景终于站起身来了 当然了 也将他的包拿了出来 最后一幅被揭的画就在里面 魏景不客气地拿了出来 淡淡地说 学了这么多年的手艺 可不是用来破坏这些古董的 麦化人挣扎着起来了 擦了一下嘴角的血 也不敢做什么 马上便跑了 他栽了 魏景把画收了起来 吴子东想过来拿 但是却被魏景拍掉了手 急什么 八百万 现在这话已经是我的了 吴子东原本还想说什么的 但是想到刚才魏景打人的样子 他感觉到也有些害怕 要是魏景对着自己来这么一通 自己可抵不住啊 所以就没有出声了 很快他们就已经回到了医院 听说道话都被拿回来了 吴老爷子的脸色 这才好转了不少 八百万 魏景一看自己手机里的余额 这才发现不够那么多啊 只能对着苏勋叔说 我不够钱 要不然你入股两百万 卖了之后 按比例分给你 苏勋叔一笑 入股就不用了 当时我借给你的 卖了画之后 给我两百万就行了 那不行 魏景知道苏勋叔 其实是想跟自己一起扛事 才会到这里来的 要不然 他完全没有必要出现在这里 这是入股的 说完 他们就凑了八百万给吴老爷子 年轻人 你好手段啊 吴老爷子虽然不甘心 但是却没有办法 钱收到后 对着魏景冷冷的说 做事这么绝 你以后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原本魏景买到了画 也就是算了 但是一听吴老爷子这么说话 他就不爽了 扭头看向了吴老爷子 魏景开口淡淡的说 叫你一生老爷子 那是遵理年老 但如果论人品的话 你真还配不上什么老爷子 叫你一生老匹夫 是才是真 明明就是你自己作假 现在还怪到我的头上来了 行啊 既然你要跟我这么说 那么今天我就做一件更绝的事情 让你看看 你 吴老爷子 脸色都气得铁青了 可是却看到 魏景将三张画放到了桌子上 然后一层一层叠上去 就在他重叠的时候 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右手十指好像是金光大胜 有一股金光 就游走于这张画上 快速的在修复着这张画 一分钟不到 金光渐渐的暗淡了下来 接着 魏景将画重新拿了起来 三张画 再次合为一体 虽然已经知道 魏景有着奇迹 但是苏勋叔还是有些激动的 毕竟这件事情 太不可思议了 他上前拿着画 仔细观察了起来 最后颤抖着声音说 神了神了 好了 既然又好了 魏景 你这一手 真的是太惊了 这次我们转大发了 什么 吴子东上前一看 发现果然是这样 三张画 竟然再次神奇的合为一体了 他立刻就指着魏景大骂说 你竟然骗我们 魏景淡淡的说 什么叫骗你们 刚才你们给我的时候 是三张揭开的话吧 凭什么说 我骗你们 我能合为一体 那是我的本事 难道我 还得给你们修好了再买 是你们脑子有问题吧 这一句话把他们问住了 大家都说不出话来 吴老头 魏景再次开口 不客气的说 给你一个忠告啊 既然号称是老爷子 就做出些老人应该做的事情来 别老想着 做这种伤天害地的事情 要不然 下次可能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 对了 这次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自作聪明接话 我也不可能花八百万 就买了这两千多万的花回去 说完魏景一笑 转身就离开了 你 吴老爷子 哪里承受得住啊 哇的一声 就吐了一口鲜血出来 老爷子 里面的人吓了一跳 赶紧就上前 一时间里面手忙脚乱的 真是自作自受啊 出到了外面 苏勋叔摇了摇头 对于他们吴家 可没有半点好印象 甚至 他还感到了一丝舒爽 特别是最后 魏景就在他们面前 把那幅画修好 把他们吴家 一家子的脸都抽中了 魏景笑了起来说 自作自受是没有错的 就让他们自己承受去 怎么样 手里这幅画的出手吧 苏勋叔开口问 魏景点了点头说 没错 我是得出手 不过 我不想卖给他们齐取格了 魏景是个记仇的人 肯定不会想着 把东西再卖给他们齐取格了 好 我帮你找个买家 苏勋叔笑着说 要是运气好的话 可能能摸到三千万的底呢 魏景心里有些激动啊 做什么生意 多不如这个生意赚钱啊 好 你帮我找找 对了 画也帮我拿回去吧 放到你苏家去 我比较放心 苏勋叔倒也没有客气什么的 顺手就接了过去 两人正想要出去 可是却在这个时候 张初然来到了身后 到了这里 就想走了啊 魏景站住 扭头看了一眼张初然 只能无奈地对着苏勋叔说 那行吧 既然我们院长找我有事 那你就先回去吧 苏勋叔点头 很快就已经出去了 张院长 有事吗 魏景开口问 张初然看了他一眼 这才开口说 你 你之前说的合租 还算不算数 魏景有些激动 不过却点了点头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的说 当然算数啊 不过张院长确定 已经要合租了吗 张初然点了点头说 我最近几天就感觉到 事情不大对劲 好像有人 在暗中窥死我一样 而且好像有人跟踪我 我还是去你那里去住吧 魏景一愣 认真的问 你说你感觉到 有人跟踪你 对 张初然点了点头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找不到 什么人跟踪我 可能是我疑神疑鬼了吧 魏景却没有说 他是疑神疑鬼 相反 他一脸认真 人的第六感 是很神奇的事情 有时候 你都说不上为什么 但就是能准确地 感觉到一些东西 都无法解释 现在就去搬家吧 魏景开口说 现在天色也已经不早了 我们早点搬家 要不然到了晚上 我还怕不安全呢 张初然点了点头 那行 去我家先 你帮我一起搬下东西 魏景点了点头 开着车子 就到了张初然租住的小区 进到了他的家里 就能闻到一股香气 要是在男人的房间里 绝对就闻不到这种味道 相反 可能还会闻到一股咸鱼味道 只不过进去一看 就看到沙发上 竟然还有些贴身小衣物 就那么躺在那里 魏景一脸古怪 但是张初然脸色却一变 赶紧就上前 把东西捡了起来 啊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尖叫了起来 赶紧就将手中的一条贴身衣物 扔到了地上去 怎么了 魏景赶紧就上前 下意识地将他往自己身后拉了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 张初然感觉到了特别安全 那 那上面有东西 张初然的脸色苍白 魏景上前 将之拿了起来 张初然脸色有些飞红 但是又不好意思说什么 入手魏景就知道 张初然说的东西是什么了 这里面竟然有黏黏的东西 身为一个男人 太明白 这是代表着什么了 我的这些东西 都是被人翻出来的 张初然低声开口说 有人趁我不在家 进到了我这里来 收拾一下东西 马上走 魏景感觉了一下 人早就已经不在这里了 张初然点了点头 他感觉到了害怕 今天要不是把魏景 叫到了这里来 可能自己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张初然在那里收拾东西 但是魏景却突然间 启动了透视眼 他还想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自己竟然能看到指纹 没错 在他的眼中 这里的东西竟然都有着指纹 但是有很多指纹都是一样的 但是却有一个指纹 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 魏景这是第一次 发现自己竟然有这样的本事 他立刻就已经激动了起来 我的天啊 我竟然能看得出来指纹的纹路 他马上便推开了张初然的门 这里有他的指纹 赶紧报警 可刚刚说到这里 就听到了张初然尖叫一声 原来他竟然在里面换衣服 这一下就那么看到了完美的身材 魏景立刻就愣在那里 碰 最终他还是反应过来了 赶紧就将门关上了 过了两分钟后 张初然才咬着牙走了出来 瞪了他一眼 你 你刚才看到什么了 没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魏景举着手发誓了 张初然瞪了他一眼 不过看到了 也没有神妖办法了 你刚才说什么 你看到了指纹 魏景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看到了指纹了 你赶紧报警 张初然有些犹豫 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大胆吗 魏景认真的说 就是认为你不敢报警的 这种人就不用跟他客气了 张初然一想也是 马上便开口说 我在这里有个朋友 刚好是警察 我给他说一下吧 没多久 就看到一个英姿洒爽的短发美女上来了 他出现那一下 哪怕是魏景都感觉到眼前一亮 这是一个完全都不一样的美女啊 在这个大家都习惯留长发的世界里 这个短头发的美女却反其道形 竟然多了一股鹦鹉之气 缠衣 张初然赶紧就上前说 你来看看 缠衣看了他一眼 你电话里说的都是真的 东西都在这里呢 张初然开口说 你看吧 孙缠衣点了点头 当他看到东西的时候 也怒了 太大胆了吧 孙缠衣冷喝了一声 幸好你报警了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一个人推门进来了 正是那天他们见过的江东 初然 怎么了 你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江东上前问 嗯 张初然开口说 没事吧 怎么还有警察在这里啊 江东看了看孙缠衣 然后就开口说 人家警察这么忙 有什么事情 你应该跟我说啊 这样就不用麻烦他们了 张初然沉默了一会之后才说 有人进到了我这里来 还动了我的东西 是吗 江东恍然大悟 开口说 这样啊 你不跟我说 我们可就是在同一个小区啊 真的是 来来来 我帮你 刚好我认识一些人 应该能帮助你的 但是警察就太忙了 不用麻烦他们了 慢着 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突然间盯着大门的把守处 开口问张初然 你这位朋友 来过你们这里几次 张初然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才说 他 从来都没有来过 对对对 看到魏锦在这里 江东眼睛里 闪现了一丝阴痕 妈的 这个家伙竟然还在这里 上次看到魏锦后 他就很不舒服 但是没有办法 你从来都没有过 那么我就想问你一句了 为什么这里面会有你的指纹 魏锦开口问 这一句话出来 全场所有的人都愣了一下 哈哈 江东放声大笑了起来 你他妈是神经病吧 这哪里有我的指纹 你看出来的 孙禅一也一脸不解地看着他 张初然也拉了一下魏锦的衣服 魏锦 你说什么呢 魏锦孙然地说 没错 我就是能看得出指纹来 刚才你推开门的时候 我看着你把手放到了门上 那里留下了你的指纹 巧了 我刚才在里面的浴室水龙头里 也看到过一样的指纹 还有 如果你们能检测的话 或许这里面的东西东西 就是他的呢 什么 这一下大家的脸色都变了 笑话 江东明显就已经有些慌乱了 开口说 你别胡说八道 我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等着 孙禅一马上便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挂了电话后 他才开口说 我们的技术部门马上就会过来了 到时候就能知道 到底是不是你做的了 江东一听 脸色更难看了 没多久 技术人员就已经上门了 先是采集了指纹 然后又开始在弄贴身衣物上的东西 突然 那边 江东身体都已经开始在摇晃了 那个 我们能说两句吗 他咽了一口口水 是你 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能看出异常的地方来 所以 这个时候的孙禅一 立刻就开口问 是我一时糊涂啊 江东扑通一声 对着张初然跪了下去 初然 真的我就是一时糊涂 才做了这样的事情啊 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绝对不会了 你不要报警好不好 你看我们两家关系这么好 你放过我吧 真的是你 张初然有些不敢相信 他知道 江东对自己一直都有些想法 但是他并不在意 因为他们双方真的是太熟悉了 两家长辈就有往来 要说江东喜欢自己 他也觉得正常 虽然这些年来 江东就好像是一只苍蝇那样赶不走 但他只认为是江东有执念而已 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他竟然会做这样的事情 说句实在话 其实他的心里 也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了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江东赶紧就开口说 真的 我就是一时糊涂啊 你放过我好吧 不行 张初然感觉到了害怕 开口对着他说 禅一 该怎么办 你们就怎么办吧 你 江东大怒 指着张初然说 张初然 你这么狠心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张初然心里感觉到了恐惧 要不是今天魏警把江东揭穿 自己什么时候 指不定就被这个家伙给他得手了呢 想到这里 他心里更是害怕了 考走 孙禅一点了点头 赶紧的 别客气 张初然 你不得好死 江东怒吼了起来 但是却没有任何人理会他 对于这种人渣 大家连同情的心思都没有 我先回去调查一下 孙禅一对着张初然说 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再联系你的 对了 你自己小心一些 张初然点了点头 孙禅一扭头看了魏警一眼 突然间开口问 你真能看到指纹 魏警笑了笑 点点头说 我要说我看得到 你肯定会认为我在吹牛 这样吧 其实我就是炸他一下 没想到他竟然自己就认了 孙禅一愣 然后就笑了起来 这种说法 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肉眼能看到指纹 开玩笑呢 于是他马上便离开了 谢谢啊 张初然这才回到了沙发上去 有些颓然的说 看样子 给他的打击不小啊 也确实是 是个人都会感觉到不大舒服 自己的朋友竟然这么对自己 而且这个人就住在身边 要是什么时候 他对着自己 做出更疯狂的事情 几乎都不敢想象啊 没事 魏景想了想 这才点头说 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吧 张初然点了点头 虽然说现在的江东 已经被抓走了 但他也确实是 不敢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了 不过收拾这东西 突然间就看向了魏景 一脸戒备的说 你该不会也像江东那样 人面受心吧 魏景一口老血快要喷出去了 你这想法真的是 张初然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你难道不行 魏景仗得通红 张院长 你可别乱说话啊 什么叫不行 我这很信号吧 张初然呵呵一笑 很快他们就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其实也就是张初然的一些东西而已 也没有多少 毕竟刚刚住到这里来的 收拾好之后 很快就上了车 由魏景开车 载着他回到了小区 搬东西的活 几乎全都是由魏景做的 张初然只需要在别墅里面 收拾就行了 把东西搬到了里面之后 魏景就开口问 你住哪里 我现在住在二楼 你要是不想跟我住一层 可以住三楼那里 我住三楼 张初然一脸戒备的看着他 我现在觉得 你们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个个好像好人那样 指不定你们心里在想着什么呢 得得得 魏景一脸无语 那我把东西 给你放到三楼上去 说完就拿着东西 到了三楼上面去了 三楼其实只有半边 前半边是一个空旷的地方 不过作为售价这么高的别墅 前面其实已经弄了花袋 还有其他的观景台之类的 往外面的沙发上一坐 就能感觉到一股宁静之意 我就要这了 张初然开口说 魏景将他的东西全都搬了上来 你自己随便挑地方吧 反正地方都在这里 你别客气啊 说完魏景就已经下去了 张初然刚刚到这里来 绝对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的 自己就没有必要在这里打扰了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魏景开始修炼起太平道经来了 太平道经里面有修炼术 还有一经 内容很丰富 打开修炼术 看了一眼 嘀咕说太平道经这么厉害 但就是容易遭到反噬 修炼意图在太平道经里 画成了几个境界 陋秋是作为一个舞者的入门之境 也是一个普通人与舞者的区别所在 陋秋之上 视为和龙 一般舞者达到一般的体魄之后 就能进入到和龙境界了 要是混江湖的话 基本上就是江湖大佬的级别了 而在和龙之上 视为入道 据说这个时候 就能催发暗境 达到他的境界了 不说其他 到达入道之境的人 最起码能活百岁 一般人走到这里 也就走到头了 所以 往往这些人被称为活神仙 但其实不然 入道其实并未入道 越过入道 才是真的到了修炼者的层次 视为泥塑 泥塑之境表示 真正到达了修道者的体质了 这个时候 自己的身体已经很不相同了 塑造成了可以修道的体质 而在泥塑之上 尚有经脉 神醒 通玄 道工 化神几大境界 当然了 这些其实他都不用考虑那么多的 因为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要是找不到残缺的太平道经 就有可能会死 到时候 不论是你 练到什么境界了 都是一个样子的 只不过这么久以来 对于太平道经 他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 他才慢慢地 从这种作望的状态中醒过来 再一看自己 全身上下 竟然都排出了一种胶质 胃经有些奇怪 这些好像 是从体内排出来的杂质啊 赶紧就去洗了的澡 然后便准备睡觉了 可是刚刚睡着 就看到交友软件那里 张初然给自己发了信息过来 我跟小医生住到一起了 胃经不由无语 这叫跟我住到一起了 我们就只是同一个屋檐下好吧 同一张床 才算是住到一起了 恭喜恭喜了 别误会 只不过跟他住到了同一栋房子里面去 还是他邀请我的 你说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 你这么一个大美女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谁知道他是不是基老呢 我去 你才是基老好吧 哥们可是正宗的男人啊 新环境不错 张初然大概是真的没有什么人可聊天的 所以还跟魏锦聊得挺开心的 没看出来啊 这个家伙竟然还这么有钱 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呢 看来之前确实是小看他了呀 魏锦苦笑一声 行了 我困了 早点睡吧 睡什么啊 张初然好像是很有兴致聊天 看到魏锦说要睡觉 马上便说 别睡了 跟我聊一会 我刚刚把东西收拾好 还没来得及睡呢 来来来 聊天啊 我困了 这样吧 那边隔了半分钟没有动静 然后就看到一张图片发过来了 垂死病中金座起 只因看到美女图 就看到那边竟然发了一张 没有露脸 也没有露关键部位的图片过来 魏锦已经自行脑补上了张初然的脸面了 现在有劲了没有 张初然发了一个调皮的表情过来 有劲 真他妈有劲啊 666 有没有更露一点的 魏锦问 想得美 张初然发了一个白眼过来 你们男人就喜欢看别人不穿衣服是吧 魏锦笑了笑 我这是提神 别想得那么龌龊好不好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好在张初然很快也已经去洗澡了 所以魏锦马上便睡着了 修炼过后特别试睡 第二天 魏锦直接便睡到了九点多 这才起床 等他起床 洗漱过后便想着去找苏寻书 手里那幅双雪图 还得决定一下去向呢 张初然早早就已经上班去了 所以自己吃过早餐后 偷去了苏寻书家里 到了那里之后 苏寻书就已经早早的在那里等着他了 看到他来 非常开心 有没有找到要买画的客人 魏锦开口问 找到了 苏寻书开口说 知道藏器楼吗 他没有买 藏器楼 魏锦竟然好像是听到这个名字 对对对 好像之前自己传承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印象 这个藏器楼 算是全国性的一个古董收藏买卖机构了 非常雄厚的实力 我已经跟他们的人联系过了 听说我们手里有沈舟的话 他们就有兴趣了 那就好啊 说着他们就已经进到了苏家里面去 苏承泽此时也在家里 看到魏锦进来就笑着说 小兄弟还是厉害啊 这次的事情 循书已经跟我说过了 没想到 他们竟然 还用这样的手段去造假 我都没有想到 好在你火眼金睛啊 要不然便算是我去 都未必能看出来 说不定还得栽一个大跟头呢 虽然说东西看多了 难免会有打眼的时候 但是任何一次打眼 对于他们这种功成名就的人来说 就是一次名誉上的损失 所以跃到了后面 其实很多人就越不愿意鉴定了 因为有可能就会在某一次上 栽个大跟头 苏先生客气了 魏锦笑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支的一声 便开来了一辆车子 接着 从里面下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 赫然就是周强 在周强的身后 还跟着他们齐去隔的几个人 周绍 苏寻书愣了一下 没想到周强竟然跑到自己这里来了 其实他对于周强的印象很不好 所以很有抗拒感 周强看了一眼魏锦 开口说 听说你把那幅画买了回来 三张合成了一张 这件事情被周强知道 其实很正常 毕竟他们无家那么多人呢 这么大的事情 人家可能早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魏锦只是淡然一笑 也没有回他的意思 一千万 卖给我们齐去隔 之前的事情 我们就算是两千万 苏寻书有些怒了 周绍 这张画值多少钱您应该很清楚 一千万 这就是在侮辱人 周强冷冷地说 他只花了八百万买的而已 这么一转手已经赚了两百万了 还想怎么样 魏锦 现在你把画卖给我 就是跟我们齐去隔设个好 我们齐去隔以后 也不会为难你什么 但如果你不 怎么着 想打压我 魏锦抢过画问 周强一脸得意地说 你还真的没有说错 我们想要打压一个人 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希望你最好不要惹恼了我 把东西卖给我 就是最好的选择 魏锦笑了笑 然后就摇了摇头说 那你现在可以滚了 欣慰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周强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森然地看着魏锦 其实 原本他们齐去隔 已经对这张画不感兴趣了 但是随着魏锦修好 并买了回去 那么他们就想着再次购入了 他们已经有一个规划了 明四家的画全都收购一套 最后整套出售 绝对能翻倍的 毕竟一次能买到明四家的画 这种机会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 可是没想到 魏锦竟然这么不客气啊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跟你做生意 没想到魏锦淡然地开口说 滚 我魏锦不会跟你这种人做生意的 魏锦 周强大怒 他哪里被人这么说过啊 所以立刻就指着魏锦的鼻子大骂 你还敢跟我嚣张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 我告诉你啊 最好把东西卖给我们 要不然我让你在这里混不下去 可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却已经来了一个人 笑着说 周少真的是好大的威风啊 还能让人家在这里混不下去 说句实在话 我都已经被吓了一跳了啊 接着 就看到那个人对着魏锦拱了拱手 笑着说 魏先生对吧 我是藏气楼的经理于海飞 早就听说 先生手头上有绝活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时间 前来拜访而已 苏老先生 您好啊 苏承泽点了点头 刚才周强来的时候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主要也是周强这个人 目中无人 这里可是苏家 苏泽承可是他们这里 有名的古董大师 可是见到苏承泽后 周强却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这个于海飞 可就会做人多了 马上便跟他打了招呼 魏锦明白过来了 这应该就是苏勋叔 给自己找到的买卖人了 周强可没想到 他们藏气楼的人 会出现在这里啊 脸色就是一变 森然说 姓于的 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不能来吗 于海飞好笑地看着他说 那真的 就未免太霸道了吧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苏教授的家里 我怎么就不来了呢 这一句周强完全没有话说了 不过马上便立声说 你是来跟我抢 双血涂的 2500万 于海飞对着魏锦伸出了手 开口说 魏先生 您要是想卖的话 我们公司愿意出2500万 2500万 这可就是一个比较符合预期的价钱了 周强的脸色一变 只不过却森然说 魏锦 你最好想好 我卖 没想到还没说完呢 魏锦便已经开口答应了下来 于经理 您说的这个价钱 我卖 爽快 于海飞哈哈大笑了起来 对着他说 我就喜欢魏先生这样的爽快人 这样吧 我们立刻给钱 魏锦 周强真的是急了 他到这里来 其实就是父亲想给他一些锻炼而已 但如果魏锦这张话都从自己手中溜走 那自己可就损失大了 你要是真敢卖给他 我们看你怎么混下去 魏锦冷冷一笑 周少 我怎么混下去就不用跟你说了吧 更何况我从来也没有跟着你们混下去 是你们跟我捡了一些便宜而已 周强还想说什么 但是于海飞却点了点头说 魏先生不用慌 但凡在古董一事遇到了什么事情 尽管可以来找我们藏器楼 多谢 最后 钱货两清 魏锦入账两千多万 而周强却什么都没有 最后只能气得离开了这里 看着周强离开 于海飞对着魏锦挑起了大拇指 开口说 魏兄弟还是厉害啊 我早就听说魏先生有一首绝活 有没有兴趣 跟我们藏器楼合作 魏锦看了一眼素询书 知道多半就是他说的了 于是便点头说 于经理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谈吧 不过 我现在有件事情 能不能请您帮个忙 请说 于海飞当然很乐意帮这个忙了 马上便开口说 有什么事情 您尽管说 听说过太平道经吗 魏锦开口问 这是一部一经 我现在正在找 但是极有可能藏在这些古董里面 您要是知道的话 替我留心一下 明白了 于海飞点了点头说 明白的 我会注意的 那多谢了 于海飞很快就已经高兴地离开了这里 身后 苏寻书开口说 藏器楼可是比他们齐去阁 更为有实力的存在 你放心吧 以后跟他们合作了 也不用担心 他们齐去阁使坏了 魏锦点了点头 魏小兄弟 你之前让我问的太平道经 我确实是有一个朋友听说过 苏承泽也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魏锦立刻就来的兴趣 赶紧上前说 您听说过 苏承泽摇了摇头说 倒不是我听说过 而是我的一个朋友听说过 说他很多年前经手过一个东西 看过这四个 好像是一个字帖还是什么 但是他只能记得这么多了功 他就记不清楚了 魏锦有些高兴 虽然好像还是任何的线索 但是能听到这几个字 就已经让他很开心了 苏老先生 还得多麻烦您一些 魏锦开口了 看能不能帮我查出来 到底是哪个字帖 行 苏承则对魏锦印象不错 最重要的是 人家那一手的修复古董的本事 非常罕见 多谢你来啊 最后 魏锦对着苏寻书笑着说 要不是你 这幅画应该没有那么快就能出手的 但你是他们齐取格的高级顾问 这样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苏寻书摇了摇头说 我再怎么说 都是他们的高级顾问 你放心吧 我没有这么容易 就被他们给绊倒的 魏锦还想说什么 但最后还是没有说什么了 只是点了点头 送魏锦出去时 苏寻书开口说 其实齐取格不错的 现在之所以跟你的关系 弄成这个样子 完全就是因为周强的突然到来 这件事情也怪他 苏寻书在齐取格上了比较久的班 对于齐取格是有着感情的 我明白 魏锦知道 他还是不想自己 跟齐取格弄得那么僵 所以就笑着说 以后你要是还需要什么帮忙的 可以来找我 不用客气 苏寻书笑了起来 对了 过几天 我们隔壁的中海市 有一场赌食 你去不去见识一下 到时候 我叔叔都会去 苏寻书发出了邀请 你是代表齐取格去的吗 魏锦立刻就问 苏寻书点了点头说 差不多吧 每一年我们都会去的 当然去啊 魏锦想起自己赌食的事情 马上便开口笑着说 这怎么能少了我呢 到时候你叫我 我跟你一起去 好 还没有回到家里呢 魏锦就已经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魏先生对吧 我叫周山 你应该不认识我 但我是齐取格的老板 也就是周强的父亲 我有件事情 想要跟你聊聊 如何 魏锦有些发愣 没想到周强的父亲 竟然会给自己打电话 行啊 他沉吟了一声 到了约定的地方 魏锦进去一看 便看到了周强 跟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那里 当看到魏锦的时候 周强有些愤怒 显然是对于魏锦 有着很大的成见 那倒是啊 在他看来 魏锦应该试试听自己的 但是就在自己的面前 魏锦把话卖给了于海飞 这就是打了自己的脸啊 他可是周强啊 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 当然不高兴了 所以当看到魏锦的时候 脸上全都是愤怒之色 魏锦心中冷笑 这个家伙真的是一个蠢货啊 请坐 周山看起来就有礼貌多了 看到魏锦后就笑了起来 魏锦坐了下来 淡淡的说 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想周先生 找我也应该没有什么好事情吧 周山笑了起来 开口说 魏先生 真的不大好意思啊 我这次送我儿子到这里来管齐去阁 原本就是想让他锻炼一下业务能力的 但是显然没有想到 他竟然跟魏先生出了这样的风波 这件事情确实是个误会 误会吗 魏锦淡然一笑 没有接话 是这样的 周山认真的开口说 周强呢 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在处理事情上有些生疏 我相信魏先生也不会跟他过分计较对吧 其实名四家成套出售 是我们齐去阁的一个主意 之前就缺了球鹰跟沈周的话 但没想到 两张都在您手里 球鹰的话已经到手了 就差沈周的那一幅了 这样吧 您能不能跟他们藏气楼的余经理再说一下 就说您的话不卖了 让他把话退给您 魏锦失笑 看着周山摇了摇头说 我说周总 卖出去的东西 怎么可能退回来呢 更何况是古董一类的东西 是是是 周山笑眯眯的说 这张画是已经不可能退回来了 但是您手里还有一张大龙油票 这样吧 把大龙油票十万卖给我们 这样我儿子也有个交代 您看如何 不好意思 我的大龙油票不卖 魏锦摇了摇头说 爸 跟他废话那么多 干什么呀 周强一听着火了 马上便拍桌子了 这种人完全都不识好歹的 还跟他废话做什么 难道你 还能抢了我的大龙油票不成 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对着周强问 周强顿时就正住 然后一脸不屑的说 少他妈在我面前装了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呢 我他妈就问你 给不给吧 你他妈要是不给 老子就跟你不客气了 魏锦看向了周山 周山笑了起来 我儿子虽然脾气不大好 但说话还是有着几分认真的 苏勋叔明明是我们公司的高级顾问 但是既然敢给你介绍别的客人 这已经违反了我们的规定了 魏锦一正 这才开口说 是你们自己不要的 他才给我介绍其他客人的 无所谓 周山呵呵一笑 一个小小角色而已 他爱怎么做 都是他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不把大龙油票 十万卖给我们 那么我们齐去阁就可以告他 甚至让他赔偿我们的损失 这一下 倒是现出真面目来了 原来说来说去 其实就是为了自己 这张大龙油票 为此 都不惜把苏勋叔推出来了 魏锦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才开口说 周老板 做事不用这么绝吧 你想要大龙油票 跟我魏锦谈就是了 和苦扯上苏小姐呢 按我们的行规 他最起码得赔偿我一幅画的钱 周山冷笑一声 这才开口说 所以你自己掂量好 魏锦被惹恼了 既然你非得这么说 那我有什么好说的 大龙油票 你们想都别想 而且我告诉你 姓周的 你要是敢动苏寻书一下 你看我怎么整你们齐去阁 这一下 魏锦是真的火了 爸 你听听他说的话 周强立刻就指着魏锦 周山的脸色一沉 他也没想到 魏锦竟然这么刚硬啊 完全都没有须自己一点 他的脸色很难看 过了一会才森然的说 姓魏的 你可是想清楚了呀 我呸 魏锦冷笑一声说 少他妈在这里跟我废话了 直接说吧 我也给你一个选择 要是敢动苏寻书一下 老子让你齐去阁后悔万分 说完 魏锦就拂袖而去了 原本是看看你周山还能不能说出几句人话 但如果非得这么跟我说 那么我也就不好意思了 也不用跟你客气了 周山气得全身都发抖了 没错 他确实是没有把魏锦放在眼里的 之所以跟他谈 其实也就是想拿大龙邮票 替儿子挣回些面子而已 周强到这里来 也就是做个样子而已 看能不能在这里挣些功劳 但是随着跟魏锦谈崩 明四家的东西 无法凑到一起来 所以他才想着 拿那张大龙邮票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魏锦真的就有这么刚烈 完全都不给他任何的机会 给你脸你还不要 还真以为自己算什么人 周山咬着牙说 爸 怎么办 周强也有些搞不懂魏锦了 这个家伙头是真的铁啊 竟然真的敢对自己这般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 回去给苏巡叔发个通知 周山冷冷的说 就从他开始 周强立刻就高兴了起来 好好好 爸 这件事情由我来做吧 周山点了点头 行 既然有你来做的话 那你就给我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千万不要把事情弄错了 知道吧 放心吧 这件事情很好解决的 我只是通知他一声就行了 您放心吧 说完 周强就宁笑一声 很快就去车出去了 苏巡叔 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今天 还不是落到老子的手上来了 苏巡叔在魏锦离开后 就回到了家里 跟着叔父一起聊了一会天 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看到短信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 齐去阁竟然把自己开了 而且还将会对自己索赔 这件事情 几乎都不敢相信 上面的理由还有些充分 说什么 自己明明就是齐去阁的高级顾问 却给竞争对手藏气楼介绍客户 这种行为已经损害了公司 所以他们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可是 为什么我会介绍藏气楼给魏锦 无非就是 你们齐去阁做的不地道啊 他有些愤怒 可就在这个时候 周强的电话打了过来 苏小姐 那边 周强的话里 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相信你也已经看到了 我们公司给你发的邮件了吧 这只是 对你的一些成见 但我们公司还是认可 你的努力的 当然了 公事公办 我们公司会提出诉讼的 到时候 我们会提出 让你赔偿那幅画十倍的价钱 也就是两亿多 同时 我们还会请最顶尖的律师出来 到时候 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啊 周强 苏寻书怒声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不清楚吗 要不是你乱来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那是我们公司的决定 周强得意一笑 对了 你今天晚上要是陪我 我可能 就会跟公司建议撤回这个决定 说到这里 周强猥琐的笑了起来 之前 他就一直都想跟苏寻书关系再进一步 但是苏寻书压根都看不上他 他怎么都盯不进去 现在不一样了 自己可算是找到机会 把苏寻书踩到脚底下去了 两亿多的巨款啊 我知道你苏寻书年薪百万 同时还有其他的收入 但加起来 顶贴了两三百万一年吧 你才工作几年啊 这两亿多 对你来说 同样是遥不可及的 你做梦 苏寻书猛然间就把电话挂了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齐去阁竟然会把自己开了 而且还要跟自己索赔 这一手 走得真是绝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魏锦再次打电话过来了 苏小姐 你入股的两百万 发个账号给我吧 我按比例还给你 苏寻书苦笑一声 这才开口说 不用按比例 两百万给我就行了 那怎么行啊 魏锦摇了摇头说 那绝对不行的 我肯定得按我们的比例给你的 苏寻书沉吟了一声 这才开口说 对了 关于几天之后的中海赌食大会 我相信 我们不用去了 啊 魏锦有些失望 同时更不明白 为什么不用去吧 我已经不是他们齐去阁的人了 苏寻书苦笑一声说 也就是说 我没有资格代替他们去了 魏锦的脸色 立刻就沉下来了 妈的 真的对你下手了 苏寻书一愣 魏锦立刻就把自己 刚刚离开苏家的事情 说了出来 苏寻书这才恍然大悟 太不要脸了 苏寻书怒声说 这些人做事太没有原则了 他给你索赔多少 魏锦开口问 苏寻书沉默了一会 这才开口说 那幅画价值的十倍 魏锦吓了一跳 那就是两亿多啊 看他们的样子 应该不是假的 苏寻书开口说 周强应该是想对付 我给你想办法 魏锦认真的说 这件事情由我而起 我来 苏寻书想说什么 但是魏锦却已经将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后 魏锦就在想着 这件事情怎么解决了 他们齐去阁算是大古董公司了 虽然苏寻书也算是有些身份 还有些财力 但是跟他们齐去阁一比 应该算不上什么了 就算加上苏承泽也是一个样子 毕竟苏承泽也就是一个古董教授而已 对了对了 想了想 魏锦就想起来了 齐去阁很大 但是藏器楼更大 而且 他们对于这样的事情 有着很熟悉的经验 要不然自己找他们看看 只不过不知道行不行 想了想 魏锦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马上便给于海飞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于经理 我有件事情 想和你谈谈 于海飞没想到 这么快就会接到魏锦的电话 马上便同意了下来 驱车前往于海飞那里 藏器楼规模很大 看着 就好像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那样 魏锦是头一次来到这里 看到之后大为则舌 轻 于海飞从他手中买到了 沈州的双雪图 心里也挺高兴的 对魏锦更是客气 马上便上前泡茶 于经理 长话短说 魏锦没有说其他的废话 马上进入到了主题 开口说 这次我到您这里来 其实是有重要的事情的 您应该知道 你们藏器楼能买到这幅双雪图 是苏勋叔小姐帮的忙 要不然 你们也不可能 知道我这里有这样的好东西对吧 于海飞点了点头说 没错 确实是这样的 现在他已经被齐去隔开了 魏锦淡淡的开口说 于海飞愣了一下 就因为这是 魏锦点头 也对 于海飞皱起了眉头 他毕竟是他们齐去隔的高级顾问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给我介绍你 确实是于理不合 不过 其实很多顾问都做着这样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 自己所供执的古董型 也未必会买自己看中的东西 所以 他们也会介绍其他的古董型去收 虽然不符合法理 但是从我们这边的规矩来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错 但是现在 他已经让齐去隔咬上了 魏锦摇了摇头说 不管说什么都好 毕竟他是做了这件事情 现在他们所赔两亿五 好大的胃口 于海飞正住了 感叹说 我想请于经理帮个忙 魏锦想了想 开口说 他势单力薄的 绝对不可能会是他们齐去隔的对手 但是我相信 藏气楼就有可能压住他们了 所以 我想请您帮苏小姐一个忙 于海飞想了想 突然间就笑了起来说 魏先生 可是我应该怎么帮呢 这钱可不是一笔大数目 能不能赔偿两亿五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相信 你们对此有着丰富的经验 如果你们出面 这件事情会好办得多 当然了 作为报酬 我可以答应你们 我可以给你们古董行出手三次 我说的三次 是说在古董上的事情 不管是鉴定古董还是赌石 甚至是修复古董 我都可以出手 这是魏锦最大的倚仗 我们要你的这个承诺 有什么用 就在此时 外面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看着大概三十左右 满脸都是巨傲 我来介绍一下 于海飞笑了起来说 这位是我们藏气楼古董鉴定大师 向东大师的弟子 何丽轩 向东 在他们这边 算是很有名的古董大师了 魏锦哪怕不是古董型的人 也都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因为他经常会上节目 没想到这个人 竟然会是他的徒弟啊 我们犯得着跟你讨教吗 何丽轩好像是被人侮辱了那样 对着魏锦开口问说 所有的一切 我们藏气楼都有着最专业的团队 我们凭什么得跟你讨教 你说这话 可不是搞笑吗 于海飞不说话 只是淡淡的看着魏锦 挑衅 魏锦一点都不慌张 淡然的看着何丽轩说 你说我的承诺没有什么用 那也行吧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但是别瞎了你的眼睛 何丽轩大怒 他年少成才 因为跟着向东大师学习鉴定古董 而接触到了很多古董 所以眼界比一般的同龄人都高 在这里 他有着很重的分量 他的眼光已经到了超越同龄人的地步 现在魏锦这么说 分明就是看不起他 于经理 拿出你们这里最需要修的一件古董出来 不论是碎成什么样子 只要是有所有碎片的 只怕是碎成了千八百都行 越贵的越好 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出我的价值来 你想修复古董 何丽轩冷冷一笑 你知道修复古董 是多么难的事情吗 你这个年纪的人 都只是学徒而已 那是他们 魏锦淡淡的说 我魏锦是魏锦 可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 于海飞从苏询书嘴里知道 魏锦是把吴家的那张双血图修复好的 他也是心存怀疑 拿到图后 他们还研究了一下 就是没有发现这张图有任何的问题 虽然说如此 但毕竟还是有些不大相信啊 所以现在一想 马上便笑了起来说 魏先生这话不假 我们还真的有一个东西 需要您修一下 说完于海飞就消失了一会 再次出现的时候 手里捧着一个东西 小心翼翼地将东西放到了桌子上 这才开口说 既然魏先生想给我们露一手 那么我就成全你 说着 他就把蒙着的布打开 跟着 就看到了 里面是一个破成了几十片 只有一个底座还算好的青花词 原青花 魏锦一惊 忍不住叫了出来 没错 眼前所见的 就是一个原青花 青花词在原 就已经达到了艺术和烧制上的巅峰 所以 原青花极为贵重 在市场上好一些的 拍出上亿的价钱来 完全都不是一个问题 当然了 眼前的这个原青花语湖春平 并不能算大 但是看这样子 拍出大几千万 甚至上亿也都不稀奇 于经理 何立轩没想到 于海飞竟然把他们 在这里最重要的 一个遗憾拿了出来 立刻就阻止说 我建议还是别拿这个东西了 这件要是修好 可算是国宝级别的 这些年来 我们公司找了多么 古董修复高手 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东西修好 但是都没有人敢动手 要是给他修 我怕不但没有修好 反倒是弄得更坏了 那怎么跟总公司那边解释呢 听他的话 完全就是不信任魏锦 于海飞心里却另有打算 一方面他相信苏巡书的话 魏锦把三张画 重新合成一张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有些怀疑 在矛盾之中 就只能在这种事情上 见真章了 这个东西放在这里 一直都是一个遗憾 修不好 就是天大的遗憾 但要是修好了 那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自己这边的藏器楼 又多了一个镇楼之宝 所以他准备赌一把 苏小姐跟我说过 说你的修复手艺 达到了惊为天然的地步 我也很好奇 就用这个原青花来试试手 当然了 你要是修不好 不用客气 直接跟我说 我换一个就是了 不用换了 魏锦刚才一直都在观察 这个原青花 那些碎片在他的脑海里 竟然自动就拼接成了 一个完整的玉壶春瓶 没有少一块 那就好办了呀 就这个原青花玉壶春瓶 于海飞眼睛一亮 这个家伙这么有自信 难道真能把这个东西修好 我提醒你一句 但是何力轩可完全都不相信啊 冷冷的开口说 这可不是什么玩具啊 要是你不但没有修好 而且还把这个东西弄得更惨了 我们是会给你索赔的 没有这个本事 最好不要去碰 半个小时 可是魏锦却已经答应下来 工具房在哪里 给我半个小时 我还你一个完美的原青花玉壶春瓶 好 于海飞笑了起来 走 我带你去 你可想好了 何力轩见魏锦 竟然完全都没有理会自己 顿时就大怒说 等一下要是我发现这个东西 有任何多余的破损处 我可找你算账 还有余经理 我也会跟总公司上报的 于海飞笑了笑说 何先生 您随意 说完 就带着魏锦进了工具房 何力轩脸色有些难看 但是很快就冷笑了一声 这个于海飞 还真的是一个蠢货啊 非得让他去修 要真的修出什么事情来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 在总公司那里 我还是能说得上几句话的 到时候我给你多说几句 我看你怎么办 到时候可别来求我啊 但同时 于海飞心里却也在摇头 这个何力轩野心太明显了 早早就已经盯上了 我这个经理的位置 什么事情都要插一手 仗着他师父是向东 真以为我没有什么脾气是吧 我还是这里的经理 这里的事情我说了算 你就算是向东的弟子 也只是我的助手而已 两人各有心思 都没有说话 魏锦进到了里面 只是把那些东西 放到了桌子上 然后就笑了起来 开始在那里拼接了起来 他的手很巧 也很稳 那些东西在他的手中 好像是有着粘液似的 一路垒上去 竟然能平稳地定住 完全不用担心 掉下来之类的 这么垒起了老高 一个完整的玉湖春瓶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魏锦转了一下 发现都很平整 而且没有任何一处 是拼错了的 所以这才点了点头 右手的食指 就在这个时候 再次绽放出了金光 就看到那些 原本有着细小的裂缝的 原青花 开始粘合在了一起 这种粘合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进行着 顺着魏锦的目光看上去 就能看到 这些细小的缝开始消失 没多久 这个原青花 玉湖春瓶 就已经完好如初了 魏锦拿起来看了一眼 然后就嘖嘖地说 你运气好啊 碰到了我 那是真的 要是这个原青花 没有碰到魏锦 可能永远都只是一堆碎片了 就算是后来 他们藏气楼 愿意请人修复 但绝对也会伤痕累累 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看着完好如初 他飞快地将东西放下 看了一下时间 发现才十几分钟 想了想 最终还是出去了 门支的一声打了开来 门外等着的两个人 同时都站了起来 我就说修不好吧 何力轩冷笑一声 这么快就出来了 绝对就是没有修好啊 我现在进去看看 这些碎片 可都是已经标明了记号的 要是我发现 哪块碎片被瞌碎了 或者说是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魏锦 此时将放在后边的 玉湖春瓶拿了出来 淡然地说 我还以为多么难的事情吗 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好了 给你们看看 说着 他就将东西放到了桌子上 何力轩跟于海飞 两人愣了一下 然后就奔到了桌子前 观看这只原青花 看完之后 两人脑袋 已经轰隆隆地响了 震撼 这只原青花 竟然全身上下 没有任何一个拼接的裂缝 看起来 哪里像是摔碎过的 更像是一个 刚刚出摇的新瓷器 这 要不是他们知道 就只有这么一个 真会怀疑 这只是不是魏锦替换的 怎么会 何力轩完全都不敢相信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这太会三观了吧 他是鉴定古董的 对于修复古董也知道一些 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手艺 怎么可能就把这东西 修复成这个样子呢 不可能啊 对对对 绝对不可能 何大鉴定师 魏锦呵呵一笑 开口说 看清楚一些 这我算是给你长见识了 别谢我 我就喜欢给人做开眼界的事情 你 何力轩咬牙指着魏锦 但是却说不出话来了 人家已经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现在再说什么都好 都是很虚的表现 神迹 与海飞的眼神 这才从原青花里抽出来 对着魏锦就拍起了手掌 惊叹说 要不是亲眼看到 我都不敢相信 这样的事情 就发生在这里了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魏先生 我这一生 见过很多古董 价值连成的也不在少数 但是我现在发现 其实是您的手艺最值钱 您刚才说的 我答应了 于经理 何力轩还想阻止 但是于海飞却淡淡的说 何大师 有什么意见吗 我还是这里的经理 这里的事情 由我说了算 而且 这件事情你就算是跟总部说 我相信 总部也会支持我的 何力轩被他一句话对的 没话说了 只能那么肯瞪眼 这算是第一个我实现的承诺 魏锦淡淡的说 于海飞愣了一下 赶紧就笑着说 魏先生 不能算吧 但是魏锦却那么看着他 于海飞心里苦笑一声 马上便说 好好好 这是第一个 魏锦这才点了点头 接下来 你准备怎么做 好吧 于海飞沉吟了一声说 接下来 苏小姐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事情 如果他们齐去隔真药 跟他硬拼到底 那么我们会尽力接招 就算是最后 我们输了 所赔偿的钱 也会由我们来出 这都是应该的 这只原青花 保守估计几千 魏锦这一手露出来 可就算是给他们赚了几千万 所以于海飞才敢这么说话 好 魏锦点了点头 这个于海飞 可就比周强他们强多了 既然于经理已经这么说了 那么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吧 好 于海飞认真地说 和立轩对此什么办法都没有 甚至可以说 他现在还有些猛 这样的神迹 真的存在着吗 于海飞亲自把魏锦送出了藏器楼 笑着说 魏先生 这次让我大开了眼界 以后我们常联系 魏锦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点点头就离开了 看着魏锦离开的身影 于海飞突然间就笑了起来说 这样的神迹 怎么这都得留着 他们齐聚阁是怎么回事 还把这样的人才往外推 想了想 他就笑骂了一声白痴 然后就回到了里面去了 到了车上 魏锦就给苏勋叔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接下来 你不用管他们齐聚阁了 我已经跟藏器楼做了交易 他们会替你应招 苏勋叔正在为这件事情发愁呢 听到话就愣了一下 他们 你不用想那么多 我让他们答应的 魏锦淡淡的说 我给他们修好了一个原青花 现在的于海飞答应下来了 帮你解决这件事情 苏勋叔松了一口气 魏锦 真的是多谢你了 跟我客气什么啊 魏锦摇了摇头说 别那么客气 你早点把这件事情解决 过几天 我们还得去中海赌视处呢 虽然说你 已经不是他们齐去阁的人了 但是我们 还可以自己去啊 苏勋叔苦笑一声 现在的他哪还有心情去啊 别想那么多了 魏锦安慰说 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这件事情 你就等着吧 他们不能讲你怎么样的 于海飞已经答应我了 不论是出了什么事情 都由他们顶着呢 苏勋叔认真的说 不论怎么说 我都应该谢谢你 客气了 魏锦笑笑 就把电话挂了 启动了汽车 就往家里而去 可是他并不知道 在远处 有人正阴冷地盯着他 魏锦开着车子 从这里离开 进入到了主道 再开了一会 就来到了一个 比较少人的街道了 就在此时 就看到前面堵着一辆车子 魏锦愣了一下 正想要下车 突然间就感觉到了 后面的轰鸣声 透过后视镜 一眼就能看到 后面一辆车子停下 从上面下来五个大喊 同样的 前面那辆车子 也下来了五个人 刚好就将他堵在了中间 而且这些人手里 都拿着铁棍 一脸凶神恶煞 魏锦倒没有害怕 只是淡然地下来 看了其中一个人 恍然大悟说 看来你这不是 一个人做的 而是有这么一个团伙 后面车子下来的 其中一个人 竟然就是 骗无加话的 那个麦化人 妈的 麦化人那天 被魏锦正正反 反打了十几巴掌 此时看到魏锦 认出自己来 森然地开口说 你还认得我 那就好了 要不然 我还得给你解释一下 你是因为什么死的呢 魏锦淡淡地看着他说 那天的事情 原本我都已经 不放在心上了 没想到你 竟然又跳出来了 再次提醒我一声 这是怕我不知道吗 还是怎么回事呢 没事的话 就给我滚蛋吧 我也不想看到你们 最重要的是 你们也没有必要 再惹到我了 对你们来说 也不是什么好事对吧 魏锦说这话的时候 声音非常淡 就好像 是在说着 一件很不重要的小事 哈 麦化人他们 全都放声大笑了起来 好像是在笑魏锦 这个人太蠢 那天我只是一个人 所以才被你打了 但是今天我们这么多人 你还以为自己能做什么呢 麦化人咬着牙问他 魏锦有些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这跟人多人少有关系吗 我劝你 现在就给我滚蛋 最好不要等到 我出手 要不然 你们就全都惨了 上 麦化人却宁笑一声 开口说 就是他那天 把我们的事情破坏了 那些人立刻便已经动了 他们就是来这里 来报仇的 现在看到魏锦落单 自然就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了 但是魏锦却叹了一口气 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还有后续啊 原本我以为只是这个家伙做些手脚呢 但是现在看来 显然并不是的 他们是有团伙做这种事情的 给我躺下 前面一个大汉 已经到了魏锦的面前 挥出了手中的铁棍 同时怒喝一声 这一下看起来声势非常浩大 要是一个正常人 只怕都会感觉到害怕 可是魏锦却在这个时候抬了一下手 就将对方的铁棍抓住了 对方只感觉到魏锦的手非常稳 他竟然没有办法晃动半分 你他妈给我放手 大汉一惊 立刻就大喝一声 好啊 魏锦只是淡然一笑 就在对方说出这句话后 突然间就一松手 对方一下子只感觉到一股距离 向着自己涌过来 更为重要的就是 那根铁棍竟然在这个时候调转了方向 对着他的头上就砸了过去 碰 这一下很结实 就砸在了他的脑门上 这个家伙哼都没有哼一声 很快就已经倒在地上去了 其他人都吓了一跳 却见铁棍一弹 就弹回到了魏锦的手中 还要再打吗 魏锦淡淡地握着铁棍 看着他们问 大家不要害怕 麦花仁一看 立刻就大叫了起来说 他就只有一个人 就算是他伸手好 我们这么多人 也完全都不用怕他的 大家一起上啊 其他人都点了点头 没错 我们这么多人呢 怕个屁啊 所以他们瞬间 就已经再次上了 魏锦呵呵一笑 看着那些人上前 瞬间就已经进到了前面去 但见他手中挥舞着铁棍 那些人欲知皆倒 而且倒了的人一时间 竟然没有办法再次站起来了 只能在地上不住地翻腾 看着非常惨 瞬间就只剩下麦花仁一个 还站在那里了 而其他人都已经倒了下去 在地上翻滚着 麦花仁原本是有着很强大的信心的 自己这次绝对能把魏锦给收拾了 甚至要把那两张画重新拿回来 但是没想到 这一个照面自己的人 就已经倒了下去 这是无论他怎么想 都不会想到的 就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了 不好意思啊 魏锦淡淡地看着他说 我也没想到 你们竟然这么不惊打呀 这么一动手就倒下了 我还想着你们 要是能多顶几下 我刚好练练手呢 你 麦花仁咬着牙 看来这个家伙 比自己想象中 还要厉害那么一些啊 你给我小心一些 我们可是六爷的人 六爷 魏锦摇了摇头说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六爷是什么人 但是既然你已经报出名来了 那么我就刚好劝他一句 让六爷以后 不要再做这种 伤天害地的事情了 古董就是古董 不小心弄坏了 没有话可说的 但是故意去这么做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会遭报应的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 还敢跟六爷这么说 麦花仁感觉到了可笑 忍不住就嘲讽起了魏锦 魏锦呵呵一笑 淡淡地说 我倒不是什么人 也就是一个做古董的人而已 你可以跟六爷好好说说 你给我等着 麦花仁冷冷一笑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手中的铁棍 就已经砸到他的头上去 同时 魏锦还开口了 老子让你跟他说一声 你他妈跟我放狠话 真当你是什么人呢 你有这个资格 跟我放狠话吗 麦花仁差点就要晕过去了 妈的 再一看 魏锦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将他的脸都踩住了 淡淡地说 我让你去跟他说 你只需要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要是他不听 那是他的事情 但是你放心吧 他要是不听 还是撞到我的手上来的 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不听了 你要做的 就是按我说的话去做 明白吗 麦花仁感觉到自己的脸 都已经被擦烂了 这个时候 全身都感觉到了恐惧 赶紧就说 是是是 我知道了 真是贱啊 魏锦摇了摇头 这才将他松开 淡淡地说 既然明白了 那就给我滚蛋 还有下次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了 要不然 下次我可就得留下一些东西来纪念了 知道吧 是是是 麦花仁赶紧就跑了 魏锦拉开车门 那些黑衣大汉这才明白过来 赶紧就跑到了前面的车子上去 把车子开走 魏锦冷冷一笑 看来你们这些人还不蠢啊 开着车子 便已经离开了这里 至于其他的人 就只能这么睁睁地看着了 刚才那一下 他们都感觉到了魏锦的可怕 他们这些人 可不是人家的对手啊 他们又不是蠢货 自然就不敢 再去招惹魏锦了 想来想去 这件事情 还得去找六爷才行啊 让六爷派一些身手好的人来才行 要不然 自己这些人 怎么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魏锦开着车子离开了这里 刚刚就在这个时候 就看到了前面 突然间一个人飞奔出来 差点就要撞到他的车上去 魏锦赶紧就刹车 没想到那个家伙还挺嚣张的 立刻就指着魏锦大骂 妈的 你他妈怎么开车的 魏锦皱起了眉头 我这可是在马路上开啊 反倒是你不应该这么冲到马路上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人的身后 就看到冲出来了一个人 指着那个家伙就大骂说 给我站住 魏锦只感觉到 眼前有一丝亮色掠过 竟然是那天看到的 张初然的朋友孙禅一 倒是没有想到啊 竟然会在这里遇上孙禅一 看样子 这是在追这个家伙呢 警察抓贼这种事情 魏锦是看过的 但是没有兴趣去插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却看到前面那个家伙跑的时候 带着一股冷笑 魏锦一愣 感觉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味道 于是他立刻就把车子往路边一靠 跟着就下车了 孙禅一完全都没有发现 魏锦就在后面远远的跟着呢 在他的眼中 就只有前面的那个家伙 好家伙 竟然敢在自己做坏事 看我不把你收拾了 他立刻就再次上前 那个家伙却冷笑连连 不住的往小巷子里走过去 小妞 别以为披了一身警服就了不起了 给我等着 我让你知道厉害 他宁笑一声 跟着便进到了小巷子 孙禅一想都没想 便想要进去 可是魏锦 在这个时候却已经跟上来了 开口说 算了 别进去了 孙禅一扭头一看 这才发现了魏锦 你怎么在这里 孙禅一开口发问 魏锦扁头说 刚才看到你追他 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眼 行了 他要是没有犯什么大事的话 你还是别去追他了 那不行 孙禅一立刻就拒绝了 开口说 既然让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就会让他这么离开呢 不行 我得去把他抓回来 魏锦指了指里面说 我说他是故意引你去到里面去的 你信不信 你开玩笑的吧 孙禅一看了他一眼 你以为他是什么人呢 我可是警察 难道他敢对我怎么样 魏锦苦笑一声 正想要说什么 却看到那条巷子里 已经出来了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人 一下子便将孙禅一两人包围住了 其中一个赫然就是刚才进去的那个人 孙禅一愣了一下 马上便警惕地看着他们说 你们想干什么 哟 孙警官 怎么不进来了呀 刚才进去的家伙冷冷一笑 孙禅一这才惊住了 魏锦说的没错 他们竟然真的就是想把自己引到那边去 可是他们 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有什么打量这么做 他想不通 你这是得罪人了吧 魏锦淡淡地开口说 算了 我们走吧 孙禅一也感觉到不妙 知道自己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就点了点头 好 我们走 可就在他刚刚踏出一步的时候 却看到那些人瞬间就将路堵上了 孙警官 我们少爷想请你去一趟 你们少爷是谁 孙禅一立刻就停住了脚步 看着那个人说 去了你就知道了呀 那个家伙冷笑一声 小妙 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劲 把你弄到了这里 现在你就想走了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 我们还能放过你吗 对不起 他不想去 魏锦淡淡地开口说 麻烦你们让一下路好吧 是你 那个家伙终于看出来了 这就是刚才开车的人啊 这他妈关你屁事 你他妈瞎插和什么啊 给老子滚 要不然老子废了你 他的嘴上说着 让魏锦滚蛋 但是魏锦 却看到他对着几个人使着眼色 很显然 这完全就是想结果自己了 好嚣张啊 魏锦看着他 这才笑呵呵地说 这不关我的事情啊 那你刚才为什么指着我鼻子骂啊 是我比较好欺负 还是怎么的呢 小子 你他妈笼子是吧 现在老子让你滚 而且 你他妈最好给我别乱说话 要不然老子就宰了你 那个家伙冷笑一声 啪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看到魏锦突然间便以惊动了 他以极快的速度 给了这个家伙一巴掌 大力道 直接就将他整个人扇倒了 妈的 那个家伙都梦了 好大的手劲啊 所以立刻就大叫着说 给我上 可是还不等他们说要上 就看到魏锦已经先行上了 他之前就看出来了 这些人竟然敢对孙禅一动手 那么就绝对没有可能把自己这么容易放走 所以他马上便动手了 敢向警察动手的人 绝对都不是什么普通人 魏锦下手自然就得狠了 咔 魏锦已经抢先动手 一拳就将其中一个家伙的肋骨都打断了 快动手 那边的人怒吼一声 顿时 十几个人全都已经动了 孙禅一吓了一跳 也想动手 但是他根本就插不上手 就看到魏锦如入羊群 对着那些人拳打脚踢的 重点是 那些人对于魏锦真的没有半分还手之力 也没有多久 那些人就已经纷纷倒地不起了 孙禅一都看呆了 这样的伸手 也太帅了吧 走 魏锦对着孙禅一说 不行 他们竟然敢对我动手 他们绝对还有其他目的 我要把他们抓了 孙禅一开口说 但是魏锦却拉住他 摇了摇头 孙禅一一正 却看到魏锦扭头对着他们说 今天的事情就当成没有发生 你们回去 我们也不会再去追究这件事情 说完 魏锦已经拉着孙禅一离开了 妈的 直到他们两个人离开之后 这些人才纷纷起来 但是看他们的脸色 一个个都很难看 显然对于魏锦他们 真的是恨极了 真以为我们会放过你们 你们他妈给我等着 为什么要放过他们 来到了魏锦的车前 孙禅一有些愤怒地问 魏锦看了他一眼 这才淡淡地说 他知道你是警察 这又如何 孙禅一一下子没想明白其中的关键 他们明知道我是警察 还敢对我动手 他们更应该被我抓起来 他们知道你是警察 还敢对你动手 说明他们不是一般人 魏锦苦笑一声 这个孙禅一看着倒是挺漂亮的 但是这脑子也挺简单的 没有必要跟他们玩到 没有缓冲的余地的 真要玩起来 我怕你玩不过他们 孙禅一又不是真蠢 这么一想便明白了 马上便冷静了下来 他们为什么会对我动手 为什么 我哪知道啊 魏锦摇了摇头 开口说 你自己还是最好小心一些吧 他们敢对你动手 绝对有所倚仗的 孙禅一这才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行了 那我回去啊 既然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魏锦自然就没有必要再在这里等着了 立刻就开着车子离开了这里 孙禅一的脸色有些难看 也匆匆离开了这里 魏锦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来到了苏寻书家里 刚刚到那里 就看到周山父子竟然也在那里 哟 一起来了 正好 那边周强看到魏锦后 就冷笑了一声 苏寻书对着魏锦点了点头 也好 周山森然一笑 你们两个都在 那么我就把话说明白了 魏锦 你要是把大龙游票给我们 今天这件事情 我就当成没有发生过 他苏寻书也不会有任何事情 但如果你不肯 那么不好意思了 怎么着 真要告诉小姐啊 魏锦笑了起来开口问 我说你们要不要这么无耻啊 就一句话 给不给 周山问 就在这个时候 于海飞已经进来了 老远就笑着说 苏老先生 打扰了呀 周总啊 没想到 我们竟然又见面了呀 于海飞 周山看到于海飞就有些火大 那幅双雪图 原本就是自己崎岖阁的 没想到 最后竟然被他捡便宜了 这件事情想起来就不大舒服 但是于海飞却笑眯眯的看着他 淡淡的说 周总啊 没想到竟然还认得我 你让我与某人有些飘飘然啊 不过既然大家都在这里 那就好办了 来来来 我听说你准备告诉小姐对吧 这件事情说 到底跟我们也有关系 你告诉小姐 我们藏气楼接着 什么 周氏父子愣住了 不敢相信的看着于海飞 于海飞却一脸认真的说 你没有听错 这个头 我们替苏小姐出了 我知道 你们去咨询过了万和律师事务所对吧 没关系 我们已经从总部那边 申请了请律师过来 是京城的何家律师事务所 我相信 你们应该听过的 要想打官司 我们可以来打 我奉陪到底 还有 我不管最后是苏小姐说 还是怎么样 所有的后果 都有我们藏气楼承担 于海飞 你他妈疯了不成 周山怎么都想不通于海飞 为什么会掺和到这件事情里来 但于海飞却淡淡的说 我没疯 我们藏气楼更不会疯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说 你要不要打 当然打 周山无比愤怒 你给我等着啊 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完 苏勋说 你别以为找了他们藏气楼坐后台 这件事情救了 你给我等着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我听说 你们要去参加中海的赌食大会是吧 魏锦开口 看着周山淡淡的说 周山只是冷笑一声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跟苏小姐道歉 那么中海赌食大会 你有本事赌到多少玉食 那就是你的本事了 如果你不这么做 那么到时候我会横插一手 让你一块玉食都堵不到手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 还能让我们堵不到玉食 周山冷笑一声 欣慰的 别以为仗着你有几手修复古董的本事 就敢在我们面前乱来 你给我记住了 那你也记住今天 我希望你不会后悔 魏锦再次开口 周山眼看着自己 今天是没有办法讨到便宜了 哼了一声 就带着周强离开了 于经理 真的多谢了 苏勋叔对着于海飞认真的说 于海飞笑了起来说 苏小姐客气 要谢就谢卫先生吧 对了 现在你已经不在他们公司做事了 要不要来我们公司 于海飞一脸诚恳 对于苏小姐的能力 我们是很认可的 要是你有意思的话 可以到我们藏器楼来做高级顾问 待遇跟他们完全都没有什么两样的 说句实在话 这样的条件 确实是让苏勋叔有些心动 但是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 于经理 多谢您的美意了 但是我现在只是想休息一下 也行 于海飞确实是真心实意的想邀请苏勋叔的 见他一时间没答应 倒也笑了起来说 苏小姐这几年 在我们这一行 也算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了 但一直都上班 从来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这样吧 什么时候 要是你下定决心了 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的 多谢了 苏勋叔点了点头 于海飞这才看向了魏景 魏景却淡淡开口说 你们也会去中海的赌视大会吧 这样 于经理 我还欠你两次出手 我建议你可以在中海的赌视大会 让我出手 我可以给你赌两次时 当时谢谢你这次的帮忙 于海飞犹豫了一下 但是魏景却笑了笑 你可以不用急着给我回答 那时候我也会去那里的 到时候 你可以先看看我赌视 要是确定我可以的话 可以再跟我说 好 于海飞松了一口气 于海飞很快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走的时候 满脸都是笑意 你真要去中海的赌视大会 但是苏勋叔却是一脸好奇的看着他说 现在我们就自己去赌吗 我觉得不大好吧 赌视可是一件很费财力的事情 魏景笑了笑说 很费财力 但也是很赚钱的事情对吧 最重要的就是 我想看看这个赌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苏勋叔想了想 这才答应下来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 魏景点了点头 跟苏承泽打了一声招呼后 就离开了 你这朋友不错 末了 苏承泽才开口说 苏勋叔笑笑 回到了小区 魏景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就想着好好逛逛小区 刚刚进去没多久 就看到小区的公园湖边 有一老一少两个人 正在那里练拳 老头看着七十左右了 头发胡子都白了 坐在石椅上 拄着拐杖 而女孩看着 大概二十二三岁 扎着马尾 正在那里打拳 魏景这是在得到传承之后 第一次看到有人打拳 之前只是一个平凡人的时候 看着人家打拳也不在少数 但是你哪知道 这是人家在锻炼 还是真的在打拳呢 可是现在一看 魏景就能分出来真假了 只见这个女孩打拳的时候 拳身上下好像有股气势 而且魏景的双眼能看到 她身上随着拳势运转 好像有股钢气在运行 魏景有些惊讶 看来这个女孩是真的在练群了 只不过一太平道经对此的划分 看起来好像只是在漏秋之境了 哎 那边老头叹了一口气 对着女孩说 四神 你这般年纪达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算是不错了 不要学业业 这一辈子都未能突破 只能停止在这个境界了 说完 老头就一脸无奈 她现在已经是合龙之境了 但是却未能再更上一层 就好像是有着天欠一样 在她的眼前 要是之前看到这样的情景 魏景多半会认为 这两个家伙有毛病 但是这个时候 却真的是感叹 这个世界 还是有高手藏在民间的 自己不知道而已 当然了 现在知道了 他们也就不是高手了 他也不想多听什么 于是便想立刻扭头就走 可就在这个时候 听到了一个声音赤鹤说 偷偷摸摸的在这里做什么 偷人舞学士吧 魏景愣了一下 赶紧就停下了脚步 扭头一看 却看到 那边有着一个 大概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正瞪着自己 对不起 魏景看小说 也知道 偷看别人练舞可是大忌啊 所以就赶紧道歉了 我只是在这里路过的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我马上就走 走 但是年轻人却冷笑一声 看了就想走 夏老爷子 思辰 年轻人对着那对爷孙开口说 这个人在这里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的看着你们练舞 多半是其他门派派过来的 得让他给个说法才能走 对不起 魏景再次苦笑一声 虽然他现在身怀绝技 但是刚入江湖 不想惹事 对不起有什么用 年轻人大为得意 说 你是哪家派来的弟子 竟然敢在这里 窃取我们的武艺 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 魏景都无语了 行了 小兄弟 你走吧 夏老爷子倒是没有说什么 对着魏景开口说 多谢老先生 魏景松了一口气 转身立刻就走 年轻人脸色有些不喜 就在魏景转身的时候 突然间就到了魏景的身后 手掌对着他的头就按了下来 可以说快如闪电了 魏景愣了一下 几乎就是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 就在他的手快到自己的头之时 猛然间就飘出了一些间隙 别看着好像是漫不经心 但却是这一下 让他脱离了对方的攻击范围 年轻人一下落空 但是表情却是大喜 夏老爷子 您看 他绝对是一个练家子 魏景这一下 确实是露出来了 夏老爷子也眯着眼睛看着魏景 还在我面前装 年轻人揭穿了魏景 大为开心 冷笑一声说 现在你要是不给个说法 就不能走了 对 不能走 夏思辰的脸色也变冷了下来 魏景看了看他们 这才认真地对着老爷子说 老爷子 实在不好意思 我不算江湖人 确实是懂些身手 但是我刚才确实是无意看到的 跟您道个歉 夏老爷子没有说话 刚才魏景那一下自己 竟然没有看出来 他是怎么做到的 爆出师门 年轻人却很嚣张 指着魏景开口说 要不然 我今天就让你出不了这里 魏景接二连三 被这个年轻人挑衅 就算是脾气再好 都会有些火气啊 立刻就扭头对着他说 你就别在我面前乱跳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让我出不了这里 便是十个你来 都做不到 年轻人其实就是想在 夏思辰的面前露一手 没想到魏景 竟然这么说自己 脸色顿时就一沉 你说什么 我说十个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就别在这里乱跳了 对你身体不好 魏景淡然的说 猖狂 年轻人被这么看清 再也忍不住了 立刻便上前对着魏景 攻出一拳去 虽然没有将魏景放在眼里 但是这一拳 他存心在夏思辰面前卖弄 所以还真的就用上了 足的力道去 想要在夏思辰面前 出一个风头 夏老爷子皱起眉 其实他对魏景的观感不错 现在年轻人出手这么重 要是把人伤着了怎么办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却看到魏景看都不看 轻轻拍出了一掌 全掌相交 就看到 年轻人猛然间 就已经被拍飞出去了 摔倒在地上 目瞪口呆地看着魏景 满脸不相信 夏老爷子脸色一惊 惊讶地看着魏景 却见魏景淡淡地看着年轻人说 我说过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 你怎么可能 年轻人满脸不相信 不可能啊 这个人看着跟自己差不了多少 自己竟然一招就落败了 夏老爷子 我能走了吗 魏景不理会他 却看着夏老爷子问 这多半是哪个高人弟子吧 刚才那一下 确实是有些惊人 他正想要说什么 却看到夏思辰来到了他的面前 森然地说 你要只是一个普通人 那就算了 我们也不会计较 但你既然是江湖人 偷看我们练舞 那就是大忌 姑娘 魏景沉吟了一声 这才开口说 说句你可能不喜欢听的话 你在这样的地方练舞 我就是想不看都难 你的意思 还是我们的错了 夏思辰大怒 魏景苦笑一声 抱了一下拳 就不再与他多说什么 可是他刚刚起步 就看到夏思辰突然间就动了 对着魏景一拳过去 魏景也火了 闪身避过 夏思辰还想要动手 却看到眼前眉间处 竟然漂浮着一片树叶 没错 那片树叶非常清脆 就那么悬念于他的眉眼间 好像只要他再敢动一下 树叶就会嵌入他的眉间 妖法 夏思辰吓了一跳 却不敢再上前一步 无礼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夏老爷子却怒吓一声 他匆匆上前 对着魏景竟然抱了一下拳头 前辈 刚才多有得罪 前辈 不要说是夏思辰跟年轻人了 便是魏景都愣了一下 这 我什么时候成前辈了 但是夏老爷子却一脸认真的说 刚才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前辈恕罪 魏景大概明白过来了 这是夏老爷子看自己露了一手吓人 所以就称自己为前辈 但是他对此可没有什么所谓 大手一挥 就看到那片树叶落到了地上 爷爷 他这是妖法 夏思辰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还感觉到不服气 胡说 夏老爷子怒吓一声 什么叫妖法 这叫暗静 这位前辈最起码是入道之境 只有到了这个境界 才能摘叶伤人 刚才也就是前辈不跟你一般计较 要不然刚才那片树叶早就将你伤了 摘叶伤人 夏思辰也愣住了 这个摘叶伤人 他听过很多 但是从来都不认为真有人能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也就没有往这边想 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有这么一手功夫 这可是比爷爷都厉害啊 可是 他还这么年轻啊 对不起 夏老爷子非常客气 再次对着魏景道歉说 孙女不懂事 还请前辈不用挂怀 魏景被他一口一个前辈叫的 还真的是浑身都难受 沉吟了一声说 老爷子别跟我客气 我跟您孙女也差不了两岁 我才是晚辈 夏老爷子骇然地看着他 真的 当然了 魏景点了点头说 我的天 这么年轻的入道高手 夏老爷子目瞪口呆 半上说不出话来了 确实是啊 他一辈子都在练舞 但是到了和龙 就在南进一步了 现在看到这么年轻的入道高手 自然是感觉到三观都塌了 要不是刚才那手摘叶伤人 确实是在自己面前上演 他都不敢相信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魏景淡然一笑 其实他并非是入道高手 而是泥塑 也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不是武夫的境界 而是真正踏入到了修炼者的境界了 只不过这些事情 他没有必要跟这个夏老爷子说而已 怎么会 年轻人最难受了 他之所以跟魏景步步紧逼 就是想着 在夏思辰面前好好炫耀一番 现在倒好啊 自己不但没有炫耀成功 反倒是让人家给炫了一把 而且还是这么年轻的入道高手 在想想自己 发现真该去跳楼啊 那我就叫一声小兄弟了 夏老爷子吻了一下心神 这才开口说 刚才我孙女的拳法 您看出什么道理来了 对了 刚才我看您 好像是摇过三次头 就在看我孙女练功的时候 魏景顿时就有些尴尬 原来人家老爷子 早就发现自己了 而且还观察了自己 没错 刚才魏景在看的时候 夏老爷子就已经发现了 只不过看魏景身上 并无半点武夫气象 所以也就没有出声 让他看着而已 现在一回想 就发现不大对劲 确实是有问题 原本这是他们的事情 魏景不想管 但是这老头不错 于是便点了点头 说你胖你还真的传上了 夏思辰是很不服气的 爷爷竟然说 这个人是高手 跟我差不多的年纪 我天赋这么好 怎么可能压我这么多境界呢 立刻便开口嘲讽了起来 夏老爷子瞪了他一眼 魏景淡淡的说 你不相信是吧 那行 我就说给你听吧 刚才你出手的时候 有好几个地方 都是运行不畅的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 每次出拳出到那里 其实羊池还有天井穴 都会隐隐作痛对吧 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们的拳法有问题 夏思辰还没有说什么 但是夏老爷子 却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没错 他就是这个样子 从小时候开始练拳 一开始没有感觉 但是到了后面 就越发感觉到了 拳法有问题 不论你怎么练 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魏景再次开口 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用 哪怕是你再怎么练都好 完全没有任何的用 所以要我说 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你们的拳法有问题 你胡说 夏思辰怒声说 我们夏家的拳法 已经流传了多代了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小兄弟说的没错啊 夏老爷子却苦笑一声 对着魏景拱手 认真的说 其实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 说这部拳法 曾经遗失过一部分 是我爷爷后面 补了一些回去的 但是补回去之后 就发现有些问题了 至于是什么问题 我们一直都找不出来 也无法解决 什么 这件事情 夏思辰显然也是第一次听到 之后就有些发猛了 其他的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但是刚才那个问题好解决 太平道经里面 有着武学总会 魏景完全都烂熟于胸 马上便淡然的说 其实你们的发力有些问题 同时调整一下出手的角度 看我 魏景随手就是一拳出去 隐隐中 好像有风雷之声 其他人都愣了一下 同样的一拳出来 但是魏景的行拳 就完全不是他们能比的了 不知道比他们厉害多少呢 看到没有 我这力道是从台间处发力 然后再经过尖针再到天井 这么一来 就会顺畅很多了 也就不会出现 这两个空位疼痛的问题了 夏思辰原本还是一脸不服气的 但是跟着自己一拳过去 就跟魏景说的那样 就发现大不一样了 爷爷 他目瞪口呆 在看向魏景时 眼神都不一样了 谢谢 夏老爷子喜出望外 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在这里 碰到这样的高人啊 马上便认真地行了一个礼说 多谢小兄弟为我等解惑了 对了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魏景原本是想拒绝的 但是一看这些人 多半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自己毕竟是刚刚入江湖 所以沉饮了一生之后 就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这才开口说 老爷子和龙静姐很久了 但是却一直都未能再进一步 我说句不好听的 其实现在在想破镜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除非您能得到什么 丹药之类的东西辅助 才有可能 夏老爷子之所以想着 留个联系方式 就是想着跟魏景讨教一个 但是没想到 魏景竟然一口 就说出了自己最坏的结果 顿时就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说 丹药弹何容易啊 魏景笑了笑 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跟他抱了个拳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爷爷 这个人真是入到境界 夏思成还有些不大福气 可是一想到对方刚才一周 就败了自己的同伴 又没有办法不相信啊 嗯 夏老爷子看着人都精神了不守 感叹说 没想到年纪轻轻 竟然就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的 看来是哪个高人的弟子 今天遇到他 也是我们运气好啊 特别是对于我们夏家来说 要不是他 我这么些年想的问题 都不能想得透 没想到 人家这么随便一句话 就已经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年轻人的脸色就别提多么难看了 人比人 真的能气死个人啊 魏锦逛了一下小区之后 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回去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张初然也已经匆匆回来了 只不过他的脸色却不大好看 进来的时候 甚至有一丝慌乱 怎么了 魏锦开口问 张初然看到魏锦后 就松了一口气 这才开口说 我感觉到跟踪我的人还在呢 不应该是江东吗 这一下 魏锦也愣了一下 你说跟踪你的人还在 张初然点了点头 没错 我以为跟踪我的人就是江东 所以今天也就没有在意 但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还有这种感觉 你应该跟你的朋友通个电话 看看江东有没有说跟踪你的事情 魏锦逞吟了一声 开口说 张初然点了点头 好 我问问他 魏锦却看向了门外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张初然接连被人跟踪 如果不是江东 那么就有意思了呀 没多久 张初然就已经打完电话了 没有 张初然对着魏锦摇了摇头 看起来有些惊吓 江东并没有跟踪过 他也就是 只有趁着我去上班的时候 才拿了配的钥匙 去做那样龌龊的事情 但是其他的事情他不敢做 也没有做 你最近得罪过什么人吗 魏锦想了想 开口问 张初然摇了摇头说 我能得罪什么人呢 明天我跟你去上班 魏锦认真的说 既然这个跟踪你的人不是江东 那么就是其他人 你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但是你应该无法将他找到 还是我来吧 看我能不能将他找到 张初然明显就有些高兴 那真的太好了 不过 我可没有工资付给你啊 看在你这么漂亮的面子上 免费 魏锦豪爽的说 但是说完就有些后悔了 当然了 要是美女院长愿意来个 以身相许什么的 我也是愿意的 张初然看了他一眼 淡淡的说 你行吗 行不行 那得试试才知道 想的没你 张初然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瞪了他一眼说 别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要不然 我可让禅仪把你给拘了呀 魏锦呵呵一笑 也就不再调侃他了 晚饭是张初然做的 没想到张初然 竟然烧得一手好菜 魏锦吃了都说好 我这是在留学的时候 学的 张初然淡淡的说 留学国外 身边也没有个亲人 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来 你说人适应地方倒也快 其他的 我都能适应的不错 但就是这个吃的 是真的没有办法适应 天天吃他们的菜 把我都吃吐了 最后没有办法 一咬牙自己做饭吧 这不 练了几年就练出来了 确实不错 魏锦挑着大拇指说 最起码我是认可的 看来请张院长到我这里来住 也没有吃亏呀 张初然再次横了他一眼 我这么一个大美女 跟你住在一个屋檐下 你能吃什么亏 我才算是吃亏了呢 说完他就已经站了起来 饭是我做的 这碗该你洗了呀 魏锦苦笑一声 对 我洗 洗完碗才算是把一切搞定 然后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洗了个澡 然后就躺下 刚刚躺下 交友软件里 张初然就已经给他发了一张图过来 看到图的瞬间 魏锦整个就热血沸腾 里面的张初然只露出了一双腿 但是却摆着诱人的姿势 奖励你的 今天我心情不错 在图片后面 是张初然加上去的一句话 妈的 宁愿给网友看图 都不给我看一下 我说张院长 你是不是太偏心了 不过 幸好这个网友是我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魏锦开口问 也没有什么 可能是小医生既然说要保护我 一时间激动了 张初然是真把这个网友当成了网友啊 一点都不带客气的 我的天 竟然是因为我 魏锦黑黑一笑 有戏啊 要按你这么说的话 其实小医生人不错啊 魏锦再次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要不然就跟小医生过了算了吧 想得美 张初然又发了一个白眼过来 不说了 太累了 睡觉 说完就没有信息过来了 看样子是真的睡着了 魏锦有些无奈了 只好也准备去睡觉了 只不过刚刚入睡 便闻到了一股香气 在这里蔓延 魏锦立刻就已经惊醒了 这股香气里面 竟然有股弥香的味道 也就是说 有人在用弥香 要是普通人 现在弥香多半就已经起效果了 但是对魏锦来说没有什么用 固守原神 很快就已经恢复到了清明之状 只不过魏锦也没有动 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 但是耳朵却在听声音变味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 终于是有脚步声传来了 显然 他们用了弥香之后 就认为已经起效果了 所以这才赶上前来 脚步声有两个 听着一个轻盈一个 略为沉重一些 魏锦轻轻地站起 就好像是猫一样 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他们在三楼 魏锦轻盈地出门 跟着就上了三楼 师父 人就在这里 上面 一个声音嘀嘀地说 而且还有些开心 长得可是真的漂亮 抬走 一个略为老成的声音说 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后 拍了拍年轻人的背 年轻人正在欣赏着 张初然绝美的身体 可没想到 后面还会来人 而且 魏锦进来的时候 真的是翘无声息的 他哪知道后面还有人啊 所以 一下子就吓了一跳 刚刚扭头看到魏锦 魏锦就已经一拳过去了 喷的一声 这个小徒弟 很快就已经倒了下去 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师父已经感觉到不大妙了 头都没回 对着魏锦那边一拳过去了 来人是个高手啊 他来不及扭头了 先出拳吧 可是拳头刚刚到了魏锦的面前 就被他死死抓住了 师父一开始 还有些不大福气 妈的 你竟然敢这么抓我的拳头 我就让你尝尝厉害 可是他便是 再想用尽 都发现自己 竟然没有任何的力道了 哎哟 他忍不住就叫了起来 魏锦一巴掌 扇在了他的脸上 你 来人大怒 恐惧地看着魏锦 你竟然没有被我的迷药迷倒 魏锦冷冷地看着他 眼神里带着一股杀气 谁让你来的 师父看着有些惊恐 魏锦给他的印象 实在是太惊人了 不但没有被自己的迷药迷倒 而且 刚才那一巴掌 自己竟然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啪 见他不说话 魏锦又一巴掌过去 他可是一点都不跟他们客气 反正你们这些人 都对着女人下名药了 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人 我这么打你 绝对不会打错的 这个师父一脸都是悲愤 在江湖中 他也算得上是有名的人 但是没想到自己在年轻人面前 竟然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兄弟 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你恕罪 他赶紧就开口说 魏锦能有这么好的身手 绝对不会是什么普通人 自己这一次已经失手了 啪 没想到魏锦又一巴掌过去了 师父想死的心都有了 你他们还让不让人说话 我再次问你 谁让你来的 魏锦森然的说 是杜涛 现在的师父可不敢随便乱说了 生怕又挨上魏锦的一巴掌 所以立刻就开口回答了起来 是他花了一百万 请我到这里来迷婚他的 杜涛 魏锦愣了一下 好像自己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但张初然应该认识的 杜涛 魏锦冷笑了一声说 花一百万就是让你迷晕他 是 师父看着魏锦脸色变换不定的样子 就有些感觉到害怕 赶紧就解释说 好像是看上了这位姑娘 我明白了 魏锦点了点头 突然间又提着师父 狠狠地往地上一摔 师父惨叫一声 但还没有等他叫完 魏锦又提起了一张椅子 往他的头上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 他的头就已经被砸碎了 鲜血直流 看着非常恐怖 这次是给你一个教训 魏锦上前 一把将他的脸 踩在地上摩擦了一下 师父从来都没有 被人这么欺负过 毕竟做的虽然说了 偷鸡摸狗的事情 但他们这个门派 还确实是有些小小名气的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对待 所以心里感觉到了委屈 还有一丝不平 可是再看魏锦的脸色 却再也不敢 有任何的想法了 下次要是再让我知道 你们敢这么害人 我就把你们废了 事事是 他能说什么 面对着魏锦的话 就只能不住地称事 魏锦抬起腿 将他一脚踹了出去 师父翻滚了几下 赶紧就爬起来想逃 把你的徒弟一起带走 魏锦轻贺一声 师父这才反应过来 又赶紧回去 把弟子背了起来 跟着就一溜烟跑开了去 魏锦扭头看了一眼张初然 发现他现在是睡得真的够沉的了 没有办法呀 中了迷香就是这样 魏锦原本是想把他叫醒的 但是一想还是算了吧 看他这些天睡得多半也不好 就让他多睡一会 反正这个迷香 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自己还是不用多做什么了 只不过让他一个人在这里 好像也不大好 所以魏锦就在地上打了个地铺 第二天起来 就听到了张初然一声尖叫 魏锦 你不要脸 张初然扯着背脚躲到了一边 一脸悲愤地看着魏锦 魏锦从地上坐了起来 这一看竟然就开了透视眼 可以透过被子和衣服 直接透到了最里面去 现在张初然的坐姿非常难看 而且极具诱惑力 不但能看到上半身 还能看到下半身优美的地方 魏锦瞬间就已经有反应了 咽了一口口水 张初然脸色一红 就好像是知道 魏锦看到了自己的关键部位一样 你 你给我走开 魏锦知道不能再在这里看下去了 要不然可能真的出什么事情了 所以赶紧就出去了 过了几分钟 就看到张初然出来了 只不过一脸都是问罪的样子 昨天晚上有人用了迷香迷晕了你 我把人赶走了 之所以睡在你的房间 是因为我怕还有人再过来 不过运气不错 没有人再过来了 还有 我已经问过那个下迷香的人了 说是一个叫杜涛的人让他坐的 我不认识 但是你应该能认识 其实看到魏锦睡在自己的房间 张初然一时间还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呢 不说其他的 最起码他感觉到了安全感啊 只不过毕竟是一个女人 看到魏锦之后还是忍不住有些恼火 听到魏锦这么一说 他立刻就已经气消了 杜涛 张初然立刻就正住了 就是上次我们去跟他谈生意的那个人 竟然是他 魏锦立刻就想起来了 上次他跟张初然去谈生意 就是跟一个杏杜的人谈的 上次那个家伙给张初然下了河欢散 后来让自己打了一通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个杜涛竟然还惦记着张初然呢 那你怎么办 魏锦开口问 张初然有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了一会才说 他们金顶药业 可是大药业啊 我们医院只是一个小医院 你的意思就是放过他了 魏锦开口问 那能有什么办法 张初然心里也有些拿不定主意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要是告他的话 我怕他也会对我们出手的 这样很不好 我去帮你解决他 魏锦也有些恼火 对于杜涛那样的人 是打心底里就瞧不起 在这里等着 魏锦 张初然马上便开口说 我看就算了吧 我们惹不起他们的 可是魏锦哪里想那么多啊 根本就不听他的话 没几下就已经消失在了别墅里了 张初然一时间正在那里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是过了一会 突然间就笑了起来 金顶药业那边 杜涛正在给人打电话 你他妈失手了 杜涛几乎就嚷嚷了起来 你是怎么办事的 我花了一百万 你他妈连迷晕个人都不会 现在还好意思 跟我说不干了 退钱 钱是不可能退的 你也没有跟我说 里面有个高手啊 那边正是夏明耀的师傅 听到杜涛的话 有些火大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命大 今天我们师徒 就死在人家的手里了 你最好给我小心一些 要是他们来找你了 你可就麻烦了 你给我说清楚 杜涛更愤怒了 可是那边却没有 再跟他说下去 啪的一声 就把电话挂了 妈的 杜涛骂了一声 刚刚想要说什么 就看到门支的 一声打了开来 扭着小屁股的诱人秘书 走了进来 经理 善美医院的人过来了 说要跟我们谈生意 刚刚说完 魏景就出现在了大门处 对着秘书淡淡的说 秘书小姐 你可以出去了 我跟你们经理慢慢谈吧 杜涛看到魏景的瞬间 就已经站了起来 对于魏景可 真的太有印象了 那天他给张初然 下了河欢散 就是魏景捣乱了 要不然自己早就已经得手了 秘书小姐马上便出去了 一时间 这里面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胆子挺大的啊 魏景上前看着这个经理 冷冷的说 敢请人到我的房子里来下迷药 你真的是狗胆包天啊 看来上次打你打得不够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杜涛冷冷的说 反倒是你啊 上次对我动手 这次竟然还敢跑到我们公司里来 我看你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吧 魏景的眼睛里 闪现了一丝杀气 这个蠢货 现在还以为我这是在 跟你开玩笑呢 给我滚出去 杜涛立声贺问 要不然我就让我们的保安 把你架出去 刚刚说到这里 就看到魏景来到了他的面前 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啪的一声 杜涛立刻就倒地不起 他暴怒 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是魏景却已经再次动作了 就在他准备起来的时候 将他的老板也抬了起来 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身上 杜涛嚎叫一声 马上便倒地不起 魏景将他拽了起来 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 老板桌间硬无比 没有被砸碎 但是杜涛却惨叫一声 脖子都快要摔断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魏景冷冷地说 要是你敢再对着张初然出手 下次我绝对就会把你给宰了 记住我说的话 杜涛眼睛里都是恐惧 从魏景的眼神里 他能感觉到杀气 魏景将他扔在了地上 这才出去了 杜涛在后面全身都在颤抖 可能到现在 他都有些不甘心 自己怎么就被人这么对付了呢 不行不行 我不服气 你给我等着 他咬牙切齿 善美医院 老子不会给你善罢甘休的 从金顶医药公司出来 魏景就给张初然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行了 魏景把杜涛教训了一下 你就放心上班去吧 好 张初然那边多余的一个字 都没有问 只是这么说了一句 魏景立刻就驱车 来到了苏寻书家里 怎么样 魏景开口问张苏寻书 齐去阁的事情解决没有 苏寻书苦笑一声 三千万 赔偿 魏景开口问 没错 苏寻书点了点头 已经由他们藏祭楼先偿还了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魏景点了点头说 没问题就行了 对了 我们准备去中海吧 苏寻书好奇的看着他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中海 一是我有些好奇 二是 因为他们齐去阁也会去 我得给他们一些教训 可是你会堵食吗 苏寻书更加好奇了 看着魏景说 我知道你古董坚定是很好的 同时修复古董 也是大师级别的 但是堵食这一行 你确定懂 不是苏寻书不相信魏景 而是堵食一行更加难测 他又没有看过魏景出手堵食 所以就会有一丝好奇 魏景微微一笑 我既然说去堵食 那么就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你放心好了 好 离这堵食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了 不但是魏景和苏寻书在准备着 其实齐去阁也在那里准备着 父亲 周强对着周山说 往年我们这边堵食 都是由苏寻书带队去的 现在 他已经不在了 那我们 我们自己去 周山冷冷地说 苏寻书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 这次 我们就自己去 而且 我这次特意请了西南赌食界有名的石先生过来 替你掌眼 儿子 父亲只是一个小股东 为了能让你以后在我们齐去阁站稳脚步 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啊 这次 我请石先生过来 就是想给你弄几块真料的 到时候 你才能在我们公司 算是做成了一些事情 父亲 我知道 周强立刻就笑了起来 苏寻书那个贱人 他又沉吟了一声问 这次是藏气楼替他出头 算他运气好 周山森然说 还有那个叫卫警的 给我等着 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将他们往死里整 好 周强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于苏寻书他 可是一直都念念不忘啊 藏气楼里 于海飞也在准备今年赌食的事情 于经理 今年的赌食 我可是把西南著名的石王黎先生请过来了 何立轩坐在那里 淡淡地说 于海飞一愣 黎先生 那可是西南很有名的赌食大王啊 这个人很少到这里来的 没想到何立轩竟然把他请过来了 但是一想 何立轩哪有这么大的面子 多半是他师父给他请的 替我多谢尊师了 于海飞淡淡地说 何立轩冷笑一声 这个于海飞是故意气我的吧 故意说什么 我恩师 却不提我 不过他也不生气 反正这次黎先生 要是给公司弄出了好料 也是自己的功劳 对于这些小心思 于海飞自然就明白 能有黎先生来 那自然就更好 但是他想起了那天 魏锦跟自己说的话 说自己可以跟他提出两次赌食 他跟魏锦接触的时间 并不能说太长 但是却能看得出来 魏锦这个人做事极有分寸 如果他没有把握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这么跟自己说话的 也就是说 魏锦可能在赌食这一逢 确实是有着他的自信 这么想了想 他于是便不出声了 何立轩笑得更欢了 自己早就已经把自己 请到了黎先生的事情 在总部那边传开来了 于海飞还真以为 黎先生弄到了好料子 功劳就会算到你的头上去 那当然不会了 那只能是我的功劳 就算是我们今年多大的收获 也是我的 而不是你的 于海飞 我看你今年怎么办 你就算是再去请什么人 都不可能请出 比黎先生更厉害的人来了 想到这里 他心情大好 这一天 就到了去中海赌食的日子 魏锦开着车子 到了苏寻书家里 苏寻书带着苏成 则就一起上了车 你准备了多少钱啊 车上 苏寻书问魏锦 两千五百万 魏锦笑着对苏寻书说 有些少啊 苏寻书皱起了眉头说 看着很多 但其实赌食是最需要钱的 我听说 那里还会有珠宝行的人 随时买预料对吧 魏锦开口说 反正我们赌到了 随时都可以卖了再换钱啊 苏寻书一笑 你真以为一赌一个准啊 不过也行 反正我们当时去玩玩了 中海离他们这里不远 开了大约五个小时之后 就到了中海市 中海市并不能算是大城市 但是在赌食这一行来说 却算是大地方了呀 每年这个地方 全国各地各种的原石 都会往这边运 运到这里 就等着大家来买食呢 而当地为了打造这个赌食的经济 更是特地画出了一块地方 作为年年赌食大会的场所 被人称为赌食广场 现在他们要去的 就是这个赌食广场 到了中海之后 他们先是找了一个酒店 先行住下来 苏寻叔跟苏承泽 已经在这里经历过很多次了 所以对这里很熟悉 反正魏警只要跟着他们就行了 住下酒店不久之后 于海飞的电话就已经到了 魏先生 到中海了吗 到了 魏警开口说 我们就在军越酒店呢 我们也刚到 这样吧 出来见个面 于海飞发出了邀请 好啊 出来一起吃个饭 魏警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很快 他们就在附近的一家饭店里见了面 苏教授于海飞笑着跟苏承泽打招呼 又对着魏警打招呼 魏先生 辛苦了呀 于经理 这次多谢您出手帮忙了 苏寻叔过来说 苏小姐这话就见外了呀 于海飞笑笑 大家坐了下来 你们公司就你一个人过来 魏警有些好奇地问 于海飞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说 不是 何立轩就是上次不信你修一壶春平的那个人啊 请了西南石王黎先生过来帮我们公司看玉石 我就好像是一个外人了 魏警立刻就明白了 这个何立轩应该是盯上了于海飞的位置 于海飞之前都处理得不错 但是这次因为人家请到了西南石王黎先生 所以就有些落入下风了 他竟然请到了黎先生 苏承泽也点了点头说 这个西南石王在赌食一声算是很有名的 眼睛非常赌 对啊 于海飞调侃式的对着魏警说 我说魏兄弟 我可就指望你了呀 你说有两次机会呢 魏警笑着说 于经理完全没有问题啊 只要你信得过我 我就帮你看 这样吧 我们吃过饭后就去赌食广场 那边先看看 赌食好几天 没有所谓的开始与不开始 反正我们只要过去看到了好东西 就可以买下 这样吧 你也可以先去适应一下 苏询叔说 没问题啊 魏警确实是有些蠢蠢欲动了 马上便开口说 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吃完饭就去 吃过饭后 他们就准备去 但是苏诚则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就回到了酒店 而变成了他们三个人去那里看看 赌食广场很大 那里有着非常多的摊位 进到了里面去之后 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原石 有昌化鸡械石的原石 还有缅甸的翡翠原石 独山玉原石 各种各样的原石 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 难怪说很多人都会到这里来赌食了 确实是比较齐全 人进到了这里之后 都难免会有些激动 哪怕是魏警 同样也是如此 看到这些东西 之后就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 赌玉有两种赌法 像我们现在看的这种 原石完全都没有开过口子的 就便宜一些 因为无法估价 但是有一些是开了口子的 那些就比较贵的了 因为开出口子的 可能里面会露出预料 也就表明里面是有玉的了 但是到底是有多少 成色如何 还得赌 所以 那个价钱会贵一些 但是不少人为了保险 也会去赌那样的 知道魏警第一次 到这种地方来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他就在那里 给魏警介绍了起来 魏警听到之后 就点了点头 于海飞想的倒不是其他 现在他最想看看的就是 魏警在赌食一逢 到底有着几分本事 所以看到魏警这么认真 便笑着说 魏先生要不要出手 没关系 这里的几乎都是不贵的 毕竟原石小 这样吧 兄弟我出二十万 当时给魏先生 先行开个光了 魏警笑了起来 知道于海飞的想法 钱就不用了 要是你给了我钱 那东西就是你的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说着魏警就到了前面一个摊子 那里是卖翡翠玉原石的 魏警漫不经心 拿起了一块石头 开口便问 多少钱 五万 摊主甚至都没有看魏警一眼 魏警看了看于苏寻书 苏寻书点了点头 表示这个价钱是没有什么错的 魏警点了点头 我买了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于海飞感觉到不大妥当 开口说 你不多看看 赌石可是一个精致活啊 不要说其他的了 很多人光看里面的纹路之类的 都得花好长的时间呢 因为很多人可能能从里面的纹路上 判断一些出来 所以很多人就会很仔细的看 但是现在的魏警 好像只是随意的看了一眼 这让于海飞感觉到太随意了吧 可是魏警却笑了起来 无非也就是随便看看而已 随便买买 开了吧 不过人家既然已经买了 于海飞也不好说什么 于对着魏警说 既然买了 那就开了 魏警点了点头 任何一家原始铺子 都有切割机的 这是为了方便客人解石 只要是买了石头 说要解石 立刻就可以动手 老板完全都没有兴趣 像这种石头开出狱的几率 是小到了极点的 他完全也都没有兴趣看人解石 你先画个线吧 于海飞赶紧又开口说 不用了 没想到 魏警竟然又拒绝了 拿着石头 就到了切割机面前签 其实这个石头并不能算是很重 顶多也就是二三十斤吧 于海飞已经彻底无语了 就在这个时候 却看到何力轩也从那边过来了 看到他们之后 何力轩立刻就已经上前了 于经理 你该不会是期望着 他能给你买两块好料子吧 真的是笑死我了 你看看 他连切割钱画线都不会呢 画线 魏警看到何力轩就不大舒服 这个家伙功力心太重了 我魏警挑玉石 早就已经烂熟于凶了 为什么要化险 真是笑话 何力轩不客气地说 你要是黎大师 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倒还相信几分 但你算老几 也敢这么说 身后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黑瘦男人 看样子 应该就是黎大师了 那么你就可以把我当成大师 这样就没有任何的疑问了呀 魏警微微一笑 笑话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 何力轩立刻就冷笑了一声 是什么人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能开出狱来 这就可以了 说完魏警 就已经开动了切割机 开始切割了 何力轩是真的没有 把魏警放在眼里的 赌石是一项运气成分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事情 哪怕是自己身边的黎大师 都不敢说 自己绝对能赌长 魏警随便弄一个石头开出来 就能有玉石 你开玩笑呢 可是哪知道魏警解下一半来 就看到那一半的石头上 竟然已经出现了丝丝绿色 我的天 于海飞愣了一下 这出狱了 没错 确实是出狱了 能看到碧绿之色 兵重 苏寻书眼间 一眼就发现他 魏警还在那里解释 没多久就已经停了下来 现在这块石头 就已经只剩下几斤了 两边都已经露出了绿色 只剩下另外两边 还没有解开 这一下出手 所有人都看清楚了 没错 质地非常通透 虽然没有达到玻璃种的程度 最起码也得是兵重了呀 你 何力轩已经完全都梦了 不敢相信的看着魏警手中的石头 竟然会是兵种 随便开出来就是兵种 老板也坐不住了 上前看了一眼 苦笑一声 对着魏警挑起了大拇指 小兄弟厉害啊 挑了一块 就已经开出了兵种 至于于海飞满脸都是惊讶 突然间看着魏警 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有什么可高兴的 何力轩冷笑一声 他也就是运气好而已 没错 在他的眼中 其实这就是属于运气比较好的 运气 于海飞淡淡的说 何大师啊 你要不然试试运气如何 你随便在这里买一块 不对 买十块 要是能种一块这样的料子 我把你买石头的钱全付了 要是不行 你就给我钱 如何 何力轩被他这一句话 对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能冷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 这位小兄弟 你手中的兵种卖吗 这个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挤了进来 笑着问魏警 卖啊 兵种虽然不错 但魏警要想留的是更好的翡翠 所以 这块兵种 完全都没有必要留在手中了 巡叔 多少钱啊 魏警虽然说卖 但是对于价钱 可是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就问苏巡叔 苏巡叔还有些猛 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笑着对男人说 您想要的话 两千万拿走如何 橙色当然是好的 但是并不大 所以 两千万并不能说便宜 但是也绝对不贵 爽快 那个人笑了起来 两千万 成交 其他人已经看呆了 特别是何丽轩 脸色不知道多么难看 五万的东西 转手就是两千万到手了 这 而于海飞 已经有些激动了 没错没错 这绝对没错 魏警绝对有赌石的绝技 要不然 他不可能一赌就能涨 这样的几率太小了 再想想之前 魏警那自信的样子 他已经信了 你运气不错 身后 黑兽汉子黎大师 只是这么点了点头 这块东西 还真不能引起他多大的兴趣 但是不得不说 魏警的运气不错 没错 他认为就是运气不错 魏警淡淡的说 我希望黎大师 也能有这样的运气 黎大师冷冷一笑 你这首本事 别人看到 或许会很惊讶 但是在我面前 也算不了什么 不用挑衅我 何力轩马上冷静下来 是啊 黎大师就在自己身边 啪个屁啊 哦 那我得恭喜你啊 魏警笑了笑 走走走 我们再去看看 身后于海飞 放声大笑了起来 发现了魏警 在赌石方面的天赋 可以说 让他大为开心啊 这样的人才 自己可不能错过 去里面看看吧 于海飞指着广场那边 开口说 那才是真正的重磅交易 每年都会有一百个编号的原石 放到那里去拍卖 这些原石有五十个 都是开过口子的 也就是说 这些原石都是出了绿才拿出来卖的 而且标价会根据出绿的不同 标出不同的价位来 但是都不会低的 还有五十个 则是经过挑选的原石 没有开口的 会比较便宜一些 说着 他们就已经到了里面去 这一百个原石啊 算是赌石大会最大的盛事 得在最后一天的上午开始拍卖 无论是谁都好 可以竞价出手 苏勋叔补充说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会有很多人都到这里来观察这些原石 反正随意大家看 大家看多久都行 二十四小时都不会闭馆的 直到了前一天的晚上 才会正式闭馆 然后再在第二天让大家出价 魏景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 他是没有玩过这样的东西的 所以自然什么都不清楚 但是苏勋叔这么一说清楚 他可就明白多了 看来赌石确实是很让人感觉到激动的一件事情 他相信很多人都会跑到这里来赌的 因为光听着就让魏景都有些激动了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看 苏勋叔对魏景又多了几分希望 笑着说 反正你刚才都赌对了一块石头 我觉得你出手应该不会太差的 我们不贪心 只需要买下一块就行了 当然了 最好能赌长的 魏景却已经被那些原石吸引了 他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 首先来到了那些开过口子的原石面前 刚刚来到了其中一个面前 就发现右手的食指竟然开始变黄了起来 好像是有一股淡淡的白气原石里飘了出来 被他的精指所吸收 魏景吃了一惊 这可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没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还能吸收里面的白气 只不过这白气是什么 他有些好奇 右眼透视一开 就看到里面竟然是一片绿 这股绿真的是绿到了极点 非常刺眼 帝王绿 魏景心中暗呼了一下 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竟然碰到了这样的帝王绿啊 这可是极品啊 要是拿下来 绝对就大赚了 他看了一眼这个东西 发现标价三千万 这也正常 毕竟这个开过口子的 也算是开出了绿来 而且绿燃还不错 三千万起拍 也不知道能拍到什么价位 但是魏景知道自己绝对要定了 只不过这钱 应该不够 先把号码记下吧 第36号 他心里默记下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到了身后一阵冷笑 苏寻书 真是笑话 自己还跑到这里来赌石了 要不要本少爷给你支援点资金啊 少了我们齐驱阁坐后盾 我相信 你连赌石的钱都没有了吧 正是周强 苏寻书当然不是没有钱的人 但还得分怎么看 要是平常生活里 他绝对算是有钱人那一行的 但是到了赌石这里 就肯定算不上了 赌石随便就上千万了 特别是像这种拍卖的重点原石 最后成交价到亦都不稀奇 对于苏寻书这么一个人来说 自然是负担不起的 你倒是有赌石的钱啊 魏锦看了他一眼 呵呵一笑说 但是我相信 你赌完石后就会没钱了 苏寻书微微一笑 骂架这种事情 自己是不擅长的 但是魏锦看着擅长啊 欣慰的 你嚣张什么 周强冷冷的说 竟然不自量力的跑到这里来赌石 你以为自己会 我告诉你 在赌石面前 你连个弟弟都不算 便在这个时候 周山也已经过来了 看到魏锦他们之后 冷冷一笑 就那么走了过来 怎么个意思 就凭你们也想赌石 石先生 看看 现在真的是阿猫阿狗 都想赌石了 石先生看着六十左右 身材瘦小 看了他们一眼 眼皮翻了一下 却什么都没有说 或者说 在他的眼前 这些人都不足以 让自己开口说话 于海飞 周山对着于海飞冷笑一声说 怎么样 你们店里的何力轩 已经把黎大师请过来了吧 我也不怕告诉你 黎大师 还是我跟他师父建议的呢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到了压力啊 我看你这经历 想必也不用做多久了 应该很快就可以卷服盖滚蛋了 原来是周老板做的好事啊 于海飞呵呵一笑 我就说嘛 就和立轩的脑子 能想出这样的方法来 原来是有高人指点 佩服啊 谁让你得罪我的 周山森然一笑 你在这里也恨不了多久了 很快就会滚蛋的 到时候 我会亲自来给你送行 周老板不要想得太美啊 于海飞 还是一脸笑容 周山却得意一笑 最后就看向了魏锦 不懈地说 魏锦 现在还不是你后悔的时候 你给我等着 可是魏锦却丝毫都没有理会他的话 他只是盯着周山的口袋 周山的口袋里面有一张纸 上面写着总共五个编号 15 28 76 85 90 没错 就是这五个编号 要是平时 魏锦自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在这里 就太明显了吧 这是他们要选的编号 每一个人到这里来的时候 都会详细观察 然后再记下这些号码来 就等拍卖那天开拍 看来 这个家伙 是已经选定了这些东西了 很好 你们选中的 我得去看看 周老板 你别后悔 倒是真的 魏锦这才抬起头 灿烂一笑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自信 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啊 周强不懈地说了一句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别跟他一般见识 素勋叔开口说 他们今天可是下了血本 把石先生请过来了 看来是想大赚一笔 但是这一行 谁都不敢说稳赚 哪怕是他们这种赌石大师 都不敢说 走 我们继续看 魏锦比较好奇 他们选的这几块石头 到底是如何的 所以立刻便去看了一眼 最先去的就是15号 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块玻璃种的玉石 除此之外 28号是红匪 90号则是冰种翡翠 另外两块就很刺了 根本就没有拍的必要了 饶是如此 也能看得出来 那个信实的人 确实不是浪得虚名啊 你盯着这五个石头看什么啊 苏勋叔一直都在观察着魏锦 因为他觉得 魏锦好像是真的是 知道一些什么 魏锦这才笑了起来 又看了一次 最后就出门去了 出到了门外 一句话都没有说 直接就回酒店去了 于海飞一直都跟着他回到了酒店 怎么样 知道在那里人多眼杂 不大适合说 所以于海飞马上便开口笑着问 你想赌块大的吗 魏锦看着于海飞 笑着问 于海飞点了点头 这样吧 52号你拍下 只要是保持在7000万以后的价钱 你绝对稳赚 魏锦开口 只点了第一个 于海飞赶紧就记下 但是心里却感觉到有些骇然啊 7000万 这魏锦连价钱都能算得出来了 而且 这能拍出一亿三千万的价钱 绝对也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了 还有一个我看你就不必在那里拍了 魏锦开口说 明天我再带着你去转转 我给你挑一块石头 就从那些摊子里买 我给你挑一块大的 行 有了魏锦这么开口保证 于海飞就放心多了 那我就提前谢谢兄弟了 别客气 魏锦淡淡一笑 没多久 于海飞就离开了这里 离开的时候笑咪咪的 你真看定了 苏勋叔一直都没有开口 看到于海飞离开之后 这才开口问 魏锦对着他微微一笑 开口说 我对于价钱不大确定 这样吧 我给你说一下 你先记一下 说完魏锦就看了一眼酒店 突然间就愣了一下 原来他马上便看到了一个窃听器 魏锦眯起了眼睛 马上便上前把那个窃听器扯了下来 我的天 苏勋叔吓了一跳 这里竟然会有窃听器 魏锦将窃听器三两下就踩碎 冷笑一声说 看这样子 好像是临时装的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 这些人多半是在收集资料 毕竟这个时候住店的人都是来赌食的 他们在这里收集到一些资料 然后加以分析 苏勋叔都梦了 他来这里堵食好几次了 但是从来都没有发现过 也就是说 其实之前自己在这里堵食的时候 多半也是被人窃听了 只不过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今天要不是魏锦在这里 多半也不可能知道了 不好了 我给予海飞的那块石料 绝对就让他们听到了 魏锦有些火大 自己一开始也没有往这边去想 所以就让他们听走了一个 没关系的 他们也未必会相信你 魏锦想了想 这倒也是啊 不过终究是感觉到不大正常 于是便开口说 话虽然是这样说 但还是得小心一些 不过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他仔细感受了一下 发现这里再也没有任何的窃听器 或者是其他的 这才开始比划着 我对于玉石的价值并不是很了解 刚才给予海飞说的 只是我自己估值的 我也就是那么随便一估 但肯定不会亏的 我们自己就严谨一些 我来描述一下那块玉石的大小 然后你还给我报价 我们这样才能确定吴一时 魏锦 苏寻书惊讶地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 你能看到里面的玉石 魏锦没有回答 而是一脸认真的说 你相信我就是了 苏寻书看着他的脸 突然间就笑了起来说 好 我相信你 魏锦笑了起来 然后就从三十六号开始 比划着 里面有一个绿色 我能确定帝王绿 而且还是这么大的 值多少钱 帝王绿 苏寻书全身都晃了一下 看着魏锦说 你没有骗我 帝王绿这种 真的是太少见了 有时候一次都未必能开得出来 没想到魏锦竟然说 那里有帝王绿 要是之前 他肯定不敢相信 但是现在却多了一分期待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块东西 最少值四亿 四亿 哪怕是 魏锦都吓了一跳 太恐怖了吧 不过赌石原本就有一刀生一刀死的说法 说的就是 这种赌石有可能一夜暴富 但是也有可能一刀下去家产都没有了的刺激 那好 你再看一下六十二号 是个玻璃种 剔透玲珑 没有任何有杂质 得有这么大 最起码两亿 好 再接下来 还有这一个 两人就在那里表演着 然后一个在那里估价 五个 魏锦就看中五个 全都说出来了 最后一估价 发现竟然最起码值十五亿 这一下 苏寻书已经颤抖了起来 魏锦 你说的都是真的 他的声音都有些不大自在了 魏锦笑了起来说 自然是真的了 错不了 到时候 我们拍卖就盯着这五个就行了 好 但是我们的钱 应该只能够买一个的 甚至一个都够强 现在魏锦手里 还有四千多万 将近五千万 而苏寻书那里 还有几百万 加起来顶多就是五千五百万 确实是不大够 不接 我们明天去赚就行了 魏锦淡淡的说 虽然外面那些摊子里的原石 还没有被人鉴定过 但是应该还有不少好东西的 明天我们就去搜刮一番 多买几个掌的 争取把那几个全都买下 苏寻书点了点头 既然我已经这么说了 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另外一边 某个地方 有人正在监听着酒店的谈话 很多音源传了过来 同时 也有很多个人都在那里监听着 其中一个 却突然间断了 有人发现了那里的窃听器 监听的人愣了一下 立刻就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对着身后说 怎么办 被人发现了 另外一个家伙有些不相信 不可能啊 我们做这种生意 已经好久了啊 怎么可能会有人发现 我们的窃听器呢 听不到声音了 先前的人苦笑一声说 可能是住进了 反真意识比较强的人 要不然也不可能发现 对了 他们之前聊过什么 好像是说 一个什么52号的拍卖原石 一亿三千万之下可以拿 那人回忆了一下 哟 这真的是厉害啊 那个人呵呵一笑 开口说 没想到还能有这么准确的说出来呢 对了 把这个也写到情报上去吧 我们自己整理一下 马上就要开拍卖会了 我们把情报整理出来 才能卖个好价钱 好 刚刚说完 就听到了另外一个音源 竟然也在这个时候断了 妈的 这个家伙瞬间就火了 怒声说 又断了一根 我查一下 都是军越酒店的房间 两个房间都断了 我怀疑 是有人发现了故意弄坏的 明哥 你说怎么办 明哥皱起了眉头 他们做这行生意 已经好几年了 从来都没有让人发现 没想到竟然连续让人弄坏了两个窃听器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是挺打脸的事情 我咽不下这口气 窃听的人怒喝了一声说 这分明就是 针对我来的 军越酒店的窃听器 都是我装的 你想怎么样 明哥看了他一眼 我得出口气 那个人强横的说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他妈是打我的脸 明哥想了想 开口说 行了 你可以去 但最好不要说 我们是做什么的 就是找个由头教训他一下而已 明白吧 好 痴人黑黑冷笑一声 我黑皮做这种事情最擅长了 妈的 竟然敢连续 把我两个窃听器都弄坏了 今天我要是不让他 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我就不叫黑皮 刚说完 又有一个断了 妈的 欺人太甚了 黑皮怒声说 晚上我就去教训他们 连续断了三个 其实都是魏景做的 他们住的是套房 里面三个房间 都有窃听器 在弄完自己房间的那个之后 魏景就顺便把苏寻书 跟苏承泽的房间里的 也给弄了 原本他只是弄完就算了 可是没想到 却惹恼了在后面窃听的人 吃完了晚饭之后 魏景就提议出去走走 苏承泽在这里有朋友 老早就已经离开了这里了 见他的老朋友去了 晚上会不会回来 都是一个问题吗 苏寻书自然是责无旁贷 毕竟自己在这里比他熟悉 所以就带着他出去了 不得不说 中海为了做大他们的赌食市场 确实是花了些功夫的 附近这里就有不少吃喝玩乐的地方 一刀生一刀死啊 一刀下去生的人 自然就可以在这里逍遥快活了 总得找些乐子 很显然 这里的很多东西 就是给他们找乐子的 两人也没有心思去这种地方 也就是在这里逛了一下 然后又吃了一些本地的小吃 之后看着时间已经到了十点左右了 这才回到了酒店去 刚刚来到了走廊里 苏寻书正要去开门呢 突然间魏景脸色一变 示意苏寻书不要动 苏寻书一愣 就看到魏景已经将他推到了一边去 然后轻轻地把钥匙一转 咔的一声 门就已经打了开来 接着 一根棍子就朝着魏景砸了过来 苏寻书吓了一跳 立刻就尖叫了一声 这一下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他看着这一棍子 就要砸到魏景的身上去 自然会感觉到害怕 但是魏景却在这个时候一挡 棍子砸在了他的手中 立刻就咔的一声断成了两截 这一下对方两个人同时愣了一下 完全都没有想到 竟然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正想要再说什么 但是魏景却已经上前 对着对自己出手的人 就一拳过去了 砰的一声 那个家伙立刻就倒地不起了 剩下的那一个正式黑皮 看到魏景这么快捷的伸手都吓了一跳 马上便后退了两步 立声说 好啊 你连三爷的人都敢打 我看你是找死对吧 魏景上前淡然地看了他一眼 缓缓地问 你们是谁 三爷又是谁 你自己做过什么不知道吗 黑皮原本是想着 领着个小弟过来 就把人收拾了 毕竟根据酒店这边的资料 好像住的也就是三个人 一个老头一个女人 剩下的才是一个年轻人 自己带着一个小弟 完全都够了 没想到在伏击之下 自己的小弟竟然还是倒下了 我做过什么 魏景眯起了眼睛 突然间就明白过来了 顿时 他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看来你就是在这里装切听器的人了 酒店跟你们也是合作的吧 嘖嘖嘖 好手笔啊 怎么着 做了贼了 我把你们的做贼工具毁了 还想找我的麻烦 小子 你他妈也不看看 这是谁的东西 黑皮原本是不敢把自己的老大说出来的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这是三爷庄的东西 你他妈竟然还敢弄坏 我看 你是不想活了 啪 魏景一巴掌过去 将他打得转圈不已 砰 一脚过去 又将他踢了出去 这才淡淡地问 谁他妈认识什么三爷 但是你在我这里安装了切听器 既然还敢来打人 真不把我魏景放在眼里是吧 黑皮被打猛了 倒在地上脸上都是愤怒之色 这个家伙竟然敢打自己 在自己说出了来历之后 还敢动手打自己 他摇晃着站了起来 知道自己这次是灾了 没有办法 就只能对着魏景拱了拱手说 山高水长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魏景淡淡一笑 点了点头说 我希望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黑皮一咬牙 领着小弟就已经离开了 这些人太霸道了吧 苏勋叔感觉到有些愤怒 开口说 在这里装切听器也就罢了 被发现之后 竟然还敢这么大胆地找我们的麻烦 魏景没有说什么 只是开口说 你在这里别乱走 我去找一下他们酒店 说完魏景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酒店前台 当他们看到魏景来的时候 就已经露出了一丝意思 你们给的钥匙 魏景直接上前就问 前台干笑了一声 先生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听懂啊 魏景笑眯眯地看着他说 你是一个女人 我不为难你 我相信 这也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 这样吧 让你们能说得了话的人来吧 对方能在这里装切听器 这里的老板 绝对脱不了干系 再者 刚才他已经检查了锁 压根都不是撬进去的 就是开了锁进去的 要说不是他们酒店的人开的门 谁信啊 前台心中一寒 魏景看着 好像是在笑 但是在笑容背后 却好像是隐藏着杀鸡在那里 好 他压根都不敢多说什么 马上便答应下来 打了一下电话过去 没多久 便看到经理下来了 经理看着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刚刚到这里来 前台便已经傅耳在他的耳边 说了几句话 经理立刻就已经明白过来了 笑着上前对着魏景开口说 先生 您好 这是有什么事情吗 你说呢 魏景淡淡的看着他说 我们住的房间 突然间就来了两个人 就那么开锁进去了 我想问一下 你们酒店是怎么做的 这么随便 都敢给别人开门吗 要是我里面的东西 少了怎么办 先生说笑了 我们酒店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经理一本正经 胡说八道 不会 魏景呵呵一笑 那些窃听器的垃圾 可还在套房里的垃圾桶呢 你要不要去看看 要不要我找家报纸来了解一下呀 经理的脸色一变 这才换上了一副笑容 魏先生 这就大可不必了吧 为什么不必 魏景反问 经理有些火了 这是三爷的人啊 我能怎么办 人家说要来教训你 那就让他教训一下你呗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情 你就不该去弄那几个窃听器 经理立刻便开口说 他们是三爷的人 你弄坏了人家的东西 你说 人家来不来找你的麻烦 所以 你就给他们开门啊 还有 他们在这里装切听器 也就是你们同意的对吧 你们就这么把客人的隐私 卖给别人了 魏景再次反问 经理 被他问得有些火了 不客气的说 这是我们公司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了 我现在就跟你说一句 你要是不愿意 立刻就给我从酒店里搬出去 要不然 别在这里废话 魏景被气笑了 看着他说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还真的就不善罢甘休了 经理确实是火了 他们当然是跟三爷合作的 要知道 三爷就是靠着这样卖消息 然后再给他们酒店一些剩下吃的 酒店能得一分力 还能跟三爷拉好关系 所以基本上都同意 你倒好 还在这里跟我们废话这么多 不善罢甘休 经理也就不客气了 开口不懈的说 那行啊 现在我就跟你们不善罢甘休 保安 把他们的行李给我扔出去 不准他们再进来一步了 要是看到他们进来 就把他们的腿给打断 刚刚说到这里 魏景就已经上前 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 啪的一声 干净利落 把刚刚进来的保安都吓了一跳 犹豫着 要不要上前了 你 经理脸色铁青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大听 广众之下打耳光啊 说出去都难听啊 跟我横 魏景冷冷一笑 你够资格吗 你 你给我等着 经理也发现不大对劲了 自己这次好像是 惹到了不大好惹的啊 但是现在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这么对着魏景放狠话 魏景完全都没有搭理他 扭头就上了电梯 同时撂下一句话 道歉 明天早上之前 我希望看到你们的道歉 要不然 我魏景不会跟你们客气的 酒店的人 就只能这么看着 经理已经脸色非常难看了 可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处理 黑皮带着人 匆匆回到了他们那里 今天丢了这么大的面子 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 明哥 我们栽了 回去找到了明哥后 立刻就开口说 明哥正在盯着监控器呢 听到就愣了一下 你们栽了 那个家伙把我们打了 黑皮愤怒的说 走 去跟三爷说一下 明哥沉吟了一下 既然事情已经弄成 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可不敢瞒着 还是跟三爷说一声才是 要不然真出什么事情了 自己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所以他们两个人 很快就已经去找三爷了 三爷这个时候 正在自己家的别墅里呢 每年这个时候 就是他赚钱的时候了 虽然三爷赚钱的生意有很多 但是他还比较喜欢赚这样的钱 中海赌时 他能赚好几分钱 这份钱算是他所赚的最干净的之一了 因为不用伤人性命 三爷 明哥上前 对着三爷就说了起来 三爷听完之后 就把玩着手中的核桃 缓缓地说 也就是说 把我们的东西砸了之后 你还去找场子 结果还是让他打了 没错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黑皮说到这里 还有些气愤呢 我都已经报了三爷的名了 但是他竟然都不理会 还对着我出手 我看他的样子 压根都没有 将三爷放在眼里 明哥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一眼 这种事情 三爷做得很隐秘的 这么久了 也没有几个人发现 现在你倒好 竟然直接就把三爷给弄出来了 蠢货 三爷也淡淡地评论了一句 但是对于其他的 他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中海就算不是自己的地盘 自己也算是其他的蛟龙 那些从外地到这里来买石头的 说句实在话 他还真的就未必放在眼里了 在这里 已经好久都没有人敢跟我们动手了 说起来 我还有些好奇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 竟然敢对着我的人动手 这样吧 去收拾一下他 这个在明哥他们的意料之中 三爷从来都是这么做事的 也就是因为他这么做事 才做到了今天的位置 要是他不这么做 反倒是奇怪了 可是 对方是个恋家子 明哥感觉到 有些为难说 恋家子 三爷笑了起来说 我听说我们中海也有恋家子 前些天 他们铁拳门的那个什么铁乌鸦 不就问我借过钱 告诉他 给他三十万 我要那个家伙的一只手 问他愿意不愿意去 行 明哥笑了起来 在他们眼中 魏锦就是一个小角色 对付一个小角色的事情 压根都不用想太多 干就完事了 所以在他们的眼中 就只需要去对付就行了 三爷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 也都没有放在心中 这种事情 他已经完全都不用想那么多了 知道了我三爷做这个事情 要你一只手 只是警告你一声 让你不要随便说出去 你要是再不听 那就不好意思了 下次我会要了你的命的 三爷行事 就是这么霸道 夜更深了 苏承则给苏勋叔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就说他今天晚上就不回酒店了 于是酒店套房里 就只剩下苏勋叔跟魏锦了 两人还在那里聊了一会天 就准备说上床睡觉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大门已经敲响了 魏锦站了起来 往猫眼一看 发现外面是一个服务生 送牛奶 服务生在外面喊了一声 魏锦把门打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拳风就到了他的面前 狠辣无比 看着好像魏锦措手不及 但是他却冷笑了一声 刚才开门的时候 他就已经扫过这里了 旁边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 他可是看得清楚 而且魏锦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方还是一个练家子呢 所以开门会遭遇到什么 其实他很清楚 对于这一拳 自然就是有备而来的 就在对方出拳的时候 魏锦突然间就伸出了手 也握成拳撞 跟着对方对了一拳 碰 两道拳相交 魏锦没有任何的动静 但是对面那个家伙 却已经连退了好几步 有些骇然的看着魏锦 铁拳门 既然敢以铁拳为门号 自然是不简单的 在拳印这一块上 他们自认为 绝对没有第二家能胜过 但是眼前这个年轻人 竟然一出手 就把自己砸退了开来 而且 看魏锦的样子 好像完全都不费任何的力气 找死 铁乌鸦立声贺问了一声 根本就不敢 相信自己会被人一拳击退 所以再次对着魏锦出手了 可是魏锦却只是冷冷一笑 就在对方再次拳头 到了面前的时候 又一拳过去了 咔 这一下更为直接 铁乌鸦的手骨 直接就已经断了 他痛呼一声 身形一晃 看起来就好像是 随时要摔倒那样了 接着 魏锦又一拳到了他的面前 一拳就将他砸飞了出去 服务员吓得赶紧就后退了几步 小脸煞白 铁乌鸦惊骇地看着魏锦 你是暗镜高手 如果说之前他还没有感觉出来 那么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 特别是刚才魏锦出手的发力方式 完全都跟自己不一样了 而且威力这么大 只有一个可能 对方已经练出了暗镜 这可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铁乌鸦穷尽一声 刚刚跨入到了和龙的境界 而且真的只是刚刚进入到这个境界里来 暗镜高手 可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呀 这次是真的惹大事了 竟然招惹了这样的高手 我得罪过你 魏锦可不管他的话 反问说 铁乌鸦脸带恐惧地看着魏锦 这才开口说 并没有 是三爷让我来要你一条手的 但是我相信他也不知道您这么厉害 魏锦呵呵一笑 那你回去告诉一声三爷 让他明天来给我道歉 日落之前 要是没有看到他的道歉 我会去找他 铁乌鸦一致 三爷在这边 可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向来行事都很横的 一般人哪里敢惹他 这个年轻人不对啊 人家可是暗尽高手 三爷再怎么有势力 但他本身算个屁啊 于是他沉吟了一声说 今天多有得罪了 我知道了 这句话 我定然带到 说完一抱拳 立刻就走了 魏锦刚才两拳已经教训他了 也就没有再追究了 魏锦 你这么厉害啊 进去后 苏巡叔惊讶地看着他 显然是有些不大敢相信 但魏锦只是笑了笑 摇了摇头说 是他太弱 不是我太强 苏巡叔不由无语 可是魏锦却皱起了眉头 这个叫三爷的 也太嚣张了吧 你们做这种事情的 竟然还不知道收敛一下 看来我真的好好找着你算账了 铁乌鸦匆匆离开了离开 找到了三爷 三爷看到他后 就笑了起来说 怎么样 手呢 你别去招惹他了 铁乌鸦没有做 一脸认真的看着三爷说 对了 他说明天日落之前 你给他道个歉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要不然他会找你算账的 我说铁掌门 这算是怎么回事 三爷的脸色一变 阴沉的看着铁乌鸦说 我是请你去把他的手给卸了的 你现在跟我回来说 这么一通莫名其妙的话 你让我做的事情 我做不到铁乌鸦倒也好爽啊 直接便开口了 这个人是个高手 我办不到 三爷这才真正正了一下 铁乌鸦的铁掌门 虽然早就已经快要没落了 但是铁乌鸦的功夫 确实是不错的 自己亲眼见过他劈铁 没错 他们铁掌门的秘法 就是用手劈铁 当时他看到铁乌鸦三两下 就把一块铁柱给劈弯了 就连这样的人都说 这个人不能惹 要我道歉 不过三爷马上便冷笑了一声说 他是做梦没有醒吧 铁乌鸦认真的说 我跟你有救 所以我才跟你多说几句的 你最好收起现在的想法 跟他好好道歉 这个人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要不然我今天就算是回来 身上缺点东西也很正常 他说让你去跟他道歉 你最好去道歉 要不然事情就不会这么好办的了 我三爷是下大的吗 三爷冷冷的说 在这块地方 我不能说我是老大 但是我三爷说话 还是一个唾沫一个丁的 他一个外地人还想跟我玩 是不是有些太不知道好歹了呢 话到这里 三爷都还得这么说 铁乌鸦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只能对着他拱手说 三爷 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只能说 祝您一切顺利吧 说完 人就已经消失在这里了 呗 什么江湖人士 一个外地人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我还真以为是什么高手吗 三爷催了一口说 明哥走了过来 脸色不大好的问 三爷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怕这个家伙 会把我们在酒店窃听的事情说出来 到时候 毕竟不大好听 三爷脸色也有些阴沉 原本还以为是一件小事情 没想到现在的事情 却已经有些令他都感觉到了棘手 别离铁乌鸦这个蠢货 过了一会之后 三哥才开口说 给我在道上找几个有真本事的人 找个机会 给我弄了他 对了 明天你先盯着他 人一到 你就可以撤 让人弄了他 好 明哥笑了起来 第二天起床 酒店这边没有任何的动静 也没有任何人上门道歉 魏警对着苏询书说 走了 把东西拿走 我们退房 苏询书也有些愤愤不平 这些人欺人太甚了吧 明明就是他们做错的事情 但是他们却连道歉都不肯 可是刚刚下到了下面 就看到经理正阴冷地看着他们 同时 在酒店大堂处 有一个年轻人正看着他们 当他看到了苏询书后 双眼都放着光 太漂亮了吧 你在我们酒店闹事 年轻人来到了魏警的面前 开口问 魏警看了他一眼 我叫张局 年轻人撇了撇嘴 这家酒店是我们家开的 你竟然敢在我们这里乱来 这就是不给我面子 啪 魏警顺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太快了 而且完全都没有想到 收起你的狗眼来 魏警淡淡地说 要不然下次再看到你的狗眼乱瞟 我会把你的眼睛弯下来 妈的 张群勃然大怒 指着魏警大声说 给我进来 收拾他 瞬间就看到好几个人上前 围着魏警便要动手 苏寻书毕竟是一个女人 难免会有所害怕 但是魏警却上前 冲入到了人群中 没动几下 那些人已经纷纷倒下了 只有魏警站在那里 其他人吓了一跳 你们公司应该留有我的号码 魏警上前拍了一下张群的肩膀 淡淡地说 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给我打电话 我是一个医生 会看病的 这一句莫名其妙 其他人听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张群倒是想反驳一下 但是面对着魏警 他竟然不敢 就只能这么看着了 魏警微微一笑 这才满意地离开了这里 大家就只能这么看着他们离开 好在东西也不多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家 离这里较远的一家酒店 进去之后 魏警先是检查了一下 发现没有窃听器之类的 才住了下来 住下来之后 苏寻书又给苏承泽打了一个电话 过去报地址 之后 魏警就接到了于海飞的电话 兄弟 今天不是要去赌食吗 来来来 赶紧的 我都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昨天魏警小露了一手 他看到之后就感觉到 魏警不简单 但是到底怎么个不简单法 还得今天再看 要是真不简单 那自己可就大发了呀 好 我现在换酒店了 你过来吧 吃完早餐的时候 于海飞就已经开着车子过来了 你们怎么换酒店了 那里不好吗 魏警微微一笑 把事情一说 什么 于海飞愣了一下 惊讶地问 竟然还有这行生意呢 显然 他多半也不大知道 魏警点了点头 没错 确实是有这行生意 是不是感觉到 有些不敢相信呢 于海飞苦笑一声 突然间又有些紧张地问 那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 这算是别人知道了吗 知道了 但应该没有人在意的 魏警摇了摇头说 我又不是什么西南赌石王之类的人 别人那么在意 看他们的意思 其实主要就是钓大鱼 就好像是石王那些人 他们说的才是最重要的 于海飞恍然大悟 应该是这么一回事情 行了 去吧 魏警拍了拍手说 再去试试 我现在手头上也没有什么钱了 自己看中的东西 都不知道能不能买中 得开些狱出来 做流动资金才行啊 于海飞看着魏警这么说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人家说起来 就好像是很随意的事情 你都没有办法反驳呀 再说了 人家说的确实是很随意啊 他苦笑一声 今天这里比昨天就已经热闹很多了 到了那里一看 就看到人山人海的 甚是拥挤啊 外面的摊位还好一些 但是里面的展厅 却已经早就挤满人了 大家都在抓紧时间 看那些原石呢 毕竟马上就要开拍了 大家还想多分析一下呢 魏警他们可就没有这种心思了 只是在那些摊位上去看 这么一圈下来 魏警就感叹 难怪说 堵食一刀生一刀死 而且死的几率更大 因为自己这么一圈下来 竟然没有发现什么 值得买的原石 倒不是说这些原石 没有一个开不出玉来的 只不过是不值得 有些是有玉的 但是价格同样也不便宜啊 要是再花这个钱 去买这个玉 就大可不必了 与海飞倒是专业似的 跟魏警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 魏警几乎就只是扫了一眼 就已经能发现 到底要不要买了 但是与海飞却上前左看右看 而且看得出来 他对于好几个都非常喜欢 要不是魏警没有说话 他绝对就要买下了 这么连续走了好几个摊子 看到魏警一个都没有看中的 他就有些急眼了 赶紧就开口说 魏兄弟 这一个都没有吗 说着说着 就已经叫兄弟了 关系更进一步了 魏警笑着说 于经理倒也不是没有能出玉的 只不过有些价值不菲 买下来开出玉来 也赚不了什么 我们要买就买大的 这句话霸气啊 于海飞只能对着他 挑了条大拇指了 反正自己在这一横 不能算是专家 既然已经相信了魏警 那就以魏警说的为准吧 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突然间就在一个 摊子面前站住了 前面摆的并非是 缅甸翡翠元石 而是独山玉元石 虽然贵为四大名誉之一 但是其实在市场上流通的 独山玉比翡翠玉那些 少得要多去了 而且在这么一个大市场 像这些其他的玉元石 也不是主流 最主流的 还得是缅甸翡翠玉那些东西 看到魏警站定 苏巡叔跟于海飞 自然也就站定了 看着那些玉 魏警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心里却已经有些激动了 因为他看到了 两个特异级的独山玉 品质非常好 于是他开口对着老板问 老板 这可以讲价吗 老板看了他一眼 心想你这是刚刚到这里 来赌食的吧 我们这里从来都是一口价 什么讲价不讲价的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不行 于是老板问声问气的说 魏警笑了笑 然后再次开口说 这些一百万 这些就是五十万 确实是有些贵 一百万的那些 看着得上百斤左右 至于五十万的 可能就是几十斤重的了 赌食就是这样 往往越重的石头 就越贵 因为玉 除了品质之外 重量也很关键 拳头大小的 你就算是开出玉来了 里面的玉也很小 品质再高 其实也就值那么些钱 但是如果石头大的 开出来大玉的可能就越高 价值就越大 所以按着重量来标价 其实是有着一定道理的 你要不要吧 老板哪跟他这么一个 刚刚来到这里的废话 直接便问 要要要 魏警其实也就是一个开场白而已 他确实是刚刚到这里来 不像是那些老手啊 也不知道怎么进入到话题里 所以才来那么一句 这两块 我要了 他一指那两块玉 开口说 两百万 不讲价 老板一听 马上便开口说 行吧 你就是认定 我会跟你讲价了对吧 真是笑话 哪知道刚刚买下来 就看到周山父子 竟然也在那里 看着魏警就开口冷笑了起来 赌玉可是一件很细致的活啊 竟然这么看一下就买了下来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赌石高手啊 身后 石先生也是一脸面无表情的脸 摇了摇头说 赌运气而已 显然 他们都不认同 魏警笑呵呵的看了他们一眼 淡淡的说 我倒是想问问 你们在这里买到什么玉了 别不懂在这里 装懂好不好 周强立刻就不客气的说 我们赌玉 自然得万分小心了 你以为随便这么一看就能买下来 这只是一些刚刚到这里来的新人才会做的事情 魏警笑咪咪的反击说 原来是这样 那么我可得跟你们说一声了呀 你们要是再这么慢悠悠的看下去 可能到后面就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 笑话 周强立刻就开口说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呢 无知 石先生摇了摇头 哟 魏警笑了起来 我给忘了呀 你们还有大师镇场子 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当然了 周强冷冷地说 西南石王石先生 魏警笑着说 既然这样 那就让大师见识一下吧 来来来 反正买了两块原石呢 我们就让你见识一块 也让你知道一下 什么叫西南石王的赌石方法 在我眼中 真的是连屁都不如 原本魏警不想这么高调的 但是看到这些家伙 确实是有些不大舒服 于是立刻付钱 同时开口说 老板 把解识机给我用一下 老板最喜欢这样的场面了 因为解识机一来 肯定就会有不少围观的人 大家都好奇啊 哪怕是知道这块石头 可能解不出来什么 但是自己 就有更大的机会 卖出更多的石头 要是开出一个小玉石就更好了 不用很好的 但凡是见些玉就行了 要知道 见玉也不容易啊 自己用吧 老板立刻就换上了一张笑脸 开口说 别客气 要是不懂的话 我来开也行 我不懂 魏警都没有回他一句 要不然得把这个 老板气吐血不可 他只是来到了解识机面前 看了看 接着就笑了起来说 于经理 来来来 帮个忙一起抬一下石头吧 周杉原本是不想在这里看的 但是看着他解识 又不有有些好奇了 所以就停在那里看了起来 不过对此 多半是不懈的 想在我面前炫一下 你真当自己是石王啊 周强就更高兴了 你要是开不出石头来 看我不把你嘲讽死 而石先生则半闭着双眼 对此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兴趣 他堵食了大半辈子 对手也就是同样号称西南石王的黎大师 刚好 这次他也来了 所以他们是准备在这里一较高手的 至于像魏警这样的人 他完全都没有放在眼里啊 在我面前 那就是班门弄斧 算个屁啊 于海飞上前 心里也有些好奇 魏警看了这么久 这才看中了两块石头 绝对就不会是什么便宜东西啊 谢时机一想 旁边就有不少人都围了过来 赌这一个字啊 就已经能吸引到很多人了 哪怕不是自己赌 看着别人也过瘾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老鸟呢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新手啊 你看看 谢时机竟然连线都不画 其中一个人 马上便笑了起来说 其他人一看 纷纷也在那里议论了起来 确实是新手啊 这怎么做的啊 切时怎么可能不画线泥 就算是里面有玉 也有可能把玉给切了啊 菜鸟都是这个样子的 总以为自己很厉害呢 但其实他就懂个屁啊 很快的 没多久 他就会哭 一百万的独山玉 这个家伙是疯了吗 竟然买这样的原始 交头接耳 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看好他的 苏勋叔也有些紧张 确实是 也感觉到开出玉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 还真替魏警捏了一把汗 于海飞也听到了他们的话 感觉到有些不大好 便问魏警说 要不然我们画个线吧 你知道玉的位置 魏警看了他一眼 于海飞愣了一下 甘大的说 我要是知道 早发财了 那就是了 魏警点了点头说 画线 可能对于像一些真正赌食的人来说 是有些用的 但是对于更多人来说 那就是瞎画 你都不能确定 里面还有没有玉 就在那里画线 画个屁啊 于海飞无语了 但仔细一想 也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服好了 我开始了 你别晃啊 要是你一晃 把我的玉给切偏了 那我损失可就大了 于海飞立刻就不敢乱动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魏警开始在那里切割了 在旁人看来 他就好像是一个笑话那样 在那里切着 而且还是没有目的是的 但他们不知道 在魏警的眼中 这里面的玉藻就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 准确的能知道他们所在的位置 所以画不画线 其实完全都没有什么作用 更没有什么必要 我都已经知道他们在哪里了 还画个屁的线啊 大家说起来还是有些紧张的 随着他切割开始 不少人也纷纷就收了手 切割击过去 很快就将几乎一半的 玉都已经切了下来了 那边石头很快就已经倒下 切面处突然间就发现了一丝绿色 绿意还有些浓啊 周强玉都没有看到绿色 看到石头掉下来 就开口嘲讽地问 哥这里装逼呢 怎么样 没有玉吧 真的是笑死我了 你眼瞎啊 老板都看不下去了 兴奋地说 玉啊 你他妈眼瞎嘛 其他人也瞪大着眼睛 我的天啊 还真的是出玉了呀 好像是有玉啊 还挺绿的 是有玉 但是橙色不知道会怎么样 独山玉太不好买了 很多玉有杂志 也值不了几个钱 只有那种单一颜色的才值钱 不少人纷纷点头 周强也没想到 竟然能见到绿 顿时就有些尴尬了 但同时更是冷哼了一声 你未经也不过就是运气好而已 就算是出玉了 又怎么样 这可是独山玉啊 要出不了单一颜色的玉 你就是血亏 想到这里 心情就大好 那边石先生移了一声 脸色也慢慢地变了 根据他多年赌食的经验 已经比别人发现了更多 这 这块出来的绿非常好 而且绿意浓郁 没有任何一丝杂志 竟然有可能就是特级的独山玉 他刚刚想到这里 就看到魏警 已经再一刀过去了 这一刀 直接就将另外一半给切了 这一下 全都变了脸色了 因为这一刀切得非常好 就看到那一边都是绿色 这 众人就算是再不知道 现在也都已经发现到了 这就是一块特级绿玉啊 妈的 赌账了呀 两刀下去 就已经能确定了 而且从大小来判断 这块玉最起码得几千万 好的独山玉 比好的翡翠都难寻啊 众人的脸色都已经变了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魏警心里同样也有些惊讶 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右手食指 同次在吸白气 没错 玉石的颜色 好像是在简单 我的天 食指竟然有这样的功效 要是这样吸过去 可能就玉 就得成普通的石头啊 他立刻就收起了念头 果然食指停止了 开始吸食 当然了 颜色虽然是简单了一些 但是只有他能发现到 我这食指能吸食玉石的灵气吗 魏警有些嘀咕了 在世人的眼中 玉是有灵气的 山川大地 沧海桑田 才造就了这些玉石 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 这些玉就是有着不可比拟的灵气 要不然也不可能成为玉队吧 当然了 这些可以说是不科学 但确实是让很多人都相信 魏警现在也有几分相信了 就在他还在沉思的时候 就看到其中一个人上前 对着魏警说 兄弟 你这玉还卖吗 魏警看了一眼 发现竟然就是昨天 自己买自己玉的那个人 我买 那个人看着也有些兴奋啊 开口说 您开个价吧 魏警笑着说 你出多少钱啊 五千万 这个人沉吟了一声 五千万 人群已经沸腾了 他们之前还在嘲讽了魏警不懂吗 但是现在却已经完全都镇住了 看看啊 人家一百万买的原石 转手就已经卖出一千万了 再想想刚才自己说的那些话 这些人只感觉到 脸上真的是火辣辣的疼啊 这特么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不止这个价 魏警想了想 再次开始切割了起来 就在他切完另外一边的时候 大家惊骇的发现 这个玉的长宽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完全都不是之前想的那样 魏警一脸淡然的看着他说 现在 你觉得五千万够了吗 最起码八千万 余海飞跟苏巡叔都是看多了呀 立刻就已经叫了起来 买鱼人也都梦了 过了一回才挑起了大拇指说 八千万 我买 说完他还看了一眼其他人 没有发现同行 这才放心了不少 开口说 这样吧 我家五百万 八千五百万 兄弟 我们昨天就做过一单了 如何 好 魏警正需要现金啊 既然人家这么诚心想买 那就卖了吧 反正也没有卖亏 买鱼人大喜 赶紧就给自己那边打电话 让他们打款 没多久 魏警就已经收到了钱 同时 马鱼人那边也很快就来了几个人 将鱼搬走 兄弟 这是我的鸣片 马鱼人满脸都是笑意 赶紧掏出了鸣片说 以后要是再开出这样的鱼来 可以打我电话 我一定前来收购 而且我敢保证 我给出来的价钱 绝对是很公平的 不会让你损失什么的 魏警看了一眼 天福珠宝 杨和平 对对对 马鱼人笑了起来说 那我们就下次再聊了 现在 他一指这些鱼 明白 魏警开口说 有鱼的话 我会跟你说的 好 杨和平大喜 赶紧就把鱼运走了 虽然已经开出鱼来了 但是鱼的安全 还是另外一个方面 才不让人眼红 所以他们买鱼人 也最关心的 就是安全问题 很快 杨和平就已经带着人走了 我的天啊 八千五百万 这个一百万的原始 我早就看到了 我都已经经过好几次了 为什么没有买到 我也是 我还起过心思去买的 但就是没有出手 想想 都感觉到亏了 不少人开始在后悔了 一个个垂胸顿足的 好像是真的损失了很多钱似的 怎么样 周大少啊 魏警笑着上前 对着周强说 哎呀 我这样的人运气这么好 一开竟然就开出了八千多万的玉出来 我不知道周大少有什么样的好运气啊 要不然也开一个给我看看呗 你 周强确实是眼红了 这个家伙走的什么狗屎运啊 竟然开出了这么值钱的玉出来 怎么会啊 你别得意 这也就是你运气好而已 你给我等着 我们十大师也能开出这样的玉来的 是吗 魏警笑了笑 看了看石先生 淡淡的说 刚才你们也过来了吧 也没有看到你们出手啊 石先生 您这是看走眼了吗 石先生顿时就为之哑然 赌石这一行 真以为看什么就忠什么啊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 哪怕是他石先生都是这样的 不能说自己赌的绝对就是有玉的 也不敢说但凡有玉的 自己就能看中 年轻人 你别得意太早了 石先生立刻就冷笑一声 赌玉这一行 凶险无比啊 你也不过就是运气好而已 赌中了这么一块 但是你哪知道下一次会不会失手呢 我劝你最好谦虚一些 那我就多谢你的劝告了 魏警一脸认真的说 但是你还是没有赌中 对吧 石先生的战红了脸 这就是奔着自己来事吧 魏警不再气他 而是看向了周珊 笑着说 周老板啊 我之前好像跟你说过 我要让你在这里一块玉都买不到 给我等着啊 周珊的眼皮跳了几下 感觉到事情有些不简单 但是他也没有把魏警放在眼里 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 还能让我买不到一块玉 你是不是有些太高估自己了呢 小子 周珊虽然说 别得意太早了 我们没有出手 是因为我们只是想着拍卖 至于这些 我们完全都没有什么兴趣 哦 拍卖啊 魏警笑了起来 心里却冷笑了一声 你那几块 我都已经知道了 好吧 你给我等着 那我就祝周总大发啊 走 周珊也没有脸在这里继续待着了 毕竟原本是想看人家的笑话的 最后自己成了笑话 有什么好看的啊 还是先走吧 说完就只能这么离开了 魏警笑咪咪的看着 再一想 自己账户上又多了那么多钱 顿时就笑得更加欢了 那边 那些围观的人去都已经疯了 老板 我要这块 我要这块 一时间 大家竟然都去买他们这里的原石 老板都已经笑开花来了 其实这也是他们老板最乐意看到的事情 往往在自己这里开出玉来 那就代表着 自己这里的原石 基本上就会抢光 好好 你们别急 慢慢来啊 魏警却在这个时候 弄了一辆推车 把另外一块原石推出了这里 我的天啊 你真能看到里面的玉石吗 于海飞全身都在颤抖着了 他每一年都会到这里来 见过很多赌石的人 魏警开出来的这块玉 绝对不能算是自己见过最值钱的 但是魏警两次出手都中 而且价值不菲 这就已经让他足够震惊了 太厉害了 魏警扭头看了他一眼 这才开口说 你可不能瞎说啊 我是看不到里面的玉的 但是我根据文录 能大概看得出来 明白吧 根据文录 于海飞猛在那里 他总感觉 这是魏警在骗自己的呀 你什么时候看过文录了呀 我看你都是随意那么一瞟的呀 你就说你看过文录了 不对不对 你这是欺负我 没有文化对吧 但是魏警却呵呵一笑 现在放心了没有 放心了 于海飞立刻就开口说 我信你了 你看鱼确实是有一手 这样吧 你说了 今天帮我挑一块 你就帮我挑一块吧 剩下的那一块 我在拍卖会上拍下来 没问题 魏警微微一笑 不过 我得先把这块鱼给放好 这外面有专门卖箱子的 很多人不想当场解石 因为当场解石 会有一个安全隐患 买了原石后 就会用箱子装起来 运回到家里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再去解石 魏警就去买了这么一个箱子 跟着就把这个东西放到了酒店里 再次出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他们先是去吃了一个饭 然后再去逛了一圈 一圈下来之后 魏警就给于海飞挑了一个原石 于海飞倒也没有急着开石头 也是打包好 直接运到了魏警的酒店里去 这么一通下来 其实他们都已经有累了 所以就回酒店休息去了 也都没有再出来了 我东西就放你这里先吧 于海飞也感觉到累了 其实对于这块原石 他也很好奇 但是现在确实是不大适合开 所以就开口说 我就先回酒店休息去了 没多久 人就已经走了 走的时候 于海飞还是笑眯眯的呢 魏警 这个真的能开出欲来 现在的苏寻书感觉 还在梦里呢 想起魏警之前 跟自己说的那些拍卖的石头 里面有多大的欲 还有橙色是怎么样的 难道都是真的 我的天啊 要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能赚大发啊 你看我失手过吗 魏警笑着说 苏寻书一想也是啊 到现在为止 魏警买过四块原石 开了两块 但是两块都已经出欲了 这样的比例 已经很恐怖了 很吓人了 而且看魏警的样子 这两块好像也能铁定出欲 要真的是这样 更可怕啊 等着吧 魏警笑了起来说 这还只是小意思呢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玉石呢 你只需要等着就行了 苏寻书已经不知道 说什么了 苦笑一声 这么一松懈下来 就感觉到了累 特别是苏寻书是个女人 在这样的地方逛了两天 感觉到全身都酸痛了 马上便躺在沙发上 我太累了 我得好好休息一下 全身都腰酸背痛的 这样吧 我帮你按一下吧 魏警扭头看了一眼 就发现苏寻书躺在沙发上的身体 真的是玲珑有致啊 非常好看 他忍不住就有些双眼发直 苏寻书见他这样的眼神 顿时就有些羞涩 这个家伙跟自己认识也不少时间了 从来都是一副不把自己当成女人的样子 我还以为他对女人不感兴趣呢 其实哪是魏警不对女人不感兴趣 只不过苏寻书虽然漂亮 但是却不如张初然那样 天生带着一股魅气 而是带着一股知性的气息 这么一来 魏警就不会往其他的地方去想 特别是苏寻书 从来都不穿那些路 或者说是紧身衣之类的 你会按吗 过了一会 苏寻书才收射了心神 白了他一眼 该不会是想占我便宜吧 其实他自书就是调侃而已 经过这些天跟魏警相处 他已经大概了解到 魏警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肯定会啊 太平道经里面的医术里 可有着很多医道手法啊 不但是有针灸之类的 还有推拿手法 也就是按摩手法 这种手法大多是早就已经失传了 要是拿到现在来看 绝对就是最顶级的那种 不知道为什么 苏寻书竟然有些心动 总感觉自己也好想跟男人接触一下 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忙于工作 竟然不敢再有这样的心思了 现在看到魏警长得又不错 而且人又好 所以就那你帮我安安吧 他一想大方帝躺在那里 开口说不过不能乱动啊 说完就有些不大好意思了 肯定不会 魏警一笑马上便上前 现在的苏寻书可是正面躺着的 这么一看就能看到两座高耸的山峰 他忍不住就透视了一眼 顿时就看到碧莉千韧光滑如枝 我的天 魏警赶紧就把透视眼关了 生怕自己再看下去就得流鼻血了 这也太可怕了吧 你 苏寻书脸色微红 这个家伙 是发现自己很雄伟吗 我之所以喜欢这么穿衣服 就是因为我前面太大了呀 不想让人过分注意到我的雄伟 今天倒好 让这个家伙发现了 没事没事 那个你趴着吧 魏警苦笑一声 苏寻书立刻就趴在那里 魏警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收射心神 替他按了起来 入手 只感觉到一股香气传过来 令人有些迷幻啊 而苏寻书也不知道多久都没有 跟男人接触过了 就在魏警的手碰到他的身上的时候 全身竟然都一颤了 这样的反应令 魏警也感觉到了 他竟然也有些了反应 就好像是抖动一下 然后索然无味啊 你乱抖什么 苏寻书能感觉到魏警的异动 顿时就满脸都是羞红之色 轻撑了一口 魏警都想给自己一把掌了 这特么的是做什么啊 自己什么时候这么没有定力了吗 他不敢多说什么 单笑了一声说 是是是 我激动了 主要是你太诱人了呀 而且还给我这么慌 不过魏警很快就已经病除杂念 开始按了起来 苏寻书脸色还有些红 心思更是如小鹿乱撞 但是随着魏警真的按了起来 他立刻就已经静下来心来 只感觉到魏警按着特别舒服 没错 就是舒服 而且让他再也没有了任何多余的心思 啊 最后 他忍不住就舒服地叫了一声 嗯 原本魏警已经没有其他的想法了 但是听到他这么叫 立刻就有些反应了 苏寻书也发现自己这一句叫得实在是太有些厉害了 耳根子都红透了 只不过也不说什么 只是下定了决心 下次再也不敢这么叫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苏寻书就感觉到全身都彻底舒服了 大概十几分钟后 魏警才停了下来 坐到了一边 苏寻书感觉到自己都不想起来了 就趴在那里 魏警 你这个按摩手法太好了 你从哪学的啊 我自学的 魏警胡扯说 你自学的 苏寻书扭头看了他一眼 你既然是自学的 那按过多少女人 魏警愣了一下 这才发现自己说的话有些漏洞 只不过 我怎么感觉到苏寻书这话里有一股醋味呢 我这 我这是按着草人炼的 给你按 这是第一次按真人呢 是吗 苏寻书眼睛有些亮色 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到高兴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魏警一脸认真 这确实是他第一次替人按摩呀 我要是骗你 天打五雷轰 你个傻子 苏寻书一把就起来了 按住他的手 说就好 发什么事 这一下有些激动 竟然就用山风撞到了他的手肘 一瞬间 魏警就感觉到血气上冲 竟然忍不住就用手揽住了苏寻书的腰 狠狠地往自己身前一揽 贴得更紧了 魏警 一 苏寻书感觉到自己也有些迷离 全身都软了 好像在这个时候融化 但他还是有一丝理智的 叫了一声 只不过声音也有些迷离 他不出声道还好 这一出声 在魏警的耳边听来 就让魏警更加激动了 他立刻就已经变本加厉了 想要更进一步 苏寻书英明一声 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反倒是希望魏警再进一步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只感觉到灵台有些恍惚 不对不对 瞬间太平修炼诀就已经运转一周 他灵台瞬间就清醒了 双眼一睁 就看到这里面竟然弥漫着一丝丝白气 那是燕 妈的有人下药了 魏警这才明白过来 同时心中冷汗直流 刚才自己给苏寻书按摩的的时候 应该是有人给自己下药了 太过于专注了 差点就着了他们的道了 再低头一看苏寻书 发现他双眼都是渴望 都是风情 期待着自己的下一步 同时 他的脸上全都是红韵 显然是已经进入到了状态了 时不时还发出了一两个声音 令魏警热血沸腾 而且他的双手因为无处安放 成了先锋 在自己身上乱抓着 因为用力有些大 能看到一抹雪白出现 差点就要让魏警守不住本心了 他瞬间就一直点在了苏寻书的耳朵处 一丝太平真气 进入到了他的脑海里 令苏寻书也瞬间就已经清醒了过来 别动别说话 魏警生怕他会惊动到其他人 马上便开口说 有人再给我们下药 差点就中招了 我们得装成重计了 他们才会进来的 苏寻书这才发现 自己刚才确实是不大对劲 心里有些后怕 但是一看魏警就压在自己身上 顿时就让他脸色更为羞红了 门外 一老一少两个人就站在那里 师傅 已经十几分钟了 可以进去了吧 少年人知道这下的是什么药 最为着急了 三爷可还等着呢 三爷听说这个家伙 今天还开了一个狱出来 八千多万呢 老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徒弟 小马说 你就是想进去看好戏对吧 怎么着 看上那个妞了 弟子有些尴尬 但却兴奋的说 师傅 能不能让我也爽爽啊 那个妞也太漂亮了 开门 老头一直都在抽烟 这个时候把烟掐灭 却给烟斗上放了其他的料进去 再次点燃 现在他们都已经没有理智了 但是听说他们伸手不错 你要是上前 还未必是人家的对手 用上这个保险一些 弟子马上便笑了起来 还是师傅想的周全 那我们就进去了 说着他们就已经开门进去了 进去一看 就看到魏警两人在沙发一成了一团 弟子毕竟是血气方刚啊 立刻就有一股邪火往上冒 妈的 便宜这个家伙了呀 老头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心里却有些奇怪 不对啊 这是怎么回事 中的是和欢伞之类的啊 虽然说 他们现在是成了一团了 但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应该正是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啊 这两个人 竟然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立刻就点了烟 上前大吸了一口 顿时 一道白色的烟雾就已经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苏勋叔原本是有些紧张的 一方面是被一个男人这么压着 而且自己有些地方让魏警压着 不但是不舒服 还有些异样 让自己想到其他的地方去 另外一方面是外面有人啊 所以就更紧张了 这一口烟出来 他就吸了不少 瞬间就感觉到 灵台就已经有些不大清明了 愣在那里 竟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魏警同样也是 但他是有备而来的 就在吸到了这口烟之后 再次运行了太平修炼绝 马上便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起来 但是老头却没有发现 对于自己的本事 他是有着很强大的信心的 不就是两个厨吗 我能玩到他们死 立刻 魏警就已经站了起来 而且那样子 就好像是失去了理智那样 好像是一句行尸走肉 师父 要不然您对付他 我来对付他 弟子的双眼都是猥琐之色 看着躺在下面的苏勋叔 满眼放光 妈的 这样的女人给自己玩一次 折收一年都可以啊 出现 老头骂了一声 这才对着魏警开口说 把卡拿出来 还有银行密码 三爷原本只是想教训魏警的 但是明哥跟了一天 却发现 魏警竟然开出玉石 赚了八千多万 这可不能放过啊 所以就让老头前来 把他的密码拿到手 把钱给取了 最后 再把魏警带到三爷那里去 让他知道知道 得罪三爷是什么下场 你想要密码吗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突然间就已经换上了一张笑脸 完全没有刚才被他控制住的神情 老头大害 这个家伙竟然没有被自己迷住 他刚刚想要说什么 却看到魏警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啪的一声 老头被他扇了一个晕头转向 被惊虫上脑的弟子也反应过来 马上便怒吼一声 你别对我师父动手 说着立刻就上前 对着魏警就要出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一脚过去 弟子马上便倒在地上 老头心下一惊 刚刚想要说什么 却发现手中的烟斗已经到了魏警的手中 魏警拿过去 吸了一口烟 然后往他的脸上一吹 老头大急 可是却已经晚了 马上便吸入到了自己的迷香 他立刻就处于失神的状态 可是魏警却在这个时候 一拍他的肩膀 瞬间又让他清明了 扑通 老头虽然正常清楚了 但是猛然间就对着魏警跪了下来 颤抖着声音说 大师饶命 魏警也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竟然这么腿软啊 自己不过就是将你的迷香破了 打都没有打 你就已经给我跪下了 师父 我来收拾他 此时 弟子刚刚起来 看到师父跪下 立刻就怒吼一声 魏警轻轻一挥 就看到那边的桌子上 一支茶杯很快就已经飞起 碰 茶杯砸到了年轻人的头上 瞬间就将他砸晕了过去 歇 歇术 老头魂都吓飞了 突然间就对着他磕起了头 大师饶命 说完他不住地对着魏警磕头 看他的样子 真的是吓到了极点 魏警没有理会他 而是上前给了苏寻书一指 苏寻书瞬间就清醒了 赶紧就站了起来 想到刚才的情景 不由一阵羞涩 只不过一看到现在这样子 立刻又有些紧张了 魏警这才来到了老头的面前 冷冷地看着他 先师 是我有眼无珠 得罪了您 还请恕罪啊 老头全身都颤抖着 先师 苏寻书一脸不知所以 这个老头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叫魏警先师 魏警也不明白 谁让你来的 不过他并不在意 对方叫自己什么 最在意的就是 这个家伙 为什么要来动自己 是三爷 这个老头竟然没有任何的隐瞒 马上便把三爷供了出来 就是三爷叫我们过来的 他说您得罪了他 而且身上还有卖了玉石 有上亿的资金 三爷就让我过来 把您迷婚带过去 同时把你身上的钱给搜刮了 三爷 竟然又是他 昨天把铁乌鸦教训了一下 同时还让铁乌鸦 把话带给三爷 本意就是让他知难而退 没想到这个家伙 不但没有退 反倒是还继续对着自己出手 你是谁 刚才用的是什么名 魏警又开口问 老头有些害怕说出师门 但是又怕自己不说 魏警把自己灭了 只能苦笑一声说 江湖人都叫我迷龙 因为我们这一门专门用药 所以叫迷 我姓龙 迷龙 你媚的迷龙啊 今天遇上仙尸 确实是我们有眼无珠 迷龙看着魏警 脸色变换不定 赶紧就开口说 我再也不敢了 仙尸要是有什么不满的 我徒弟留条手臂 迷龙一咬牙 今天要是不放血 他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 魏警冷笑一声 刚才自己差点救了着了他的道了 而且 刚才这个小徒弟的话 也让自己很不舒服 每人两根手指 魏警这才开口 对着他们说 就你们师徒的 左右手的食指 都给我切了 我就放你们走 要不然我废了你们 迷龙根本就不敢说什么 原本只是想牺牲一下 徒弟的手臂 没想到这个家伙 倒没有想要手臂 却要是自己的食指 他不敢违逆 马上便拿出了刀 对着自己的手指救下去 两下 虽然痛得额头都快要冒汗了 却不敢叫出声来 把他的也给切了 魏警完全都没有同情之色 迷龙马上便上前 把弟子的手放到了地上 然后用力一切 弟子惨叫一声 马上便痛醒了过来 看到师父竟然在切自己的手指 立刻就大害 师父 您这是干什么呀 啪 迷龙伸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想活的话 就给我安静一些 弟子被打猛了 但却再也不敢动了 就只能任由师父 把自己的手指切了 最后 迷龙拿着四根手指 额头冒汗地对着魏警问 闲师 现在可以了吗 魏警到有些佩服起这个老头来了 当机立断了 这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不简单 滚蛋 魏警这才开口说 但是我警告你们一次 下次要是再让我发现 你们做这样的事情 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们给宰了 明白吗 是是是 迷龙哪里还敢多说其他的呀 赶紧就点头答应了 滚 迷龙马上便带着四根手指走了 头都不敢回一次 出了酒店 匆匆来到了一个小街道 这才停下了脚步 啊 再一看手指 虽然是用衣服包着 却还滴着血 师父 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 弟子还有些不服气 开口说 蠢货 迷龙催了他一口 怒声说 以后做事 给我把招子放亮一些 我们的迷香对他一点用都没有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弟子也确实是有些奇怪 师父配置的迷药是什么样的 他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些年跟着师父走南闯北的 可以说从来都没有施过手 但是这一次的竟然没有用 因为人家是暗镜高手 迷龙怒声说 刚才他给我吸了一口烟 我都已经失去心神了 但他只是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就把我拍醒了 那就是暗镜的作用 在江湖上 能修炼出暗镜的 就是入道高手 这种就是仙人 是我们可以冒犯的吗 要不是刚才我聪明 给他跪下 把手指给他 要不然 我们师徒都得死在那里了 弟子 吓得脸色苍白 暗镜高手 蠢货 迷龙骂了一把 这件事情做不了 我们赶紧撤 三爷要想死 就让他自己去死吧 我们不用再管了 弟子也吓坏了 是是是 师徒说了算 他们师徒离开后 里面的魏警跟苏寻书 有些尴尬 特别是苏寻书 低头一看自己 发现竟然还有一处 露出了绝美风光 顿时就尖叫一声 赶紧就把手整理好了 你 你看到了什么 苏寻书看着魏警 有些休脑地问 魏警愣了一下 自己后面都没有留心看了呀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当然不能说 自己已经透视看过了 苏寻书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想到刚才躺在那里 魏警压着 那种酸爽 令他现在双脸都是微红 你 你刚才是不是故意压着我的 我都 他原本想说压得好痛的 但是一想象那个地方 说出来被压得痛 就不好意思了 只能改口说 我都喘不过气来 魏警也有些尴尬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但是却调侃地开口说 我可以帮你按按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苏寻书没想到他竟然会跟自己开这样的玩笑 但说来也好笑 这样的玩笑以来 竟然没有那么羞涩了 只不过就让他哭笑不得 你这个家伙 还敢调戏我了是吧 说着 就已经上前轻轻地在他身上拍了一下 可是一个没站稳 一把就扑倒在了魏警的身上 魏警将他扶住 微微一笑说 苏小姐 对不住了 这一声苏小姐叫的苏寻书 有些感觉到身份 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愿意魏警叫的这么身份 马上便认真的说 不准叫我苏小姐 叫我苏姐 或者是名字都行 魏警一愣 马上便笑了起来说 是 苏姐 苏寻书这才笑了起来说 刚才好险啊 要不是你 我们都得中招 说到这个 魏警的脸色就是一尘 三爷 这个家伙三番五次来惹自己 给你警告都不听 真当我魏警好惹是吧 看来我得找一下你的麻烦 你才能知道 我的厉害啊 只不过再次沉默了下来 两个人却更加尴尬了 特别是苏寻书 感觉到耳根子都已经红了 他也算是大美女一个了 但是自己这一次 竟然会这么守不住本心 确实是有些奇怪 因为在毒素去干净之后 自己竟然还有一丝期盼呢 这在之前 几乎就是不敢想象的啊 难道是说 这个家伙 还真的挺吸引自己的 看到苏寻书的目光 向着自己瞟来 魏警苦笑一声 开口说 那个 看来我们已经让人盯上了 苏寻书先是一正 然后就点了点头说 没错 现在我们是让三爷的人盯上了 感觉到不大安全啊 魏警心中却冷笑了一声 不过脸上却带着一丝好奇的问 其实我想问问 在这里堵石 一向都很安全吗 这是魏警最想知道的事情 之前这里的堵石 是最不安全的 苏寻书摇了摇头 好像是想起了某些遥远的事情 之前中海堵石 大家都说是一刀生一刀死 但其实大家还不了解另外一件事情 有时候你这一刀下去了 可能就生 但是 随后也未必会是什么好事 因为后面可能还有人盯着我们 能不能逃过另外一劫 这是大家都不敢保证的 只不过后来随着大家都觉得 这样的方式做不下去 所以开始加大了监管 这样中海堵石的名头才慢慢出来了 环境也好了很多 但你说 这里安全不安全 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呢 魏警眯起了眼睛 从苏寻书这么说 他就知道 这就代表着不安全 要是真的安全的话 苏寻书会毫不犹豫的说安全 那现在就说明 是不安全的 我们不能再开石头了 苏寻书想了想说 要不然会被更多的人盯上的 魏警沉吟了一会 这才再次开口说 不不不 我们还得再开石头 只不过 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开石头了 我们得开几个不好的石头出来 要不然 还得被他们盯上 苏寻书愣了一下 然后就笑了起来 那行 三爷那边 一直都在等迷龙的消息 但是等来等去 竟然也没有等到 迷龙好像是消失了那样 三爷 明哥有些不解 便上前对着三爷说 该不会是他们拿了玉就跑了吧 那个家伙 身上的上衣的钱呢 会不会是他们剑才起了贪心 一个人拿着钱跑了呢 三爷眉头一皱 摇了摇头说 不至于 我三爷虽然比不上他们的手段 但是我们可是人多啊 他迷龙要是有这个胆子 我一样可以让人去杀了他们的 明哥一想 好像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只不过还是有些不解啊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回来啊 去盯着 三爷也想不通 就是感觉到心神有些不宁 赶紧就开口说 给我盯紧了他们 那个家伙胆子这么大 而且还这么会堵食 今年我们就盯紧了他 好 魏景没有直接去找三爷的麻烦 因为现在他最重要的就是堵食 至于三爷 他准备 在这件事情过后 再去找他们的麻烦 拍卖大会的前一天 魏景就带着于海飞跟苏巡叔 再次出现在了这里 这一次堵食 魏景全都是堵开不了的 连续开了几个都是费食 而且有一个可是花了五百万买的原食 其实开的时候 魏景自己都心疼啊 这特么的 这么多的费食 真的是白花出去的钱啊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不让人盯上 就只能这么做了 当然了 看到可以买的 他也暗中让于海飞买下了好几个 都没有开 先存着 确实是有不少人都盯着魏景 毕竟魏景在这里出手几次 就已经让人记上了 开出玉的几率太大了呀 杨和平他们也在看着 这就是卖我们两块玉的那个人 某处 一个大概三十左右的岁的漂亮女人 看了一眼身边的杨和平 淡淡地问 是的 静总 杨和平很恭敬地说 这位先生 确实是连堵中了两块 都是被我们锁满 现在看来 他堵食的本事 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啊 静总摇了摇头 眉目中似乎有一丝失望啊 杨和平赶紧就说 静总 是得分两边看啊 堵食这一横 原本就是极难的 不要说是他之前 名不见经传了 便是那些知名的食王 也未必能次次都堵涨啊 他连堵两块涨的 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 我知道 但是 静总叹了一口气 开口说 你应该知道 这次我们要是买不到 最顶级的玉 对我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杨和平顿时就沉默了起来 别人都以为我们风光无比呢 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才清楚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处于生死边缘了 能不能活着下去 这次很重要 静总便无表情地说 买 确实是件好事 但是我们能买下来的 多半是被人用以添价 堵 我们就更不可能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年轻人 可以比较合适的价钱 卖给我们玉 但是 想到这里 他就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静总 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 杨和平一脸认真的说 极品玉当然还没有出现了 但是你也别忘了呀 拍卖大会还没有开始呢 真正的好玉最顶级的玉 有可能会在那里出现的 至于现在这些其他的 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静总还是苦笑了一声 现在行内 还有谁敢伸手帮自己一把呢 压根都不可能啊 说句实在话 便算是于海飞看到卫景连赌 几把都失望了 也有些胆颤心惊的 这位老哥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连续赌了几把都亏了啊 原本对卫景很有信心的 但是现在却全然都没有了半点信心了 一时间还不知道怎么办了 回到了酒店 卫景看着他这个样子 就笑了起来 便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 听完后 于海飞就愣在那里 没错 卫景开口说 现在我这是在迷惑住他们 要不然 我们可能就被人盯着更紧了 我叫你暗中买下那几块石头 绝对能赌长的 你只需要把这些石头给我看好了 等我们拍下那些石头之后 我们再把这些石头运到一起去 然后我们再一起开石头 到时候 绝对不会亏了你的 好 于海飞这才松了一口气 认真的说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你要是不跟我说 我现在都还有些担心呢 你现在这么一说 我就放心多了 卫景笑了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情出不了什么差错的 那 那现在我们就 等着这些拍卖会了 明天可就是拍卖会了 我们再去拍卖原石那里看看 卫景站了起来 冷冷的说 别人我不管 但是他们齐去隔 我让他们一点好货都买不着 来到了拍卖原石处 因为临近闭馆 所以更多人在这里看原石了 大家都想争取在最后的关头 好好看看这些原石 给自己添加一份筹码 当他们进去的时候 看到周山父子 跟石先生也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看着的东西 正好就是15号的玻璃中玉石了 在周山的笔记本上 这个是最为贵重的东西 也是他们最有可能拿下的 周总 还在看呢 卫景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手轻轻的就按在了原石上面 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丝丝白气从原石里面飘了出来 被卫景的右手实质所吸收掉 听说有人可连赌了几次都赌不中了 周强最是小人了 看到卫景就得意的笑了起来 还真以为一开始自己撞了两个大运 就算是赌石高手了 真的是笑死我了 现在知道赌石没有这么好运气了吧 我猜你啊 很快就会输光全部家产的 卫景微微一笑 低头看了一眼原石 顿时自己都愣住了 这块原石 竟然已经没有了玻璃中的玉石 反倒是在里面只剩下一块纤维化的一些东西 他忍不住就把手收了回去 但见右手食指金光一闪 他的眼睛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小地方 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东西颜色不一样 好像更深了 也就是说 其实是自己的食指 把他们这里所有的玉器都吸引了 玉石没有了灵气 跟废品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现在那里 真的就只是一些废品了 卫景想放声大笑 怎么 说不出话来了 周强见卫景有些发愣 以为是被自己的话吓到了 顿时就更加得意了 怎么样 怕了对吧 卫景啊 你就别想着在这里逞英雄了 我看你 还是早点回家哭去吧 卫景笑眯眯的看着他 周总啊 有时候生个这样的废物儿子 也是很无奈的啊 就比如说他吧 你说 要不是你生了这么一个废物儿子 最起码 我们现在双方关系 不至于这么差对吧 可别后悔啊 说完卫景 就已经离开了 周山有些莫名其妙 周强却大怒 爸 你看他这么骂我 周山看了他一眼 淡淡的说 急什么 等到时候 我们这里开书欲来 不把他给吓一跳 对对对 周强一听就笑了起来 爸 要是这样的话 那这功劳 说你蠢还真的蠢啊 周山有些火大 我这次来 就是给你弄个功劳的 你以为 我会给你抢功劳吗 是是是 被周山这么一骂 周强赶紧就连声称是 石先生却一直都闭着眼睛 他也看不上周强这个蠢货 要不是对方给的钱高 我特么跑这来跟你们这对白痴 选什么石头啊 离开了这里之后 没多久 便看到了何立轩跟黎先生 也在另外一边看石头 魏锦看了一眼 何立轩身上的笔记本 上面写着90号 还有其他两个数字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90号 看来 这个家伙 也是看上90号了 于经理 现在知道你这大腿抱错了吧 看到了他们之后 何立轩冷笑一声 对着于海飞说 魏锦上前拍了拍90号的原石 笑着说 何大师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我魏锦虽然连续赌错了几次 但是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最关键的 我能赌赢就是了 何立轩不屑的冷笑一声 那行啊 到时候我们就看看啊 我还真的就不相信了 你还能赌中最好的东西 魏锦只是一笑 不再多说什么 妈的 嚣张个什么劲啊 离开后 于海飞就骂了一声 他们要的就是90号 魏锦淡淡的说 一块冰种翡翠而已 不过确实是挺大的 他们要是拍下的话 应该能赚钱 但是我不想让他赚这个钱 啊 你说90号是冰种翡翠 于海飞一听就有些急了 那我们要不要出手啊 出手 魏锦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说 一块垃圾而已 出什么手 让他们买吧 那行吧 于海飞沉吟了一下 觉得还是听魏锦的话更好 所以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很快就已经点了点头 到了晚上 他们都已经回到了酒店里去了 唯一的事情 就是明天的赌石拍卖大会了 苏勋叔看起来有些紧张 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钱说 我们手里这些钱 有机会拍下我们记下的这几个东西吗 其实他有些不大确定 可以的 我已经很自信 刚才在那里走了一圈 他通过听和透视 已经大概分析出来了 好像对自己看中的石头 没有几个人感兴趣 便算是他们会加价 恐怕也加不了几轮啊 那几块石头 绝对必须得在自己手中 第二天 这里已经是人声鼎沸了 大家都知道 这次赌石的高潮活动已经到了 那就是拍卖会 其实大家都明白 真正能值钱的东西 都是在这次的拍卖会这里 就算是拍不起的 也都想看看热闹 魏锦跟苏勋叔 还有与海飞一起到达的时候 发现这里 已经是非常多人了 在这里拍卖的 都是需要先拿号的 像魏锦跟苏勋叔就是同一个号 至于与海飞则是另外一个号 当然了 何丽轩跟与海飞做得也挺近的 于经理 坐下来之后 何丽轩便阴阳怪气的说 我可是提醒你一次 真要是信了他的话 到时候别怪我到总部去说一下你 我也提醒你一下 与海飞瞪了他一眼 不客气的说 别以为你请了黎先生来 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赌石可不是随便的事情 这一次 我们公司是给了你一些钱 让你钱来赌 但你要是把我们的钱亏了 我一样也会说你的 白痴 何丽轩心中冷笑 这个家伙真的是好笑啊 你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样的局面 我请的可是黎先生 西南时亡之一 你竟然会说他看走眼 黎先生淡淡地说 我黎某人虽然不经常在这边出现 但赌石不都是一个道理 我还能看走眼 黎大师牛逼 于海飞对此只能这么说了 反正你信黎的 我也得罪不起 只能说666了 很快 这里就已经安静下来了 开始正式拍卖 这里大概有几十上百号人 大家都拿着号牌 要是看上就可以加价 大家好 拍卖师已经上前了 一脸笑容地对着他们说 这几天的赌石大会 我相信大家也都已经经历过了 但是好东西往往都是压轴的 所以我们压轴的东西 也就是这些东西了 这才是我们这次赌石大会最好的东西 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可就别客气了 但凡是看中了的都可以抢 最重要的是 抢到了可就算是您的了 要是没有抢到 再想买这种好东西 可就得再等一年了 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但是看他们的样子 确实是一个个都摩拳擦掌了 现在开始拍卖一号原石 拍卖师看大家都不说话 于是便淡淡地开口 这是缅甸的原石 重达七百八百斤 起拍价三千五百万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马上便有人举牌子了 接着不断有人加价 加到五千万左右的时候 终于没有人加价了 恭喜这位78号先生 拍卖师一锤定音 以五千万的价格成功地拍下 我们这次的一号原石 很快一号原石就已经下去了 跟着开始拍二号原石 这么一路下去 就没有一个是流拍的 但凡是原石 绝对会有人出手的 区别只是价钱的多少而已 转眼间就已经拍到了十五号 就在十五号搬上去的时候 就看到周山就已经取牌了 好 这位先生出四千万 好 五千万 六千万 眨眼间就已经出到了九千万 马上便要破译了 拍了这么多个原石了 这绝对是最高的一个了 大家都有些激动 拍卖师同样也是 九千万就是周山出的 其实出完后 他自己也有些咬牙 九千万 还有没有腰的 看着不像是之前那样激烈了 拍卖师就开口笑着说 看这个原石这么多人争 应该是大家都很看好的 错过这次 可就得等来年了 一亿一千万 就在这个时候 魏景突然间就已经示意 苏寻书出牌 苏寻书愣了一下 不过还是按照他的说法 举牌了 一亿一千万 自己身上都没有这么多钱 周强猛然间扭头 看到了苏寻书 就有些怒容 妈的 竟然在这里结胡呢 大师 周山感觉到这个价钱 比较棘手啊 就看向了石先生 石先生也皱起了眉头 不过最终 却还是点了点头说 加吧 一亿三千万 周山一咬牙 马上便再次举牌 这一下 大家都没有声音了 周山看着魏景 似乎是在挑衅 但是魏景却在这个时候一笑 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不再加价了 白痴 周强冷笑一声 还想跟我们抢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 一亿三千万 归四十五号所有 随着这一锤落地 最后就归了 周山所有了 苏寻书有些好奇了 低声问 为什么要拍这个 这个可不是我们的目标啊 为了让他多损失一下 魏景冷冷一笑说 要不然我们可就什么礼物都没有送他们了 苏寻书苦笑一声 其实这也是有讲究的 魏景知道他们对这个是志在必得 而且石先生应该确实是有些能耐 看出来的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开出玻璃种 自己再加了这么一点钱 对方绝对会跟上的 但是他也不敢再往下加了 因为这可是一亿多啊 要对方真就放弃了 那自己可就亏大了呀 接下来拍卖继续 很快 其他的也都已经出来了 舟山他们虽然拍下了15号 但是28号却没有拍中 被其他人抢走 一直等 终于等到了36号 这是一个冷门的号码 主要也是 这个石头也比较小 大家也都不看好 所以他们的价钱也稍微低了一些 在象征性的叫了几次号后 魏景他们竟然以3000万就拿下了 接着 又是一路过去 到了下午两点过后 拍卖会就已经结束了 魏景看中五块 但是只拿下了三块 因为他们钱不够 原本是魏景 想着后面再赚些钱的 但是三爷的事情提醒了 他不能再高调 也就没有赚到足够的钱 当然了 这三块也已经够了 于海飞也买下了 那块看中的石头 而且价钱还不算太贵 区区八千万 最后 拍完后魏景 就想着离开这里 他也有些急不可耐 想看看这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 可是谁知道苏勋叔 却拉着他 摇了摇头说 每年的拍卖会 都会有一个节目的 当场解释 一种是自愿的 还有一种是被随机选上去的 所以我们还不能走 啊 魏景愣了一下 可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还有这样的事情 顿时就愣住了 过了一会 才苦笑一声坐了下来 不过仔细一想 也是正常的 要是大家拍卖了 就这么回去了 那么这次拍卖会 到底卖了什么好东西 大家都不知道 对于来年的吸引人流量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他们得开几个石头 这么一来 要是能开出什么好东西 对于他们来年来说 更是一件好事 看着大家都没有走 魏景也就没有说什么了 反正我不会这么好运气 一下子就被选中吧 大家安静 果然 就在这个时候 拍卖事业已经开口了 笑着说 我相信 接下来才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 对吧 第一次来的也不用急 下年来 你们就有经验了 不少人都笑了起来 拍卖过后 大家的情绪 就从紧张变成了轻松 同时还有好奇 根据我们的规矩 先是自愿解食的 拍卖师轻松地看着他们说 哎 我看谁愿意解食的 虽然说财不外露 但其实每一年 还是有不少人 都喜欢在这里解食 一是因为自己 原本也有些好奇 想看看 自己这里面的东西 到底是有没有值钱的地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里的买育人也很多 在这里买卖的话 因为人多嘴杂 自己也不会吃什么亏 所以 也有人选择在这里开始 果然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马上便有很多人举起了手 主办方就只挑选了三个人 还有三个名额 挑完三个人之后 拍卖师就再次开口了 这次是我们随机的 来 抽号码 说着就看到 上面已经有人 拿了盒子上去了 上面就是号码 一百个原石 上面就是一到一百号 抽到哪个就是哪个 我来试试啊 拍卖师伸手进去拿了一张 这是 七十二号 接着 七十二号的主人举起了手 再来一张 是十五号 拍卖师一看 马上便拿了出来 周山也举起了手 他刚才也举手了 只不过没有被选上 没想到 竟然抽中了自己 还有最后一张 是三十六号 其实卫锦坐在下面 一点都不紧张 我特么虽然拍了三个 但是 这关我屁事啊 我就不相信 能抽中我的号码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最后一个 竟然就抽中自己了 他都有些梦了 三十六号的那位先生 拍卖师赶紧就开口问 在哪呢 在这 卫锦苦笑一声 我现在想低调 但是你们竟然不给我机会低调 那我能怎么办啊 就只能出来了 身后 杨和平跟靳总早就已经在那里看着了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他们开出好玉 然后看能不能试着买下来 是他 刚才在拍卖的时候 因为他们这些不参与拍卖的人是不能到前面去的 所以就坐到了后面去 也没有看清楚卫锦出手 靳总也愣了一下 他也出手了 对 杨和平点了点头说 要不然看看他这边如何 靳总苦笑一声 其实他们也不是不想赌食 但赌食风险太大 而且他们也没有相关专业的人士 所以就一直都在犹豫 最保险的方法还是买玉 卫锦是最后一个上去的 刚刚就站到了周山的身边去 周山看了他一眼 呵呵一笑说 真是好笑啊 这么一个东西也敢拍 我看你说的连底裤都得掉没了 卫锦笑眯眯的说 周总这可是一亿三千万 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我就怕你到时候一毛钱都赚不回去 那么你跟你们公司也不好交代吧 你以为石先生是做什么的 周山完全都不在意 甚至在他看来 这就是卫锦愿意再跟自己用战术 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 那好 我们等等看 卫锦笑了笑 人已经坐死到了这样的地步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我们就开始解释 来 把第一个石头抬到这里来 大家一起合作 对了 还请这位先生自己来解石 好吧 在拍卖师的引导下 很快就已经开始解石了 其实大家都有些紧张 比较想知道 这里能解出什么样的石头来 解石人也有些紧张 不过最终还是解出来了 不错 虽然还没有达到兵种 却已经接受了 拍卖师也是见多石广之人 马上便笑了起来说 我记得这个成交价是六千八百万吧 虽然说成色差了一些 但是这个欲很大 我相信应该不至于亏本 老板 我花五千万买下 后面 马上便有人在那里出价了 五千万太少了 这块最起码值六千万 毕竟这么大呢 由着他们到了后面在那里讨论 而在前面再次开了起来 接下来三个 有一个则开了出兵种 这个算是赌掌了 但是还有两个家伙 却只开出了斗众 脸色都苍白无比 快要站不住了 这可是巨亏啊 不过大家都不出声 赌石赌石 肯定不可能只有掌 没有跌的呀 现在还剩下两个了 拍卖师其实也有些紧张啊 他们每一年的赌石 都得开些好东西出来 要不然 明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过来了 说句实在话 这开了四个 就一个赌掌了 而且掌的也不大 虽然说是兵种 可是小 掌也是掌的不多 要是再不弄个爆点出来 可能就得临时再增加一些活动了 我记得这块 要说这个拍卖师的记性还是不错的 看到这块石头 就点了点头说 一亿三千万的十五号对吧 对 周山认真的点头说 这是我们请了西南石王的石先生 来替我看的石头 绝对能赌掌的 啊 西南石先生啊 拍卖师也愣了一下 放声大笑了起来 那是真的了 石先生对于赌石 可有着很大的研究啊 非常好 没想到石先生也到我猴这里来看石头了 那 那我们现在就开吧 石先生看中的石头 大家就多了一分期待 便是连拍卖师都有了几分信心 周山自然是信心十足了 于是便开始切石头 第一刀下去 就看到了一片白的 什么都没有 不急不急 再来一刀 拍卖师开口说 大家都有些紧张 但是卫锦 却只是一脸冷笑 苏勋叔其实也有些紧张 齐聚格跟自己可以说是 真的水火不容了 他这次跟着卫锦 到了这里来 未尝没有存着给他们颜色看看的心思 要是对方开出了一个绝世好玉 那自己可就达不到这个目的了 只不过当他看向卫锦的时候 却发现卫锦嘴角的那丝冷笑 卫锦真有把握 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刀也过去了 啪 完全的切成了两片 但是里面竟然是一丝白色的纤维化的东西 看不出来是什么 至于出玉 不好意思 完全都没有 这一下 周山的脸色就变了 拍卖师也都愣住了 他们开了四个石头 都不会有这样的 完全都不出玉的 最次也得够种 现在竟然开出了一个不出玉的 这 不可能 周山明显就变脸了 怎么可能啊 这明明能出玉的 石先生坐在那里 也都愣住了 头脑一片混乱 不可能啊 这东西自己看着 最起码能出冰种的啊 极大可能是出玻璃种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极力推荐这个的 但是怎么这都不可能不出玉啊 这位先生 拍卖师原本是抱着巨大的期待的 没想到最后开出来 竟然只是这么一个东西 说句实在话 他心里也有些失望 但这件事情总不可能说出来 赌石就是这样 不可能全都赌中的 我们下次再来好吧 周山的脸色 已经成了铁青之色 也就是说 自己来这里 就亏好一亿多啊 这 他的脸色非常不好看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景淡淡的在他的耳边说 周总 是不是感觉到很惊讶 我说过了啊 我让你在这里 什么都得不到 是你 你刚才是故意跟我抬架的 周山好像明白什么过来了 指着魏景说 就是你 你是故意的 是他把我的运动没有了 是他 周山嚷嚷了起来 拍卖师皱起了眉头来 能把运动没了 你这是什么想法 我做一行这么久 可从来都没有遇上这样的事情啊 这位先生 请您冷静一下 我们这里的玉石 都是有牌照为证的 您要是觉得 我们更换了原石 可以再仔细观察 显然 拍卖师误会了 认为周山说的是 自己主办方这边 把原石调换了 周山一震 这才发现 自己这个时候吃了亏 也只能做哑巴了 于是他立刻就停了下来 狠狠地瞪了魏景一眼 没错 在他的想法中 绝对就是魏景做的好事 要不然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的 魏景只是淡然一笑 对于他的想法 也不说什么 就在此时 拍卖师再次开口说 现在 还剩下一块36号原石了 大家也不要失望 说不定这块原石 能开出好东西呢 我知道他 人群中有人开口说 这个就是在昨天 连买几块没有出狱的人 对吧 不少人也看到了 纷纷点头 你绝对也是出不了狱的 周山恶狠狠地说 对此 魏景只是微微一笑 也没有把他们的话 放在心中 来到了前面 把狱石放到了上面 然后就开始解释了 这里面 苏勋叔最紧张了 于经理 我猜他出不了狱 何立轩黑黑一笑说 到时候可不要后悔啊 于海飞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 魏景那边 就已经切出了 第一块石头 当那边切面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 所有人都已经惊呆了 其实拍卖师他们 是没有多大的期待的 毕竟这块原石 就已经小伤很多了 也就是四百多斤 这样的玉石 能开出玉来 可是没想到切开之后 他们就看到了 那边一片翠绿 这一下 坐在那里的人 再也忍不住了 猛然间就站了起来 我的天啊 这么绿 这是帝王绿 这么大的帝王绿 我的天啊 这 我看都没有看过啊 我堵了十几年的玉 每年都会看人解释 但是这么大 这么好的帝王绿 我确实是没有看过 会场已经震惊了 大家都惊骇的 看着里面的帝王绿 而魏景则完全都 不受他们的影响 再次开始在那里切实 没多久 就看到一块 非常大的帝王绿 完全被解了出来 看着那块巨大的帝王绿 在场的人全都震惊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 拍卖师的嘴唇 都在颤抖着 天啊 这应该是我们这里 有拍卖会以来 解出来的最好的帝王绿了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看到了 我出三个亿 此时 有人开架了 但是魏景却看着帝王绿 笑了起来说 不好意思啊 我不卖 说完他就已经开始 自己打包了 大家看着魏景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怎么会 周山颤抖着声音 满脸都是不相信的神色 不可能 你怎么能开出这样的欲来 绝对不可能 周总 下次得罪人的时候 得睁大些眼睛才行 学会分辨一下 哪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魏景看了他一眼 轻轻地说 你那块原石啊 确实是玻璃种的 但是我给弄成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信吗 你 周山指着魏景 大家听我说 是他自己承认的 说他把我的玻璃种 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要他赔偿 大家像是看智障一样 看着周山 赶出去 拍卖师也有些火了 这个家伙怕不是湿了之吧 还能把你的玻璃种变霉 你怎么不上天呢 保安很快就上前 把周山架出去了 魏景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对不起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魏景问拍卖师 拍卖师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就说 当然可以了 您请 开出了帝王绿 那他们今天的解释环节 就已经完美完成了任务 他还能说什么 魏景把石头背了起来 点了点头 对着苏寻书使了个眼色 苏寻书明白 马上便跟着出去了 当然了 主办方也已经派人 把他们的石头弄出来了 傻眼好吧 于海飞看着他们走 自然也得跟上 拍了一下何立轩的肩膀 冷笑一声说 最好看看你买的东西 要是个废物 可真的就笑死人了 说完于海飞 也已经匆匆就跟了上去了 外面 主办方把他们剩下的 两块大圆石放在了地上 麻烦你们了 魏景开口对着他们道谢 剩下的我们自己会弄的 他们早就已经开了一辆长车过来 就是想着运在原石的 主办方的人很快就已经离开了 那边与海飞也已经匆匆过来了 上车 魏景沉声对着他们说 两人心中一紧 马上便想要上车 可是刚刚上车 就看到杨和平带着一个女人 匆匆就从那边过来了 先生 静总对着 魏景就喊了起来 魏景挑了挑眉 最后还是没有立即开车 还是问 有事吗 魏先生 我们想买这块玉 可以吗 杨和平一脸认真的说 魏景沉吟了一声 开口说 你想要买玉是吧 这样吧 一天后再联系我 杨和平脸色有些欣喜 赶紧就点头 那好 一天后我再联系你 魏景点了点头 正想要开车走 却看到前面一辆车子 就已经停下来了 将他们的路挡住 接着 上面下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对着魏景就笑呵呵的说 兄弟 我听说你开了一个帝王绿啊 这样吧 两亿 卖给我 两亿 之前没有看到实物估计 苏寻叔就估出了四个亿的价钱 怎么可能才值两亿 这完全就是抢了 对不起 我们不卖 魏景淡淡的说 麻烦让一下路 中年男人淡淡的说 我大哥叫胡子 魏景愣了一下 这什么胡子 但是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这个胡子 应该就是这里的江湖大佬了 这是想动自己的东西 妈的 早就说不应该在这里开石头的 像这种百年一见的帝王绿 不知道多少人眼红呢 滚蛋 魏景森然的说 中年男人脸色一变 马上便不客气的说 怎么着 连胡子大哥的话都敢违反了是吧 我看你是找死 死字刚刚出来 就看到魏景突然间开车门 车门猛然间就撞到了这个家伙的身上去 砰的一声就将他撞翻了过去 这个家伙大怒 立刻就想要起身动手 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 便看到魏景已经一脚上前 将他踹飞了出去 跟着 魏景再次上车 一脚过去 就绕过了前面的车子 飞也似的消失在了那里 妈的 中年男人大怒 满脸都是猙獰 你他妈以为能逃得过我们的追踪 你他妈给我等着 说完他 立刻就打电话去了 静总跟杨和平的脸色都不大好 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魏景这么匆匆的样子了 魏景的车子飞快 很快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没多久 就已经离开了中海 这是他们之前的计划 计划里 他们就准备先离开中海解石 解出狱之后 再做其他的打算 反正在中海就感觉到不安全 特别是三爷盯着自己 现在没想到提前解石 而且解出了那块帝王绿 所以他们 就只能这么匆忙了 开出了中海之后 魏景松了一口气 在与海飞的指引之下 来到了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 看着就平静多了 这是与海飞之前到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他提出来的 你们两个能抬得起吗 这里面可有好几块石头呢 不说他们现在拍下的那三块石头 之前魏景买下没有开的石头 也都是在这里 没事 魏景这么说着 就把最大一块石头抱了起来 跟玩似的 就背到了一个民房里面去 苏寻叔看呆了 这 我的天 与海飞也吓了一跳 目瞪口呆 兄弟 你这么大劲呢 几下而已 魏景已经把所有的石头 都背回到了民房里 这是你的 魏景指着与海飞拍下来的那块石头 要不要掀开你的 与海飞确实是有些紧张 想了想说 要不然掀开你的吧 魏景笑了一下 知道他多半是有些紧张了 所以就开口说 行啊 开我的也行 说着他就拿出了另外一块 淡淡地说 我们就掀开这块吧 说着他立刻就准备好了东西 正是解石 苏寻叔跟与海飞紧张地看着他解石 没多久便看到了那块原石 已经有些东西出现了 玻璃 玻璃重 云海飞看到的一刹那 人就已经有些不大会说话了 感觉到舌头都卷了起来 苏寻叔也感觉到头也有些晕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一个帝王绿一个玻璃重 难道说 魏景真的是把一切都看透了吗 没多久 魏景就把这个玻璃重解了个干净 很快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最起码值三亿啊 云海飞的声音都在颤抖 这个你好像只花了六千万 你赚大发了呀 要不然解你的了 魏景非常冷静 一切都在他的眼中 现在解出来也没有特别的感受 好 随着魏景解出这块玻璃重 云海飞感觉到自己的信心也在恢复 完全都没有问题 绝对能解出好东西来的 魏景马上便开始解他的石头 没多久便看到出现了一丝绿 这是冰种之上 但是还没有到玻璃重 你这块石头八千万买回来的 最起码能赚一半 苏寻叔开口说 余海飞猛然间就挥了一下拳头 我就说嘛 我就说嘛 虽然这块的橙色不如魏景开的 但是对于海飞来说还是长了 而且长了那么多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相反 还是很满意的 魏景微微一笑 怎么样 相信我没有错吧 没错 余海飞猛然间一咬牙 何力轩那个家伙 绝对没有想到吧 要是他开石头 现在只怕会哭吧 魏景冷冷一笑 余海飞一惊 他那块石头不出玉 魏景神秘一笑 等你回去你们藏气楼 你就知道了 其实不用回到藏气楼 何力轩就已经知道自己堵的石头 到底是怎么样子了 他们是找到了一家摊位开的 开出来的时候 完全都猛住了 怎么会这样 黎大师也都猛了 这里面竟然是一点绿都没有 什么玉啊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头啊 何力轩玉哭无泪啊 这可是 他花了七千万买回去的 而且 这可是公司给自己的钱啊 原本自己是没有资格单独用这笔钱的 也就是因为他失负的原因 公司同意让他在这里买个东西 他也指着自己能一开就赌涨 这么一来 自己可能就在公司里有着更好的印象了 可是 都是你 何力轩感觉到自己被人欺骗了 只能指着黎大师大骂说 都是因为你 要不然不可能这样的 都是因为你 说着 他竟然就要上前动手 黎大师皱起了眉头 他们大师虽然说 赌石有着更大的可能性 但确实是不能保证每一个都能赌涨 合作之前就已经说好了 我可以替你出手 但不论开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都不能怪到我的头上来 当时说的好好的 现在就把事情怪到我的头上来了 看着何力轩要动手 黎大师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啪的一声 一巴掌就扇到了他的脸上去 何力轩被扇了一个正着 一时间愣在那里 没想到这么一个干瘦老头 伸手这么好呢 也是他见识少啊 在西南这个地方赌石 其实比在中海更为危险 像黎大师这种人能活到现在 除了他足够聪明之外 还有足够好的身手 要不然 可能今天晚上开出一个御来 明天就得横尸接头了 何力轩 你好啊 黎大师也没有在上前了 只是森然地看着他 这件事情 我记下了 说完黎大师 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何力轩催了一口 妈的 真以为你自己是什么大师啊 要不然 也不会替我开出这么一个废石了 还在这里跟我横呢 你给我等着 那边 魏警把好几个石头都开出来了 也就是仗着魏警 于海飞这次才是真的长见识了 哪怕是他藏气楼的经理 但是他绝对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 就看到在魏警的脚下 非常多玉 既有帝王绿 也有鸿匪 还有玻璃重 反正是魏警赌的 绝对都是最顶级的 看到之后 于海飞跟苏巡叔都已经待在那里了 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 但是今天所看到的 还是让他们大吃了一惊 妈的 这也太厉害了吧 他们都咽了一口气 最后苦笑一声 对着魏警挑起了大拇指 牛逼呀 魏警就显得比较冷静了 毕竟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所以也没有多少兴奋之色 只是微微一笑 开口说 现在我们的玉兜已经开了呀 怎么样 该吃个饭了吧 对对对 于海飞这才反应过来 笑着说 就敢好好吃个饭了 哎呀 看着可真的好啊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魏警的脸色就是一变 对着他们 就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两人感觉到了不妙 马上不再说话了 却在此时 便看到门烹的一声 就被人踹了开来 里面出现了好几个人 哈哈 外面进来的人看到之后 双眼都在放光 三爷没有说错啊 这个家伙果然就是在那里放水啊 看看 财博动人心啊 看着这么多的玉 而且还未必都是一样的 这些人都双眼放光 全都是贪婪之色 显然 在他们看来 这些东西 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又是三爷 魏警的脸上 已经有些许杀意了 从自己发现 他们在收集资料开始 这个家伙就一直对着 自己动手 之前在赌食的时候 他不想弄那么多事 所以也就没有理会他们 但是没想到 这个家伙竟然不知道收敛 还以为自己是怕了他们呢 到了现在 还敢跟踪自己 到这里来 魏警再也控制不住了 小子 那个家伙嘿嘿一笑啊 这么多的玉 我们应该多谢你啊 三爷以前败卖资料 顺便也做做劫余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保证 任何一年的收成 都不如你这些啊 这些东西 已经是我们的了 我要是把你放了 你肯定会不服气吧 所以拿了东西 我们还得把你杀了 这样 你就不会感觉到不服气了 你说对吧 他宁笑一声 已经准备掏枪了 来的时候 三爷就说过了 说这个家伙有些邪性 让他们带枪了 可就在他们准备掏枪的时候 魏警就已经动了 极快的速度 就到了他们的面前 那两个人 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倒在地上了 后面的人一愣 还想再反应 但是却已经没有时间了 魏警再次出手 又将他们撂倒了 几个人 瞬间全都已经 倒在了魏警的身上 妈的 带头的大怒 立刻就想说放狠话 可是魏警却一脚 就踩在了他的脸上 用力一年 啊 他惨叫一声 身体开始扭曲了起来 可是还没有叫多久 就听到了咔的一声 他的脖子 已经生生扭断了 于海飞跟苏巡叔的脸色 瞬间就已经变白了 杀人了 其他几个人也都吓了一跳 不敢相信地看着魏警 这是魏警第一次杀人 一开始有那么一刹那 也感觉到有些异样 但是他很快就调整了一下心情 看着他们冷冷地说 三爷在哪 带我去 小弟们已经吓坏了 他们可都是混社会的 但是近来在这里 向来都是他们杀别人 什么时候被别人杀了 所以确实是让魏警吓住 魏警这么开口 他们又不敢拒绝 就只能点点头 但是看着他们的脸色 却已经非常不好看了 你熟悉这个地方 魏警对着于海飞说 你去找个好地方藏起来 我去找三爷 要是不把他给解决了 我们都不得安生 于海飞不知道说什么了 在想开口说话 发现魏警已经跟着那些人 离开了这里 按他说的办 于海飞一咬牙 三爷还在那里等着人回来呢 其实从魏警 开出了几个烂石头之后 他就有些怀疑了 这个家伙会不会是在骗别人呢 三爷就好像是躲在后面的人 仔细地看着魏警的动作 特别是当发现魏警赌石 又开出了一个帝王律后 他就已经可以确定了 魏警绝对就是在那里扮猪吃虎 可能很多人都被他骗了 想到这里 他就已经有些兴奋了 马上辨令自己的人跟着魏警 现在 他就在这里 等着魏警他们的消息 但是奇怪啊 人已经去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没有回复呢 每年这个时候做这种事情 其实他已经算是比较熟练了 在他看来 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这个魏警有些邪性 但是自己的人可是带枪了 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我带上枪 基本上就可以横扫了呀 就在这个时候 别墅下面已经来了一辆车 车上 魏警他们就已经下来了 抬头看了一眼正在上面的三爷 他森然一笑 没多久 就已经上到了上面 看到了魏警 三爷愣了一下 没想到这个家伙还活着 只不过他以为是自己的人 把他给弄到了这边 于是便皱起了眉头问 我不是让你们把他解决了 怎么还把弄到这里来了 大家都不敢说话 而且大家的脸上 都有一股恐惧之色 因为他们杀不了我 魏警微微一笑 坐到了那里 看着三爷 三爷心中一愣 警觉抖身 手就摸到了桌子下面 正想要去摸他的枪 可是一摸过去 就发现那里竟然还有一只手 他一惊 马上便想抽手回来 但是已经晚了 魏警早就把枪拿到手了 而且是毫不客气的 对着他开了一枪 碰 夜空中 这声枪想特别激烈 三爷瞪大着眼睛 猛然间就向着后面倒 再也没有了声息 魏警就站在那里 手里的枪 还在冒着一丝白烟 还有人想抢我的东西的吗 魏警看着其他人 那些人早就已经 吓得脸色苍白了 你这样的人 我们哪里还敢抢你的东西啊 除非是我们不要命了 很好 魏警冷冷的说 把他的尸体给我处理一下 然后就滚蛋 从今天开始 要是再让我知道 你们这些人 还敢在这里做这件事情 我还会再过来找你们的 到时候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那些人还敢说什么啊 马上便已经去处理尸体了 而魏警也在这个时候 离开了这里 没多久 就找到了于海飞他们 看到魏警平安回来 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怎么样了 苏寻叔开口问 三爷呢 死了 魏警开口说 其他人都愣了一下 一时间竟然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魏警苦笑一声 这才开口对着他们说 三爷不死 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们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毕竟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话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所以 两人就真的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但其实却在于海飞心里 掀起了滔天巨浪 魏警的赌食本事不但厉害 而且这还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魏警这个人坐视雷厉风行 心狠手辣 自己可不能得罪啊 不但是不能得罪 还得好好结交才行 因为三爷都已经死了 所以他们这里也就没有任何人打扰他们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魏警就接到了电话 魏先生 那边是杨和平的声音 非常热情的说 我是杨和平啊 我们还能聊一下吗 我在多海镇 魏警一听视他 就开口说 你可以过这里来跟我聊聊 好 杨和平大喜 马上便挂了电话过来 我们得迈出一个去 魏警看着这些玉 难怪这些玉这么值钱了 便是自己都舍不得出手啊 好 这些玉都是魏警堵出来的 苏巡叔当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了 马上便点头同意了 于海飞想了想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买的呀 魏警看了他一眼 于海飞笑着说 我们是做古董的 但是我们也做这类的生意 我们古董行跟雕刻大师合作 我们提供原料 让他们帮我们设计雕刻一些东西 我们付给他们工资 然后再把东西 放到我们古董行卖 没错 苏巡叔点了点头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 齐聚阁跟他们藏气楼 年年都会到这里来参加赌食一样 魏警嗡了一声 然后才笑着说 你要买的话 我是没有意见的 这样吧 我这个红匪不卖 还有这个玻璃种 以及这个帝王绿不卖 其他的你随意看 行 于海飞马上便给他的老板打电话去了 等到了中午的时候 杨和平就已经带着靖总到了这里来了 魏警也不客气 把自己不想卖的那些都藏了起来 他们能看到的都是可以卖的 帝王绿呢 不过靖总他们是见过帝王绿的 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块不卖 魏警开口说 其他的你们随意挑 我们能买帝王绿吗 靖总一脸诚恳的说 魏警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说 帝王绿就算了吧 那个东西 我得自己留着 靖总有些可惜 不过同时也很惊讶 魏警竟然开出了这么多的玉 也就是说 他之前在那里开出的什么费石 其实都是骗人的 好啊 自己也差点被他骗了 你们要不要 看他们不开口 魏警就开口了 帝王绿我确实是不想卖 得留着自己用 这些东西 你们可以随便买 靖总犹豫了一下 最终苦笑一声说 可以买 但是离我预期的 还有些距离 魏警有些惊讶的说 非得帝王绿 杨和平开口了 认真的说 魏先生 我们确实是想要买一个帝王绿 哎 这也是 杨和平 靖总立刻就开口 想要阻止杨和平 但是杨和平却不管那么多了 开口说 也没有什么可以瞒的 其实也就是我们珠宝皇 把人家的一个帝王绿的古董打破了 价值亿亿多 要说这亿亿多 我们自然是赔得起的 但是对方却不跟我们要钱 而是非得让我们陪他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魏警一愣 然后就笑了起来说 看来这个东西被打碎 只怕也不是什么意外吧 甚至我觉得可以说是 故意的 还有 他们的目的 只怕是另有其他吧 聪明 杨和平嘖嘖感叹 魏警不但是眼力好 而且确实也是很聪明的 只凭自己一番话 就已经猜出了这么多 所以他立刻就开口说 没错 确实是这么一个意思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对方势力大 找着这么一个由头 我们又没有办法 就只能想着 买一个帝王绿回来 给人家再弄回去 摔碎了 魏警想了想 然后就笑了起来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 你们不用再去买一个这么麻烦了 我可以替你们修回去 把那个旧的还给他们就是了 修回去 两人同时愣了一下 然后又同时摇头 不行不行 修不回去的 修回去 人家也不会认得 毕竟容易看出来 那是别人修的 魏警淡淡的说 我魏警修的 自然不可能那么容易 就让人看出来 这个我可以作证 苏寻书开口说 于海飞也开口说 我也可以作证 我是藏气楼的一个分部经理 我从魏先生手中 收购过修好的一张画 可以说 我根本就看不出来 那个是被修复过的 藏气楼可是大骨董刑啊 这么一说 他们就信了几分 东西在身上吗 魏警开口说 要是在身上的话 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保证给你们修好 这样 你们也不用再费什么力气 去雕刻一个了 而且就算是雕刻出来 人家也不认 你怎么办 白花钱了 静总那双绝美的眼眸 在魏警的身上转了一下 这才开口说 东西不在我们的身上 还在我们公司里 但是您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信了 这样吧 还请您随我们回公司一趟 替我修复一下 现在不行 魏警摇头说 这样吧 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之后 我就去你们公司好吧 杨经理已经给了我名片 我知道怎么找你们公司 静总感觉到自己的事情有些急 还想再开口 但是杨和平 却对着他使了一个眼色 行 既然魏先生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在公司 等着魏先生光临 杨和平抢过话说 魏警点了点头 行 没多久 两人就已经告辞了 为什么要阻止我 出去后 静总开口问 静总 不是我说您 您性格还是太过于强势了 其实魏先生又非我们公司人 您自然不能抢逼 他到我们公司 去替我们修复 再者说了 他现在手里这么多的欲 人心险恶 他确实是得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 杨和平 还是比较懂人情事故的 静总愣了一下 过了一会才不再说话 立刻就坐回到了车上去 杨和平一笑 知道静总已经默认 自己的话是对的了 当下 他马上便去开车 里面 魏警问于海飞说 你们老板要不要 要要要 于海飞笑了起来 指着其中三个说 这三个 我们公司要了 三亿 怎么样 魏警看向了苏询书 苏询书笑了起来说 三亿 这是于经理给我们面子了 这些东西 要说值三个亿 也确实是值 但得是多人抢的状态下 一般情况下 能达到两亿五 已经不容易了 苏小姐说笑了 这是我们公司 为了感谢魏先生 替我们选了一个欲 所以才有这样的决定 魏警明白了 其实这就是跟自己是好 那我就多谢你了 魏警开口说 让你们的人过来 把这几块欲弄走吧 要不然我自己都嫌重 好 于海飞笑了起来 虽然说他付出了 可能稍微高一些的价钱 买这几块欲 但其实他一点都不亏 首先 这些欲可是能雕刻卖钱的 做成了首饰之后 可就不一样了 肯定得涨一波价钱的 再者 魏警这个人更为值钱 他修复古董的手艺 精为天人 而且还有 这么一手赌食的本事 自己多给他一些好处 没坏处 没多久 他们藏气楼派过来的车子 便已经到了这里来了 于海飞自然也跟着离开了 搬走了这三个之后 可就少了很多 我们也得走了吧 魏警开口问 是得走了 苏寻书有些开心 不过得先联系一下我爷爷 苏教授 说是见朋友去了 这几天一直都没有出现 现在赌食大会都已经结束了 要回去的话 自然得一起回去了 可是他们刚刚准备离开这里 突然间就看到 门外竟然再次出现了一些人 把他们的路都挡住了 是你 魏警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看出来了 最前面的那个家伙 就是自己离开广场时候 堵住自己的中年人 大哥 就是他了 中年人恨恨地看了魏警一眼 开口说 大哥 就是另外一个人高马大的中年男人了 看着便有一股逼迫人的气势 听说你手上有帝王绿 中年人胡子哥淡淡地说 两亿 给我 两亿 魏警摇了摇头说 首先 你得搞清楚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 价值可远远不止两个亿啊 你们这么强迫我卖 那就是明抢 第二 就算是价钱合适 也得看我愿意不愿意卖对吧 你算老姐 中年男人怒声说 虎哥 别给他客气 这种人就是欠打 打他一顿就好了 魏警听到后都想笑了 打我一顿 你够吗 我说过了 两亿 胡子哥确实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我买东西 能给钱已经算是不容易了 你还有其他的话要说 魏警一听这话就想笑了 冷冷一笑 但趁现在我还不想对你们出手 给我滚蛋 妈的 胡子也怒了 给脸不要脸是吧 可是他刚刚说完 魏警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给他脸上就来了一巴掌 啪的一声 把胡子哥打的 直接就往后倒了下去 摔了一个四脚朝天 其他人一愣 马上便想要上前 可是魏警却左冲右突 没多久就看到这些人 竟然已经全都定在那里了 点穴 苏勋叔看得有些猛 这跟电视剧里的点穴一样 魏警点了点头 看着他们说 怎么样 还要我给你们卖玉吗 胡子哥魂飞天外 知道自己这次是遇上高人了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赶紧就道歉说 对不起大师 我们有眼无珠 还请您恕罪啊 确实是得吓到了 可能想都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点穴高手啊 那可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 滚蛋 魏警见他们这个样子 就知道他们多半是怕了 于是便冷着声音说 要是再有下次 我可就不会只是点你们的穴 那么简单的了 知道吗 是是是 他们还能说什么啊 魏警上前 把他们的穴解了 这些人才赶紧跑了开来 太平修炼诀里面 有关于点穴的内容 这是魏警第一次使用 没想到这么顺利啊 厉害啊 苏寻书发现 魏警真的是一个宝藏了呀 什么都会越看越神秘 魏警笑了一笑 摇了摇头说 这有什么厉害不厉害的 都是我随便弄的 苏寻书都无语了 你随便弄的就这么厉害 那你让其他人怎么活啊 对了 给苏教授打电话没有 魏警开口问 问了 说让我们过去他那里一趟呢 苏寻书说 好像是跟太平道经有些关系的 魏警心中就是一跳 自从上次他痛得死去活来之后 就一直在担心着会不会再来一次 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第二次 但是他确实是有个隐忧 既然剩下的太平道经是有效能解决的方法 那么自己就得找到 苏教授也是够有心了 原来人家根本就不是见老朋友去了 而是需替自己找太平道经的消息了 想到这里 苦笑一声 对着苏寻书说 苏姐 苏教授真的是太客气了 客气什么啊 苏寻书微微一笑 帮你的事情 这算什么呀 那行吧 魏警开口说 这样吧 我们可以去跟苏教授会合 但是这些东西 我已经请了当地最有名的押韵集团 苏寻书开口说 由他们帮着我们押韵回到城里去 放到我们苏家那里去 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我们就只需要去跟叔父会合就行了 既然苏寻书这么说了 魏警也不好说什么 而且对于这些事情上 他相信苏寻书比自己更有经验 没多久 押韵集团的人就来了 一个个人高马大的 看着确实是非常有压迫感 把东西一装 上了他们的车子 就已经走了 花了两百万呢 苏寻书笑了起来说 他们这种押韵集团很贵的 越贵的东西收费越高 现在可以放心了 我们去找叔父吧 真没有什么事情吗 魏警有些疑问 这可是玉石啊 而且他们也知道 放心吧 没事的 苏寻书开口说 魏警点点头 这才随着苏寻书去另外的地方了 小园村 苏寻书打开了导航 开口说 叔父是去小园村了 是他们中海的一个小村庄 啊 魏警愣了一下 为什么会在一个小村庄里面去 苏寻书摇了摇头 具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确实是在那里 这是叔父跟我说的 总不可能骗我对吧 说完就已经开着车子 往小园村去了 小园村真的只是一个小村庄 一开始 他们走的还是水泥路 但是随着两边的山越来越多 森林越来越密 就只能走走小路了 泥泥路很不平稳 坐着很不舒服 苏寻书大概是开不习惯这样的车 最后就换成了魏警开 只不过魏警下车的时候 感觉到了 这里好像有眼睛盯着自己 他不由一愣 马上便扭头看过去 却又看不到什么 他眯起了眼睛 赶紧就上车 对着苏寻书说 事情有些不大对劲 苏寻书愣了一下 怎么了 魏警也说不上什么 所以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只是开口说 只是感觉而已 你也别太在意 对了 别离我太远 苏寻书一听就有些紧张了 对于魏警他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了 既然他都说了 这里不大对劲 那么自己可就得小心一些了 魏警一路开车都很小心 但是这么一路开过去 确实也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情 这倒让魏警都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感觉有错了 不过好在 很快就已经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前面 村前的小道上 有一个看着十几岁的孩子 看到车子就赶紧跑了过来 是苏小姐吗 我是 苏寻书打下了车窗开口说 我是苏爷让我留下来的 让我给你们带路 孩子笑着说 那上车吧 那不行 后面都是山路 开不了车 孩子摇了摇头 没办法 就只能下车了 怎么回事啊 下车后 苏寻书看了一眼这里的样子 不由奇怪地问 我叔叔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村里前些天下大雨 他方了 露出了一个古墓 来了不少人 说是来考察的 苏爷爷就在里面 嗯 苏寻书跟魏警都对视了一眼 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是这样啊 苏寻书点了点头说 那就行 你带着我们去吧 往他们村后山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 这才看到了那里有活动的人 到了那里之后 就看到山脚下有一个大缺口 因为他方的原因 那里看上去全都是黄泥 苏寻书想要下去 但是一时间竟然没有办法下去了 魏警将他抱了起来 我抱你下去 苏寻书脸色微红 特别是魏警身上散发着男人的气息 一时间让他有些分不清楚 天上地下了 好在魏警很快就已经下去了 平稳地将他放在地上 故意占我便宜是不是 苏寻书低声问 魏警愣了一下 有些冤枉的说 苏姐 我刚才可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你现在这么一说 我都感觉到亏了 要不然我们再来一次好吧 想得美 苏寻书鼓着脸 魏警一笑 两人说笑了一会 然后就进到了里面去 里面守卫很森严 进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人拦着他们 不过苏承则听到了后面的声音 很快就已经过来了 把他们领了进去 里面有着好几个老头 正围着一个棺材在那里说着话 而在他们的身边 有一个看着大概三十左右的壮汉 也不说话 只是警惕地看着周围 甚至在魏警进来的时候 都多看了几眼 魏警看到他之后就愣了一下 知道对方多半也是练家子 而且还是有些实力的练家子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在这里 这位就是魏小兄弟了 苏承则领着魏警过来 笑着说他对于古董一行也有着鉴定 让他一起来看看 苏承则是有名的古董型人物 大家都给他面子 但是看着魏警这么年轻 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是脸上可都未必就同意了 魏警倒也没有在意 自己确实是有些年轻了 毕竟古董鉴定一向都是老头的事情 自己什么都没有露出来 要让他们相信自己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开关吧 其中一个老头开口说 开关之后 里面的东西 我们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 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确定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墓穴 一般墓主人下葬 都会陪葬一些东西的 而且里面也还有可能 其他能表明身份的东西 壮汉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他们说要开关 于是便大手一挥 所以马上便看到好几个大汉进来了 将绳索套在了棺材板上 他们一用力 就看到棺材板已经慢慢的移开了 就在这个时候 魏警好像是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呼吸声 他的脸色一变 立刻就低声说 先不要开关 这声呼吸声他听得很清楚 绝对不会是他们这些人里面的 好像是棺材里面传出来的 这让魏警自己都吓了一跳 赶紧就出言阻止 干什么 有个老头子不爽了 对着魏警开口说 少说话 多看 里面有呼吸声 魏警指着里面开口说 笑话 这一下 大家就更不满了 你胡说什么呢 里面的人早就不知道死了多久了 尸体都成灰了恐怕 还有呼吸声呢 你这完全就是在吓人 别听他的 开关 大家都不相信啊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在不远处的一座高山上 此刻正有三个人盯着这边 大师兄 应该快开关了吧 其中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开口问 应该快了 大师兄看着三十左右 冷笑一声说 我们找了几十年的墓穴 没想到 竟然让他们找到了 不过也好啊 让他们开了棺材 把里面的尸体放出来 我们再去拿东西 为什么要让他们开关 其中一个人想不明白 刚好就趁此机会开口问 这个墓穴 一直都在我们的记录之中 里面的主人生前 是一个悬门高手 与很多人都有仇怨 所以死后就生怕被人挖坟掘墓 以他的性格 绝对会做后手 师父就已经算定了 他会在自己的尸体里做手脚 所以我们虽然发现了 但是却让他们先行动手 最后我们再坐收鱼翁之力 大师兄一脸都是冷意 剩下的两个人才恍然大悟 难怪大师兄 一直都这么淡定呢 再说了 我们只要盯着他们的出口 那就行了 到时候 里面的东西 我们肯定少不了的 其他人再次点头 不过 我猜里面的人 可能一个都活不了了 悬门高手最擅长做这种事情了 毕竟我们自己就是悬门高手对吧 可是我刚才看到 好像也有一个练家子进去了 就是那个壮汉 看他的样子 应该不是普通人 可能也已经练到了一定的境界 看他的样子 要么就是佛门高手 要么就是儒门高手 大师兄沉吟了一声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这位悬门前辈 既然会对尸体动手 那么一般人 绝对不可能会是他们的对手的 他们再次放下心来了 里面 争执还在继续进行着 前辈 我已经看着这些古董界的前辈 抱了一下全认真的说 我这不是在开玩笑 我的耳朵很灵的 刚才那次 呼吸声我确实是听到了 而且我发现了 刚才大家一停 呼吸声就没有了 所以我请各位前辈停下 我再观察一下好吧 其实魏景不是没有试过 用透视眼去看看里面的东西 但是他却发现 里面竟然好像有一种 虚无的东西给遮挡了 他的透视眼 可是无往不利的 既然有东西能挡住 也是头一遭 他都有些吃惊了 所以越发断定里面 不简单了 别听他胡说 有个老头开口 看着墓穴 最起码已经死了百年了 尸骨都成灰了 乃来的呼吸声 大家开关 魏景毕竟在这里 没有什么说话的权利 所以那些人要开 他也没有办法 那些人很快就已经开关了 咔 棺材被移动了一分 露出了一丝缝隙 呼 魏景听得清楚 没错 就是呼吸声 他脸色一变 立刻就将苏询书 拉到了自己的身后 同时上前 把苏诚则往后一接 苏教授 到我这里来 苏诚则也在全神贯注地 看着这里呢 被魏景这么一拉 就来到了后面 只不过一脸不明白 里面有东西 魏景的脸色 也有些微白 他自从有了太平道经 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有紧迫感 但是这一次 却让他莫名有些紧张了 小兄弟 你说里面有东西 苏诚则有些不相信 叔叔 相信魏景 苏询书跟魏景接触久了 知道魏景这个人 做事极有分寸 所以就劝说 就在这个时候 棺材板已经移开了一大半 就看到一开的那一边 一个人头突然间 就那么从棺材里面伸了出来 缓缓的 就那么站了起来 一身都是古代的衣服 看起来有些老旧 而且一出来被风一吹 顿时就已经彻底消散了 露出了他的皮肤 那是皮肤吗 不是 那完全就好像是石头的外表 看起来暗沉无比 里面还有一丝斑点 跟细致一样的纹路 里面真的有东西啊 外面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见多识广 但是看到棺材里 死了的人还能站起来 确实是第一次见 对 壮年汉子在这个时候 低喝了一声 同时将他最近的那个人 猛然间就往后一拉 说话间 棺材里的人 已经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眼睛看着空洞无比 显然是已经没有了眼珠子 但是却好像有一股 射人心魄的能力 苏承泽他们 被这种眼珠子一看 竟然是感觉到通体声凉 呼 这人已经跳出了棺材 对着他们就过去了 壮年汉子瞬间就向前一步 猛然间一抱拳说 前辈 我们此次开关是迫不得已 还请恕罪 其实壮年汉子 额头已经在冒汗了 他是如门高手 对于这种事情 他知道的比普通人多 像棺材里能出现这种事情 那就说明 生前是个高手 要不然做不到 能让自己的尸体不腐化 而且还能有所反应 这种事情 针对的就是日后盗墓的人 万万没想到 这里竟然会有这样的人物 但是那个僵尸模样的人 哪里会理会壮年汉子 一巴掌就过来了 掌风呼啸 听着好大一股声势 壮年汉子暗叫不妙 马上向后一个翻腾 刚刚想要站起来 但是僵尸却已经再次上前 一脚就往他的脑袋上踏去 壮年汉子一掌拍在对方的腿上 原以为这一下能将对方给拍倒 但是没想以 对方竟然纹丝不动 一点动静都没有 壮年汉子脸色大变 立刻就想后退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僵尸的腿已经抬了起来 猛然间就往他的头的压了下去 以他腿部的坚硬程度来看 这一下下去 只怕要将他的脑袋都踩碎了过去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 魏锦突然间上前 一把将壮年汉子的大腿抓住 向着后面一拉 就在这间不容戏的时候 壮年汉子终于算是逃过了一劫 但同时就听到了地上的青石板 瞬间就已经断裂了 其他人倒泄了一口冷气 要不是魏锦出手把壮年汉子拉出来 这一上他绝对就死透了 壮年汉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汉 对着魏锦抱了一下拳头 你护着他们 魏锦也是头一次见这种事情 所以就开口说 我来对付他 这个人生前应该是个悬门高手 壮年汉子提醒说 悬门的人最喜欢玩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了 你小心一些 悬门 魏锦是头一次听这种东西 他也不知道悬门是什么 但是看这个汉子的意思 好像这个悬门还是很厉害的 魏锦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就对着僵尸缓缓地拍出了一掌 暗戒 壮年汉子是个石货人 一看魏锦出手就愣了一下 惊叫出来 说话间 魏锦就已经到了僵尸的面前 一掌拍了过去 砰的一声 僵尸这个时候再也抵挡不住 瞬间就往后面翻了过去 跟着魏锦再次上前 一指就戳在了对方的脑门上 这一下 魏锦只感觉到对方的脑门非常坚硬 自己这一指竟然无法戳破 可就在此时 左手食指猛然间就爆发出了一股金色的光 手指竟然就那么轻易地戳到了他的脑门里去 噗哧 这一下 好像将这个僵尸彻底打破了气那样 瞬间就已经瘪了下去 没多久 这具僵尸就已经倒在地上了 而且完全都没有了之前的霸气样子 只剩下一具皮囊似的 其他人看的是目瞪口呆 首先就没有想到这里 竟然还会有这么一个僵尸还存在着 其次 也没有想到魏锦竟然这么生猛 把这么一个僵尸给打倒了 大家再次看向魏锦的时候 脸色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你没事吧 苏勋叔最急了 走到了魏锦面前 魏锦心里也有些震动 这是他第一次交手这样的东西 看着好像是比较顺利 其实他自己也明白 要不是自己食指发挥了作用 未必这么轻易就能将对方杀死 我没事 魏锦摇了摇头说 多谢前辈 没想到壮年汉子 却在此时对着魏锦抱了一个拳 而且以一种非常恭敬的姿态 前辈 魏锦看了一眼他的岁数 有些无奈了 你都比我年岁大呢 还叫我前辈 不过他很快也了然了 多半是因为自己 露出了这么一手实力 让他误认为 自己年纪比较大的了 不过 对方既然这么误会 魏锦也不会再多说什么 就那么点了点头 其他的老头脸色有些尴尬 刚才魏锦说 这里面有东西 他们还不信 没想到 里面是真的有东西 我能一起看看吗 魏锦开口问 其他人点了点头 都这个时候了 自然不好意思拒绝魏锦 魏锦跟着他们 一起到了棺材处 就看到 里面确实是有一些陪葬品 除此之外 还有一本书 魏锦对陪葬品不大感兴趣 再说了 就算是自己感兴趣 也没有什么用啊 人家教授都已经在这里了 也就是说 这里的东西是得要上交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苏承子把那本书拿了起来 递给了魏锦 使了个眼色说 你来瞧瞧 魏锦心中一震 马上便明白了 立刻就拿起了书来看 刚刚打开 突然间就感觉到一阵眩晕 里面的蚊子好像是活的 竟然就往他的脑海里钻去 当然了 眩晕只是一瞬间而已 很快他就已经没有这种眩晕感了 同时他能感觉到 里面的东西 好像与自己的太平道经 有一丝的联系 甚至可以说 这应该就是太平道经缺少的一部分 当然了 只是一部分而已 魏锦大喜 翻了翻其他的书页 却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看来 这只是残缺的一部分而已 于是他将书还给了苏承泽 笑着说 苏教授比我更了解 您先看看吧 苏承泽笑了起来 把书收了起来 这一下 里面就已经彻底安全了 大家把里面的东西清了一下 发现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所以就准备出去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间就看到三个人连眉而来 看到里面的人之后 他们都愣了一下 你们竟然没死 这三个人正是想着的鱼翁之力的人 他们想着里面的人会失变 最后跟他们一起同归于尽 自己就能捡便宜了 可是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什么事都没有 再一看地上的那句 好像是漏了气的僵尸 他们的脸色再次一变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这位悬门前辈安排出了问题 这才导致他出师不力 他当然不会想着 这些人中有人能对付这具僵尸 所以森然的说 把那本书放下 魏锦眯起了眼睛 没想到 竟然也是奔着这本书来的 这就好玩了呀 你们是谁 苏承泽那些古董教授 完全都不知道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看他这么不客气 立刻就有些生气了 悬门中人 壮年大汉暗骂了一声 这些悬门中人 竟然还出现在了这里 如门中人是吧 大师兄看了一眼壮年大汉 冷冷地说 现在给我滚蛋 我们三个人 你可只有一个人 要是不想死的话 把书给我留下 这件事情 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 要不然 大师兄说完 就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到时候 我让你们都活不了 要是平时 壮年汉子当然就知道 自己不可能打得过三个人的 但是他偷偷看了一眼魏锦 就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了 有这么一个猛人在 我怕你们做什么呢 现在给我滚 壮年汉子开口说 要不然 我会让你们知道厉害的 不知死活 大师兄冷笑一声 上 宰了这个如门中人 三个人说着 便已经要上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突然间便已经上前了 啪的一声 一巴掌就过去了 而且一下就扇在了 这个家伙的脸上 大师兄完全都没有反应过来 瞬间就已经倒飞了出去 摔在地上 脸都已经肿得老高了 剩下的两个人大害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魏锦却在这个时候 双手摇摇一空 便看到大师兄身上的一把匕首 就飞到了他的手中 接着 魏锦轻轻一揉 那把匕首 竟然就好像是胶一样 瞬间就卷成了麻花 暗戒 三个人同时大害 惊骇地看着魏锦 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 里面的悬门前辈 并非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而是让人家暗戒高手给解决了 想到这里 他们就有些害怕了 滚 魏锦冷冷地说 这一句滚 可比壮年汉子说什么都管用 大师兄立刻就已经爬了起来 对着魏锦一抱拳说 不知道前辈是属于何门 这一下 他们都没有看出来 到底魏锦是属于什么门的 所以就只能这么问了一句 怎么着 想着找我寻仇 魏锦乃知道 自己是属于什么门的 而且 对方说的什么悬门或是如门 他一点都不知道 就只能这么反问了一句 不是 大师兄的脸色都变了 像这样的大佬 能练出暗戚来 他们哪里惹得起 所以赶紧就摇头说 并非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就是我多嘴 问了一句而已 要是前辈不愿意说 我们自然不敢再问 后会有期 说完大师兄就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带着两个师弟 马上落荒而逃 这一下 这些古董大师 全都惊讶地看着魏锦了 特别是苏承泽 服了服眼镜 实在是没有想出来 魏锦到底有什么身份 苏寻书也有些猛 虽然知道 魏锦确实是有些身手的 但是没想到魏锦这身份还不简单 什么前辈 他年纪比我还小 壮年汉子忍不住就多看了两眼魏锦 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看出来 魏锦到底是什么人 很快 众人就已经出去了 古董教授们 自然就是研究那些古董去了 而壮年汉子犹豫了一下 来到了魏锦的面前 开口说 刚才多谢兄台出手了 确实是 第一次出手 魏锦把僵尸给弄了 第二次 把那三个悬门高手下走了 壮年汉子对自己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知道两关都过不了 要不是魏锦 可能第一关就得全军覆没 所以这一声感谢是真心的 魏锦看了他一眼 笑着说 不用跟我客气什么的了 刚才我也是在这里 他们也会对我出手的 壮年汉子只是笑笑 然后又认真地问 不知道兄台是属于什么门的 魏锦其实心里也想问问 这什么门什么门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一想自己这样又会露怯 所以就只是一笑 干脆什么都不说 壮年汉子恍然大悟 摇了摇头说 是我冒昧了 既然不愿意说 那我便不问 对了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 可以找我 说着汉子递了一张名片出来 魏锦看了一眼 发现他叫王浩然 我叫魏锦 魏锦开口说 壮年汉子点点头 后会有期 没多久 壮年汉子就已经离开了 众人也已经回到了村里 苏承泽借机把魏锦叫到了一边 这才开口说 刚才那本书 你看到什么没有 对于苏教授 明显就是帮自己的人 所以魏锦也没好意思瞒他 开口说 那本书大有玄机 有一页应该就是太平道经 刚才我一打开 就感觉到里面的字 到了我的脑海里去 是自己跳入进去的 其他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苏承泽松了一口气 这才认真的说 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说有一个朋友 好像是收东西的时候 见过太平道经的字眼 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 发现极有可能在这里 刚巧 这里他方了 而且就露出了这么一个墓穴 当时我猜会不会在这里 教授有心了 魏锦诚恳地说 苏承泽笑着摇了摇头说 什么有心啊 我这都是应该的 再说了 刚才要不是你 我们可能都得死了 魏锦沉吟了一声 这才开口问 教授 这悬门是什么 你不知道 苏承泽有些惊讶 魏锦摇了摇头 苏承泽有些想不通啊 这如门中人对你这么客气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知道的也不多 苏承泽想了想 这才开口说 听说这世界上有四门 佛门道门 如门悬门 佛门道门比较好理解 如门奸济天下 也比较好理解 这悬门就有些悬了 我听说是之前那些九流人物 合成了一门 称为悬门 他们最擅长一些鬼魅之术 就好比是棺材里的那具僵尸 如果我们不开棺的话 应该是起不了尸的 当然了 我这些也只是听过 其实在之前 我也有些不大相信的 但是现在 我信了 这人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得经历过 才会相信某些事情 魏锦点了点头 你是哪门的 苏承则也有些好奇 魏锦苦笑一声 轻轻地说 教授 说句实在话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门的 教授愣了一下 哈哈大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这些江湖上的事情 我不懂 但是刚才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应对得很好 以后不要随便跟人说 你不知道是哪门的 要不然 魏锦一脸严肃 苏承则对自己可真的不错呀 还会这么提醒自己 教授 我也就是相信你 才会跟您实话实说的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跟别人这么说 苏承则一笑 既有些开心 魏锦这么聪明 又开心自己被人信任 说了这么几句之后 苏承则两人就回到了那里 毕竟是苏承则的老本行 马上便投入到了 这些古董的研究之中去 这么一来 魏锦跟苏寻书 可就没有什么活了 所以看了看就准备回去了 临走的时候 跟苏承则说了一下 苏承则只是让他们路上小心一些 回了 这一趟虽然是匆匆而来 但魏锦还是很有收获的 残缺的太平道经确实是有 自己还成功拿到了 最起码可以好好地回去研究一下了 苏承则再次看向魏锦的时候 脸色已经有些不大一样了 在他看来 这个魏锦 其实就一直都是自己的弟弟那样 讲义气 而且还懂健保 但是其他的 他并不确定 直到今天魏锦出手 把那只僵尸击倒 而且还令那些江湖人物这么恭敬 这个时候 他才感觉到 这个弟弟还有一丝神秘呢 苏姐 魏锦开口说 现在我们直接回你家吧 然后看看那些玉怎么处理 对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 苏勋叔想了想 那些玉放在我们家里 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情 要不然还是卖了吧 卖了 其实魏锦自己都有些不舍的 那多好的玉啊 就那么卖了 你不是现在没有公司了吗 魏锦突然间就开口说 对了 要不然 我们自己开一个首饰店好不好 你肯定认识一些手工大师吧 你让他们给我们店弄些手势 就用那些玉来做 反正我们现在手中好几亿呢 能开得起店 又有原料 你觉得怎么样 魏锦不说道好 这么一提吧 苏勋叔竟然感觉到 还真的可以呢 他犹豫了一下 这才开口说 你说的道也有几分道理 这是 我们得回去好好再准备一下 行啊 魏锦笑着说 可说好了呀 我的这些 预可有你的钱 到时候 那就是你的股份 你不准备推辞 苏勋叔挣了一下 开口说 其实我就是出了两百万 你还给我就行了 那不行 魏锦开口说 那就是你的股份 还什么两百万啊 苏勋叔一笑 对我这么好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想追我了 苏姐 那我可以追你吗 魏锦调侃的说 苏勋叔横了他一眼说 哼 那得看你的表现了 你要是表现不好 苏姐我可看不上你啊 魏锦微微一笑 两人有说有笑 很快就已经回到了苏家 回到苏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上下了 这么晚了 而且大家又累 所以也没有做其他的 马上便睡了 只不过原本魏锦 是想回家去睡的 但是苏勋叔却对着他说 你回什么家 回家又得半个小时 你折腾不累啊 就在我们家睡吧 反正我叔父 又不是不认识你 就在这里睡了 就我们孤男寡女的 好像不大好吧 魏锦开口问 为什么不大好 苏勋叔瞪了他一眼说 什么叫孤男寡女的 我们就在这里睡个觉而已 是你睡你的房间 我睡我的房间 又不是睡在一起 真的是 是是是 魏锦一笑 也就不再客气了 一个小时后 两人都洗好了澡 也都是困了 所以也都没有再聊什么天 各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 魏锦的房间 就在苏勋叔的旁边 刚刚躺下来 就听到了隔壁一个声音 好像是在吸气 魏锦有些惊讶 赶紧就坐了起来 敲了敲隔壁的门 苏姐 你怎么了 听这声音 好像是哪里痛 里面没有动静 魏锦忍不住了 上前就将门推了开来 就看到苏勋叔在床上痛得 都已经全躯了 苏姐 魏锦吓了一跳 赶紧就上前抱起他 我没事 苏勋叔脸色微红 亲起来了 魏锦可是个医生啊 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出去 苏勋叔有些不好意思 强忍着痛说 女人在这个时候 都特别不愿意 让男人看到自己的这个样子 好像很丢人 没事 我帮你按吧 魏锦开口说 我懂得一种按摩之法 对于这类罪有用了 我试试啊 不用了 苏勋叔哪里相信啊 瞪了他一眼说 你 你是想占我便宜吧 可是魏锦却不管他那么多了 立刻就已经将他放在床上 认真的说 听我的话 别乱动 就这么趴在这里 我来给你按 要不然你晚上怎么睡啊 苏勋叔太知道 自己身上这种东西了 每次来的时候 就已经很痛了 再加上这几次奔波劳累 只怕会更痛 不知道为何 看着魏锦这么认真的样子 他竟然有些相信了 点了点头躺在那里 魏锦这才一笑 开始往他的身上按过去 手一碰到他 就能感觉到 苏勋叔有些反应 这样的反应 令魏锦都有些激动了起来 苏勋叔自然也感觉到了 有些尴尬 扭头看了他一眼 你该不会是个 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厨吧 魏锦有些尴尬 没好气的说 瞧不起我怎么的 我怎么可能是个厨 那你激动什么 苏勋叔没好气的问 我这是 主要还是苏姐太漂亮了 魏锦扶持心灵 苏勋叔哥哥一笑 指着魏锦说 你这家伙 嘴皮子是越来越滑了 魏锦一笑 开始在他的身上按了起来 太平道经里面 有真法三十六 按法十八 其中一是按学法 可缓解很多疼痛 痛经就属于这一种 而且魏锦按的时候 还加入到了太平真气 这种真气可缓解着一路奔波的疲劳感 没多久 苏勋叔就感觉到了全身都有些轻 而且特别舒服 他不由舒服的躺在那里 弟弟 你怎么会这么多啊 魏锦笑了起来说 苏姐 舒服吧 舒服 你站一个我试试 苏勋叔心情大好 开口说 你有这个胆子吗 哎呦 瞧不起人是吧 魏锦突然间就不按了 双手摩拳擦掌的样子 好像是真的准备动手 可是乃知道苏勋叔有些急 以为他真要动手呢 一脚就踹了过去 苏勋叔腿一蹬 啊 魏锦瞬间就已经倒在床上 脸色苍白 好像是痛到了极点 哎呦 苏勋叔吓了一跳 赶紧就上前说 弟弟 你怎么了 魏锦扎摸了一下他的这句话 弟弟怎么了 你说我怎么了呀 苏姐 我好痛啊 魏锦开口说 啊 苏勋叔吓坏了 自己这一脚 好像是踢错地方了 吓得脸色煞白 有些急了 弟弟 你没事吧 刚才是姐不小心的 对不起啊 哎呦 苏勋叔一脸着急 那样子 急得眼泪都快要下来了 魏锦真要是让自己一脚踢得出问题了 那自己可怎么才能心安啊 魏锦原来就是逗一下他 看到他这个样子 再也装不下去了 笑得赶紧就滚下了床去 好呀 这下苏勋叔明白过来了 下床就追着他打 你竟然还骗我 你个没良心的 吓死我了你 哎呦 苏姐 我不敢了 魏锦苦笑连连 最后只能连声求饶 苏勋叔提着他的耳朵 哼了一声说 还敢不敢啊 不敢了不敢了 魏锦哭丧着脸 真是无法无天了 苏勋叔插着腰 可是却让那雄伟的地方更加雄伟了 让魏锦眼珠子都快要崩出来了 你 苏勋叔看到魏锦的眼光 顿时又有些不好意思了 赶紧就一松 后退了两步 下意识地捂着说 你 你赶紧出去 魏锦这才出去了 出去之后 看了看双手 刚才那下的感觉是真的不错啊 苏勋叔坐回到了床上去 感觉到耳根子都火辣辣的疼啊 真的是 竟然敢骗我 臭小子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呀 连我都敢这么开玩笑 哼 想到这里 就更加不好意思了 那边 魏锦笑呵呵地上了床 美滋滋地进入到了梦乡里去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 苏勋叔就已经做好了早餐 看到魏锦那个嘚瑟的样子 又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不由就瞪了他一眼 起这么晚做什么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有睡好 魏锦愣了一下 赶紧就坐了下来说 我这 睡得好 苏勋叔这才哼了一声 对了苏姐 玉呢 魏锦开口关切地问 现在到哪了 在他们公司的仓库里呢 苏勋叔开口说 今天我们就去提 还用得着我们去吗 魏锦有些惊讶地问 这种事情 不应该是他们亲自提上来吗 送过来是肯定的 只不过 我们得去看过才行 然后再送到我们这里来 苏勋叔开口说 吃过早餐 我们就去他们的公司看看 好 魏锦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开口答应了下来 吃过早餐后 便由苏勋叔开车 带着魏锦来到了金顿安保公司 接待他们的是 他们安保公司的一个队长 叫赵海的 都在这里了 赵海一直身后的那几个箱子 开口说 运到这里来之后 我们就没有动过了 就等着你们回来看看 打开吧 苏勋叔点了点头 开口说 赵海马上便上前 把几个包装都打开 一时间 便看到这些玉光彩照人啊 赵海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了 看到这些玉后 忍不住就咽了一口口水 这也太恍人眼睛了吧 不对吧 可是魏锦的脸色却是一变 因为他发现 唯一没有开的那个原石 竟然让人调换了 我们的那块原石 你们给换了 苏勋叔一证 玉他可是记得很清楚的 都没有错 但是这个原石就未必了 所以 他压根也都没有注意到 可是魏锦却不一样 凡是经过他手的东西 就好像是模子一样 刻在了脑海里 怎么可能会漏掉 所以他立刻就发现了不对劲 赵海也有些发猛 过了一会才说 苏小姐 魏先生 我们把这引动东西 运到这里来之后 就一直放在这里了 绝对是没有任何人碰过的 我相信你的话 魏锦冷冷地说 你说没有人碰过 我相信 但要是你不知道人碰过呢 赵海瞬间就哑口无言了 把你们能负责的人叫过来吧 魏锦淡淡地说 当时继运的时候 我们是拍过照片的 你们也留有档案 到时候 我们对一下这块原石 就知道 到底是我诬陷你们了 还是你们把我的原石给弄丢了 这可是大事啊 赵海当然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所以二话没说 马上便把他们的经理叶友志 跟安保队长张龙都叫过来了 赵海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开口说 叶经理 张队长 这位魏先生说他的一块原石不是这块 怎么就不是这块了 张龙最先开口了 魏先生 您该不会是看花眼了吧 是不是这块 我们仔细对一下就知道了 魏锦冷冷地说 我这可是拍卖的原石啊 在中海那里 还有着这块原石的详细档案 你要是信不过我 可以去那里找来资料比对一下 从文录到重量 全都会有记录 张龙顿时就哑然了 叶友志笑了起来 开口说 魏先生 我看您这些玉 好像也值很多钱对吧 魏锦看向了他 这些玉 可都是最值钱的 叶友志的眼睛里 也都是贪婪之色 不过马上便笑了起来说 一块原石而已 里面说不定没有什么玉呢 这些玉可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就是 没有什么损失 一块石头而已 石头 苏寻书大怒 那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吗 那是我们花了几千万拍回来的 你查过我们对吧 魏锦却对着叶友志笑了起来 你知道我们在中海赌石 而且 我还能开出这么多的玉出来 我开出来的玉 你们不敢动 所以就打了唯一一个 还没有开出来的原石的主意对吧 叶友志脸色一沉 魏先生 请你慎言 还回来 魏锦伸出了手 一脸平静的说 你把原石还给我 我就当事情没有发生过 对了 给我道歉 小子 别不识好歹啊 张龙脸色一沉 森然的说 这可是金顿安保公司啊 我们既然接了你的生意 自然不会乱来 你要是不相信我们 自然也不会让我们替你们押韵对吧 你这么做 可就是对我们的侮辱了 我劝你最好给我拾去一些 要不然 可就不客气了呀 不客气 这就是明抢了 苏巡叔已经气得脸色苍白了 他花了两百万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够贵重 要不然从中海到这里 也就是相隔不远 怎么可能会要这个价钱 现在倒好 你们竟然还寄予起我们的欲来了 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吗 意思就是不还了 猛然间魏锦杀气上身 杀气腾腾的盯着他们 这一下气氛就有些紧张了 张龙眯起了眼睛 森然的说 小子 你最好给我看清楚一些啊 更不要想着在我们这里胡来 要不然有你好受的 啪 魏锦暴怒 瞬间就已经动手了 他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张龙可是有所准备的 他甚至都已经握紧了手中的棍子 就怕魏锦会动手 但是没想到 魏锦竟然真的会动手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哪怕他已经知道 魏锦要动手了 却依旧没有任何的办法 啪的一声 干净利落 还是扇在了他的脸上 瞬间 脸上就已经起了五个红色的印子 让他看起来有些狼狈 你 张龙大怒 这个家伙竟然敢这么打自己 给我上 叶友智也脸色一变 看来对方已经不准备善罢甘休了 这件事情已经做出来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得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要不然 自己可就没有办法 把这件事情收拾了呀 所以他立刻就开口 很快 后面已经来了好几个他们的保安 这些可是做安保公司的人啊 比至于保安 不知道强多少呢 魏锦森燃的看着他们一眼说 你们别后悔呀 妈的 张龙怒吓一声 给我把他收拾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却已经先行动手了 这些人在别人的眼中 可能算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在他魏锦的眼中 算个屁呀 瞬间 他就已经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左冲右突 基本上没有一盒之降 那些人纷纷就已经倒下去了 东西呢 瞬间 魏锦就到了叶友智的面前 单手将他的喉咙卡住往上提 森然地问 其他人都吓了一跳 没想到魏锦竟然厉害成这个样子 你 叶友智感觉到 呼吸都已经有些不顺畅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江湖人啊 年轻人 适可而止吧 身后 一个看着四五十岁的男人站在那里 淡淡地看着魏锦 魏锦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随手将叶友智扔在地上 扭头看着这个男人 不错 也是一个恋家子啊 这么一家安保公司 绝对会有这样的恋家子镇场子的 要不然 早就让江湖人物给阴死了 把东西还给我 并给我道歉 我就走 魏锦淡淡地说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与我无关 男人笑了起来 但是你在这里闹事 就与我有关了 明白吗 魏锦失笑 你这是在欺负我了 可以这么说 男人点了点头 竟然一点都不避讳 看你 也是一个江湖人物 我才这么跟你实话实说的 现在拿着你的那些欲 马上走 这件事情就当成没有发生 要不然 怎么称呼 魏锦打断他的话问 江湖人称铁腿王三 男人有些自豪地说 王大师 把他给我废了 张龙咬着牙说 他竟然敢在我们这里动手 就已经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铁腿 魏锦听到后 却反笑了起来 你配吗 说着魏锦突然间就上前 一脚向着王三踢了过去 找死 王三脸色一变 我都已经这么跟你说话了 但是你竟然这么不知道死活 还对着我出手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不能怪我不客气了 他立刻就已经上前 对着魏锦的脚也踢了过去 在我面前挽腿 那真的是扳门弄斧啊 两条腿就在这个时候撞到了一起 瞬间就听到了咔的一声 好像有人的腿骨断了 啊 王三瞬间就后退了几步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去 满脸都是亥然之色 就这还配吗铁腿 垃圾 魏锦仿若无事地站在那里 一脸不屑地说 全场的人都惊着了 铁腿王三 在他们这里就是定海神针啊 大家都知道他们公司 这里有个铁腿王三比较厉害 要是出什么事情 他会出手 当初张龙到这里 上班的时候就不服气 什么铁腿王三 在我面前连个屁都不算 还特意跟他交过手呢 但是不过一招 就让人家的铁腿撂倒了 而且撂得他半天起不来 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远不是王三的对手 可是在看现在这样 堂堂铁腿王三 竟然让人一下就给撂倒了 这特么的 王三心里更是惊骇 看着魏锦一时间老脸通红 特别是那一句垃圾 说的就是自己啊 东西呢 魏锦森然地问 这一下大家都不敢说什么了 毕竟连他们这里最厉害的人 都已经输给了魏锦 我拿 夜友之一看 这是没有希望了 只能一咬牙 就在我们仓库里 马上搬出来 没多久 那块原石就已经放到了魏锦的面前 魏锦一看就知道是真的了 冷笑一声说 今天这是给你们一个教训 下次做生意 就给我好好做生意 玩这些东西 干什么 真是找死 说完魏锦他们就走了 自然是他们公司的人帮着运出去的 我咽不下这口气 张龙看着魏锦的身影 半晌后才恶狠狠地说 这东西是刘少要的 现在我们给回他了 刘少绝对会找我们麻烦的 跟刘少说吧 铁腿王三终于站了起来 只不过疼得额头上都是汗 我们这里的人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让刘少派更厉害的人过来吧 要不然这个面子找不回来的 王三都这么说了 其他人都点了点头 刘少 也就是他们金顿公司的少爷 现在正在陪美女打高尔夫呢 刘少 已经确定了 那个叫魏锦的 确实就是在中海赌师大会 大出了风头的那个人 一个手下赶紧就上前来说 从他赌师来看 那些玉都是从那里堵出来的 竟然全都开出了玉 那就是说 我们截掉的 那个原石集有可能也会出玉 可惜啊 刘少大概二十七八的年纪 笑了起来说 那些玉我看着都眼红啊 要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能掉包 那块帝王旅我都想给掉了 没有办法 没法做假 而且毕竟我们还得做生意 就是不知道 那块原石能开出什么玉来啊 刘少 怕他们干什么啊 美女身材不错 最重要的是穿的也少啊 赌十人而已 那块帝王旅那么好看 给截下来呗 他们敢怎么样 截下来给我做对手镯 那多好啊 小蹄子 刘少狠狠地拍了一下他的臀部 这才开口说 老头子说过了 我们做生意 还得讲究一下基本法的 不能乱来 要不然这件事情闹出去 谁敢把东西给我们啊 原石都已经让我们换了呀 美女开口说 这有说法呀 刘少黑黑一笑 原石嘛 看着石头都差不多 就算他知道我们换了 我们也有说辞啊 但是预可就不同了 我可没有办法 找出另外一个帝王绿来调换 再说了 我要是有帝王绿 也不用调换了 对吧 美女满脸都是笑意 对对对 刘少聪明绝顶 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对了 那原石什么时候切啊 我能要一个东西吗 行啊 刘少黑黑一笑 你把你闺蜜给我叫过来 咱们来一场三人行 只要答应这个条件 我就给你送上一对手镯 如何 早说啊 刘少 美女大喜 您就放心吧 我绝对把那个丫头骗子 给叫过来 到时候给您服饰好了 绝对让您满意 好 刘少大喜 双眼都是贪婪之色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电话已经响了 助理很快拿着电话过来了 看了一眼 竟然是叶有志打过来的电话 叶有志 怎么样 是把原石运过来了吗 刘少开口问 不是 叶有志有些苦涩 让他发现了 把原石还给他了 什么 刘少原本都已经要躺到以上去了 听到此话后 瞬间就弹起 怒声说 你这是怎么搞的 他就算看出来了 你为什么得还给他 你他妈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知道 老子用这个原石 有大用吗 是是是 叶有志 但是心下有些恐慌 赶紧就解释说 主要是对方太猛了 我们压根都顶不住他 他把王大师都打倒了 什么 刘少愣了一下 你说王三都给他打倒了 没错 对方好像是有两下子 王大师已经说了 如果想要把原石拿回来 可能就得派出更为厉害的人了 要不然不是他的对手 妈的 刘少大骂了一声 好 我马上就派人过来 妈的 竟然敢动手打我的人 那边 已经把玉运回到了苏家了 魏景就把他们都遣走了 然后才看向了这些玉 真是险啊 苏寻叔还有些气氛呢 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无耻啊 竟然还会对着我们的玉动手 要不是你在那里 可能今天都拿不回来了 魏景点了点头 现在知道他们这些人 是怎么无耻的了吧 在利益面前 没有几个人是能稳住心神的 苏寻叔点头 对了 东西就放在这里来啊 魏景开口说 你说安全吧 我叔父有个地下室 就在下面 苏寻叔开口说 平常都是放他收藏的地方 安全系数很高的 明天我去过辆车子过来 在我们这里走一圈 魏景沉吟了一下 这才开口说 让他们都以为 我们把东西运走了 要不然 我还怕像金顿安保公司 他们这样的 没问题 苏寻叔点头 还是魏景想的周全啊 对了 你就想着 怎么开首饰店吧 魏景开口说 最好早点开起来 毕竟我们现在有的是原料 好 苏寻叔笑了起来 可不单是首饰店啊 我觉得 我们也应该做古董这一份的生意 毕竟你这么懂对吧 行 你看着办 把东西搬进去之后 确认了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了 魏景这才离开了这里 同时嘱咐了一下苏寻叔 真要是有什么人硬抢的话 不用再拦着 最快给他打电话就行了 到了第二天 魏景又开了一辆车子 去前面转了一下 最后才算是把事情解决了 至于那些人会不会相信 还会不会派人过来 魏景只能等着他们的动静了 只不过第二天 张初然就已经找上他了 这几天 你上哪去了 去赌食的事情 魏景没有跟张初然说 所以张初然自然不知道 去办了个事 魏景笑了起来说 怎么了 有空吗 张初然说 我帮你约一下后天的事情 有个很重要的人物 需要你出手治一下 行 张初然在说完这句话后 就已经上班去了 比较重要的人物 魏景想了想 也懒得想那么多了 不过刚刚在这个时候 王海景竟然打电话过来了 老同学 在家吗 在呀 魏景点了点头 怎么了 哎呦 在家就好了 约你出来吃个饭 王海景哈哈一笑 来来来 我给你发个地址 你过来 虽然跟王海景不算熟 但是人家这么约了自己 魏景也不好意思拒绝 收拾一下就出去了 地方还挺高档的 走进去后 就发现了另外一个人 这不就是当天 要抢自己的宝石 结开的那个人吗 大哥 那个人看着魏景后 马上便站了起来 一口一个大哥叫着 魏景自己都猛了 大哥 他上前 看了一眼他 淡淡的说 大哥这个字眼 可别乱叫 我们也不熟悉对吧 那个人有些尴尬 是这样的 王海景看着气氛有些尴尬 赶紧就开口说 你是我的同学 他是我的朋友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行吧 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他一马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放过他一马 魏景再次发愣 对对对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那个赶紧就开口说 得罪了您 在这里我给您道个歉 这个家伙怎么突然间就变了脸呢 魏景想不通其中关键 也就不再多想了 只是点了点头说 行了 这件事情就当了过去了 那个人大喜 王海景也笑了笑 然后就有些好奇的问 兄弟 我听说你会鉴定古董 还会赌食事吧 魏景点了点头 怎么了 想请你帮个忙而已 王海景笑着说 我家里有个东西 能不能请您看看 可以 魏景点了点头 吃过饭去 还是另约个时间去 吃过饭去就行了 王海景一听他这么有兴趣 马上便开口说 马上去都可以 吃饭的时候 魏景知道 那个家伙叫陆子行 算是王海景的狐朋狗友吧 吃过饭后 陆子行可能也是想跟魏景 打好一些关系吧 就说要一起去看看 王海景的家底看着不错 住着一套别墅 当他们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一对中年夫妇 正在那里 正是王海景的父母 王强与袁淑芬 海景 这是你朋友吗 王强开口问 王海景点了点头说 没错 这就是我的同学魏景 对于古董什么的 懂得一些 同学 王强有些惊讶 感觉到儿子 是不是在骗自己啊 你不是学一学的吗 怎么有同学懂古董 而且这么年轻 明显就有些不大相信 王海景也解释不上来 只能笑着说 爸 人家可能是跟高人学过的 确实是懂的 对了 我们家里的那个东西呢 不拿出来看看 王强有些犹豫 不过还是回到房间里 拿了一个东西出来 放到了桌子上去 开口说 你来看看吧 魏景也不介意他的神色 而且有些好奇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于是他上前拿开了一看 顿时就愣了一下 这 竟然是一张邮票 没错 是大龙邮票 他自己身上 可还有一张大龙邮票呢 没想到 现在竟然还能碰到一张 而且 这张竟然是大龙五分银 要知道自己那张 是大龙三分银啊 大龙邮票 一套花三张 分为一分银三分银 还有五分银 虽然当时大龙邮票 发行了二十多万枚 但其实存世的也已经不多了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贵 更不用说集气整套了 大龙邮票 我已经想了想 这才开口说 我们国家发行的第一套邮票 你这枚邮票成色非常好 保存的也不错 值个上百万 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 王家也算是小富之家了 听到这句话 还是愣了一下 这么一小点邮票 值上百万 值这么多吗 王强有些发猛 我之前请教过你李达叔叔 他说 能值个几万的 而且说 要花五万买我的邮票 五万 爸 你这是差点被人骗了吧 王海津自然是相信魏警了 开口说 怎么可能才值五万呢 他说 这是什么邮票 魏警发问 他没有说是大龙邮票 就说是几十年前的邮票 有些纪念价值 王强说 魏警笑了起来说 他这是欺负你们 对于这行不懂 所以想低价 买你的邮票呢 正说着 就看到门外已经进来一个 五十多岁的男人 老远就笑了起来说 王哥呀 我又来了呀 就是他 王强轻声说 跟我说过好几次要买邮票 今天又来了 说完王强就站了起来 李达 这么有空啊 可不是吗 李达笑了起来 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店啊 你知道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集邮了 我家里好几本邮册呢 都已经装满了 你那张邮票啊 我看着确实是比较喜欢 这样吧 我在家一万 六万块钱卖给我好吧 我告诉你 这已经是我买过的最贵的邮票了 而且 你去别人那里 也不可能出到这么高的价钱啊 王强看向了魏警 魏警淡淡一笑 您喜欢集邮对吧 对 李达看了一眼魏警 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人 只能这么回答 那您知道这张邮票是什么邮票吗 魏警开口问 应该是几十年前的邮票吧 我看着还有古意的 李达信口开河 大龙邮票 我们国家发行的第一套邮票 总共发行了二十多万枚 但是存事已经非常稀少了 这么一张邮票出去 最起码几十万 甚至是上百万 魏警淡淡的开口 李达脸色一变 你 他当然知道 这是大龙邮票啊 但是他知道 王强肯定不知道 就想捡个漏 但是没想到 竟然让人给揭穿了 我出一百万 魏警开口说 一百万我买了 王叔叔不知道愿意不愿意 一百万 李达冷笑一声 你说的没错 这张确实是大龙邮票 但是一百万 你能赚钱 魏警笑了起来说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王强也不是一个喜欢古董的人 最重要的 还是换钱最好了 所以马上便点头说 那行 一百万我给你 魏警点头 马上便给他转账 之后 邮票就到手了 李达看着邮票 已经没有自己的份了 郁闷地离开了这里 多谢王叔了 魏警拿着这枚邮票 心里很是欢喜 赶紧就到谢说 客气什么啊 我这有没有卖亏你的 原本王强有些不大 相信魏警 但是没想到 魏警竟然让自己免除了损失 他原本就不大爱古董 要不是魏警揭穿的话 自己可能哪天 就会受不住李达的魔宫 最后答应把邮票给他 所以魏警这次出现 确实是给他挽回了不少的损失 魏警只是笑了笑 然后就跟他们告辞而去 刚刚回到了家里 苏寻叔就给他打电话过来了 弟弟 有人跟我们要买玉呢 啊 魏警愣了一下 开口问 什么人要跟我们买玉 齐去哥 苏寻叔微微一笑 魏警的脸色 马上便沉了下来 不慢 我知道 苏寻叔笑了起来说 人家约我们出去见面呢 见面倒是可以啊 魏警笑了起来说 约在哪里 就在他们齐去哥 你要不要一起去 行啊 魏警冷笑一声 没多久 两人连绵到了齐去哥 到上面去一看 就看到周山周强父子 脸色复杂 这次他们 原本是满怀希望而去的 没想到 最后竟然是什么都没有唠叨 因为怕上面责怪儿子无能 所以到现在为止 周山都没有跟上面说自己赌视失败了 魏先生 周山还是比较能屈能伸的 马上便笑了起来 好像他们之前没有任何的误会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我相信 魏先生绝对已经弄到了不少的好东西了吧 这样吧 我记得你有一块红匪 我花衣买了 一个亿 魏锦笑了起来 看着他说 周老板 那块红匪只值得一个亿吗 周山摇了摇头说 自然不止一个亿 但是现在是你跟我们和解的好机会 而且 你也赚了对吧 你当初买时的钱 可没有一个亿啊 一个亿卖给我 你也赚 我也赚 大家一起赚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你跟我们 你算老姐 没等他说完 魏锦便呵呵打断了他的话 欲是我买的 我花多少钱 那是我的本事 不像是周老板 废的什么渣一样 堵个石都不会堵 还有脸 让我跟你一起转 我转你妈 周山的脸色一变 小子 你他妈给我放尊重一些 周强勃然大怒 可魏锦伸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耳光非常响亮 啪的一声 干净利落 你跟我横什么 魏锦冷冷的说 你以为我到这里来跟你见面 是跟你们谈生意的 你们也配 现在想跟我买玉 我猜你是跟公司交不了差对吧 所以就想从我这里买块玉 就说自己这边已经解决了 你倒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但是我会给你们 就你们这个样子 也有资格让我卖玉给你们 而且你们开的这什么价 侮辱人呢 当我魏锦白痴呢 周强已经快要起婚过去了 周山的脸色也非常难看 同时更有些心惊啊 这个魏锦果然是聪明绝顶啊 他竟然知道自己的想法 这样吧 我出两个亿 周山一咬牙 我呸 魏锦笑骂了一声 就你这样的人 出十个亿我都不会卖给你的 对了 不但是我不卖给你 我还得让你们总不知道 你赌失失败 苏姐 你应该可以联系到你们齐续格 其他的人吧 把这件事情宣扬出来 这可是一亿三千万的损失啊 当然可以 苏巡叔看得大为解气 我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了 苏巡叔 魏锦 你们不要逼人太甚 周山脸色都变了 立刻就大喝一声 谁逼人太甚了 魏锦呵呵一阵冷笑 白痴啊 要不是你自己对着苏姐什么空道之类的 我们的关系 何至于这样的地步 走吧 苏姐 苏巡叔站了起来 苏小姐 魏先生 有事我们好好谈 周山看着他们要离开 这下就已经吓到了 赶紧就出言挽留说 真的 之前确实是我们小强不懂事 我在这里道歉 这样吧 您说那块玉多少钱 我买下来好吧 周山心里万分不愿意 可是到如今 也没有办法了 就只能先稳住他们 买了玉再说 至于后世 等我解决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再慢慢算吧 就在这个时候 便看到外面已经进来了一个 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 看了他们一眼 最后对着周山说 周叔叔 哎哟 侄女你怎么来了 周山看到这个 跟自己儿子年纪差不多的女人 却赶紧就露出了一张笑脸 甚至有一丝讨好 来来来 赶紧到这里来坐 你说说 你都已经这么忙了 怎么还有空到这里来呢 我是来告诉你一声的 女人皱起了眉头 对于周山的殷勤 没有任何的感觉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公司所有的事情 你们父子都已经没有资格接触了 对了 还有这次 因你们赌食而造成的损失 由你们一力承担 什么 周山魂飞天外 额头大喊漂流 侄女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周山紧张地说 这 赌食的事情 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女人冷笑了一声 开口反问说 你以为自己不说话 我们就不知道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吧 你一三千万 买了一个废食 我们这一次 在赌食里面 可以说是颗粒无收 现在你跟我说 是怎么回事 周山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知道这件事情 已经瞒不住了 赶紧就开口说 是是是 这件事情 是我们看走眼了 我们请了十大师 但是赌食胜负 一向都是由公司买单的 我们只不过看走眼了 怎么会要 我们买单呢 因为是你们的所作所为 把苏小姐 从我们这里赶出去了 而导致我们的损失 女人再次开口 淡淡地说 一亿三千万 当由你们来出 同时 你们父子再也不能 进入到我们公司的 管理层面 任何一个分店都好 你们也都没有资格 去指手画脚 我要是看到一次 我就会把你们的分红 给扣除一次 赵月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强大诺 我们也是股东 你凭什么这么做 不服 赵月有些厌恶地 看了一眼周强 不服那也行 我看这个公司 也不需要你们了 我服我服 周山太知道 赵月身后的人了 立刻就开口说 这个处罚我服 赵月这才点了点头 马上收拾东西 你们立刻就离开这里 这里已经不属于你们管了 好 周强万般无奈 只能苦笑一声 对了 苏勋叔开口说 周总 这件事情 是我跟齐驱阁总部说的 有什么怒可以冲着我来 我打死你这个贱人 周强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他知道这么一来 自己在齐驱阁的前途 就算是完了呀 他之所以这个时候跑到这里来 就是想在这里开始崛起的 他们父子虽然是齐驱阁的股东 但是股份很少的 所以就只能想着进入管理层 混到一定的程度 看后面能不能攫取更多的利益 但是现在这么一来 已经没有可能了 而说到底 在他看来 都是因为苏勋叔 所以这一下 竟然就想动手 可惜他刚刚到了苏勋叔的面前 就看到魏锦伸手将他抓住 用力一甩 对方就再也没有办法站定了 跟着砰的一声倒在地上 魏锦上前一脚将他的脸踩住 笑着说 周少 回见了呀 说完他狠狠一踩 周强惨叫一声 魏锦这才松开了脚 周山已经说不上是什么脸色了 只能上前把儿子扶了起来 然后默默地退了出去 这一次 他后悔无比 要不是自己过于贪心了 也不会跟魏锦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更不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境地里来 想到这里 只能后悔了 里面 周山父子离开之后 美女就看向了魏锦 你就是魏锦 魏锦点了点头说 没错 我叫魏锦 谈个生意吧 美女开口 而且非常直接 手里的玉想不想出手 要是想出手的话 卖给我们 我们店里需要买几块玉 毕竟今年颗粒无收 魏锦笑了起来说 我可以卖给你们一块 但是价钱 我得公道一些 放心 少不了你的钱的 赵云冷冷地说 你的胆子也够大的呀 还敢这么得罪我们齐去隔 准确地来说 是你们把我得罪了 魏锦淡淡地说 还有美女 我魏锦不欠你们什么的 你跟我谈生意可以 但如果再给我摆上 这张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不好意思 我魏锦不和你们做生意 赵云愣了一下 可能是没有想到 魏锦竟然会这么跟自己说话 顿时就冷冷一笑 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不不不 魏锦摇了摇头 我没有把自己看得太高 只不过就是不喜欢 别人这么高高在上 跟我说话而已 说完魏锦转身 就已经走了 什么时候 轮到你这么跟赵小姐说话了 门外 一个大汉将魏锦拦住 冷冷地说 魏锦看了他一眼 就知道对方是恋家子 不客气地说 想要献宝的 给我滚远一些 大汉勃然大怒 顿时就一拳倒向了魏锦 说话太难听了 得好好教训一下 可是拳头刚刚到了魏锦面前 就看到他只是伸出了巴掌 一把将他的拳头抓住 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摔 啊 大汉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 这种垃圾 也敢在我面前动手 魏锦催了一口 从他的脸上跨了过去 躺在地上的大汉 脸色铁青 羞愤欲死 赵运也都猛了 自己这个保镖多么厉害 他是知道的 没想到 竟然一个照面 就让人撂倒了 苏勋叔苦笑着摇了摇头 认真的对着赵运说 赵小姐 魏锦这个人手里有绝活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 跟他化解之前的事情 最好客气一些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可能就不能再发生了 说完他就离开了 赵运来到了大汉的面前 没事吧 大汉苦笑着爬了起来 这才骇然的说 他留了手了 要不然 我这只手就保不住了 太可怕了 可怕 赵运有些惊讶 你都说他可怕 大汉点了点头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对方最起码高我一个档次 甚至有可能不止 赵运顿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难怪人家敢这么嚣张了 因为人家手头上 确实是有功夫 赵小姐 以后对他客气一些吧 大汉沉吟了一声 这才开口说 赵运有些憋屈 过了一会才哼了一声说 这些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外面 魏警匆匆就出去了 后面 苏勋叔这才追了过来 赵小姐其实人不错的 魏警笑了一声 他人错不错官 我们什么事情 我们又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到这里来 主要就是出气的 他自己出手把人收拾了更好 省得我们出手 对吧 刚刚出到了这外面的街道 突然间就看到了前面路边 好像有一个老头 正在盯着自己 休息了太平道经之后 魏警就对于危险的东西很有感觉 看到这个老头就感觉到不大妙 于是便轻轻地对着苏勋叔说 你站在这里 说完魏警 来到了这个老头的面前 老头盯着他 看到他上前 突然间就笑了起来 找我的 魏警开口问 对方这么盯着自己 而且身上弥漫着一股杀气 要是他连这个都感觉不到 早就已经死在别人的手中了 年轻人 问你要个东西 老头轻描淡写地看着魏警 奇怪 不是说这个家伙 把铁腿王三都撂倒了吗 怎么自己 却在他的身上 感觉不到任何的威压呢 他哪知道啊 现在的魏警真的是收放自如 完全都已经登堂入室了 什么东西 魏警还是那么一个样子 好像对于他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戒备 要个原石 或者说把帝王律给我也成 老头咧嘴一笑 虽然说是江湖人 但江湖现在已经不那么好混了 再者说了 江湖人也得恰犯不适 所以替人做些事情 那是很正常的 魏警一下就明白过来了 金顿安保公司的人 给不给吧 老头看着魏警 别跟我那么多废话 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我要是不给呢 魏警问 我姓崔 老头竟然开始自我介绍了 蒙江湖人是台爱 叫我一声崔心掌 你知道为什么吗 魏警皱起了眉来 我这一掌 要是在你的身上打过去 能让你的心脏 在十天内慢慢停止 而且一般人还查不出来 你信吗 老头威胁似的说 魏警笑了起来 崔心掌 为什么得十天 崔老头愣了一下 没有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 小年轻 我这是在威胁你啊 练得不够好对吧 魏警呵呵一笑 突然间就指着身边那棵绿化树 你看我这一掌啊 一分钟时间就够了 说完魏警轻轻网树干上一拍 啪 只听到了一声沉闷的响声 这棵树好像是摇晃了那么几下 跟着马上便停止了 而魏警也在这个时候收起了手 看着老头 老头眉头一皱 有些没有明白 对方这是怎么个意思 可在下一刻 他看到了惊人的变化 那棵树表面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可是却能看到 树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变黄 同时慢慢的掉落了下来 没多久 好好一棵生长阵望的树 竟然生生就已经死了 掉了一地落叶 老头原本是有些不在意的 可是看到这样的变化 却愣在那里 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自己的催心掌 得花十天才能慢慢的把人弄死 但是对方这太霸道了吧 一分钟就可以做到 这不知道比自己厉害多少啊 他再也站不住了 好像是见了鬼那样 后退了两步 对着魏警抱了一下拳 再也没有了刚才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对不起 冒犯了 魏警知道自己这一掌 已经将对方吓住了 你他妈要不蠢的话 自然知道我魏警这一掌的威力 还来找我吗 不敢了不敢了 老头心里叫苦啊 这都是什么事情 人家这一掌 不知道比我高明到哪里去 这样的人物 我还敢来找你的麻烦 我这不是找死吗 我想知道 金顿安保公司里面 谁想要我的原始 魏警冷冷地说 是刘绍 老头心里不愿意说出来 但是不说的话 自己可能就得死在这里了呀 死到有不死频道吗 刘绍 就是老板的儿子 老头苦涩一笑说 听说是拿来有什么用的吧 切出来的欲不好掉包 就想着掉个原石 自己再开 而且他查过你 知道你赌石 几乎不会失手 才会想着掉包原石 回去告诉他 明天之前 我想看到他对着我道歉 魏警开口说 老头抱了一下拳头 这才认真的说 我一定把花带到 走吧 魏警这才挥手 示意他离开 这个家伙如释重负 对着他再次抱拳 匆匆就离开了 好像是生怕魏警会后悔一样 都不敢再回头 怎么回事 苏巡叔看着他们在这里聊天 又是拍树又是抱拳的 马上就过来了 而且看着旁边这棵树 竟然就这么掉光叶子了 更是目瞪口呆 没事 见着个老朋友 魏警黑黑一笑 走吧 我们回去吧 旁边 一个环卫工人 看着那棵没有一片叶子的树 赶紧就给主管打电话 主管 我这里有棵树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突然间就死了 你赶紧过来看看吧 刘少此刻正在陪着一群狐朋狗友玩呢 没多久 崔老头就已经打电话过来了 去跟人道个歉吧 刘少愣了一下 我说崔老头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刘少有些火了 你是让我跟那个姓魏的道歉吗 老子是你去把人收拾了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我给你钱 崔老头有些火大 老子可不是你的下手啊 于是便不客气的说 我这是好心劝你一句 你惹不起他的 他刚才说了 让你明天之前去跟他道歉 要不然他会让你好看的 笑话 刘少更火了 让我跟他道歉 他也配吗 你爱去不去 到时候可有你哭的时候 话不投机 真的是半句多啊 这个家伙懂个屁的江湖啊 崔老头啪的一声 就把电话挂了 刘少勃然大怒 不过他也知道 这个崔老头 确实是有两下子 自己肯定是干不过他的 但是未尽了 想到这里就更火了 马上便站了起来 没好气的说 兄弟们 我们去一趟 江陵怎么样 其他人都看向了刘少 去那里做什么 那里有个家伙 竟然让我去道歉呢 妈的 我刘少什么时候 被人这么说过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个家伙手里有玉啊 你们别忘了 江陵可有个大佬啊 过些天就是他的生日了 这玉就是给大佬的生日礼物 刚巧了 我们就去那里把玉拿到手 行 都是一群没有经历过 社会毒打的人 一听就同意了 而在解决完那里的事情后 魏景就已经回到了小区里面去 刚刚回去 就发现张初然 给自己打来的电话 魏景 你赶紧到我们医院来一趟 张初然急急的说 魏景有些惊讶 这是怎么了 这么急啊 刚刚去到了医院 就看到张初然 竟然跟孙禅一在一起 而且看孙禅一的样子 好像是受了伤 手部被不包着 怎么了 魏景有些惊讶 上前问 被人追杀了 张初然一脸严肃 什么 魏景真正吃了一惊 但旋即响起 上次自己看到孙禅一 被人追杀的事情 立刻就皱起了眉头 你到底惹上什么事情了 魏景开口问孙禅一 其实我也不知道 孙禅一摇了摇头 脸色有些不大好 我是个警察 也没有惹上什么人 最近 最近也没有出什么警 得罪什么人 对方连你都敢杀 说明对方绝对不是 什么小角色 魏景认真的说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绝对有什么东西 是他们想要得到的 或者是什么 可是我想不起来 孙禅一显然也想过这个问题 被魏景这么一提醒 马上便开口说 我已经仔细回忆过这些天的事情了 但确实是没有让我感觉到 特别值得说的事情 魏景见他说的不假 便开口问 你橘子里的人知道吗 孙禅一点了点头 这才开口说 都知道 但是也没有办法天天保护我 我的意思是 让他先住到我们那里去 张初然开口说 你身手这么好 替我看着他 我怕还有人追杀他 魏景不由无奈 这不是给自己引火上身吗 但是 一想孙禅一这个人 毕竟是警察 可能是办公的时候 惹到了什么仇人 确实是有些冤枉 所以就开口说 那行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孙禅一却犹豫了一下 开口说 这样 有可能会连累你们的 别想那么多了 魏景摇头 上次 我就救了你一次 你别忘了 那些家伙可不会这么容易 就放过你的 走吧 要是连累我的话 你早就已经连累我了 孙禅一一想也是 于是便 跟着魏景上车了 到了车上 向着家里开的时候 孙禅一突然间开口说 你那天看到指纹的事情是真的 不是撞上的 魏景一笑 我们比对过指纹 孙禅一认真的说 没错 确实是他的 你应该不是炸他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魏景想了想 这才开口说 确实不是炸他的 但是这件事情说出来 有些太过于玄乎了 我确实就是那么看到的 肉眼竟然能看到指纹纹路 并且还能分辨出来 孙禅一看着魏景 说不出话来 魏景没再说什么 怎么做到的 能告诉我吗 但是孙禅一却来了兴趣 对着魏景开口问 你知道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你是用了什么办法 能不能教我 以后我查案 那不就是容易多了 你以为这是什么技术呢 这是眼睛的问题啊 魏景都有些无奈了 摇头说 你的眼睛不行 我的眼睛跟别人的不大一样 孙禅一仔细地盯着他说 你的眼睛跟别人不一样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是白人多一些吗 我去 魏景差点就要骂出声来了 扭头看了他一眼 就没好气地说 你今天穿的是黑色的 bra对吧 你 孙禅一脸色一变 无耻 但是瞬间就双手还胸 一脸戒备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魏景知的一声就赶紧刹车 鼻血就往下流 妈的妈的 实在上太让自己震撼了 都怪自己刚才开了透视眼啊 王八蛋 你看到什么了 孙禅一看着他的鼻血往下流 一时间还不明白发生什么了 只是 他怎么自己穿的是黑色的bra 他咬着牙 对不起 这些天吃的东西太上火了 魏景擦了一下鼻血 心里却有些骇然 真美女流鼻血这种事情 其实大多数是假的 但是刚才那一下气血翻涌 好像又是太平道经出了事情 他就是强行压了一下 就变成流鼻血了 真的是这样 孙禅一慢慢的把手放下 你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 我说对你透视了 你信吗 不过这个女人的本钱 是真的货啊 什么短头发的 肯定是飞机场 这句话就是骗人的 看看这个女人就知道了 魏景调理了一下呼吸 这才感觉到 那股翻涌的气血 稍微顺畅了一些 这才再次开口说 我能做什么呀 行了 别问那么多 我先送你回去吧 孙禅一感觉到不大相信 但一时间又想不通 哪里有问题 就只能这么随着他去了 到了别墅后 魏景把车停好 对着说 下来吧 那个张院长是住在三楼的 上面还有空房间 你自己愿意跟他睡一个都行 要是不愿意 你自己再挑另外一个房间睡吧 孙禅一点了点头 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 不过孙禅一还是感觉到不大踏实 扭头看着魏景问 魏景被他给逗乐了 我对你做了什么 要不要我再透视一下 说着他真的就开了一下透视 只不过魏景确实是没有那么猥琐 这一下就开到了他的腿上去 瞬间 就看到了他的腿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 魏景一愣 发现他的小腿上 竟然有些蝌蚪一样的东西 这是活物 魏景心中亥然 只怕这件事情连孙禅一都不知道吧 走 他看了一下周围 立刻就开口说 上去 孙禅一脸莫名其妙 这个家伙这是做什么呢 但还是跟着魏景进去了 进到了里面之后 魏景就看着他 你腿上有东西 知道吗 东西 孙禅一脸猛 看了一下自己的腿 什么东西 魏景冷冷地说 扒开裤腿 你自己看看 孙禅一眉毛一条 这个家伙 该不会是想占自己便宜吧 但是 魏景一脸认真 孙禅一正 感觉到魏景也不会是这样的人 于是便将裤腿往上提了一下 但是他一看 却看到自己光滑的腿 再也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孙禅一感觉到自己被人耍了 这个家伙就是想占我便宜 我怎么信了他的话呢 就在此时 魏景却伸右手食指 在他的小腿上一戳 你 孙禅一立刻就怒喝一声 刚刚想要大骂魏景 可是却看到自己的白色腿肚子里 竟然有些蠕动着的东西出现 好像是从皮肤那里破裂出来 啊 孙禅一吃痛 忍不住就轻叫了一声 魏景早就有所准备 马上便抄起了一个小瓶子 将那些蠕动的虫子弄到了里面去 白色的瓶子里 可以看到那些虫子在那里蠕动着 这么看起来 确实是有几分吓人 孙禅一脸色苍白 再一看自己的腿都是血迹 不由哑着声音问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种蛊虫 魏景自然知道这种是什么东西了 只是让他有些吃惊 没想到 竟然会在孙禅一的身上 你是不是去过什么墓地之类的地方 所以才会沾染上这种东西 前些天我抓过两个盗墓贼 在挖坟的时候被我抓住了 孙禅一这才回想了一下 那就错不了了 魏景冷冷地说 这东西是一种蛊虫 要是我没有发现 这东西很快就会到你的内脏里面去 吞噬你的身体 到时候想要取它们出来 可就难了 孙禅一脸色发白 没想到这东西竟然这么凶恶呢 不过虽然这蛊虫这么凶猛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这也是一味药 而且这东西绝对就是人家培养出来的 最喜欢生长在一些旧坟之地了 你在坟里抓到了两个盗墓贼 多半就是在那里染上的了 对了 还有那些追杀你的人 应该也是冲着这个来的 甚至有可能这些蛊虫就是它们吓的 它们认为你把蛊虫带走了 所以才来找你 孙禅一这才明白这一切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那 那怎么办 孙禅一颤抖着问 还能怎么办 魏景看了他一眼 坐好 我给你包扎一下 这东西还有一个副作用的 说着魏景就找到了绷带之类的 开始给孙禅一包扎 什么副作用 孙禅一有些好奇 这东西能分泌一种催化剂 对于男女的某个方面来说 最有用了 魏景神秘一笑 你要是被他们喷上一些在腿上 可能就得发 请 到时候 钥匙都未必有用 得卸火才行 明白吗 我可不想给你卸火呀 我损失多大 孙禅一这才明白过来 脸色有些微红 瞪着他说 你还委屈了 魏景呵呵一笑 你说委屈不委屈啊 我可是守身如玉的呀 孙禅一突然间就一把上前 将他抱住 魏景吓了一跳 我去 不会真被这种蛊虫的分泌物给控制了吧 这样可不行啊 看你吓成这个样子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孙禅一却黑黑一笑 一脸玩味的看着他 我还以为是一个老司机呢 原来只是一个厨啊 魏景大感没有面子 我也就是不想趁人之危而已 看着魏景被自己噎得没有话说 孙禅一大感开心 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看着魏景这么认真的样子 孙禅一有些好奇的问 魏景一边给他包扎 一边开口说 这东西是要来的 要不然人家也不会追着你杀 他们多半以为 是你故意把这种东西弄走了 所以问你要 但你偏偏却又不知道 这种东西的存在 他们也没有问我 有没有见到这种东西啊 孙禅一有些生气了 哪怕他们多说几句 我也会好好回忆一下 做的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说他们怎么好开口 魏景的速度很快 没多久就已经包扎得差不多了 这才开口说 你想想啊 他们都是敢对你动手的人 你自己想想吧 孙禅一想也是 敢跟自己动手的人 可没有几个呀 行了 魏景这个时候 已经把他的腿包了起来 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了 也就是皮外伤而已 这样吧 我看你得休息 两天才行 孙禅一甩了甩腿 真的就是皮肉伤 所以就点了点头说 那我今天就多谢你了 其实他也在后怕 要不是魏景看到腿里的东西 他压根都不知道 这些蛊虫 就有可能翘无声息的入侵内脏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想想那样的场面 他就感觉到害怕啊 没想到这个家伙 竟然这么动意啊 他是怎么看出 我腿里的虫子来的 还有 为什么他知道 我穿的是黑色的brow 这家伙 该不会是能透视吧 这么一想 他心里就是一秃 然后又摇了摇头 什么透视 都是一些网络小说瞎扯的 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魏景回到了二楼 先是把那些蛊虫放好 不能让他们钻出来 然后就坐在那里 开始运行太平修炼诀 得到的那一份残缺的页面 很快就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钢气篇 看到上面的内容后 魏景有些惊讶 钢气 即为人体自然产生的一种 无实质气势 但凡是人 其实都是有着钢气的 就好像任何人都有体温一样 当然了 因为这种东西是无实质的 所以只是一种气势 但是修炼钢气 可以让人产生一种 实质性的保护作用 类似于江湖中传说的 金钟照铁布山之类的 这个好啊 魏景有些惊讶 赶紧就照着练了起来 这么一练 很快就已经进入到了虚无之境 他很快就畅游在了 自己的想象天地之中 要是有人看到魏景 现在这个样子 定然会惊讶的 因为他现在全身都挣腾着什么 好像是大雨前夕的迷雾 全身都冗罩在那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魏景这才收了手 只感觉全身上下都通体舒坦 同时 之前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看来 这个钢器片还是有着效果的 当初自己接收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嘱咐自己要找到残业的人 可能就是知道 这些东西能缓解 所以才这么叮嘱的 练完一圈之后 魏景就感觉到好多了 同时又感觉到全身都有些粘 非常不舒服 可能是出多汗了 所以就赶紧去准备洗澡 可是刚刚到了门外 却感觉到 外面好像有眼睛盯着这边 魏景皱起了眉头 很快就已经走了出去 那边 显然是有人发现了魏景出现 就想要闪身开来 可是魏景就对着外面开口说 朋友 既然已经到了 我这里来了 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 出来吧 黑暗中的人没有想到 魏景竟然发现他们了 而且敢这么开口的 多半也是江湖人 夜色中 很快就出现了两个人 两个人看着 都是三十岁左右 一脸戒备的看着魏景 真是奇怪了 他们看不到魏景身上 有任何的蒸汽波动之类的 应该不会是炼家子 怎么会发现自己的存在呢 要知道那个警察都未必能做到 而且他还是懂些拳脚功夫的 炼家子其实是跟常人不大一样的 武侠小说上说 高手都是太阳学隆起 确实是有着一定道理的 一般练武者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 只要是练武者看到 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么一个事实 朋友也是江湖人 其中一个人倒没有对着魏景动手 反倒是抱拳开口问 魏景淡淡的说 怎么着 你们跟着一个女孩子 而且还是一个警察 三番几次下手 这算是什么英雄好汉 上次也是你救了他 终于有一个人反应过来了 有些愤怒 魏景倒也没有承认 只是冷笑一声说 怎么个意思 现在还想在我面前杀人 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其中一个家伙立刻就怒喝一声 竟然敢在我们手中救人 哦 魏景笑了起来 看着他说 我还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呢 不过你要是对我有意见 可以对着我出手 这样吧 我让你出一拳 你要不能将我怎么击倒 我就不会再阻止 你对着他动手 这么拖大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都觉得魏景这是在阴他们 可是魏景却在这个时候 背负着双手 淡淡的说 你现在可以出手了 其实他刚才是练出了钢器篇 想试试 这到底有什么威力没有 而且对于这两个家伙的功夫 他也有一个判断 应该是连和龙的味道 所以他才放心敢这么做 两人再次看了一眼 右边那个家伙 这才沙哑着声音开口说 那我来吧 左边的家伙盯着魏景 看得出来 他在戒备 要是魏景敢乱来的话 他绝对会对着魏景出手的 魏景微微一笑说 行啊 来吧 右边的人马上便摆了一个姿势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间就闪身来到了魏景的面前 对着他的头 狠狠地就下去一拳了 哄 这一拳直接就砸到了魏景的身上去 可就在此时 魏景的身上 好像有一层淡淡的光运 一拳到了他的头上那层光运之上 竟然再也没有办法进入分喉 这个家伙一拳收不及 反倒是被光晕震的后退了几步 一脸骇然地看着魏景 刚气 他们两个人几乎同时大喝了出来 魏景没想到 这个刚气竟然有这样厉害的作用 对方竟然连自己的身都进不了 顿时就看着他们说 怎么样 现在你们这一拳已经出了 该说说是怎么回事了吧 其实魏景并不是不能杀他们 之所以让他出一拳 一方面就是想试试自己的刚气 到底顶用不顶用 还有一方面就是对方身份不明 但是敢杀警察的人绝对是个狠角色 自己就算是渴得把两个人解决掉 但是他身后的人呢 这同样是给孙禅一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他们 到底是什么人 同时把他们震住 确实是震住了 这两个人也是江湖中人 自然知道刚气代表着什么 据说恋家子身上会有真气 这代表着他的境界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入道以下 压根就没有多少真气 而到了入道之后 真气就能自然收敛 化成暗镜 加以真正利用 另外就是刚气了 如果说真气是可以攻击的 刚气就属于自保的那一种了 而且刚气比较难练 很少人能练得出来的 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 竟然练出了刚气 而且能挡住自己一拳 想到这里 两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下意识变得恭敬了起来 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 他们门清 不知道前辈在这里 多有得罪 左边的家伙立刻就抱全客气的说 其实我们也不想杀他的 我们只是想拿回到我们的东西而已 蛊虫吗 未尽淡淡的开口说 两人再次变了脸色 妈的 蛊虫的事情都已经让人家知道了 没错 既然知道了 两人也就不好 再隐瞒什么的了 马上便开口说 这个蛊虫是我们师父穷了十年才种下的 好不容易密得了一个坟 才将之养成 原本已经是收获的季节了 但是乃知道 却在这个时候遭了贼了 我们只好来找他 但是他却好像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就只能着他问了 追着他问 魏锦冷笑一声说 你们这是疯了不成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们又不说 他乃知道什么是蛊虫 而且 你们既然能养出这种蛊虫 难道不知道 这种蛊虫有什么特性吗 两人愣了一下 有些不明所以 但其中一个家伙解释说 我们根本就不会杀他的 他是警察 要是他出了什么事情 自然没有什么好动静 之所以会有误伤 其实也已经我们有些收不住手 再加上 他也有些伸手 他压根都不知道 自己身上带着蛊虫 魏锦训斥说 你们这么追着他 他当然得反击了 两个人被魏锦这么训斥 竟然什么都不敢说 拳头大说的道理 才是道理啊 你们师父是用蛊虫 魏锦这才稍微出了口气 开口平静地问 两人摇了摇头 不是 我们不是什么用蛊膏手 魏锦眉毛一挑 更加疑惑了 你们不是用蛊膏手 那你们凑什么热闹呢 这蛊虫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两人顿时就没生了 过了一会 其中一个家伙才开口说 我师父患上了一种怪病 二十年前就开始有些地方做痛 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有用 不论是西医 还是我们中医大师 都说没办法 后来遇到了一个人 说是我们师父 十年后必然会死 当时我们很多人听到之后就吓坏了 赶紧问高人有什么办法 高人说过 有一种蛊虫可能解决 但是这种蛊虫生长周期比较长 得十年才能长成 而且对于环境要求也高 好在我们师兄弟都多 就说没问题 只要把蛊虫给我们就行 我们自己来培养 魏锦这才恍然大悟 我就说 你们怎么不知道 蛊虫还有妇人身上的特性呢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 没错 这种蛊虫确实是能治病 但我不知道 你师父到底是患的何种病 才需要这种蛊来治病 这样吧 你带我去看看你师父 两人再次看了一眼 显然有些不大相信魏锦 魏锦淡淡的说 怎么着 不信我是吧 不信我也行啊 但是你们可别后悔啊 我可是一个医生 而且我敢保证 我比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更懂一 要是我都治不好你师父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两人犹豫了一下 主要也是想着自己不是魏锦的对手 所以考虑了一下之后就点了点头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 魏锦开口说 我上去救下来 两人没有办法 就只能在下面等他了 上去的时候 就看到三楼的阳台上 其实孙禅一已经在那里看着了 就是他们 孙禅一的眼睛里带着一股沙 我跟他们走一趟 魏锦开口说 那不行 他们敢杀我 也敢杀你的 孙禅一赶紧就摇头 我让兄弟们过来 把他们给逮了 魏锦摇了摇头说 刚才他们说其实也不敢杀你的 只不过就是想抓住你 为你蛊虫的下落而已 我猜他们也没有这个胆子 不过他们的手段确实是有些太过于狠了 那你还跟他们去 孙禅一更急了 没有办法 魏锦看了他一眼 苦笑着一声说 我要是不跟他们去一趟 把事情解决了 以后他们还会来找你的 你怎么办 说完魏锦就已经转身了 你放心吧 就凭他们是没有办法将我怎么样的 倒是你自己好好养伤 就不要先出去了 魏锦就已经下楼了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孙禅一竟然感觉到有一丝的一样 这个家伙 不会是对我有什么好感吧 所以才冒着危险 替我解决这些事情 到了楼下 魏锦开口说 你们开了车吧 走吧 我坐你们的车过去 蛊虫呢 两个人立刻就问 在我这里 魏锦拿起了瓶子 上面正是那些蛊虫 到时候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自己去试试这些蛊虫 这样没有问题吧 好 两人松了一口气 坐上了车 魏锦就开始闭目养神了 可能也是因为魏锦在这里 这两个人一路上也没有说什么话 没多久 他们就已经出城了 来到了另外一个小镇上 最后到了一个院子 这才停下车来 魏锦下车 此时已经是很晚了 请 两人对着魏锦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到了里面 就看到里面还有着不少人在那里呢 而且真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看起来大家都很急 回来了 有人看到了他们 胆紧就跑了过来 不过看到魏锦这么一个陌生人后 大家又有些戒备 就是他 其中一个人突然间就指着魏锦开口说 上次我们就要把那娘们抓住了 就是他出手把他给救了 这一下大喊 大家瞬间就将魏锦围住了 魏锦倒是一点都不急 也认出来这个汉子 正是当天被自己教训的人 笑了起来说 我登门拜访 再怎么说 都是你们的客人吧 你们就这么对待我 我呸 那汉子催了一口说 少在我们面前胡言乱语了 别人不知道你 我还不知道吗 你还是客人呢 当初要不是你 我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甜点 带着魏锦来的两个人 也没有说什么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上前 一巴掌就甩在了那个汉子的脸上 啪的一声 干净利落 一巴掌就将他抽倒了 其他人吓了一跳 同时也更像是 被他踩着尾巴的狗那样跳了起来 对着魏锦就怒吼连连 马上便要上前对着魏锦出手了 还想动手 魏锦看着他们冷笑一声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呢 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这才对着其他人说 行了 你们都别闹了 这位兄弟也是一个医生 替我们看看师父的 医生 带路 魏锦压根都不跟他们说那么多 只是让那两个人带路 两人点头 马上就前头带路 带着魏锦来到了里面的房间 房间里面 进去便闻到了一股药味 显然 这里常年住着一个喝药的人 师父 其中一个人上前 走向了床上躺着的一个老人 开口说 我们找到了蛊虫了 还带来了一个医生 说要来帮您看病 床上的老人看着 大概也就是六十多岁 原本现在的社会 特别是像他们这种练武之人 六十岁 还真的不能算是很大年纪的那种 身子骨应该不错的 但是这个人 却全身骨瘦如柴 双眼无神 看起来就好像是八九十岁的人一样 魏锦皱起了眉头 看了一下他的身体 顿时脸色就变了 因为在他的身体里 他竟然也看到了蛊虫 而且这种蛊虫 竟然还发着幽光 正在吸食着他身体里的东西 显然 就是这种蛊虫 令他的身体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病 都是骗人的 其实就是中了蛊毒了 这种发现 令魏锦感觉到不大正常 但很快 他就沉下心来 淡淡地问 我想问一句 之前不是说 有高人给了你们这种蛊虫吗 那么 哪个高人呢 来过了 老人开口了 只不过声音有些低 还有些慢 就在当才 我就说 蛊虫那个坟 让人弄开了 蛊虫不知所踪 然后他就出去了 好像是找那个姑娘去了 魏锦脸色大变 猛然间就大喝一声说 你们先在这里 我马上就回去 还有 你这不是病 你是中了蛊毒 我回来就替你捡 说完魏锦 匆匆就出去 走到门口 又怒喝了一声说 你开车 那人也脸色一变 知道高人多半是去找孙禅一了 这是魏锦 怕高人会对着孙禅一动手 所以二话不说 就跟着魏锦出去了 快一点 魏锦开口立声说 这个家伙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他要是去的话 有可能就会把人给杀了 到时候 我看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他们也就是江湖人啊 普通江湖人 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一听他的脸色也都变了 不过也没有说什么 就只是加快了速度 魏锦的别墅外面 现在站着两个人 一个看着五十多岁的邋遢老人 跟一个看着三十左右的人 大师好像说是在这里吧 就是一个警察 把两个盗墓贼给拘了 我们通过局子里的人 问过里面的那两个小混子了 他们也就是偷了一些东西而已 但是那个羊骨的钟没有动过 但是他们说 好像是这个小妞 在抓他们的时候 把骨中碰倒了 如果真有可能的话 就绝对在他的身上 没错 就是在他的身上 大师冷笑了一声 他留着一小撮胡须 看起来让他有一丝猥琐 就好像是老鼠那样 那现在上前问他 还是怎么样 壮年大汉开口问 你们没有直接问过 他蛊虫的事情吗 没有 哪敢啊 壮年大汉摇了摇头 这种事情不能传出去 要不然对大家都不好 这是我们是知道的 所以也就没有问过了 大师笑了起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不错不错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吧 我上去看看 要是再拿不到手 你师父可就没命了 是是是 壮年大汉一听 马上便认真地说 我在这里给您放风 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会跟您说的 大师很满意 马上便上前去了 刚刚上去 魏锦的车子便到了 人呢 跟着魏锦一起来的人 下车便理声问 壮年大汉吓了一跳 赶紧就说 大师已经上去了 在这里等我 魏锦二话没说 人就已经进到了别墅里面去了 孙禅一正在里面玩手机 魏锦说 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可就让他放心多了 他只是一个小警察 这种事情 他也不愿意沾染上的 他愿意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去查查案子而已 完成小时候的梦想 可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魏锦这么快就回来了 魏锦 有事就进来 别在外面偷听 孙禅一有些恼怒了 张初然今天晚上加班 根本就不可能是他 只有可能是魏锦了 门砰的一声就打了开来 接着 一个陌生的男人走了进来 灯光下 看到了穿着便衣的孙禅一 大师也愣了一下 然后就双眼放光 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竟然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极品美女呢 看来 自己这次是真的来着了呀 想到这里 大师竟然有些兴致盎然 看到这么一个老头子进来 孙禅一先是一愣 然后就翻身而起 一脸戒备地看着他说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赶到这里来 你说呢 大师黑黑一笑 满脸都是猥琐之色 没想到 竟然还能遇到这样的极品啊 年轻人 我看你不错 不如就拜倒在我的门下 当我弟子如何 弟子 这个大师收弟子不熟 但都是女人 没有一个男弟子 说是弟子 其实也就是一些颅顶而已 有些甚至连颅顶都算不上 马上给我出去 孙禅一当然不会相信 他的什么弟子之言了 这个老头光看眼神 就让人感觉到一阵不舒服 还弟子呢 我弟你妈啊 所以他轻喝了一声 再不出去 我可就不客气了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感觉到了一阵危险的气息 那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 大师冷笑一声 一些学过寄计之术的警察而已 还真以为你很厉害吗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天外有天 他是存心在孙禅一面前露一手 猛然间就看到他的眼睛出现了血红之色 紧紧的盯着孙禅一 孙禅一看到他的双血同之时 就打了一个寒镜 竟然不敢再看 想要将视线移除 但是没想到一看上 竟然就没有办法移除了 只能这么看着 孙禅一大害 知道这是遇上高人了 嘿嘿 自己把衣服脱了 大师冷笑一声 带着一丝垂涎的神色 孙禅一的脑子 其实还是清楚的 只不过发现 四肢已经不受自己的控制了 竟然伸手就要去解衣上 大师贪婪地看着他 从饱满的前胸到后面 他都想一观天下了 脱 便在此时 却听到一声轻喝 虽然只是轻喝 但是却令孙禅一感觉到全身一松 竟然就在这个时候 能控制自己的四肢了 他的手已经在解扣子了 马上不要露出雪白的山峰 要不是未经感到 只怕就要让人看到了 无耻 孙禅一大怒 大师也吃了一惊 这一手血童他可说是无往不利的 没想到现在竟然让人一言喝破了 他立刻扭头 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 正阴冷地盯着自己 这么年轻 大师愣了一下 然后就哼了一声说 你找死 竟然敢打扰我做事 魏锦森然地看着他说 到我家里来做事 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这是找死吧 大师一惊 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是人家的地方呢 不过他也不在意 淡淡地说 年轻人不想死的话 现在就给我滚 说着话的同时 他马上便已经再次发动了血童之术 这一手血童之术 他不相信刚才这个年轻人能破 所以准备对着魏锦发动 可是没想到刚刚发动 却看到魏锦身上 竟然有一股钢气出现 血童之术到了他的身上 就被钢气所挡 一瞬间 大师就感觉到脑子一魂 竟然进入到了混沌的状态中去 我问你 你是什么人 魏锦心中一喜 直到他多半是反噬了 我是南疆小谷门的 江湖人称我为古海 因为我姓海 刚才那一手是什么功夫 血童 是我无意中学来的 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令人有意识地控制四肢 还有一种 则是无意识地控制人 这个东西不错啊 那好 有秘籍或者是什么吗 在这里 二话没说 大师就把东西交出来了 魏锦收了起来 这古枣是你下的对吧 是 是我在那个人的身上下的 我想培育一种蛊虫 然后我又让他找了一个坟壁下另外一种蛊虫 只待两种蛊虫都长大之后 我就会让他们在他的体内相逢 然后自相残杀 到时候活下来的那只蛊虫 就是最为强大的 好阴毒啊 孙禅一也听清楚了 脸色大变 这个人好阴险啊 竟然以人身做弑谷地 啪 魏锦听得火大 一巴掌扇了过去 这一巴掌 就将对方扇得晕头转向的 但是也让他清醒了过来 你 他立刻就明白过来 刚才自己反噬了 顿时就大叫一声 啪 魏锦又一巴掌过去 直接就将他扇晕了过去 抓了吧 孙禅一说 交给我 我来处理 魏锦摇了摇头说 算了 你别沾染这些东西 要不然 你后患无穷 他这一提醒 孙禅一就愣了一下 然后又点了点头 没错 自己毕竟不是江湖人 还是我来处理 魏锦开口说 现在应该没事了 我还有事情要去处理 你先在这里等着吧 哎 你干什么啊 孙禅一有些担心 你可别杀人啊 魏锦笑着说 你胡说什么呢 我现在是去救另外一个家伙 这家伙害了他 他们得对治一下 孙禅一想也是 这才点了点头 魏锦单手提着这个家伙 很快就已经来到了下面 看到魏锦出现 而且还提着昏迷的大师 两人心中一惊 赶紧回去 魏锦将大师扔到了后备箱 冷冷地说 要不然你怕你师父都顶不住了 两人不敢多说什么 马上便带着魏锦向着前面去 到了那里之后 魏锦将大师从后备箱拖了出来 大师颠簸了这么久 原本就已经快要醒了 看到自己竟然被人拖着走 顿时就大怒 指着魏锦说 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连我都敢这样对付 你给我等着 魏锦冷笑一声 已经将他拖到了里面的房间 大师 里面老人的房间里 已经多了一个三十多四十左右的汉子 看到大师被人这么拖着 顿时就大怒 指着魏锦说 你干什么 把大师放开 少门主 别激动 其中一个人赶紧就解释说 这件事情 他会给我们一个解释的 什么解释 少门主大怒 指着魏锦说 竟然把我们大师弄成了这个样子 这可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 大师突然间就对着少门主 主用了血童之法 但魏锦却突然间挡在了少门主的面前 刚气护体 立刻就反弹 大师大害 再次反射回来 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找坟地下骨 魏锦开口问 因为我在个老头身上下了一种骨 得十年才能长成 而且 坟里下的那种骨 也是另外一种骨王 之后 我会让两种骨 放到他的身体里去自相残杀 这样一来 就能产生新的骨王了 那么这样一来 人会死对吧 对 啪 说到这里 魏锦一巴掌就过去了 又将他打醒 这一下 里面的人都听清楚了 一脸震惊地看着大师 十年来 大家都把他当成了救命恩人 没想到 这竟然是他的阴谋啊 他会得病 就是你的骨虫做的吧 魏锦冷冷地说 大师知道 刚才自己已经把所有都说了 瞪着魏锦说 小子 你死定了 魏锦又一巴掌过去 大师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最重要的 就是自己在魏锦的手下 竟然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那 那怎么办 少门主都已经慌了 事情进度超他的意料之外 我来救人 魏锦看了他一眼 把蛊虫逼出来 再给他开些药物就好了 哈哈 大师冷笑一声 我吓得可是骨王啊 你以为是什么骨呢 还你能逼出来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魏锦微微一笑 那是你见识少了 你要是见过我 以后就不敢这么说了 对了 你有没有以后都难说了 说完魏锦就已经来到了老头的床边 左手食指就往他的肚腹中一点 瞬间 那里就已经起了一阵 只有魏锦自己才能看得到的金光 里面的蛊虫发着幽光 还在那里疯狂吞噬着老头的生机 这十年来 从沉睡到破壳 再到慢慢长成 他所有的营养都来自这个老头 在他眼中看来 这已经是自己的家了 而且还是自己最为安全的场所 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会有一天遇上这样的事情 当金光穿透了杜妇 进到了里面的时候 这只骨王突然间就有危险的感觉了 太危险了 好像是对付着自己而来的 所以 他再也顾不得其他了 竟然疯狂逃窜了起来 因为在里面乱窜 所以老头 在这个时候 就惨叫了一声 爸 少门主吓得不行 赶紧就高声叫了一声 同时看了魏锦一声 好像是准备训斥 但又不敢开口 就在这个时候 金光已经找到了谷王 谷王眼看着没有路逃了 竟然直接就举起了双钱 对着老头的肉 就扎了出去 扑吃 皮肉破了 谷王瞬间就从里面出来了 可是魏锦却一手将其按住 支得一声 谷王瞬间就已经死了 谷王一死 大师怒吼一声 你竟然把我谷王杀死 我十年心血 全都被你毁了 他目自欲裂 谷划十年 可不就是想养成一个超级谷王吗 但是谁知道 最后竟然杀出这么一个人来 把自己的计划打破了 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魏锦压根都不理会他 拿起了另外一个瓶子 将死去的谷王装在那里 这才微微一笑说 行了 我给你开几铁药 只要坚持喝上一段时间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丑话我可说在前头啊 这个家伙费尽心机在你身上下骨 而且 你身体也确实是被这只谷王掏得差不多了 你现在要是想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我直接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 你顶多也就是能养好一些身体而已 也就是说 命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少门主松了一口气 没多大问题 毕竟是个练武之人 活个十几二十年 应该没多大问题 众人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魏锦正要写药方 突然间去看了少门主一眼说 对了 你们追杀我朋友的事情 得跟我去道个歉 少门主一听 马上便拒绝了 这可不行 我们怎么可能会给他去道歉 要不是他弄了我们的事情 要不是他 你父亲早就死了 魏锦冷冷地说 那也不行 少门主强硬地说 我们怎么都算是名门正派 怎么可能给他道歉 这件事情 你就别想了 顶多我们也就是不追究他之前的事情了 是吗 魏锦嗷了一声 把笔一扔 那就到辞了 你们别后悔 这是不写药方了 站住 少门主大怒 对着魏锦开口说 我记你是一个医生 这才对你客气的 你最好把药方写下来 要不然 今天可就别想出 我们门派大门了 少门主 跟魏锦交过手的人 赶紧就在那里拭眼色 哦 魏锦笑了起来 怎么着 你们门派很横是吧 横过我魏锦 说着魏锦一招手 院子里突然间一棵树就动了 一片树叶 瞬间就已经从树枝里飞出来 到了少门主的面前 少门主大害 摘叶伤人 吃 飞叶一下 便割破了他的脸 留下了一道伤痕 众人全都愣在那里 摘叶伤人 这可是 他们想都不想想的境界啊 镊子 给人道歉 躺在那里的老门主 原本一直都没有说话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 他刚刚把蛊虫赶出了体内 身体还不大好 还有另外一方面 他也是不想去管这些事情 但看到魏锦的摘叶伤人 魂飞天外 这样的高手 可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啊 碰 刚刚叫出声来 就看到少门主 已经被魏锦一脚踹飞出去了 少门主倒在地上 翻滚了几圈之后 这才定住 但一时间竟然站不起来 双腿就好像是灌了牵那样 魏锦站在那里冷笑着看着他 少门主魂飞魄散 之前完全没有将魏锦放在眼里 但是现在却已经知道 这个人压根都是自己惹不起的 我道歉 少门主大汗淋漓 赶紧就开口说 我答应你 只要你开了药方之后 我马上就随你去道歉 魏锦这才回到了里面去 拿起笔刷刷 就写下了药方 少门主屁都不敢放一个 写好之后 魏锦就看向了大师 小子 你死定了 大师那双眼睛 就好像是毒蛇一样 盯着魏锦 你把我辛苦布局十年的事情 弄成了这个样子 你死定了 你们怎么处理他 魏锦没有理会他 问其他人 我是南疆小谷门的人 你们敢动我 大师对着他们立声贺问 你们要是敢动我 一根毫毛 什么时候不知不觉 死全家都是轻的 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主要就是他们南疆用谷的高手 实在是太出名了 而且出的都是凶名 这个社会还好 要是乱世 那他们简直就是刽子手啊 只要是出手 绝对就是灭门 而且他们出手 可以做到不知不觉 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这样的敌人 真的是太恐怖了 大师 少门主对着大师抱了一下拳 我现在就叫您放走 今天的事情 就当没有发生过 我们不追究你给我父亲下毒的事情 但是除此之外 你也不追究我们的事情 如何 大师嘴角抽动了一下 但现在毕竟是在人家的控制之下 也就只能答应了 那行 今天的事情就这么算了 少门主与众多他们门派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只要答应下来就好 大家也就不用提心吊胆的了 奇怪的是 魏锦一直都没有动 只是站在那里 大师缓缓地站了起来 刚才让魏锦擅了几巴掌 让他非常愤怒 他先是走了几步 然后扭头看着魏锦 森然一笑说 魏锦是吧 我记住你了 你给我记住啊 说完他就已经大踏步出去了 明天早上 魏锦对着少门主淡淡地说 我要看到你到我家里去跟孙小姐道歉 要不然 我会来找你们的 说完他也出去了 少门主有些尴尬 但知道这件事情不得不做了 要不然人家不会放过自己的 也就恩了一声 从这里出去之后 大师就已经加快了速度 刚才连番跟魏锦交手 他已经受了伤 特别是血童的反噬 令他气不顺 现在不能再遇上他们了 得赶紧回去把伤养好 这个仇来日再报 可是大概走了十几分钟 却又听到了后面有脚步声 魏锦不知不觉 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这可是小镇 而且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没有居民区的地方了 大师走这么快 做什么 魏锦淡然地看着他 大师心头一震 不过马上便射住心神 你还想怎么样 你敢杀我 我不喜欢别人一直都在暗中盯着我 这让我感觉到很危险 魏锦认真的说 你刚才说过了 会找我报仇的对吧 大师原本还想强硬地说是的 但是一想到刚才魏锦摘夜商人的功夫 心中一寒 论单打独斗 自己还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就深吸了一口气 换上了一副笑脸说 说笑了 我刚才只是一时气愤而已 说了错话 还请别见怪 魏锦看着这个人 突然间就笑了起来 这么客气做什么呢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也就是想跟你聊聊而已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了 你走吧 大师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魏锦一抱拳 转身就要走 小子 你给我等着 等我回去把伤养好 我定然要让你生不如死 我把你满门都灭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突然间就一拳到了他的身后 碰 快如闪电 重若千军 大师压根都没有机会再出手了 只能艰难地扭过头 瞪着魏锦 你 你回去之后养好伤 然后就想杀了我吧 魏锦冷冷一笑 你别以为那些心思我不知道 是你自己找死的 别怪我 魏锦知道这种人难缠 他们放过这个家伙 是因为知道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自己为什么要放过他们呢 这不行啊 我放了你之后 你又得再次找我的麻烦 凭什么啊 大师不甘心地 就这么倒地死去 魏锦那一拳 将他生机全都打碎 之后 魏锦又将他的尸体给掩藏好 这才离开了这里 往着家里而去 回到了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了 而且张初然明显就没有下班 孙禅一也没有睡觉 听到了动静后 赶紧就出来了 看到魏锦回来 开口问 怎么样了 没事了 魏锦好像是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那样 笑着说 你现在可以放心了 明天他们就会过来道歉的 啊 孙禅一挣了一下 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这样的事情啊 都是你做的 魏锦一笑说 也不能这么说啊 人家还是挺知道 对错的 行了 去睡觉吧 我也太困了 孙禅一就不好说什么了 但是对于魏锦就更加好奇了 感觉到这个人有些不简单啊 竟然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回去先洗了个澡 之后 魏锦就拿开了血童树的秘籍 看了起来 接着就开始修炼 这种东西 对于他来说 可是一件好事啊 能多懂一门 就多懂一门 直到了天快亮了 他才睡觉 不过 没多久又已经醒了 他是被车子声音吵醒的 出去一看 发现外面停着一辆车 少门主开着车子 在那里等着他们 孙禅一问魏锦 这就是来跟我道歉的 是啊 不开心吗 魏锦笑了起来问 孙禅一有些无奈 只能跟着他下去了 对不起 少门主也不知道 是不是昨天让魏锦打怕了 对着孙禅一就开口说 还请您不要记着之前的事情了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们做错了 我们愿意道歉 既然人家都已经这么说了 孙禅一倒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说 这种事情 你们以后可不能再做了 要不然就算是我同意 但如果 下次有人报警吗 少门主感觉到脸上有些无光 要不是看在魏锦在这里 他说了那句对不起之后 就想走了 行了 魏锦看了他一眼 挥了挥手说 赶紧离开这里吧 下次要是再让我知道这样的事情 别怪我上门找你嘛 少门主心中一寒 这样摘业伤人的高手 他们可是惹不起啊 赶紧就告了个罪 离开了 江湖人 你也是江湖人 孙禅一有些意外地看着魏锦 开口问 我这算什么江湖人啊 魏锦摇了摇头说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正说着 张初然给魏锦打来了电话 你人在哪呢 我还在家里呢 赶紧过来一趟 张初然有些生气的开口说 你是不是忘了 那天我跟你说的啊 魏锦这才一拍脑袋 确实是有些忘了 张初然约过自己今天的时间啊 你等一下 我马上就过来 说完魏锦 就已经匆匆过去了 到了医院 直接就去找了张初然 张初然那里 竟然还站着好几个 穿着黑色衣服的大汉 看到魏锦走过来 都一脸戒备地盯着他 魏锦有些奇怪了 这样盯着自己是几个意思 再进去一看 发现那天的周先生竟然也在 看到魏锦后 周先生就站了起来 招了招手说 来来来 小魏 林兄 这位就是替我母亲治好肿瘤的卫生衣 周先生满脸都是笑意 开口说 怎么样 年轻吧 但是人家的手段很厉害 林兄 看着也就是五十上下岁的年纪 正直壮年 而且从他的气度来看 应该是一个上位者 表面上看着 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魏锦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人好像有些身体不舒服 魏锦 能看出来吗 张初然 其实也有些紧张 这个人身份不简单 魏锦要是能把他给治好 那就等于 就是与之交好 对于正需要扩张的善美医院来说 这可就是一大利好事件 血液运行不畅 你这血管阴化 而且你经常头痛 头晕 对吧 魏锦左眼一开 便看到了对方的病情变化 这一下 林兄的脸上就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自己这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而且也没有出示任何的病例 也没有在这里检查过 但是对方竟然光凭肉眼 就能一眼看出来 这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你可有什么办法 林兄笑着问 确实是血管阴化了 医生跟我说了 如果我再不停止我的工作 专心治疗的话 我可能很快就会没命的 我还年轻呢 可不想就放下工作 过这样悠闲的日子了 要是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解决 我中险 魏锦点了点头说 医生说的没错 要是再过一段这样的日子 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不过这对于我来说 只是小事一桩 真的 林兄面露惊讶之色 魏锦点了点头说 对的 我可以马上动手 那我们去找个病房吧 张初然一听有戏 马上便开口说 不用了 魏锦却打断了他的话 开口说 就在这里 对了 替我拿一套针过来 我要针灸 针灸 算是中医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这是要用针灸之法吗 林兄沉吟了一声问 没错 魏锦点了点头 血管硬化 同时你这里还有些脑血栓 我得把血管打通 同时最好能让血管软化下来 要不然 要是都没有什么用 针灸就可以 林兄更加有些不明白了 自然可行 别人的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但是从我魏锦手中 使出来 那就是可以的 所以他压根都没有再解释多少了 马上便已经开始动针 左手食指就搭在了针尖上 魏锦可以看到 金光透过了针尖 好像是在前面蔓延着 还请林先生脱下衣服 林先生倒也没有客气 把上衣一脱 魏锦就在这个时候 刺入了第一针 接着 魏锦的手 以极快的速度把另外一针也插到了他的身上去 如此几下 就看到所有的针都已经插到了对方的身上去 魏锦快速的在这些针上谈了几下 林先生一开始感觉到吃痛 但是到了后面 却感觉到针上好像有一股暖流在往自己的身上来 这样的情景让他感觉到通体舒服 没多久 竟然参看到林先生的头上出现了一阵白雾 其他人都大汗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向了魏锦 血栓 一般都是因为血液里面的一些杂质引起的 会堵住血管 这才叫血栓 但是这样的血栓很难清除 我现在这么做 我现在用针灸 其实也就是把这些杂质去除而已 现在冒出来的这些雾 其实就是在挥发那些杂质 大家听着好像有些玄乎啊 其实一点都不玄乎 针法在逼着那些杂质聚集 而太平真气则把那些东西给逼得散发出来 如果不把那些杂质弄掉 那么做再多都无济于事 所以魏锦现在这么做 其实就是把杂质去除 只不过这样子看起来确实是有些恐怖 大家也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一时间竟然全都愣住了 不过最主要的就是 林先生感觉到了舒服 他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 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他这个病已经算是寄疗成疾的 身体不舒服 他太知道了 但是这么些年来也一直都没有办法 那个头啊 就好像是中了好几斤那样 特别是有时候的想事情 一想就痛 他非常难受 而现在呢 他感觉到自己的头都轻了好几斤 特别轻松 那些针插在身上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痛楚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白雾漫漫的已经没有再散发出来了 魏锦却在这个时候再次上前 按了起来 没错 就是按摩 左手食指在这个时候 疯狂地往他的身上 涌入了金色的真气 开始在他身上的血管上游走 没错 这就是要把那些血管给软化 要不然 这样还是没有用啊 大概十分钟后 魏锦停了手 把针一把 林先生穿起了衣服 站了起来 这一刻 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清了 我好了 好了 其他人都愣了一下 这就好了 查一下吧 魏锦开口说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其实是已经好了 但还是查一下比较好 比较放心 好 林先生大为开心 来检查一下吧 检查结果很快就已经出来了 当张初然拿田检查结果的时候 满脸都是笑意 恭喜林先生了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您很健康 哈哈 林先生开怀大笑 真没想到折磨了自己不少时间的病 在人家的手中竟然这么简单 上前一把将魏锦的手抓住 感叹说 今天要不是你啊 我都不知道 还得受多久的苦啊 多谢了 真的是神医 魏锦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说 您客气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老周啊 没想到你们这里 竟然藏着这样的一个神医啊 林先生一笑 对着周先生说 周先生有些得意 显然 魏锦这一手 可是给他长脸了啊 那我也就不多说了 林先生点了点头说 我事情比较忙 既然病已经好了 那我就离开了 对了 你叫魏锦对吧 这样吧 以后到了省城 来找我 我再忙 都得跟你吃个饭 好 魏锦心中一动 已然看出来了 这个人绝对不简单 好 林先生说完就走了 没多久 那些黑衣人也已经走了 多谢小魏 帮了我个大忙啊 周先生笑了起来 对着魏锦开口说 周先生客气了 魏锦摇摇头 救死扶伤 乃是我们医生的天职啊 不敢鞠躬 周先生哈哈大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行了 谢还是多谢你的 以后有事来找我 魏锦一笑 周先生走后 张初然这才笑着坐了下来 看着魏锦说 林先生可是一个厉害人物啊 人家 可是在省城混的 你今天救了他 对于我们医院来说 可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魏锦呵呵一笑 你拉过来的人 周先生介绍过来的 张初然说 说是在很多地方都看过了 没有多大的办法 这不 你帮他解决了 而且又不浪费他的时间 现在不知道多感谢你呢 魏锦没有多说什么 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得怎么谢你 张初然心情不错 魏锦心中一动 开口说 你想谢我啊 也行啊 请我吃个饭呗 就这样 张初然有些惊讶 要不然呢 请我睡个觉 魏锦一阵无语 我就是有这个心 你也不可能答应啊 张初然脸色一红 指着他说 魏锦 你现在说话 真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睡觉 睡什么觉 魏锦尴尬的一笑 这不就是吗 所以我说 请我吃个饭啊 你看看你给急的 我们可都是成年人啊 难道我们 睡在床上一起数星星 张初然哼了一声 好啊 你还敢调戏我 他有些生气 不过对于魏锦 是越看越顺眼了 对了 禅一还好吧 张初然想起了孙禅一 又开口问 你没有对他怎么样吧 魏锦语色 一诗无语的说 我能对他怎么样 我又不是什么灯兔浪子 既然已经把事情解决了 魏锦自然也就不在这里待着了 行了 我就先回去了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 我还得回去补个觉呢 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张初然就是心中一紧 开口问说 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是不是对禅一怎么样了 魏锦瞪大着眼睛 我说美女院长 你也太能扯了吧 我能对他怎么样啊 我 想到这里 突然间就有些发火 瞪了他一眼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张初然这才慢慢坐了下来 也不至于啊 虽然孙禅一确实是很漂亮 跟自己有的一比 但是魏锦应该不至于对他怎么样 小样 还跟我生气呢 魏锦出了这里 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孙禅一已经不在了 看样子是出去了 也不知道是去上班了 还是怎么样 不过魏锦可管不了那么多啊 只是在那里睡上一觉了 一觉睡到了下午 魏锦这才起床 感觉到了神清气爽 刚刚起床呢 那边王海津 竟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魏锦 想不想出来看看车展啊 我认识几个漂亮的车模妹子 来来来 反正你 现在已经没有女朋友了 魏锦差点一口水给噎死 来不来 王海津开口说 真的车展啊 好看啊 全都是长腿大美女呢 魏锦想了一下 反正现在 也是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就答应了下来 没多久 王海津亲自来大别墅接他了 两人上大学的时候不熟悉 反倒是因为一个聚会熟悉了 这倒也是奇怪了 不过魏锦对王海津的印象不差 这个人有些精明 但不算是太过于精明的那种人 比起很多人来说 更值得结交 怎么样 我带你去看看吧 王海津笑着说 走走走 我跟你说啊 车磨啊 那可真的是要面貌有面貌 要身材有身材 比那个什么夜雪秋好看多了 夜雪秋的事情 因为被吃瓜的同学 传到了同学群里 几乎都已经让全班同学知道了 魏锦点了点头 有些无奈的说 夜雪秋那样的人 就没有必要跟我提名字了 让人恶心 对对对 王海津一笑 王海津开着车子 带着魏锦来到了车展处 进去一看 果然里面就人山人海的 看上哪个 跟我说 王海津神秘一笑说 我听说都是能开价的 到时候包个业的 贵的可能也就是一两万 便宜的几千都行 魏锦无奈的苦笑了 一声 那个 王海津见他没有搭话 犹豫了一下才说 魏锦 我跟你说件事情啊 你是不是对于古董很懂啊 魏锦想了想说 有些研究吧 怎么了 你能不能带我进这一行啊 王海津这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甘笑了一声说 我们大学同专业 但是我真的不想做医生 也不想做一样相关的行业 对于古董倒是比较好奇 你能不能入个行 教教我怎么做 显然 那天那张邮票卖出了百万 让王海津心思 有些蠢蠢欲动了 这可比做什么都暴力啊 海津 魏锦沉吟了一声 这才开口说 这个行业呢 确实是很暴力的 我也不怕实话跟你说吧 你那张大龙邮票 我是看在我们是同学的面子上 我就没有坑你 要是让我说二十万 我相信 你父亲也会卖给我 我知道 王海津点头 他之后特意上网查了大龙邮票 知道魏锦确实是公道了 没有坑自己 但做这一行吧 资金要很大 同时眼睛要很亮 要不然 随时可能会家破人亡 你信吗 魏锦一脸认真地问 我信 王海津再次点头 所以 我这不是找你来指点吗 话已经说到这里了 但王海津铁了心要入行 魏锦也没有办法 就只能开口说 行 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 那好 王海津大为高兴 你看吧 看中谁了 你跟我说一下 我给你搞定 魏锦一笑 正说 你这扯什么呢 突然间就发现在人群中 竟然有一个熟悉的脸面 没错 确实是比较熟悉的 林语言 一辆车前 竟然发现了一个 让魏锦都认识的人 那是自己的高中同学 林语言 当然了 高中的时候 魏锦并不是在灵州上的 因为那个时候 他父母的生意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是跟着爷爷奶奶 在镇上生活的 镇上有着他们唯一的一所高中 没想到啊 而林语言 就是高中同学 当年林语言可以说是 他们高中的校花了 多少男生都喜欢啊 魏锦自然不外如是 但是随着他高中最后一年 离开了家乡 来到了灵州跟随父母 自然也就没有再看到过他了 只是想不到 在这里会遇上他 而且现在的林语言 比起之前的林语言 更高了 更漂亮了 也更挺了 你喜欢他啊 看着魏锦目不转睛的样子 王海晶马上便开口说 那行啊 我就问问他行不行 别胡说了 魏锦开口说 这是我高中同学 啊 王海晶真正吃了一惊 你高中同学啊 魏锦点了点头 没想到他竟然在这里啊 魏锦皱起了眉头 高中时候的林语言 其实他是有些印象的 虽然长得漂亮 但是却并不会很随便的人 他竟然会跑到这里来做车模 倒是真的让魏锦有些意外 等等他吧 魏锦开口说 那我就助同学 把老同学拿下了 王海晶呵呵一笑 魏锦有些无语 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林语言才算是下台了 到了后面去换衣服 魏锦立刻就跟了进去 主要就是 怕他会突然间走掉 要不然自己也找不到他了 可是刚刚进去 就听到了一阵尖叫 原来里面有人在换衣服呢 对不起 我找林语言 魏锦一边开口一边进去 不少女人都瞪着魏锦 魏锦苦笑一声 这些可都是车模呀 一个个长得都很漂亮 而且长腿凌厉 看着让人都想摸上一把 好在没多久就看到了林语言了 此时他正准备换衣服呢 然后就听到了外面的一阵尖叫声 忍不住就看了一眼 结果就看到了魏锦走了进来 现在的魏锦跟几年前也已经有些不大一样了 但是还是有几分相似的 挣了一下之后 林语言才开口问 你是魏锦 魏锦咧嘴一笑 没想到高中时候的女神竟然还记得自己呀 我就是在外面看到你的 所以就进来看看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呀 林语言看到魏锦也有些高兴 我也是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呀 对了 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 魏锦开口问 要不然我请你吃个饭吧 林语言马上便点了点头 可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却看到一个中年大富贫贫的男人走了过来 听到了魏锦的话就有些不高兴了 开口说 林语言虽然是下台了 但是你别走啊 头 我遇到个同学 跟他一起出去见个面吃个饭 反正现在也没有活了对吧 林语言讨好似的说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中年男人哼了一声说 你不想要钱了 林语言的脸色一变 顿时就不敢说什么了 魏锦却开口说 我们是同学久没有见面 出去见个面都不知啊 又不耽误你事 钱 你可以网上发给他 小子 你算老姐 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中年男人有些火了 魏锦也有些火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刚想要说什么 但是林语言却拉住他 魏锦 要不然下次吧 魏锦一正 下次 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上了 看到林语言不敢走 中年男人有些得意 这样吧 我先进里面去换个衣服 我们就在外面聊两句 但是吃饭就不用了 你等我一下 说完林语言就已经进去换衣服 小子 同学 中年男人见林语言离开了 立刻就冷笑一声说 你竟然还想带他走 告诉你 晚上他是要跟别人上床的 你他妈在这里搅和什么事情呢 你说什么 我已经有些火了 怎么着 你同学是你女神啊 中年男人也真够恶心人的 富尔上前 黑黑一笑说 在这里工作的 你以为有几个是干净的 不少人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就要你同学呢 但是晚上嘛 我得先尝个鲜 我气死你 魏锦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恶心人的人 一时间正在那里 中年男人哈哈大笑 一脸得意 妈的 魏锦哪是这么容易吃亏的主啊 突然间记上心来 刚好就试试自己刚刚练的血同树 看我 魏锦突然间就对着中年男人开口说 中年男人一正 马上便不懈地看着他 可就在这个时候 便感觉到意识有些混沌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 怎么就没有意识了 魏锦心中一喜 没想到自己刚刚练这东西 也有些效果呀 去 去东那些女人 魏锦指挥着他 中年男人脸上 立刻就露出了猥琐的神色 朝着那些女人 就已经过去了 他就是模特的头啊 叫裙头 这些女人很多确实是跟他有关系的 因为只有把他巴架好了 他们才有可能接到活干 但现在突然间就扑了过来 而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都有些猛啊 头 你干什么呀 一个漂亮的女孩被他按住 开始拼命地撕扯着衣服 看着随时都要用墙了 女孩吓呆了呀 救命啊 啪 就在这个时候 魏锦突然间就上前 一把江中年男人踢飞 同时再次上前 按着他在地上就一顿乱打 妈的 你还要不要脸啊 既然光天化日之下 敢做这种事情 老子打死你 魏锦可算是逮着机会了 我让你在我面前装逼 我让你恶心我啊 这一顿拳打脚踢的 魏锦可是没有跟他任何客气啊 反正就是拼命打着 打得这个家伙嗷嗷直叫 同时也把他打醒了 你 你别打了 中年男人大怒 人面受心 不少女人都在那里大骂 就这样也敢动手 我看你是疯了对吧 不少被他欺负过的女人 更是破口大骂 姐妹们 报警啊 魏锦赶紧就拱火 赶紧的啊 别愣着 他可是非礼你们啊 其他人一听 顿时就有些不敢了 此时 林语言也已经换上 便装从里面出来了 看到魏锦按着头在那里暴打 赶紧就上前 怎么回事 他非礼你同事呢 魏锦这才指着中年男人说 中年男人有苦说不出来 这些女人早晚都得上我的床啊 我特么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给钱 魏锦却开口说 他们不敢报警对吧 但是我敢 你把他们的钱全都结了 要不然 我现在就报警 中年男人吓了一跳 赶紧就说 好好好 我现在就给钱 说完真就给了 车磨们一看现在就结 那好啊 顿时全都收了 走 钱一到手 魏锦就笑着对林语言说 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我请你吃饭 林语言松了一口气 这才跟着魏锦出去了 出到了外面 王海晶就开着他的 麦康到了他们的面前 笑眯眯的说 哟 嫂子你好啊 林语言吓了一跳 行了 别在这里胡说了 魏锦没好气的说 这是我的同学 叫王海晶 王海晶嘿嘿一笑 你好啊 你好 林语言这才明白过来 看了一眼车子 不由惊讶 魏锦的同学挺有钱的呀 对于魏锦的事情 他也听过一些 说是魏锦家道中落了 走吧 去吃饭 魏锦带着林语言上了车 你来开吧 王海晶还是挺自觉的 马上就把车子让了出来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自己去玩玩 林语言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魏锦不由无奈 也就不客气了 那行 你自己慢慢逛吧 到时候 我把车还给你 看着魏锦开着车子离开 王海晶不由嘀咕了一声 看看人家这手段 看样子是连钱都不用花了 真的是 不过扭头看向了里面 跟着就是一笑 没事 我花些钱 一样可以享受到他们的服务啊 车上 两人一时间都有些无话 顿时气氛就有些尴尬了起来 真是没想到啊 魏锦先开口说 一别都好几年过去了 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你 林语言点了点头 也有些不大敢相信的说 我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你 对了 我听说过你的事情了 听说你 你家里出了事情 其实算是很正常的 魏锦他们一家人在外面过 父亲前些天凑钱的时候 也问过老家的一些亲戚结果 这件事情传出来并不出奇 现在怎么样了 林语言问 没事了 魏锦笑了笑说 已经过了最难的那段时间了 那就好 林语言笑了起来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你的 魏锦一愣 摇了摇头说 这个就有些客气了 我们都几年没有联系了 你怎么帮忙 也没有理由问你帮忙啊 对了 你怎么做模特来了 说起这个 林语言脸色一暗 其实这些年来 魏锦一直都不知道林语言的下落 也主要就是 他来到林州读书之后 跟之前那些同学的联系 几乎都断了 也没有什么 就是上班上烦了 所以就想出来 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过了一会 林语言才开口说 魏锦皱起了眉头 你在哪上班呢 就在这里啊 林语言点头说 之前不是在这里的 我去了一趟省城 但是在那里也做得不大好 就回到林州来了 前几天刚刚找到一份工作 但是不满意 刚巧我有朋友 是做模特这一行的 就介绍我来了 林语言的颜值身材都好 倒是挺适合做这一行的 但是 总感觉林语言 并没有对自己说实话 到了 只不过时间 魏锦也不好说什么 就只能不出声 开着车子到了酒店 进到了里面去 两人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刚刚坐下来点东西呢 就看到那边 突然间就进来了三四个人 领头的 看着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看到了林语言就是一笑 马上便走了过来 林语言 怎么上了两天 班人就已经不见了 辞职也不打声招呼 年轻人上前 淡淡的问 林语言吓了一跳 下意识的就往魏锦那边靠了一下 这才抢笑说 夏 夏总 您怎么也在这里啊 他怎么也在这里 魏锦皱起了眉头 这个家伙进来 直接就是冲着林语言来的 你说他为什么在这里 多半早就已经跟上了 林语言啊 你得知道 在灵州这个地方 我还是能知道很多事情的 夏总黑黑一笑 对不起啊夏总 我觉得那份工作不适合我 所以就没有再去上班了 招呼确实是没打 真的对不住 现在跟您说一声吧 就这样 夏总不客气的坐了下来 在他的眼里 压根都没有魏锦这个人 对 我已经决定了 林语言有些紧张 决定了 夏总呵呵一笑 淡淡的说 你做的决定 有没有跟我们说过啊 我们有同意吗 这样吧 你回去 我把你的工资加到两万 不用了 谢谢 林语言赶紧就打断他的话 夏总的脸色一沉 妈的 不识台句是吧 给你脸啊 夏总靠在了椅子背上 打了一个响指 接着身后一个大汉就怒喝一声 夏总让你怎么做 你他妈就怎么做 林语言吓了一跳 一时间不敢回答了 夏总 魏锦终于开口了 看着夏总说 人家不乐意在你们公司上班 何必这样呢 再说了 人家扔了两天的工资不要 已经算是可以了吧 何必哭哭相逼呢 夏总有些不喜地看着他 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是个人都能感觉到 这是蔑视他魏锦 妈的 身后的大汉大怒 骂了一声 同时不客气地来到了他的面前 你他妈算哪根葱 也敢对我们夏总说这样的话 啪 就在大汉快要动手的时候 魏锦一巴掌就扇过去了 大汉感觉到有些猛 转了一个圈 小子 你他妈敢管我的事 想死是吧 夏总有些火了 盯着魏锦 魏锦眯起了眼睛 给我滚 要不然 等下你们想走都走不了了 妈的 真当你自己是什么人啊 夏总勃然大怒 对着身后的人吩咐说 给我揍他 那些人立刻就已经准备动手了 可魏锦突然间却对着他们 使用了血童术 顿时 剩下的两个大汉 马上就被魏锦控制了 啪 两个大汉不但没有对着魏锦动手 反倒是对着夏总动手了 夏总都打猛了 腐着脸 完全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蠢货 打我干什么 打他 夏总大怒 可是 两个大汉哪里理会啊 按着他在地上 就是一顿猛打 没两下 夏总就已经被打得 哎呦直叫得不停了 怎么回事 林语言看猛了 虽然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总感觉到跟魏锦有关 魏锦正想要说什么 却听到了一声轻贺 好大胆子 竟然敢在这里用妖术害人 还真别说 这一声轻贺 就将那两个人从血童树里解救出来 一下子都清醒过来了 只不过看着自己刚才的杰作 两个人都梦了 便在此时 那边却走过来了一个五十左右的老头 盯着魏锦 这是妖法对吧 魏锦有些无语 什么妖法 妖法你妹啊 不过看这个老头的样子 多半也是一个江湖人物 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么使用妖法 真不怕死啊 老头冷笑一声 念你年轻 给他们道个歉 同时 把你骇人的妖法秘笈拿出来 我就放你一马 要不然 可就不能怪我出手了 秘笈 魏锦马上便明白过来了 什么看不过眼的出手相助 其实也就是想着自己的秘籍而已 这让他有一种紧迫感 看来自己这种事情 还不能随便暴露了 要不然 就会引来像现在这样的困境 魏锦沉吟了一声 开口说 你说的都是什么啊 我一句话都听不懂 我怎么知道他们几个人 突然间就打了起来啊 老头冷笑一声 这才看向了夏总 笑着说 夏贤侄 还认识我吗 夏总愣了一下 看了看才说 可是混员李世博 李世博笑了起来 没错 就是我 我赶来给你爷爷祝寿 没想到 既然就在这里遇到你了 也是没有想到的 原来是李世博 夏总立刻就抱了一下 拳头说 刚才真是多谢您出手相助了 要不然 我可就要吃大亏了 他也就只能欺负一下你 没有练过舞而已 李世博冷笑一声 赶紧给我道歉 把东西留下 要不然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了 破 便在这个时候 魏锦知道自己藏不住了 猛然间一拍桌子 桌子上的那根筷子 瞬间就已经飞了出去 对着李世博就攻了过去 这一下快如闪电 哪怕是李世博都 有些没有想到 面对着这一下 竟然有些发愣 然后才想躲过去 一个翻身 就把筷子躲过去了 可同时 魏锦却再次拍桌子 又一根筷子飞了出去 瞬间就插到了他的手掌上 啊 筷子穿破了他的皮肉 贯穿整个巴掌 李世博惨叫一声 大汗淋漓 连连后退 再也没有了半分嚣张的气焰 反倒是一脸惊惧 太恐怖了吧 这两下竟然这么厉害 还要对我出手吗 魏锦淡然地看着他 师博 打他 夏总还不知道死活 在那里叫嚣着 李世博脸色殷勤不定 刚才他看到两个大汉 成了那个样子 所以判断应该是魏锦 用了什么迷魂之类的手段 又看魏锦那么年轻 而且不敢直接开打 只敢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就下意识地认为 魏锦应该只是一个会携旁门左道的人而已 起了贪心 想从他手中拿到这样的秘籍 但是乃知道 原来人家竟然是个高手 看来 自己这想法 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所以李世博只能一咬牙 对着魏锦一抱拳说 你别得意 你可知道 得罪的是什么人 告诉你吧 以后在灵州 最好给我小心一些 说完就一拉夏总 离开了这里 那是什么人啊 林语言看起来有些担心 魏锦摇了摇头 不知道是什么人 对了 那个就是你的老板 林语言有些尴尬 这才开口说 我面试的时候遇到的她 是她亲自拍板让我过的 只不过没想到她 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就对我提出了非分的要求 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她是老板 我以为她只是管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又对我这样 我才知道了 她竟然是老板 吓得不敢去了 没想到竟然又碰到她了 今天要不是你在这里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魏锦的脸色有些不大好 这种人 想东西都太龌龊了 她太知道他们 在想什么了 没事 魏锦开口安慰说 现在就没事了 林语言苦笑一声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过没多久 饭菜就已经到了 刚刚吃完了饭 林语言手机 就开始响得不停了 一直都在那里响 你电话 魏锦开口说 林语言有些无奈 这才接通了 但是却没好气地说 张哲阳 我们早就已经分手了 你没事老给我打什么电话 再别打了 分手了 魏锦心里一喜 毕竟 这可是自己曾经的女神 林语言 你以为能逃的了吗 那边张哲阳冷笑了一声说 你在灵州对吧 你给我等着 我已经在灵州了 林语言脸色一变 你疯了 但是那边却啪的一声 就将电话挂了 林语言原本缓和的脸色 又有些不大妙了 怎么了 魏锦漫不经心地开口问 我前男友也来灵州了 林语言心情有些复杂 哦 魏锦有些惊讶地问 你前男友啊 他来灵州就来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你不知道他 林语言苦笑一声 我跟他分手了 但是他却一直都缠着我不放手 他到这里来 绝对没有什么好事 那人家都已经躲到这里来了 你能怎么办 魏锦开玩笑时地说 林语言脸色复杂 魏锦知道 他心里绝对藏着是 但又不好怎么问 就只能开口说 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 你跟我说就行了 能帮我 我帮你 林语言苦笑一声 正想要说什么 突然间就接到了电话 接完电话后 人就感觉到有些猛 赶紧就站了起来 我妈生病了 我得赶紧回去 说完就匆匆起来 我送你吧 魏锦一愣 赶紧就追了上去 不用了 我自己坐车回去 坐什么车啊 我送你 魏锦根本就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你要是坐车 不知道多耽误事情呢 我开车送你去 林语言也没有办法 只能跟着魏锦出去了 上了车后 魏锦给王海金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王海金 你在哪 就听到那边 传来了一阵喘息声 明显就是有人在干事 赶紧去我家里 魏锦不由无奈 就平安居那里啊 我把车子开还给我 我开自己的车子去 好好好 王海金这才 从一个女人的身上爬了起来 我马上就来啊 开着车子回到了家里 把自己家里的车子一换 也不管王海金到没到 魏锦就已经带着林语言走了 你住那里 平安居的房子 他当然知道了 看到魏锦竟然住那里 林语言有些惊讶 嗯 魏锦点了点头说 就住在那里呢 我家里给我买的 林语言有些想不明白 之前还说 魏锦家里 已经快要崩溃了 怎么突然间又好起来了 不过忠心为自己的老同学 感觉到高兴 可是在一想自己身上的事情 却又没有了任何的心情 他们的老家 就在离这里 大概七十公里的一个偏远小镇 魏锦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 对于那里的路 还是比较熟悉的 载着他 很快就已经到了镇上了 直接去的医院 镇上的卫生院里 看起来人还不少 匆匆来去的 妈 林语言冲到了一个病房里面去 来到了一个女人的身边 女人看着五十多岁 因为整日操劳的原因 所以看起来特别老毛 女儿啊 看到了林语言后 母亲张秀之有些开心 没事 我也就是身体不舒服而已 你怎么跑回来了 你去上班吧 我没事的 说到这里 却看到林语言的眼泪 啪哒啪哒往下流 爸 你先陪着妈在这里 我 我去找个医生问问 说完 林语言就已经匆匆出去了 我已经扫了一眼 便大概知道这是什么病了 但是扭头一看 却看到林语言已经出去了 没有办法 就只好跟过去 没多久 林语言就已经到了 其中一个医生的办公室 开口便问 张医生 我妈的病情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张医生看着 大概也就是三十多岁的样子 戴着眼镜 看着有些斯文 看到林语言进来的时候 眼睛就是一亮 刚想要说什么 看到卫景之后 却没有说话 卫景 你先在外面等我吧 林语言没有办法 就只能回头对着卫景这么说 卫景皱起了眉头 但是没有办法 就只能站在外面等 同时把门给关上了 不过虽然是在外面 但她要想听里面的对话 很容易的 你母亲的病 已经到了晚期了 张医生这才开口说 在我们卫生院 肯定是不行的 得到省城 或者说是灵州去 不过我建议去省城 可是说句实在话 这种病专业性很强 你妈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得去最好的医院 请最好的主任医生 去看才行 要是一般医生看 看了也白看 张医生认识不少医生 对吧 林语言的话 也有些不大自然了 还请您帮个忙 帮忙倒是无所谓 还是那句话 你答应我之前提的要求 不要说是帮你找医院了 便是钱我也会想着办法 给你们减免一些 毕竟我有不少同学 都是做这一行的 张医生黑黑一笑应笑 林语言一时间没有开口 过了一会才说 张医生 我已经在尽力赚钱了 您帮我想办法 我以后会把钱还给您的 林语言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医生却冷哼了一声 让你陪我睡觉 还委屈你了 妈的 魏警突然间就将门踹了开来 拉起了林语言的手说 我帮你治 林语言愣了一下 你别忘了 我也是一个医生 魏警冷冷的说 我大学学的就是医学 林语言倒是不知道 毕竟他们只是高中同学而已 你 你干什么 张医生一愣 有些恼怒了 我是林州善美医院的医生 而且还是主任医生 魏警冷冷的看着张医生说 善美医院在林州 或许不能算是很大人 但是你应该知道 这是一家私立全国性的医院 到底大不大 怎么这都比这里大吧 更何况 我自己就可以治这个病 省得你这种医生在这里 坏了我们医生的名声 真的可以吗 林语言心下有些激动 当然可以 魏警信心十足的说 笑话 还你就能治好 你以为那是什么病吗 肿瘤吗 魏警冷冷的说 非得做手术切了对吧 你怎么知道 林语言真正吃惊了 她一路上可都没有说自己家里的事情 这有什么稀奇的 魏警呵呵一笑说 我可是神医啊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走吧 我现在就去替伯母把病解决了 林语言瞬间就来了信心 再也不管张医生了 马上跟着魏警就出去了 张医生脸色难看 她怎么都不相信魏警说的那样 你这吹牛呢 所以看到他们过去 就跟着过去了 来到了病房那里 林语言就换上了一张笑脸对着母亲说 妈 我这位朋友也是一个医生 由她来帮您看看吧 嗯 好好好 母亲显然不知道自己身上是什么病 既然女儿都这么说了 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意见了 林语言看向了魏警 魏警开口说 伯母 您别动 就这样 我来开始治了 其实对于治疗肿瘤 魏警已经算是驾轻就熟了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持质 开始按了起来 看到魏警这样的手法 张医生只是冷笑 这个家伙还真的是白痴啊 你这是治病 太平真气不停地从她的手指里 进入到了体内 开始将肿瘤往下压 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 魏警终于收手了 而且看着人也已经大汗淋漓了 别小看这种手法啊 其实特别费劲 可以了 魏警开口说 笑话 张医生最先站了出来 一脸好笑地看着她说 我真是没有听说过啊 肿瘤竟然可以这么治好的 真的是笑死我了 我这是肿瘤 张秀之吓了一跳 脸色苍白 虽然她知道自己身上有病 但每次都是女儿在这里替自己主持的 也从来都没有说是很严重的事情 没想到竟然是肿瘤 也难怪 老人家大字不识一个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你 林语言瞪着张医生 有些生气了 自己怕老两口担心 一直都在那里隐瞒着 没想到张医生 现在竟然说出来了 张医生冷笑一声 林语言 你既然这么不识台诀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呀 妈 没事的 林语言只能开口安慰母亲了 没事的 只是一个小肿瘤 确实是没有事情了 魏锦生吸了一口气 坐在一边的椅子上说 不过为了放心 可以检查一下 这里有遗弃吗 很多乡镇卫生院都没有这样的设备 行啊 张医生冷笑一声 现在就去检查一下吧 我看你这种骗子 怎么再骗别人 很快 林语言就陪着母亲去拍片了 也没有多久就回来了 张秀之一脸惶恐地回到了病床上 看起来人都没有精神 而林语言的父亲林正光 就在那里不停地安慰着 林语言心里有些烦 不过一看魏锦 发现他竟然脸色苍白 好像是很没有精神 赶紧就上前关切地问 你怎么了 没事 魏锦摇了摇头 我没事 休息一阵就好了 对了 你不用担心了 肿瘤已经没有问题了 你去等骗子吧 真没有事情吗 林语言又开口说 要不然你先躺在这里一下吧 没事 魏锦笑了起来说 还躺什么呀 马上就已经搞定了 我们都可以出院了 等出去之后再躺吧 见魏锦这么说 林语言也不好说什么 就只能点了点头 没多久 骗子就已经快要出来了 林语言匆匆就去拿骗子了 拿到骗子之后 刚刚回到了病房 就看到张医生也来了 只不过一脸冷笑 显然 他并不认为已经治好了 魏锦拿过骗子一看 笑了起来说 行了 肿瘤已经消失了 现在阿姨就是有些体虚而已 有人参的 最好吃点人参 身体很快就能恢复的 要是没有的话 吃些其他的东西也行 好了 真的是好笑 张医生怎么相信啊 拿过骗子一看 顿时就像是见了鬼那样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就会这样消失呢 不可能 林语言一家人一听 马上便已经明白过来了 也就是说 真的好了 想到这里 一家人都高兴了起来 妈 我去办住院手续 林语言最开心了 差点就要流出泪来了 直到他们离开医院的时候 张医生还拿着骗子 喃喃说着 不可能 真的是毁三关啊 上了车 林证光这才问魏锦说 你是小雨的朋友 爸 我高中同学 林语言笑着说 也是我们镇上的 后来跟着他爸妈去了灵州读书 我们已经好多年都没有遇到了 要不是在灵州遇到他 那我妈的病 可能还得在这好久呢 对对对 林证光赶紧就点头说 真的是多谢你了呀 叔叔客气了呀 魏锦笑了起来说 那个语言 你家在哪里啊 你开吧 我来给你指路 林语言就坐在副驾驶位上 给魏锦指着路 其实他们家就在离着镇上不远的一个地方 没多久就已经到了 到了之后一看 就发现他们家大门已经停着两辆黑色的轿车了 你们家来客人了吗 魏锦有些奇怪的问 有什么客人啊 林语言皱起了眉头 自己可没有有车的亲戚朋友啊 很快 他们就已经下了车 推开门一看 发现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坐在院子里喝茶了 看到他们进来之后 其中一个看着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就站了起来 对着林语言说 语言 你看 我找到你家里来了 这一定就是叔叔阿姨了吧 我们谈了两年恋爱 都没有见过面呢 林语言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小语 这是你男朋友 林正光知道 女儿在外面确实是有男朋友 但是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不是 林语言立刻就摇头否认说 爸 我们早就已经分手了 现在我们不是男女朋友了 对了张哲阳 现在我们早就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 请你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啊 赶紧走 要不然我报警了 林语言 犯不上这样吧 张哲阳脸色一沉 再说了 分手的事情都是你一手说的 我什么时候同意过了 别不识好歹了 行了 眼看着双方要将 魏景出来打圆场了呀 既然他都已经说了分手了 我看你就不用在这里再打扰他了 就你一个人同意交往 人家不同意也不行对吧 行了 回去吧 你他妈算哪根葱 但是张哲阳却盯着魏景 好啊林语言 还跟我装清纯呢 我就知道 你不是什么好人 这才多久啊 既然又跟另外一个人好上了 妈的 你他妈当我是什么呀 你别胡说八道 林语言怒了 他只是我的同学而已 你马上给我走 要不然我就报警了 妈的 真当自己在外面做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对吧 来 把他丢废了 敢瞧我马子 张哲阳大手一挥 几个小弟马上便上前将魏景围住了 别打 林语言一看就慌了 他们这么多人呢 魏景就一个人 可是张哲阳怎么会放过魏景啊 那些人马上便上前了 可是刚刚到了魏景的面前 就看到魏景对着他们 猛然间就使用写通书 几个大汉的意志太薄弱了 一下就让魏景控制住了 张哲阳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被几个大汉一涌而上 按在地上一顿暴打 你们干什么 张哲阳慌了 顿时就大喝 但是谁都没有听他的 他们知道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打 没多久 张哲阳就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嗷嗷直叫了 林振光一家三口都猛了 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在给自己演戏吗 最后 几个大汉把张哲阳架上 就已经出到了外面 开着车子跑了 离魏景远一些 他们就清醒过来了 看着自己的杰作 这些人都梦了 腰法 张哲阳打了一个韩劲 突然间就明白过来了 开口说 那个家伙绝对会玩腰法 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再去了 得让韩绍派人过来 他手下比较多这样的高人 他的小弟都有些尴尬 没想到 自己竟然让人给坑了 里面 林语言一脸猛逼 过了一会才开口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他们自己打起来了 魏景笑了起来说 让他们自己打呗 对对对 林振光点了点头 不关我们的事情 对了 我们去买菜 你们先在家里等着呀 没多久 两个人就已经出去了 你去休息一下吧 林语言看魏景 还是一脸无神的样子 就开口说 魏景点了点头 其实用太平真气治病 能让他精神萎靡 这是他早就已经发现的事情了 但是他发现自己的手指 好像吸食了之前那些 玉身上的白雾 能让自己延续的更久一些 这倒真的是意外发现啊 真有些后悔了 当初应该不用跟他们客气 把其他自己买不起的玉 也给吸没了 但是一想这样 不知道多少人得家破人亡 所以 这是慎用吗 只能睡我的房间了 林语言带着魏景到了里面 突然间有些害羞的说 其他的房间都没有收拾 很多灰尘 就睡我的房间吧 睡你的房间 魏景就是一跳 我当然愿意啊 林语言带着魏景 就到了里面去 便闻到了一股香味 我爹妈每天都打扫的 虽然我不在家 林语言开口说 你在这里睡吧 魏景点了点头 那行 我就躺这么一小会 有什么事情 都话你再叫我 林语言点头 没多久 魏景就已经在这里睡着了 林语言却并没有出去 看着魏景在那里睡觉 突然间就笑了起来 魏景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黄昏时候了 刚好饭菜也已经做好了 天气炎热 魏景睡在这里 出了一身的汗 好在林语言后来给了他一把风扇吹着 要不然 早就已经将他热醒了 饶是如此 还是热啊 吃饭了 魏景正在脱衣服 就看到林语言推开门进来 看到魏景光着膀子 顿时就脸色一红 嗯 我 魏景也有些尴尬 我衣服湿了 太热了 有没有衣服 我爸的应该你能穿 林语言马上便出去 给魏景找了一套衣服进来 你试试 魏景换上之后 这才点了点头说 现在舒服多了 出到了外面 张秀之办了一桌子的好菜 魏景是吧 今天真的是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这病都得把语言拖累死了 来 阿姨跟你喝一杯 张秀之豪爽的说 魏景赶紧就说 阿姨 有心就行了 您这刚刚大病出狱的 不能喝酒 这样 我们喝水好吧 就是 妈 林语言说着 就把母亲手中的酒杯拿下了 我这 原来张秀之 也是一个好酒的人 阿姨 您现在的身体 确实是不大适合喝酒 这样吧 明天我去我们镇上找找 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参 我给您弄一个过来 到时候 给您补补身子 人参 大家也就只当魏景安慰他们了 吃完饭后 魏景就跟林语言出去逛了 走在路上 时不时还有路灯 两人倒像是小情侣那样走着 老同学 没想到你现在医术这么厉害了 而且还会打架呢 跟以前有些不大一样了 林语言高挑的个子 站在魏景身边 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模特毕竟是模特呀 嗨 都是瞎玩的 魏景笑着说 瞎玩 林语言却摇了摇头说 哪是什么瞎玩啊 对了 你前男友是怎么回事啊 魏景有些好奇地问 林语言的脸色刷的一下就沉了下来 过了一会才说 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说出来 你都可能不相信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遇到这么恶心的事情 哦 魏景越发有兴趣了 说说呗 张哲阳 我跟他交往了两年了 但是 我们从来都没有 同床过 他家是做小生意的 有些小钱 我妈查出来肿瘤之后 我就问他借点钱 想把我妈弄到省城去治 条件也比较好一些 他也没有拒绝 但是跟我提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魏景心中一紧 难道是跟他同床 让我去陪一个姓韩的人 林语言的脸上 全都是恶心之色 就是他们家 现在八戒的一家公司的公子哥 让我陪他睡觉 这样 他就把钱借给我 当时把我恶心的 直接就跑了 跟他分手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 魏景一拍腿 你这么一说 那会我应该亲自上前 打他几巴掌才解气啊 魏景确实是很生气 这么漂亮一个女朋友 竟然让他去陪别人 这个张哲阳是脑子进水了吧 所以 我看到他就烦 林语言有些生气 魏景悄悄地把他的手牵了起来 他是真的有病 我要是有你这么样的一个女朋友 还不得天天供着啊 还舍得送给别人 真是神经病 老同学 林语言也不抽手 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魏景说 过分了 这是占我便宜了 魏景黑黑一笑 见他不抽手 也就更加放肆了 你这话说的 我们这是感情好啊 几年没见的老同学了 亲近一下 林语言哥哥一阵笑 也就让他牵着了 魏景牵着这样的手 心援一马的 主要也是 林语言确实是太漂亮了呀 身材高挑 双风挺拔 而且两人走得这么近 鼻子里还能闻到他的体香 能不让人心援一马吗 林语言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感觉 其实上学的时候 就对魏景很有印象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魏景 家境其实不大好 也不怎么出生 后来魏景走了之后 就更没有什么动静了 几年后再见 发现魏景成熟了许多 而且连番对自己出手相助 让他心里有一股暖流 更感觉到了依靠 对了 现在阿姨的病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你想做什么工作没有 魏景开口说 你要是想做什么的话 可以跟我说说 看我能不能帮你的 老同学这么先殷勤 让我感觉到 你对我别有所图啊 林语言开玩笑似的说 对对对 老同学长得这么漂亮 我这是贪图美色了 魏景也调侃似的回答说 林语言哥哥一笑 一脚踢了过去 你这家伙 还真的是够直白的呀 两人说着 来到了江边 江风吹过来 魏景还是感觉到了热 太热了 魏景开口说 我下去游个泳吧 反正我也没有洗澡 哎 不行啊 林语言一听就急了 现在是晚上 这条江的水可深了呀 你别下去 太危险了 但是还没有等他说完 魏景就扑通一声 跳了下去了 连衣服都没有脱 魏景 林语言是真的慌了 他们这条大江很深的 又大 每年暑假学校最担心的就是 小孩子会下河游泳 毕竟也出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可是魏景却在这个时候 从下面钻了起来 笑着说 没事的 我以前经常在这条江里玩的 现在是晚上啊 林语言有些着急的说 要是出个事怎么办 你先上来 魏景有些无奈了 美女同学啊 你是不知道我的苦啊 刚才跟你手一牵 我这就心愿一码了 心跳加快啊 你说 我又不是畜生 不能对你乱来 就只好下来冷静一下了 你说我的苦 谁明白啊 要不然 你亲我一下 魏景黑黑一笑 那我就上来 林语言双脸微红 你 你这无赖 你赶紧上来 亲不亲 魏景逗他 不亲 我就不上来了呀 亲 林语言无奈了 又担心他 就只能这么答应了下来 魏景黑黑一笑 正想要上来 突然间往下一看 就看到水下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泛着光 魏景心中一震 立刻就对着林语言说 你在那里等我一会 我下去看看 说着一个猛子 就扎下去了 同时 他的眼睛透视眼也大开着 在水下 竟然就如白天在岸上一样 下面 竟然是躺着一条船 也不知道是多久的事情了 看样式 应该是古代的 最重要的就是 下面有东西 有陶瓷 还有金银锭 很多铜钱 熏德卢 其中一个 魏景一下就看出来了 竟然是一个熏德卢 魏景心中一颤 知道自己这是碰到了古时的沉船了 其实他们这条江 现在都还通着船呢 从这里下去 能到他们灵州市去 显然 这多半是哪个古代的地主老爷的沉船 一直都沉在这里 也没有人发现 竟然让自己发现了 这里水很深 一般人想要发现 也确实是没有那么容易 他心中一喜 赶紧就先把宣德卢拿了起来 这才浮出了水面 看着魏景浮出了水面 林语言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别吓我啊 下面真的很危险啊 魏景三两下就游到了岸边 把宣德卢往地上一放 拿好了 这可是好东西啊 下面还有 我再去拿些东西上来 今天发大财了 林语言完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且 他也不知道 什么是宣德卢 看着这么一个东西 就只能站在那里 等着了 没多久 魏景就拿着一个瓷器 还有一个铁箱子上来了 好在魏景的戾气 早就已经不同于往日了 要不然 根本就不可能拿起 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走 上来之后 魏景就把箱子扛到了身上去 对着林语言说 你拿其他的 我们今天发大财了 你是说 这些是古董 林语言有些莫名其妙 开口问 魏景点了点头 没错 走吧 我们先回去 下面还有不少东西呢 明天晚上 我再找个东西去下面装 林语言就只好跟着魏景回去了 回到了家里之后 可能是他们的动静有些大 张秀之就出来问了一句 怎么了 没事 妈 林语言笑了起来说 我们刚刚从外面逛了一圈回来 那个没事 你们睡觉吧 说着两人就已经进了林语言的房间 啪的一声 把门也给关上了 张秀之刚想说什么 但是又不好说什么 只能回到房间去了 魏景把东西放下 看到这个铁箱子都已经生锈了 河里有条沉船 魏景微微一笑 这才开口说 里面不少好东西 我只是拿了一部分 这东西值钱吗 林语言对于什么古董 真的是一无所知 看着魏景这么说 就有些奇怪问 当然了 魏景开口说 我先来看看这些东西是什么 说着魏景就开始打开铁箱 还真别说 有些难看 好在魏景逼利非常人 很快就已经开了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箱子的黄金 金定明晃晃的 闪着人的眼睛 除了金定之外 竟然还有一本书 魏景现在对于书最感兴趣了 拿过来一看 顿时就有些失望了 原来只是一些普通的四书五金之类的 当然了 看样子也有些久远了 算是古籍 也能值些钱的 不过翻着翻着 却看到两张单页掉了下来 魏景捡起来一看 顿时就喜形于色 竟然是太平道金刚旗篇 还有一张 好像是注言篇 跟我之前得到的 能接得上 魏景拿起来的时候 就看到那些文字 再次跃入到了他的脑海里去 而原本书页上的字 已经消失不见了 魏景有些激动 真没想到 在自己的老家这里 竟然还能碰到这样的事情 这么多钱啊 是真的吗 林语言看着那些金钉 人都已经梦了 长这么大 谁看过这么多的金子 只在电视里看到过啊 当然是真的了 魏景黑黑一笑说 这能假得了吗 行了 先藏起来 放在这里 对了 先不要告诉你爸妈 我怕他们激动了一时间说出去了 那就不好办了 好 林语言反应过来 一脸高兴 还有 那个地方白天人多 我们得晚上去才能弄上来 我看这样吧 明天晚上 我们再接着去弄 行 对了 我去给你拿衣服 看着魏景一身衣服 又湿了 林语言又跑到了父母那里去 你们怎么睡 进去后 张秀之就问林语言 林语言一时间正住了 过了一会才说 妈 你别担心了 说完就已经回去了 把东西放到了魏景的面前去 就看着那些金子发呆 老同学 魏景拿着衣服 叫了一声 我换个衣服 要不然你出去一下 林语言这才反应过来 顿时就扑斥一声笑 看你这样子 还怕损失什么呀 得 你就在这里看着吧 只不过别被我给吓住了 林语言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顿时就有些休脑说 得得 还能吓得住我